谢谢沐将军诚实告知 天机公主行了个礼 说完转身走了 沐天一头雾水 完全搞不清这个女人在弄什么 但她也没太放在心上 无论这女人的心思 是在自己身上还是王爷身上 都是白搭 天机公主回到帐篷时 脸色铁青 在玉谷国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受得了我的诱惑 没想到来了龙岩国全变 这里的男人都是瞎的吧 公主 你还是不要过于冲动了 皇上送来那些庶女讨好石王爷 那都是剑阁 你没必要掺和 你懂什么 这个世上再没有比石王爷更加优秀的男子了 你都不知道 他长得好似冬里的太阳 多目璀璨 气度更是非凡 王者霸气 就算是父王也急不上半分 这种男人 怎么能便宜了那些间隔出来的庶女呢 公主 此事还是要同陛下商议了才是啊 小云感觉十分头疼 看来天机公主 是真的迷上那个石王爷了 怎么劝都不听 父王会答应的 他一定会答应的 如果我嫁给石王爷 玉谷国就安枕无忧了 小云真的很想翻白眼 古孝国送来了北宫雪 也是迷政公主 结果呢 第一个被灭 接着 鹰眼国同龙岩国联姻 送去了华阳公主 然后呢 第二个被灭 公主现在是想要玉谷国 成为第三个被灭的国家吗 可听说 王爷会带着王妃单独启程回龙岩国 他们回去必然要经过我玉谷国的边界 只要王妃出了意外 以敌掌公主身份的我嫁过去 就定然是正妃了 公主 你又想干什么了 小云按着额头 悲愤地想 皇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居然敢放他来出使 这是要加速灭国的节奏啊 玉谷国内 皇帝慕容白 坐在御书房内 下面站着他的心腹 玉谷国的宰相 白飞羽 皇上 臣实在不知 你为何要让长公主 去出使龙岩国大军 天机对男人的能力 你我都清楚 朕让他去 无非就是要给宣元立一个大力 皇上不是已经选了 庶出的公主和皇族之女了吗 为何要把长公主也送过去 飞羽啊 这还不明白吗 那些庶出的就算再怎么宠 也只能到侧妃 但天机可是长公主 嫡出的 只要她能得宠 废了现在的王妃利 她也未尝不可 皇上 臣觉得此举不妥呀 哼 有何不妥 天机的美貌 那可是有目共睹的 北宫雪也好 花阳公主也好 那也都是顶尖的美人 结果也没能为母国得到半分注意 反而成为了宣元立出兵的借口 皇上如此安排 岂不是重蹈覆辙了 天机的体香 自幼便能魅惑男人 其他那些公主有吗 除非宣元立不是男人 否则 天机一定能拿下她的 皇上 白秦悟要再说 没什么事 就退下吧 公主从小娇生惯养 要是肆意妄为 惹怒了宣元立 该如何是好啊 你的意思是 朕会让天机去触怒宣元立 攻打玉谷国吗 白秦 你渐阅了 臣 言语有失 请皇上责罚 朕就罚你 从旁辅佐天机公主 务必要让她嫁入王妃 就算只是侧妃也行 孙侄 白飞与太阳穴跳动了一下 最终还是妥协了 白卿 你白氏一族在玉谷国 可谓是名门望族 是朕的倚仗 切莫让朕失望啊 慕容白 十分敏锐地感受到了 白飞与的不情愿 便出言警告他 白氏一族 是无法离开玉谷国的 他白飞与 也只能同玉谷国共存亡 臣感念陛下龙恩 定然竭尽全力 帮助公主尝世 嗯 云华公主虽然是庶处 但其母妃十分受宠 朕已决定立其为贵妃 等你是成 朕便将云华公主 嫁与你为妻 自此 爱卿一族便是玉谷国最大的望族 爱卿也成了朕的成龙快婿了 臣谢主龙恩 去吧 今夜就启程 臣告退 白飞与退了下去 脸色显得有些难看 可以说 慕容白给的命令 简直就是在作死 可他似乎是打定了主意 无论怎么劝说都没用 甚至 让整个白氏一族 都要为之分担风险 白飞与心烦意乱地回到府中 先去向父母辞行 他如今方才二十五岁 便已是朝中一品大员 可谓是少年得志 也有九州第一神童的美誉 但 白飞与比谁都清楚 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 全是因为白家的势力 当然 他的能力也是有的 只不过 很多大事 都是父亲在后面出谋划策 才有了他 当事的美誉 羽儿 你此番出刑 看上去似乎非常凶险呢 白飞与的父亲 白氏一族 现在的当家人 白丰年 低头看着 跪在地上的嫡长子 缓缓地开口 是 陛下给孩儿处理道难题 如果做不好 恐怕会连累家族受损 白飞与对白丰年 是没有半分隐瞒的 让为父 来猜一猜 皇上 要你帮天机长公主 嫁入王府 对吧 此时皇上只和孩儿一人说过 为何父亲会知道 白飞与 疑惑地抬头 天机长公主 以使臣身份 去见穆家军军营 外见宣言力的时候 我就知道皇上的心思了 那些所谓上宫的美女 不过 说为了不让长公主 发现皇上的真正心思 否则 她怎么会肯去啊 那 父亲的意思是 这事 可以透露给长公主知道 然后让她自己 去找皇上反对 不 事情有变 为父安插在 长公主身边的侍女 小云 发来了飞鸽传书 你 拿去看一看 白飞与接过父亲 递过来的纸条 看了几眼 顿时眉头深锁地说 长公主 居然看上宣言力了 还执意要嫁 怎么会这样 那个被宠坏的女人 凭着一身魅术 从不把男人放在眼里 传言宣言力粗暴残望 而且脸上有伤 形如恶鬼 这样的男人 他怎么能看得上 王儿啊 世上很多事 都是以讹传讹 小云说 虽然没有亲眼 看到宣言力 但天机长公主 才见了她一面 就被她迷住了 父亲 那这件事 便是难办了 小云并未说 那个王爷 对公主是什么态度 加入王府的事 可以先放一放 小云说 天机长公主 打算对宣言力的王妃出手 这件事你必须阻止 天谷国的兵力太弱了 一旦惹怒了宣言力 谁也救不了我们 皇帝的旨意虽然大 白石一族的确也在他手中 但玉谷国一旦没了 白石一族的下场会有多好 儿子明白了 父亲的意思是 这次去天机公主身边 并非是为了完成皇帝陛下的旨意 而是要阻止他胡作非为 千万不能惹怒宣言力 此番下来 是不是就简单了许多呢 是 谢谢父亲 为儿子出谋划策 如此一来 儿子还能想办法 与王爷王妃交好 就算牺牲了天机公主 也要保住玉谷国 嗯 去吧 白风年满意地点头 能举一反三 这个儿子的确是能成气候的 因为要交代一些 进攻英雁国的后续事情 当天 宣言力并没有带着唐可儿启程 而是定在了第二天 王爷 玉谷国又派来了一个使者过来 你要见吗 一大早 宣言力并没有打算吵醒唐可儿 而是给他披上披风 抱着准备上马车的时候 穆天过来禀告 本座已经说过了 要降就给你降书 要打就给你战书 这种小国 还要让本王费神吗 那个使者说 从军营到玉谷国边界 有一个小庄子 看着不怎么起眼 却有一种人间美味 是九州任何地方都吃不到的 他听闻王妃喜好美食 特来自见隐落 宣言力听了这话 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这人跟着我们 但是你去告诉他 要是东西不能合了王妃的胃口 本王定然会狠狠地罚他 而且如果在半路上 让本王见到了那个什么公主 本王 就砍了他们两个 是 属下马上去告诉那个人 对了 来人叫什么 在玉谷国是什么身份 来人叫白飞宇 是九州出了名的神童 年纪轻轻 已经是玉谷国的宰相了 白飞宇 本王听过这个名字 如果他真的有传言那么聪明的话 就该知道 欺骗本王的罪有多重 让他跟上来吧 是 马车并没有停顿 直接往外走去 不一会儿 白飞宇骑着马跟了上来 恭敬地行礼道 陈白飞宇见过十王爷 穆天都把话说给你听了吧 是 穆将军都说了 你可知本王的重罚 有多重 天下之人重口难调 但那一位却是无人不爱 相信王妃也会喜欢的 嗯 随时再测 宣元丽的语气十分轻慢 就好像对待自家王府的下人一般说道 白飞宇也是好脾气地厚着 没有半思不悦 一辆马车 一匹宝马 就这样一路渐行渐远 而此刻 军营中 天机公主才刚刚起身 公主 皇上派了白大人前来助你 小云一边帮天机公主梳头 一边说 白大人 白飞宇 他来干什么 那个小白脸 身无二两重 要不是仗着白家 他也能做宰相 白大人是旷世奇惨 公主切莫这样说 他能助你 是好事 有些东西 你不用出手 便有人为你筹谋 不是吗 哼 希望他能想出点像样的法子 否则本公主就告诉父王 说他无能 配不上九州第一神童的称号 小云一脸的无奈 唉 这个公主 当真是除了魅叔 一点脑子都没有 对男人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人家王爷都下了明旨了 只要看到他就要砍头 如此厌恶他 他却还要巴巴的凑上前去 也不知道想什么 对了 听说王爷他们今天就出门了 你动作快点 我们跟上去 这次王爷一个护卫都没带 就带着王妃 说是一边玩一边回去 这可是我接近他的大好机会啊 那个 王爷他们一早就已经出发了 此刻 也过了两个时辰 怕是追不上了 天机公主的脸色一沉 随即抬手 她的一声打在小云的脸上 一个深深的红印子浮现出来 公主饶命啊 小云忙跪下说 贱婢 王爷启程之前为何不叫醒我 从一开始 你就在阻拦我嫁入王府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奴婢是为了公主好啊 王爷有旨 只要见到公主 就要砍了你的头 小云无奈 只能说明事实 怎么可能 那天王妃不让我多留 王爷明明表现出不悦的 定然是那个王妃 怕我的美貌超越了她 争了她的宠 才从中做梗 天机公主越说越气 她眼神之中 已经充满了杀气 公主 你到底想做什么 白大人已经追上去了 王爷的行踪 我们还是掌控着的 你可千万别做出格的事 小云看到天机公主 略微疯狂的眼神 连忙安抚她 白飞雨跟上去了 天机公主 这才缓和了一下脸色道 算她还有点丢 我们马上处罚 快马加变 只要路走对了 还是能追上 公主 你难道不要命了吗 我跟着找机会 我会贸然就出现在王爷面前的 放心吧 只要到了玉谷国边前 那个王妃就绝对活不成 小云眼皮直跳 颤巾巾巾的问 公主 到底安排了什么杀机 你一个侍女不用知道那么多 天机公主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来说 除掉那个女人 王爷还不是手到擒来 小云抿着唇 心里实在是觉得不安 天机公主忽然回头看着她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白风年的人 要是你敢坏我的事 我就杀了 公主 冤枉了 奴婢一直都是忠心于你的 小云吓了一跳 王贵在地上颤抖着说 是不是忠心 看下去就知道 就算白风年想阻止也来不及了 这一次本公主和父皇 可是铁了心要做这件事的 小云不敢再多言 她只能把自己知道的 飞歌传输给白风年 至于能不能阻止 天机公主疯狂的行为 那就真的不是她能决定的了 唐可儿在摇晃的马车里 睡得那叫一个熟啊 也不怪她 这些天担惊受怕的 每每都是天将亮 她就醒了 现在总算是松懈下来 还不得好好睡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忽然 一股沁人心脾的臭味 传了过来 味道可怕 却令人不自觉地吞咽口水 这个味道真是太令人留恋了 自从穿越之后 她从未在这个九州大陆上 闻到过这熟悉的味道 油炸臭豆腐 眼睛还没睁开 肚子倒是先叫唤了 唐可儿被臭豆腐 那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复杂味道唤醒 就听到耳边 是一阵求饶的声音 王爷 死无闻着臭吃着香 你尝一口便知道 真的不是臣在欺骗于你啊 这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 如此恶臭之物 你确实也敢宣伤 等我今天就杀了你 再灭了这个恶气的东西 有谁再敢做 格杀无论 轩元丽的声音则有些含糊 听得出来 他应该是捂住了口鼻说的话 大爷饶命啊饶命啊 老朽这臭豆腐远近闻名 乃是人间美食啊 还有一群哭唧唧的求饶声 吵什么吵啊 唐可儿睁开眼 伸了个懒腰 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军营 这是肯定的 军营里也不可能有臭豆腐这道菜 他现在躺在轩元丽怀中 坐在一个简陋的小屋棚里 锅里还滚着油 散发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味道 你醒了 等我马上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轩元丽用另一只手 掩住了唐可儿的口鼻说道 哎呀王爷 你真是错怪人家了 这东西就是越臭吃着才越香 老板 快点上一盘要辣酱的 越辣越好 是是是 老朽这就去准备 王妃果然见多识光 这可是人间极品啊 白飞宇冒着冷汗的手 微微松开一些 幸好王妃识货 居然知道这个臭豆腐 你是谁 唐可儿转头 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轩元丽 然而轩元丽 显然没有心情给他解释 而是瞪着眼睛说 你 当真要吃这东西 哎呀 不但我要吃 你也要吃 分干同味嘛 唐可儿勾起唇瓣 笑得十分奸诈 你还要本王也吃 轩元丽声音更大了 几乎是带着点怒吼了 你 你凶我 唐可儿忽然小嘴一扁 露出一副不敢置信的 惊恶模样 不是 本王不是这意思 只是 只是这个味道 太令人难以接受 吃过就知道香了 放心嘛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唐可儿抬手 捏着轩元丽的脸说 而此刻 一盘刚刚出炉的臭豆腐 散发着无法言喻的味道 被抬了上来 轩元丽的眉头 第一次皱得那么紧 都快能夹死苍蝇了 唐可儿估摸着 他大概是用了 臂气弓之类的 否则怕是早就跑了 咬一口嘛 爱我就咬一口 唐可儿夹起一块 涂了酱的臭豆腐 放到轩元丽嘴边 撒娇地说 轩元丽杀人的眼光 转向了白飞雨 要不是唐可儿拦着 他肯定要把白飞雨 给打残了 居然害他陷入此等境地 你不爱我了 生死都经历了 为我吃口臭豆腐 却不能 唐可儿眼睛眨眨的 眼看就要流泪了 轩元丽一咬牙 忍着快吐的冲动 咬了一口 臭气过后 居然十分鲜美 他先是用力地咀嚼 想赶快咽下 后来反而慢慢地品味起来 我就知道你喜欢 我们本就是臭味相投嘛 唐可儿就着手里的臭豆腐 大大的咬了一口 嚼着说 哼 这东西居然真能吃 轩元丽含糊其词地说着 这味道闻习惯了 居然还真就透着那么点香了 我可是想念好久了 真没想到今生还能再吃到 久违的味道 让唐可儿吃着吃着就思想起来 本座记得 您好似从未离开过龙岩谷 怎能会吃过这样的东西 得意忘形了 一时嘴碎说漏了 唐可儿抿着唇说 梦中吃过行了吧 可儿 你有事瞒着本座 轩元丽放下筷子 沉吟了一会儿说 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 别说话 食不言请不语知不知道 唐可儿把自己手里的臭豆腐 塞到轩元丽嘴里 含糊其词地试图扯开话题 你不愿说本座不强求 轩元丽沉默地咀嚼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如果我不是我 你还喜欢我吗 唐可儿低下头 想了想 觉得这件事迟早还是要说的 不如试探一下轩元丽的态度 然而他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身边还有一个玉谷国的白飞羽 这也不能怪唐可儿 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白飞羽 还以为那只是轩元丽 从军中选出的随士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都不是你了 本座自然不喜欢 嗯 唐可儿无语 也许他这个问题 本身就有问题吧 他挥了挥手说 哎呀 我就是胡言乱语了 是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白飞羽一直跪在旁边 唐可儿和轩元丽的话 他都听进去了 一个从未离开过龙岩国的女子 怎么会吃过这个地方的臭豆腐呢 这种豆腐的做法 是前不久才偶然发现的 老板精明 从未把做法传出去 还有 刚刚王妃说的 她不是她 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这个王妃 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来历 这 也许是我能牵制住轩元丽的一个机会 白飞羽已经看到轩元丽 对自己王妃的宠爱 那简直已经到了溺爱的地步了 可以说 王妃就是轩元丽最大的弱点 既然东西都吃了 那就别再吓唬人家老板了 让他们起来吧 唐可儿一边吃 一边看着地上跪着的人说 行了 都下去吧 不要在这跪着 轩元丽挥了挥手说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老板带着几个伙计 颤巍巍地站起来 不断地念叨着说 今天的豆腐就算是小的 请大爷跟夫人吃的 不收钱了 本王还不至于吃饭不付钱 轩元丽从怀中 拿出一两银子丢了过去 小的 这就找钱给二位 不用了 赏你的 轩元丽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那些人搀扶着 躲到屋子里去了 你还跪在这里干嘛 唐可儿好奇地看着白飞羽 他到底是谁啊 陈白飞羽参见王妃 这是穆家军里的人 唐可儿疑惑地看向轩元丽问 是玉谷国的使臣 说是知道有美食 自请为我们引路 是你带我们来吃的这个 谢谢你啊 能吃到这样正宗的臭豆腐 都是你的功劳 只有王妃喜欢 便是臣的荣幸了 王爷 赏了他吧 唐可儿转头看向轩元丽说 王妃既然开口了 那就赏吧 谢王爷 这里风景不错 今夜就塑在这个村子里吧 唐可儿站起来 看了看前面一片麦田荡漾的景色 叹了口气说 转眼居然已经秋天了 麦子都熟了 记得 你出入王府时 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竟然已经一年了 王爷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居然就快把九州统一了呢 唐可儿扫了一眼白飞雨 轻浅地说 其中间险 你也不是不知道 轩元丽也跟着站起来 走到唐可儿身边 捏了捏他的脸说 辛苦你了 唐可儿摇了摇头 随即看向白飞雨道 这位白大人 谢谢你引进了这样一个风景美 东西好吃的地方 赏赐王爷也给了 请你回去吧 不要打扰我同王爷的二人事件 二人事件 白飞雨一愣 随即领悟 应该是指两个人独处吧 只不过这个说法 还真是从未听过 是永远国的俗语吗 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回吧 告诉慕容白 只要他不惹事 本王没有攻打于谷国的计划 是 白飞雨此刻不能有半分迟疑 否则就会让二人生疑的 所以他乖乖地领了赏 然后骑着马走了 这次来收获扑风啊 王妃来历有问题 轩云丽也被蒙在鼓里 而且两人对话 轩云丽对王妃说辛苦了 也就是说能在一年之内 拿下两大上司国 王妃是出了力的 这个王妃长相清秀淡雅 却并非角色 但是王妃宠他到了极致 在他面前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到底有何好处啊 的确是值得好好查一查 我不喜欢那个白飞雨 感觉他很圆滑 对 就是那种圆滑过了头的那种 一个玉谷国人 本座从来没打算让他一路跟着 如今下午国内 能有点实力的 也就只剩下这个玉谷国了 既然接下来的目标是郎国 那这些小国就暂时留着 以便之后使用 看来攻下了鹰眼国之后 这些小国就急躁了 那个玉谷国的皇帝 一开始就想把那个公主塞给你的吧 看计划不成功 又派那个白飞雨来 到底想干嘛 无论他想干嘛 对于这个人无需放在心上 不高兴杀了便是 玉谷国内并没有什么杀手锏 也没有太多的兵力 要是他们不安分一点 本座就下职给牟天 顺手就把玉谷国拿下了 嗯 唐可儿点点头 也不再多想 又要了一碗臭豆腐 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一边吃一边想 得把这个老板弄到鹰眼国去 不然我想吃臭豆腐了 难道还要千里迢迢到这里来 吃不成 轩元丽坐在一边 看着唐可儿 眼珠子乱转的样子 就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看了看那个老板 大概也猜到了几分 他略微沉吟了一会儿 便站起来说 刚才的事 本座要飞鸽传书给牟天 让他派人盯着点那个白飞鱼 和玉谷国 看看他们 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哦 好 唐可儿现在正在享受美食 也没有多想 轩元丽就吩咐老板 拿两个笔墨来 在一边写飞鸽传书 等唐可儿吃完 轩元丽的飞鸽传书 也送出去了 他站起来问道 老板 你们这村子里 可有住的地方 这位大爷 我们村子来人比较少 也没有谁开客栈 一般赶路的人累了 晚上就到村子不远处的 小山寺借宿 寺里的主持人很好的 就是条件差了点 小山寺 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 这小山寺啊 还是挺有名的 寺里的菩萨特别灵 很多人慕名来上香呢 老板听了唐可儿的话 忙说道 夫人听过也不奇怪 不对 她也不信夫 连龙阳国内 有什么名山古寺 她都不知道 怎么会知道 这偏眼山区的 一座小寺 她为什么就是 感觉很熟悉 今夜 我们就去小山寺结束吧 轩元丽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 唐可儿没说话 轩元丽拉着她说 先去村子里逛逛 然后去上山 走了两步 她忽然回头问那老板 小山寺 是不是在村外的十里坡上 对啊 就在村外十里坡 十里坡的小山寺 唐可儿双眸瞪大 看向轩元丽 轩元丽做了一个 不动声色的表情 拉着她往村子里走去 那个招魂书 所制造出的小镇上 客栈老板曾说过 要住宿 可以去十里坡的小山寺 对不对 唐可儿已经想起来了 她捏着轩元丽的手 变得更加用力起来 本座知道 那个小山寺应该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招魂书在本座体内 除非杀了本座 否则是拿不出来的 没有招魂书 去看一看 有何妨 轩元丽安抚着唐可儿说 嗯 我只是觉得 为什么那些人都要引着我们去小山寺呢 唐可儿微微皱了皱眉 捏着轩元丽的手 也松了下来说 放心吧 本座会护着你 有本座在 谁也伤不了你 轩元丽搂住唐可儿的腰 轻轻地在她耳边说 嗯 唐可儿点点头 然后说 你看 那一片金色的麦浪 真的很美呢 此刻已经是夕阳西下 金黄色的光韵 照在金黄色的麦浪之上 好似到处都在闪闪发光一般耀眼 这乡间的风景 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轩元丽漫不经心地说 她一个龙神 对这些自然是不感冒的 不过 看唐可儿那陶醉的模样 小脸红扑扑的 在夕阳的照耀下 浑身也好似发光一般 让人一不开眼 她在看风景 她在看她 都是美 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你看 那是火烧云 明天肯定是个大晴天 唐可儿指着天边一抹红韵说道 你还会观天象 轩元丽略微有些诧异 啊 这个在现代人人都知道的常识 在这里居然成了观天象了 东方无忌曾经说过一句话 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这火烧云出现在傍晚 明天就肯定是一个大晴天 唐可儿只得把这个锅丢给东方无忌了 反正他是会观天象的人 你和东方无忌很熟 轩元丽没有追问天象的事 反而是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问道 也不能算熟吧 他救过我的命 在他府上养伤的那些日子里 他也教了我一些东西 十万大军被巫术困住的那一次之后 就很少再见面了 最近的一次见面 你应该记得的 就是你失忆那次 他是东方家族的人 东方家族是天神的拥戴者 也是神族的一个分支 所以你以后要离他远一点 他可是比鬼语更加危险的存在 哦 知道了 唐可儿没有敢说完整了 比如 白虎之所以会被他收服 是东方无忌的手段 还有一些天命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 唐可儿觉得 这个东方无忌 的确是有点问题的 可儿 本座不喜欢你身边有那么多男人 你是本座一个人的 宣元丽从后面抱住唐可儿 嘀嘀地说 我本来就是你的呀 虽然你吃醋的时候很可爱 但是能不能稍稍收敛一下下 不要老吃那些没意义的干醋 行吗 唐可儿讨好的说 不行 谁靠近你 就是本座的敌人 对待敌人 不能收敛 宣元丽孩子气地说 哼 那你身边那么多女人 我也没有见一个杀一个呀 所以 你爱本座 没有本座爱你多 宣元丽抓着这个话柄 开始无理取闹 胡说八道 后半句话 被宣元丽用嘴堵住了 他不接受反驳 败了败了 全都败了 迎客庄内 北宫义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不断把东西扫到地上 齐兄并没有死 北宫先知 你太过激动了 宣元丽静静地坐在一边 看着他疯狂地举动说 英雁国的都城已经被攻下来了 就算齐连锋现在没有死 得离死不远 有什么用 我们没有英雁国的阴兵助阵 宣元丽除了穆家军 还有那么多厉害的暗门大军 我们怎么报仇 所以说你这是准备放弃了吗 放弃 杀我全家之人 我能放弃 既然不想放弃 你现在这番作为又有何意义呢 宣元丽依旧是不紧不慢 好似一个局外人一般 那下一步 我们还能做什么 你不是龙岩国人 有些事你并不了解 当年本王夺位失败的时候 父皇还没死 宣元丽上位之后 也没有传出先皇驾崩的消息 所以很多人都在怀疑 先皇根本就没有死 而是被宣元丽囚禁了 你的意思是 你的父皇并没有死 如果他出现的话 龙岩国内必定大乱 之前的确是这样的 朝中老臣都是维护先皇的势力 但是自从宣元丽莫名失踪 又突然出现之后 就性情大变 把朝中所有老臣都杀了 所以说 现在你说这个 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人告诉我 只要宣元丽进了一个 叫做小山寺的地方 就会出现转机了 贤侄啊 这件事并非你想得那么简单 想要宣元丽死的人 不只是你我 还有更厉害的推手 你要稍安勿躁 有人告诉你 谁 齐连锋吗 这个不能告诉你 你太冲动 还需要沉淀 齐连锋也不是被困住了 而是被那个人给救走了 只要他在 就有希望重启招魂书 报仇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你迎客庄都已经暴露了 等宣元丽莉回来 少不得就得灭了你 不 银客庄是不能被灭的 无论被灭掉多少次都会再次出现 这是阵法的精妙 你我都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 只要魂魄不散 又岂会怕再死几次呢 北宫义看轩元丽如此气定神闲 便也不再说什么了 先知 我劝你跟羽儿一样抄一抄心惊 把你的浮躁都沉淀一下 对付轩元丽 是万万不能硬碰硬的 只要能杀了他报仇 让我做什么都行 好 那你去书房抄书吧 据我的眼线来报 轩元丽带着唐可儿 已经到了小山寺下 今夜他们就要去了 我们静观其变吧 那小山寺里到底有什么 北宫义还是忍不住问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绝对是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轩元丽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意说 他可从未欺骗过本王 看过了火烧云 又找了个农家 吃了顿农家菜 轩元丽带着唐可儿 开始往十里坡走去 走没多久 唐可儿就看到了一条长长的阶梯 弯曲着延伸而上 居然看不到尽头 该不是要上到这座山顶吧 唐可儿咽了口口水问道 左右都没有其他路了 应该就是要上到上面去吧 我改变主意了 我们就在村子里借宿一夜好了 唐可儿看到那么长的阶梯 脚已经软了 刚才我们已经问过 没有人愿意让我们留宿 就算是给银两 那些人也只肯让我们吃饭 而且家家户户都住满的 一个空房间都没有 莫非 你愿意去睡山口棚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种村子里房子自己盖 哪家还没有个亲戚串门子的 居然没有空房间 这一路的怪事只为一见 那就是让我们不得不住小山寺 既然如此 我们还住吗 唐可儿咽了口口水问道 为何不住 轩人力转头看他 眼神明灭 一脸玩味的表情说 本座就是想去看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猫女 可是 这么高这么远 我爬不动 唐可儿一脸哀伤地 看着那长长的楼梯说 轩人力沉默了一会儿 走到唐可儿身边蹲下来说 上 啊 唐可儿还没反应过来 也可能是太过恶然了 一动没动 有本座在 能让你累到吗 轩人力淡淡地说完 就把唐可儿背了起来 然后信步走上台阶 这么长的台阶 你不累吗 唐可儿感动地问 这点对本座来说 完全没有问题 要是以龙身 只需一个呼吸间 就能上去了 轩人力一边走一边说 只可惜 那寺里定然有外人 不能用龙身 轩人力背着唐可儿 一路往上走 倒是真的没有 半点劳累的样子 唐可儿趴在他宽厚的背上 微微眯起眼来 幸福的感觉 迎满全身 要是能这样一辈子走下去 那真就是太幸福了 你喜欢 以后本座天天背着你走 说的傻话 我又不是残废 哪能天天不走路 让你背着呀 就在两人 你浓我浓地 说着情话时 忽然从转角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挺拔的身影 那身影 穿着白色的长袍 有一种先锋倒鼓的感觉 唐可儿忽然发现 轩人力的身子僵硬了 他奇怪地伸头去瞧 只见轩人力瞪着眼 死死看着那个忽然出现的人影 那人走得也不快 但是就好像脚下有风一般 几个呼吸间 就已经上了一百多个台阶 看上去不似寻常人 怎么了 你认识他 唐可儿见轩人力一动不动 只是看着那个人越走越远 忍不住开口问道 轩人力却是一言不发 忽然爆发出一股力量 向着那个人追了过去 哇 轩人力忽然加速 唐可儿差点被甩下来 他惊呼一声 用力抱住了轩人力的脖子 两人追着那个身影往上跑 轩人力的速度非常快 那人也不见加速 但两人之间就是差着那么一百多个台阶 无论如何追也追不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人 进了山顶的一座寺庙 然后就不见了 轩人力迅速来到寺门前 正要跟着进去 就见一个小和尚走出来说 施主你好 本寺有规矩 求素者不得男女共住 一面忍不住 做出犹辱佛门亲近的事情 如果二位是求素的话 请让女施主跟小僧从那边进去 男施主则从这边进去 就是相防了 滚开 轩人力心急 要找那个人不耐烦地冷哼 对不起 如果施主不愿意 那只能请你们出去了 小和尚根本不怕他 一本正经地说 我叫你滚开 轩人力双目渐渐泛红 这是他失控前的征兆 唐可尔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变得这样急躁 但这终究是佛门清静底 他如此行为实在是有些不妥 夫君 你放我下来 人家寺里有规矩 你别同人生气 唐可尔忙安抚轩原力 然后又对着小和尚说 这位小师傅 我夫君脾气有点暴躁 你别在意啊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骄不躁 自然不会在意 小和尚淡淡地说 轩人力想了想 还是把唐可尔放下来 但是他也清楚 这个寺里是有问题的 而且 为什么会看到一个那么像的背影 把他往里面引 肯定也是有蹊跷的 所以 他不能让唐可尔一个人独处 我要见你们住持 轩人力冷静了一下说 住持在做晚客 是不会出来见客的 小和尚依旧是不冷不热地说 他要是不出来见我 我就杀光你们这一寺的和尚 一把火烧光 轩人力放出狠话来 一点都不像说笑 这可是世间唯一一座 供奉天尊的寺庙了 你真的要烧了他吗 小和尚一点都不怕 依旧是面不改色地说 你说你们供奉的是谁 轩人力一愣 随即 一手把小和尚拎起来 瞪着眼问 无量天尊 不可能 天尊明明已经把天尊的存在抹杀了 世人根本不知道天尊 你们为什么会供奉他 这里供奉者 天尊的舍利子 舍利子的力量 让天尊在人间保留了这一座寺庙 享受着人间的香火 总有一天 能再次重生 小和尚一字一句地说 轩人力的手一松 他就摔倒在地上 但他依旧是不喜不悲 一脸淡然地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 可儿 今夜我们就住在这儿 一切听小师傅的安排 哦 唐可儿还是第一次见到轩人力 露出这种失魂落魄的表情 那个无量天尊到底是谁啊 女施主 请跟我来 小和尚转而对着唐可儿说完 就走到了前面 唐可儿看了轩人力一眼 乖乖地跟着小和尚 往右边的厢房走去 小师傅我想问一下 那个天尊是什么神呢 唐可儿跟着小和尚走了几步 忍不住开口问道 阿弥陀佛 天尊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淡薄权力 并没有神位 但是天神也被他所监管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吧 天神用了计策 让天尊死于自己的奔雷斩 并且抹掉了天尊在世间的存在 至今 除了我们几个供奉天尊舍利子的人以外 其他的民众 只把他当作一尊普通的神像供奉而已 听了小和尚的话 唐可儿顿时明白了轩人力 为何忽然变得失魂落魄起来 因为这个天尊就是他的师父 这个天尊是不是四神的师父 虽然基本已经确定了 但是唐可儿还是多问了一句 是 小和尚毫不犹豫地回答 原来小山寺供奉的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啊 女施主 你今夜就住在这个禅房 请你不要随意走动 佛门清静之地 不容女子惦悟 小和尚把唐可儿带到第一间房里说 知道了 谢谢你 唐可儿弯腰行李 小和尚离开 他随意地打量了一下 这个房间看上去很清雅质朴 和印象中寺庙里的禅房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 这个小山寺 供奉的是轩人力的师父 这绝对不是巧合 唐可儿想到之前 轩人力背着自己 着了魔似地追着那个人影 难道那个人 就是轩人力的师父吗 轩人力并没有任何人指引 他走入了左边的禅房 但是并没有进去 而是往寺的深处走去 穿过一排禅房 就是一个前院 前院里 摆着一个同住的香炉 上面插满了香 再往里面就是正殿了 小山寺毕竟不是什么有名的寺庙 正殿也不大 就放着一尊神仙 轩人力走进去 一眼就看到了那熟悉的笑容 天尊的神像被雕刻得栩栩如生 那淡薄一切的笑容 也跃然脸上 轩人力就那么呆呆地看着 他这一世 从一条小龙成为强大的龙神 都是因为天尊 在这个世上 如果还有一个人能让他言听计从的话 那也只有天尊 可惜天尊死了 死得莫名其妙 死在奔雷斩手中 他却是连仇人是谁都还未查出 师父 我太无能了 轩人力扑通一下 跪在天尊的神像前 滴滴地说道 你死了几千年 我都未能找到凶手 为你报仇 阿弥陀佛 天尊如此淡雅的人 又怎会计较你有没有报仇呢 就在这时 一个老和尚念着佛号出现了 看穿着 应该是这个寺的住持 你知道我是谁 轩人力缓缓站起来 转头看着老和尚问 自然知道 青龙施主老拿守着这个寺 等了几千年 才把你等来 等我 天尊死后 还有两个心愿未了 第一个就是你 你当年不分青红皂白 斩杀摩羯 三千八百二十九人 背上了一个大大的因果 这件事 天尊一直念念不忘 劳烦师父费心了 本座杀了那些人 就没怕他们来报仇 天道轮回 那些魔族是无辜的 这个因果 不但让你神魂崩离 沉睡了那么久 即便你换了身份 换了人身 依旧是白不妥的 天命之女 乃是天道轮回的产物 她必然要顺应天命 斩掉你的龙头 已是天道公云 天命之女不会杀我的 天命早就已经改变了 你不用来挑唆 没用的 我知道 你现在 同天命之女感情深厚 但你也知道 一旦她体内的力量苏醒 根本就不会认识你 不 她认识 只有我能平息到体内那股力量 宣元力打断了和尚的话说 龙儿啊 你为何就这般殖民不悟呢 就在这时 一个清浅的身影 从佛像上飘了出来 师父 宣元力惊呼一声 随即又说 果然 在山道上引我的那个人就是你 你活了 既成了几千年的香火 也只能让为师有一抹虚影 要再练成人参 怕是上万年了吧 师父 你告诉我 那年到底是谁杀了你 这个并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你 你同天命之女 已经泥足深陷 要是再不回头 怕是要毁天灭地了 师父 也是要拆散我和可儿吗 唯有这件事情 恕徒而忤逆 唉 为师知道你顽固 认定了就不会改 这样吧 只要你能让那三千八百二十九人原谅你 只要你能解了你身上的因果 为师就不管你和谁在一起了 怎么解 他们现在就在这座寺里 你去 让他们随意地折腾你 折磨你 不能还手 等所有的怨气都发现完了 你的因果也就解了 天命之女 也不会再斩你的龙头了 那些阴魂可是要我命的 只是折磨折磨就能放过我了 我也不知道 但至少怨气可以少一些吧 龙儿 为师爷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既然师父都这样说了 那徒儿自然聪明 如果徒儿出不来的话 请师父 放壳而离开 去吧 天尊只是摆了摆手道 对了 师父 不知道玄武那老乌龟现在窝在哪 我们四兄弟就查他了 徒儿想 等这次因果的事情解决了 大家拒一拒 师父觉得呢 老龟喜欢清静 没事就不要找他了 你们三个聚一聚 也就行了 轩元丽眼神微微一闪 随即说 难道师父也不知道 那老乌龟在哪吗 为师自然知道 怎的 你这是在怀疑为师吗 当年到底是谁下的手 奔雷斩是你的绝学 就算是我 也只学了三成不当 可是打死你的奔雷斩 至少有八成功力 这个只有你一个人能做得到 你莫不是自杀的 轩元丽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地开口问道 天尊似笑非笑地看着轩元丽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徒儿只是想知道个真相罢了 毕竟和因果对抗 生死难量 也许根本就出不来了 这个心结 还希望师父帮我捡了 轩元丽依旧是不紧不慢地说 天尊沉默了一会儿说 其实我并不记得了 如今的我只是一抹残影 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 一抹残影而已 就敢让本座去死了 师父 你从来不是这样心大的人 特别是对我们四个 天尊的脸色微微变了变 随即冷笑着说 青龙就是青龙啊 谁也没有你了解天尊呢 既然被你看出来了 也就没有必要再装了 反正主人的调虎离山已经成功了 他从来都没打算对付你 他要的是唐可儿 你敢动可儿 你该死 轩元丽二话不说 一掌挥过去 打散了那抹虚影 接着就往右边的残房跑去 这次 敌人用天尊来对付她 的确是让她心神不宁大意了 轩元丽暗自后悔 咬着牙 冲进唐可儿住的残房 然而 刚刚冲进去 她就发现不对劲 唐可儿不在里面 站在里面的人 穿着一身素衣 没有双臂 你是谁 可儿呢 轩元丽往后退了半步 社局的人一开始 用天尊让她疑惑 接着又用唐可儿 扰乱她的心 对她可谓是十分了解 你还真是对她死心塌地啊 当年你对我言天计从的时候 也急不上她半分 女人说着话转过身来 居然是莫仙儿 她的双臂是唐可儿弄断的 但是 见识过唐可儿那个 强大到无敌的能力之后 她根本连报仇的心都不敢有 所以这个仇恨 就转嫁到轩元丽身上了 莫仙儿 看来今天你们是提了心 又让本座 同那三千八百二十九个阴魂对抗 轩元丽看到莫仙儿 顿时心里就明白了七七八八 冤有头债有准 他们找上我 也是因为你 背着这个魔胎那么久 我也很痛苦 不如就此解脱了吧 笑话 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太急于怀上身孕了 为了留在王府 你只能妥协 被魔胎折磨 那是你活该 不管怎样 反正今天 不是他们魂飞魄散 就是你再次沉睡 否则谁也别想提前离开 你们想让本座再次沉睡 天神要苏醒 必须极其死神 如今玄武你们找不到 才把本座给毁了 他还怎么复活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那个所谓的主子是谁 但你又如何断定 那个主子就是天神 也许极其了四神 然后毁掉你们 直接让天神永久沉睡 才是他们的目的呢 废话少说 孟仙儿 看在你我还是表情的份上 告诉本座 可儿到底有没有事 都到了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你居然还在想着你的唐可儿 他到底有多好 能让你如此对待 莫仙儿说着这话时 是带着嫉妒的 他嫉妒的不行 就算是明知道有正事 还是难以自控 这就是女人 她的好 无需和你说 你告诉本座 她现在处境如何 本王答应留你一条命 留我一命 你好大的口气 轩原力 今天你赢的几率不到一成 到时候谁留谁的命 还不一定呢 是吗 这可是你最后的活命机会 轩原力一边说着 一边已经叙事待发 他之所以提到唐可儿 也是为了逼着莫仙儿极度 一旦他极度了 就不能保持理智 那些阴魂 依附在他的身体里 他情绪不稳 阴魂自然也是躁动 对于轩原力来说 没有理智的攻击 就让他有了可趁之机 至于唐可儿 他要是知道自己被困 指不定身体里 那个毁天灭地的力量 就要苏醒 轩原力料定了 这群人不敢去惹他 只要他能脱身 他们就都能安全离开 果然 轩原力的话还未说完 莫仙儿体内 就冲出了一股黑气 带着歇斯底里的吼叫 扑了过来 轩原力轻轻转身躲开 那股黑气 不依不饶地跟着他 他吐出一口天火 黑气顿时被撕裂开来 太弱 如果这就是我的因果 那么今天我就能把 这个因果完全地消灭 但是不可能 当年让我沉睡的因果 怎么可能这样弱 轩原力一边对付着那些阴气 一边暗自奇怪 这不正常 事出有异闭有妖 他更加警惕起来 与此同时 唐可儿的禅房内 忽然走进了一个人 正是莫仙儿 要是他知道 现在轩原力正在和莫仙儿 对决的话 肯定会大吃一惊 可惜他并不知道 只是对莫仙儿的出现 有些奇怪 又见面了 王妃 你怎么在这里 唐可儿警惕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这个女人很危险 不过 她的双臂为何会没了呢 那天被你中伤之后 我无处可去 只能弃身于此了 被我中伤 你不该是被地震弄伤的吧 那次地震 把她自己也给弄晕了 还顺便毁了鹰眼国五万魔兵 听说来势汹汹 都见识过你的本事了 还装 有意思吗 我可不敢有半点报仇的念头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唐可儿心里 对莫仙儿说的事 似乎非常的排斥 他皱着眉说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想听听 关于屠龙的力量吗 不想听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不会想听 唐可儿干脆把她的嘴堵上 我的双臂是你毁掉的 生生扯下来的 那场地震是你引起的 五万魔兵 只被你看了一眼 就成了灰飞 你的力量令人恐惧 就算是轩辕力 也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你杀她 只需要动一动手指而已 就算唐可儿不想听 莫仙儿还是说了出来 这颗种子必须种下去 这是那个人的命令 你在说笑话吗 我能有这样的能力 早就把你变成飞灰了 你醒着的时候自然没有 但是你睡着的时候呢 那天的事情 你完全不记得了吧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能杀得了我五万魔兵吗 就算能杀 尸体呢 我并没有再去地震的地方看过 自然不知道有没有尸体了 你告诉我这些到底要怎样 离开玄缘力吧 否则你体内的那个能量 迟早要毁掉它 这世上天神天尊都杀不了它 因为它是青龙 它的鳞片比任何东西都硬 可以抵挡任何攻击 除了你 你的力量能毁天灭地 自然也能毁掉它 就算我有这个力量 我也不会毁掉它的 而且我不会离开它 唐可儿不在意地说 你在使用这个力量的时候 根本没有自己的意识 那天我亲眼看到你要杀死沐天 就在你晕倒之前 许是沐天命大 你那时候可能是身体承受不住 天倒了 要是晚那么一瞬 沐天也就成了飞灰 你的话我半句都不会信 想让我离开轩原力 除非我死 我的话你不信 你可以去问沐天 他的话你该信了吧 就算如此 只要轩原力说他不怕 他还要我 我就不会离开他 只要我们活着 就要和对方在一起 如果结果一定是死 那就更要抓紧能在一起的每一刻 生命是因为有了爱 才希望长远 如果孤单一人 活一万年 那就是受一万年的罪 有何意义 唐可儿的话 直接把墨仙儿给说懵了 他居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这个女儿脑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为什么总是这样让人琢磨不痛 如果你只是来传话的 那你可以走了 唐可儿挥了挥手说 向远力现在被困住了 你要去救他吗 我相信这个世上 没有什么能困住他的 再加上 你刚刚进来和我说这些话 我也大致懂了 你们困住他 就是想逼我离开 如此 我就更加不用担心了 他失败了 那个幻境虽然厉害 但是轩辕力破开 也不过是费点时间罢了 或许有一天 当你毁掉了整个人间 包括你最心爱的男人之后 你会因为今夜的选择而后悔的 真有那一天 我和他一起死就是了 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说法 请你告诉你的主子 别再白费心机了 一次次用计陷害 都是为了让我离开 然而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 或许主子的确是算差了这一步吧 其实 我也希望轩辕力能够幸福 我利用过许多男人 包括其余杰在内 都没有半分愧疚 可以多对他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唐可儿也不吃醋 只是淡淡笑着反问 我对他是真心的 要不是当时他不愿意碰我 我也不会 你说的没错 现在说这些真的没有意思 我一早就知道 他对我言听计从 只是因为我和他母妃 长得很像罢了 莫仙儿的眼中有一抹黯然 唐可儿没说话 只是看着他 因为此刻无论说什么 好像都很没意思了 你是一个很强的人 也是唯一能与他并肩的人 我祝福你们 莫仙儿眼中 微微带着泪光说道 谢谢 唐可儿依旧是没什么动容 淡淡地回应 莫仙儿转身走了 或许在这一刻 他是被唐可儿的话说动了 也或许是 唐可儿对宣元力 毫无保留的付出 甚至是面对生死 也面不改色的行为 让他羞愧了 反正此刻他的心中 是五味杂陈的 是很难以言喻的 莫仙儿走了 唐可儿这才有些焦急起来 平日里 宣元力很强势 他一点都不担心 但是这一次 引他入局的是他的师父 就算宣元力 对这个师父提起的不多 但他也能感觉到 他对师父的感情 莫仙儿刻意说话 引他离开 或许就是一个陷阱 所以他现在 不敢随意离开这个房间 只能焦躁地坐立难安 都算了吧 宣元力怒吼一声 眼前的禅房就消失了 他正站在前院里 刚才的一切全部都是幻境 他居然也用了这么久 才看出来是幻境 想来之前 看到的天尊也是幻觉 这种幻术 已经超过了幻灵族 这寺里 看来是有高手 很可能那个幕后黑手 就藏在寺里 除非是他出手 否则根本就困不住自己 但是他又担心唐可儿 最终 宣元力还是没有回主殿 而是向着唐可儿 所在的禅房去了 主则 这次也太险了 要是宣元力发现你 就在寺里 他肯定会回主殿寻找 那时候 以你现在的能力 还不足以对抗青龙 斗鹏南 从主殿的一边走进来说 他破除幻境的时候就发现了 没办法 想要困住他 必须我亲自出手 一个清浅的声音 从天尊的神像里传出 听上去就是很年轻 那他为何没有撤回来 斗鹏南疑惑地问 这就是为何 我要让他和唐可儿分开的原因 他最终选择了去找唐可儿 这两人 怕是真的分不开了 那下一步该如何 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既然不能分开 那就全部毁掉 我的计划不容有失 唐可儿必须死 他的力量 就是你唯一的变数 杀了唐素儿 让他回去不就行了 如果实在没辙了 就照做吧 属下实在不明白 想要让他们分开 最好的办法 就是杀了唐素儿 唐素儿虽说是巫族的人 但也不是举足轻重的身份 就算是黑婆 也不是杀不得 为何主子却不准我们杀了唐素儿呢 唐可儿是一扇不稳定的门 而打开这道门的钥匙 就是唐素儿 一切都有因果 唐可儿因为唐素儿 才来到这里 如果他回去了 一切就会回到原来的诡计 顺应了天命 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都会化为乌有 所以不到穷途末路 没得选择的那一刻 都不要去触碰那把钥匙 懂了吗 原来如此 属下明白了 行了 我先走一步 你善后吧 这次试探 也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真实幻境 对青龙是有效的 不过只能坚持 大概半炷香 虽然很短 但有时候顺息的阻碍 就能成事 我很满意这次的行动 给负责这次行动的所有人 一点甜头 恩威并尸 才能让这些人 为我们所用 是 斗篷男弯腰应允 接着就是一片静默 藏在神像里的人已经走了 斗篷男双目微微一沉 随即走回大殿后面吩咐道 轩辕丽二人下山后 这个丝就没有价值了 回掉吧 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是 老住持带着那个小和尚 恭敬地说 这是续命丹 这次事办得很好 竹子很高兴 一人给你们一百年的养寿 拿去分了吧 至于那些村民 一百两黄金 分给他 谢竹子 老住持颤抖着手 接过一瓶药丸 小和尚则拿走了一箱子黄金 记住了 该是你的你才能拿 一颗丹药训命 两颗丹药断魂 至于金子 你们拿会成为绒将 斗篷男看出了两人眼底的贪婪 冷冷地说 主子不希望人心的贪婪 成为你们内讧的理由 只要为主子办好事 养寿 金钱 选事 一切都能得到 是 是 是 老纳明白 一定会尽心尽力 为主子办事的 老住持的贪心被看穿 吓得连忙跪在地上表态 哼 柔鹏男冷哼一声 接着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主子用的这些人 无疑不是带着贪心的 否则也不会如此死心塌地 甚至他觉得 只要是人都有贪念 只不过 有些人贪得比较低级 一猜就中 而有的人贪得比较高级 才会显得高尚罢了 轩原力冲入唐可儿的禅房 唐可儿正在屋子里乱转呢 听到门被冲开的声音 他下意识地抬头 看到轩原力 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冲过去紧紧抱住了他 王爷 你没事吧 看到唐可儿没事 虽然轩原力也知道 他不会有事 现在体内 藏着如此大能量的他 谁也不敢招惹 但还是要亲眼见着了 才能放下心来 他用力搂住他的腰说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过是默先而来 说了一些有的没的 要我离开你 这种套路已经逆反了 我把他打发走了 他也没有发难 倒是你 他们应该设了圈套对付你才对 唐可儿用力抓着轩原力的衣襟 上下检查着 本座身上的鳞片 乃是世上最坚硬之物 谁能伤得了 轩原力淡淡地安抚着唐可儿 抱着他 心也就静下来了 你的身是没人能伤 可是 你的心呢 这个小山四里 有能伤你心的陷阱 我急死了 可是默先而引我出去求你 我就知道我不能去 去了你反而更加危险 唐可儿将头 靠在了轩原力的怀中 你知道了 也对 你那么聪慧 就算一开始没想到 后面也该猜到 可惜假的终究是假的 越是再一个人 越能分辨真伪 就好似你同轩原兰珠 换过几次身份 本座 又可曾认错 对啊 你看人用的是心 既然是陷阱 那自然是假的了 唐可儿拍了拍脑袋说 哎呀我太傻了 好像没有冲出去 找了人家的道 差一点 他就成了送人头的傻白甜了 可儿 本座认你 只是一眼便知真伪 但是那人却能骗本座那么巧 难道他真的和师父有关 山原力压低声音 在唐可儿耳边轻语道 许是天尊过世的久了 所以才没能一下子戳破 唐可儿心里 莫名的有些不安起来 如果要拆散我们的 真的是宣原力的师父 那他 想到这里 唐可儿的手 更加用力地 抓着宣原力的衣襟 生怕他忽然放手 也许是吧 毕竟刚刚看到那个背影时 本座也是被惊到 没有细想太多 宣原力叹了口气 他感受到了唐可儿的惊恐 这个惊恐让他心疼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你师父当年没有死 而是假死隐顿了 然后他不想我们在一起 你会怎样 无论是谁 都不可能拆散他们 但是天尊例外 这件事让唐可儿看出来 宣原力对天尊的感情 不比对自己的少 没有如果 师父的死是本座亲自确认的 而且他从来都是一个淡然的人 当年神祖本该是他的 他却拱手相让 一点都不想染指 只是勉为其难地 做了一个挂名的签读 就算天神做得再过分 他也只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样的人 又怎么会过问 徒儿的家世呢 好吧 是我想多了 这些日子以来 这群人 无所不用其极地 要分开我们 我真的怕了 唐可儿抱紧 宣原力的妖说 我不怕死 也不怕任何威胁 只怕你离开我 傻瓜 本座以神格法事 与你生死于共 永不分离 如为誓言 下面的话 却被唐可儿用手按住了 他摇摇头说 你我相守是因为爱 爱在就不会分离 不用那些海事山盟来牵绊 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 你就放手 我不想用外在的东西 来牵制你 就说傻话 本座存在于天地上万年 唯多对你一人动心 天上明月星辰 竟能为你摘下 怎能说不安 既然如此 更没必要发誓 唐可儿可不想 他现在就立个flag 现实打脸 也是啪啪的疼 谁知道 会不会出现 什么其他意外 特别是 这个师父的突然出现 总归是个 不确定的因素 都听你的 本座发誓 也是想给你个安心 宣元利捏了捏 唐可儿的脸说 好了 这里也不是什么 真正的封门之地 不过是一个幻境罢了 如今已经被本座破了 估计设局的人早跑了 我们就安心就起 明早 再离开便是 嗯 既然知道 什么都是假的 墨仙儿那种浑身 充满阴气的女人 也在这里走来走去 唐可儿和宣元利 一起睡 就没有半点压力了 这个小山寺 从头到尾 都是个陷阱吧 对了 什么样的幻境 能让你也中招啊 你就算被拿走了 幻灵族的血脉 也还是幻灵族的人 普通的幻境 对你来说 应该是完全失效的呀 唐可儿趴在宣元利身上 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是那个幕后黑手 除了他 没人能困住本座这么久 这次应该是他亲自助手 宣元利淡淡地说 的确是个很有分量的对手 他也在这个寺中 这个寺并不大 要找到他应该不难 我们都到现在 也只是和他说过话 脸都没有看到过 你怎么不去把人找出来 幻境被迫使 本座就知道 他藏身在正殿之中了 但是那时候 你也生在危险之中 所以本座选择来找你 他肯定借着这个机会跑了 抓到他就能 唐可儿没有想到 居然是因为他 错过了那么好的机会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宣元利就淡淡地道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跑了就跑了吧 唐可儿的心一颤 随即更用力地 钻入他的怀中 这一刻 根本无需言语 只需要聆听彼此的心跳 别再动了 本座的自制力 对你是非常差的 忽然 宣元利声音沙哑地低语 唐可儿一愣 随即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是多么地喜欢他为自己失控 唐可儿你记住了 你现在点的火 在统一九州的那一天 必须全数由你来灭 宣元利咬牙切齿地说 都给你 都是你的 唐可儿娇笑着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当然都是本座的 你的每一寸 都是 宣元利闭上眼 最终还是忍不住 只能变成龙身来化解身体的躁动 这个妖精 我对他真是半点抵抗都没有 这一夜 唐可儿睡得香甜无比 宣元利却是煎熬不已 好不容易天空泛白 他恢复人身 直接背起唐可儿 就往山下走去 清晨的山道 带着淡淡的寒意 还有沉露的潮湿 唐可儿本就未寒 用力地把自己 缩在宣元利背上 这个女人 迟早要毁掉你的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小山寺中传出 正是天尊的声音 那如果没有她 我会毁掉这人间 这样也无所谓吗 宣元利一步一步往下走 淡淡地反问 吃货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吃的徒儿 或许 因为本座是你的徒儿 才这般吃的吗 师父 宣元利的声音 在山林中回荡 而小山寺最后一角 也已经淹没在绿树之中 伴随着一声叹息 一道清浅的虚影 缓缓消散 就在虚影完全消散的同时 整个小山寺轰然崩塌 不一会儿 就成为了灰飞 宣元利背着唐可儿 一步一步往山下走去 晨曦慢慢升起 太阳就要出来了 她忽然感觉 眼睛有些酸涩 那神像里 是真的有一抹 天尊的残影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她不至于被骗到 只是 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唐可儿 因为她感觉到 唐可儿的恐惧 就让这一切都是假的吧 天尊真的已经死了 谁都知道 天尊才是世上 最强大的存在 如此强大的能力 要想再凝聚成形 至少还需要十万年 所以天尊不可能 再属下了 师父 是真的没有 等到下了山 回到那个小村庄的时候 宣元利已经恢复了正常 她找了一家 看上去比较干净的农户 用钱买了一顿早膳 食物的香气 让唐可儿悠悠转醒 毕竟不是在榻上 睡得本来也不安稳 加上 刚刚在山里又冷 她也就没了 那么多起床器 打了个哈欠睁开眼 才发现 自己一直都在 宣元利的背上 即便此刻 两人好像是在一个屋子里 旁边放了早膳 稀饭的米香 不断地飘散出来 也摆了凳子 但是 宣元利依旧站着背着她 并没有放下来的打算 夫君 我们下山了 这里明显不是蝉房 看着像是山下的农户 所以 唐可儿称呼也变了 你醒了 为父买了些早膳 等着和你一起用 宣元利见唐可儿醒了 这才把他放到凳子上 淡淡地说 你站了多久了 唐可儿喝了一口稀饭 发现已经温了 便开口问道 不久 吃吧 宣元利淡淡地说完 坐在唐可儿身边 开始用膳 为何不把我放下 这里明明有凳子 唐可儿吃了几口 还是忍不住问道 凳子凉 你不是怕冷吗 为父身上暖和 唐可儿其实也知道 他会这样说 只是还是想听 这头暴龙 变得越来越细心 越来越会疼人了 嗯 这稀饭好甜啊 唐可儿咋巴着嘴说 宣元利一脸淡然 心里却是一阵迷惑 这里面没放糖啊 怎么就挺了 下一站我们去哪儿 吃完早膳 唐可儿身心舒畅地问 前面不远就是 玉谷国的边界了 听闻玉谷国内 有一种美食 用猪 牛 羊 鱼的骨头熬制 甚是美味 玉谷国的一半国民 就来自于此 那另一半呢 除了美食 是不是还有美玉 唐可儿好奇地问 玉谷国的确盛产 玉石玉气 但是国民中的玉 却不是那个玉 而是一池温泉 那池温泉 必律如上等美玉 听闻泡过之后 能延年益寿 有美激玉夫之效 故而闻名 一池温泉 那怕不是寻常人 能抛到的吧 对 那温泉很有意思 就在玉谷国 京城的广场之上 但是只有角色 美人才能看到 别人是看不到的 啊 居然还有这样 神奇的地方 那有人真的 看见过那个温泉吗 唐可儿打了个哈欠 看轩辕丽 讲得兴致高 他强大精神配合 其实他这个人 最缺乏的就是好奇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这个到处 充满危机的地方 才能尽量少地踩陷阱 这个就不清楚了 但据说 玉谷国那位什么公主 就曾经见过那温泉 宣元丽说着 眼底闪过一抹讥讽 他倒也算是美人 但角色还不至于吧 比轻机差远了 既然他都能看到 你自然没问题 反正你也想吃美食 就顺便 去玩一玩如何 宣元丽露出一个 很意味深长的表情 哦 有的吃就好 唐可儿眼皮微微一跳 宣元丽也不是一个 好奇心重的人 相反 他对很多东西 都显得像去缺缺 为什么偏偏 就对那个温泉赶上去呢 该不是憋着什么坏吧 这样说来 男人是绝对不能 泡到那个温泉的了 唐可儿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也不一定 男人也有长相俊美的 不然 我们就一起去试试看 我怎么感觉 你在谋划什么 唐可儿皱起眉来 他们也不是没有 一起泡过温泉 但是 看着宣元丽的表情 唐可儿就是觉得 哪里不对劲 你想多了 就是带你去玩一玩 这种天下奇景 甚少得见 最近我们都崩得太紧 该是松一松的时候 宣元丽又恢复了面贪脸 淡淡地说 哦 唐可儿硬着 但心里却根本不相信 他那套说辞 只不过 宣元丽肯定不会伤害他就是了 也就没有多想 两人又买了不少臭豆腐 打包袋上 这才坐着马车 往玉谷国的方向走去 这里 离玉谷国的都城 翠玉城 只需要半天的路程 算起来 他们已经是进入 玉谷国境内了 公主 马车往翠玉城的方向去了 小云跪在天机公主的马车前说道 去了翠玉城 不对啊 回龙颜国不往那个方向走 想来 是王爷带着王妃 去玉谷国游玩了吧 听完这次 本就是一边玩一边走 并不是一味地往龙颜国内敢去 既然到了玉谷国 那就是我的地盘了 看那王妃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公主 惹怨了宣元丽 你就是王国之女 公主 不要任性妄为 否则成会在皇上知道之前 杀了你 白飞雨的眼底 闪过一抹绿色 冷冷地说 天机公主被吓到了 她一直觉得白飞雨就不是个男人 不但不被她的美色所获 长得也是白白净净 身子瘦弱 一副病奄奄的样子 只靠着一张嘴 便能得到宰相之位 所以她才讨厌她 没想到这个人 还有这等狠利的一面 倒是让她小瞧了 那你说 人家都到玉谷国的都城了 我们难道什么都不做吗 天机公主沉下脸来问道 并没有把意外的表情表露出来 要做 也是做些讨好的举动 形如你那些派人暗杀什么的蠢行为 最好不要拿出来 宣元丽的能力整个九州都知道 天下第一杀手组织鬼族 都被她灭了 玉谷国那些废物 只不过是去增加她的愤怒罢了 并不能伤到她 或者王妃半分 对了白大人 如果你能想办法把王妃隐开 剩下的就交给我去吧 天机公主忽然眼神一转 对白飞宇说 白飞宇自然是 一眼就看破了她的想法 她真的觉得 这个女人脑子有病 除了长得美一点 身上带着香味以外 真的就没有半点长处了 公主 你乃是千金之躯 是玉谷国的长公主 你想半夜潜入宣元丽的卧房 爬上她的床 勾引她 这是在丢玉谷国的脸 就算宣元丽和你有关系了 她也可以用你行为不点这一条 拒绝对你负责 到时候 皇上真的是没什么脸见人了 一个公主 居然要去做妓女的勾当 白飞宇真的是很无语 你胡说八道什么 本公主只是借机 去和王爷说说话 让她对本公主有点好感吧 白大人 你的脑子污涩 却要言语污蔑我吗 天璣公主心思被人识破 脸顿时战红 但她绝对不会承认 白飞宇说的就是她想的 否则 父皇知道了 也不会放过她 希望是陈误会了 王爷并非一个好相遇的人 她和王妃之间感情深厚 公主想要进王府 走王爷这条路 是行不通的 还不如去讨好讨好王妃 兴许有信 好吧 暂时先按你说的吧 她们午后便能到雨谷 我们也加快点 回去吧 天璣公主想了想 决定还是听一听白飞宇的 毕竟 她有九州第一神童的美誉 脑子应该是好使的 不然父皇也不能如此重用她 是 白飞宇见天璣公主总算是听话了 这才松了口气 但也只是表面上的 谁知道 这个脑残的公主 还会不会做出什么吓人的事 还是要盯紧一点 也不怪白飞宇不放心 她是见过轩辕丽的 那容貌惊为天人 那气势 九州绝对找不出第二个 这般容才兼备的男子 侍女子都想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吧 更别说天璣公主自势甚高 难得遇到如此优秀之人 会飞蛾扑火 也是在所难免 申远丽带着唐可儿 一路玩着进了翠玉城 玉谷国在九州里 倒也算得上是一个世外桃源了 她正好与虎啸国和鹰眼国比邻 这两大国的边境线都与之相交 所以 无论是谁想要攻打玉谷国 虎啸国和鹰眼国都不会坐视不理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几乎没什么军队的小国 才能安安稳稳地存在那么久 没有硝烟和征战 加上得天独厚的玉石矿产 和四季如春的温暖气候 让整个玉谷国的国民 都显得十分慵懒 这里穷人很少 只要不是缺胳膊断腿的人 都能挖到不错的玉石原石 慕容白倒也算是一个 爱民如子的皇帝 专门弄了个开玉石的机构 免费给开 开出绿后抽一成立 开不出的费石头不收费 这样 整个国家的人都能有饭吃 有手段的 打造玉器首饰 没手段的 挖玉石开了 卖给那些有手段的 倒是人人都能吃米饭 穿布衣布鞋 乞丐都很少见 这里好似比龙多还要繁华呀 唐可儿坐在马车上 掀开帘子往外看去 只见路上到处都是做买卖的 国民们脸上都带着满足的笑 占这老天给的优势 玉古国是九州最有钱的国家 那些九州所有的玉器首饰 都是出自于玉古国 慕容白这个皇帝 不但自己不贪 还非常讨厌别人贪 在皇宫外有一个玉盒子 任何一个人 包括乞丐 如果被人贪了钱 都可以到那里留条子举报 一旦查试 轻则终生赶出玉古国 重则坐牢到死 所以这里的人不敢贪 自然也就大家都附着 听起来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啊 唐可儿听了轩辕丽的话 顿时觉得 这里当真是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你若是喜欢 以后统一九州了 我们就到这里来生活 玉古国的气候也是非常适宜 只有羽记和旱记 并没有春夏秋冬之分 一年都是暖的 适合你 这样一个国家 真的不希望战火烧过来 要是可以 只要让慕容白交出详书 其他的一切不便 倒也是一件美事 唐可儿看着那些幸福的人 丝毫不知道 外面早已打成一片 不觉有些羡慕起来 只要慕容白不自己作死 我答应你 不攻打玉古国 轩辕丽无所谓地说 一个完全没有军队的国家 对他毫无威胁 打不打都一样 嗯 好香啊 一股食物的香味飘了过来 那种浓郁的香气 马上就让唐可儿鸡肠碌碌了 前面就是玉古国最大的酒楼 玉龙 轩辕丽单单地说 马车停稳 轩辕下车 再把唐可儿也抱下车 两人就看到一座修建十分精美的酒楼 一阵阵香气从里面传出来 然而唯一不美的就是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那么多人 怕是轮不到我们我就饿死了 不行 我们能进去吃的 轩辕丽拉着唐可儿 大步向门口走去 这位客官 用膳请排队 门口站着一个小二 客气地说 轩辕丽也没有说话 只是站着 唐可儿有点脸皮薄 看到那些人 都看着他们俩就想走 但是轩辕丽拉着他 一动不动 请问 是龙颜国来的贵客吗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 好似掌柜的人走了出来 恭敬地问道 是 深远力只不耐烦地吐出一个字 请二位跟我来 为什么他们一来就能进呢 掌柜的 你们这御楼可是从来不能提前定位的 来了都是等着 这皇亲国戚也不例外 他们为什么能进呢 二位是来找老板娘的贵客 所进的房是老板娘的乡房 请问还有问题吗 掌柜的面不改色地说 排队的人一听 顿时一片哗然 御楼的老板是个女人 听闻长得国色天香 但是从未有人见过 就算是有一次 皇帝也慕名而来 也只不过是给插了个队 而且还没有排上厢房 而是在大堂里坐着吃的 这两人什么身份啊 居然能进老板娘的厢房 二位请 掌柜的又说 深远力抬起脚就往里走去 唐可儿开玩笑地说 这老板娘该不是你的红颜知己吧 如果我告诉你 这御楼是我在御谷国的一个产业呢 其实 你就是那个老板娘 因为 我是老板 啊 你一个王爷 怎么会跑到这里开起酒楼来 年少时同木天 他们路过于谷国 吃了这里的东西 觉得十分美味 但是当时老板不善经营 居然开得要关门大吉了 我就出钱买下了他的酒楼 让他继续做 只不过他只负责出菜 经营方面 就派了龙颜国内一个商人来办 也就是掌柜的 是的 夫人 我们都是为爷办事的 这间酒楼里 专门留了一个香房是给爷背着的 掌柜的转过头来恭敬地说 那为何大家传说 这里有一个国色天香的老板娘 不过是经营手段罢了 越是神秘 越能吸引人 越是得不到 越是想要 这就是经营之道 掌柜的说到这个 眼睛都眯起来了 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手段 十分有信心 好了 把那道玉谷翡翠汤端上来 我娘子饿了 轩元丽进了香房 就吩咐上菜 是 正在这时 刚刚赶到的白飞羽和天机公主 正在玉楼外寻找轩元丽和唐可儿 他们打探到 两人要来吃饭 想着 玉楼从来都是要排队很久才能吃到的 便想用公主身份 给他们提前安排位置 给个好印象 没想到 来了却是找不到人 小二 之前可有两位龙眼过来的客人 是一男一女 男的十分俊美 女的清秀可人 白飞羽走上前去询问 月谷国的人大多数都认识他 小二见了忙道 是白大人呢 刚刚的确有两位客人 他们已经进去了 而且那位爷还吩咐 要是白大人和公主来了 请你们一同用膳 天机公主和白飞羽都是一愣 宣元丽带着他的王妃应该是第一次来预露吧 而且他们走得慢 和我应该是前后交道的 为什么宣元丽不但不用排队 还能有相防 二位请吧 掌柜的眯着眼慢条思理的说 白飞羽率先走了进去 天机公主自然也是跟着 心想 之前宣元里还说什么 要是再见到我出现 就直接看了 这不是又请我进去吃饭了吗 男人 就是口是心扉 玩点欲擒故纵什么的罢了 月楼总共有十八间厢房 每一间都是一种风格 但是掌柜的带着两人 却并没有往厢房那边走去 而是往最顶端的一间房间走去 那里从未开放过 白大人和天机公主已经到了 掌柜的在门外恭敬地说 让他们进来吧 宣元丽懒洋洋地说着 唐可儿则是低着头猛吃 这玉谷翡翠汤 吃起来真是特别 现香味美 让人欲罢不能 难怪那么多人宁愿遏着排队 也不换别家了 我 白大人先走进来 看见宣元丽就要行礼 叫师爷吧 宣元丽打断他 淡淡地说 师爷 真没想到你在玉谷国 居然也有产业 还是鼎鼎有名的玉楼 白飞宇自身当然也是聪慧的 不然只靠他爹在后面出主意 也不可能让他做到宰相这个位置 所以 只是略微思索 就能明白其中道理 你说什么 玉楼是师爷开的 天机公主跟在后面 自然也是听到了二人对话 他倒是自来熟 也不避讳 直接走到宣元丽的另一边 挨着他坐下 公主 我们的位置在这边 明明 桌对面放着两套碗筷 那女人还能甜不知耻地贴过去坐 白飞宇直皱眉头 宣元丽虽然皱了皱眉 却没有说什么 而是转头看向白飞宇道 这玉楼的老板娘可是玉谷国出了名的 又怎么会是我的产业呢 实爷说不是 那就不是吧 白飞宇笑了笑 这种事争辩下去并没有意义 龙岩国势力那么大 在玉谷国有个酒楼 一点都不过分 这个产业自然不是我的 但是也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为这个产业 是我夫人的 她就是玉楼的老板娘 宣元丽说完 转头看向唐可儿说 唐可儿此刻 嘴里正塞满了食物 忽然被提到 她一脸懵地抬头 看见白飞宇二人 也只是随意地点点头 也没在意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宣元丽又在说什么 美食当前 其他的那些都不重要了 她就是玉楼的老板娘 还真是见面不如文明啊 听闻玉楼的老板娘 风华绝代是顶尖的美人 来玉楼的人里 一半都是冲着她来的 没想到却是长得如此模样 天机公主一听 顿时讥笑起来 公主 你太失礼了 白飞宇这时候 真的很想掐死 这个没脑子的女人 说话也不看看场合 当着面就说出来了 不是刻意要惹怒宣元丽吗 本公主说的是实话 师爷也喜欢诚实的人吧 天机公主 自以为是的看着宣元丽 不知道贵国是如何鉴定 谁是角色美人 谁是丑八怪的 宣元丽捏着酒杯 慢条斯理地问 这个用眼睛看就行了 还要鉴定什么 天机公主 不明所以地问 眼睛是带着个人喜好的 我看夫人美若天仙 看你 却瞅不堪言 一百个人 有一百个喜欢 白大人 你觉得天机公主 同我夫人 谁更美 自然是夫人更美了 白飞宇要是这个时候 说错了话 那可就真的是歇菜了 白飞宇 你眼睛有毛病啊 天机公主 气得一下子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问 天机公主 或许只是你自己 觉得自己很美罢 再丑的女人照镜子 也觉得很美 我们玉谷国 就正好有一个 可以鉴定角色美人的东西 而且一定是让人心服口服的 天机公主 冷哼一声说道 轩辕立敏着酒 眼底闪过一丝王位 猎物上钩了 的确 我是听说 玉谷国有一个温泉 碧绿如玉 换作玉泉 只有角色美人才能看到 不过 既然寻常人看不到 那又如何证明 你是看到的呢 玉泉的确是 只有角色美人才能看到 但是在角色美人 出现的瞬间 玉泉也会跟着 显露一声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 能形容出玉泉的样子 又是两个人一起看到的 角色美人也不止一位 九州大陆闻名的 就有六美姬 他们要是一起出现 又怎么鉴定谁更美呢 哦 两个人一起看到的情况 只能是一男一女 同为男者或是同为女者 只会有一人看到 毕竟 就算是六美姬里面 也是分前后高低的 好 既然如此公允 那就请白大人安排 就说玉楼的老板娘 要和天机公主比美 明天五十 在玉泉旁 看看到底谁才是角色美人 请玉谷国所有的国民 前来见证 她要和我比美 天机公主觉得很不可思议 在玉谷国 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玉泉 也就是说 玉谷国最美的女人就是我 而王妃这种小家碧玉 在玉谷国前一百都拍不上 居然敢和我比美 不敢吗 如果不敢 你就自认丑陋 以后休得再来纠缠 谁说我不敢了 要是怕到时候夫人输了 十一爷要找我问罪 要是夫人输了 我们可以许你一件事 无论是什么都答应 什么都可以啊 也包括让我做你的正式夫人 天机公主激动地问 行 只要你赢了 我马上休期娶你 但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 不知十一爷想要什么 天机公主猜不透 玄元丽的心思 想了想 还是开口问道 玄元丽没有马上开口 而是拿起自己的碗 咬了一碗汤 放到唐可儿面前 滴滴吩咐了一句 喝点汤 小心掖着 哦 唐可儿不知可否地 应了一声 也没理会他们 继续低头猛吃 吃饭不专心 会消化不良的 天机公主 看得字幕欲裂 那个女人吃相 没有吃相 长得又不美 为什么王爷 那么宠爱她 不对 如果王爷 真的宠爱她 那就不会让她 和我比美 让她丢脸不说 等我赢了 还能直接休期 占了她的位置 也许王爷 只是无可奈何 才和她在一起 有什么难言之隐 才不能休期 要靠这种手段 修理她也说不准 宣元丽自然是把天机公主 一会儿怒 一会儿又喜的表情 尽收眼底 她缓了缓 不动声色地说 如果公主输了 玉谷国就要献上降书 表示归顺 从此成为龙颜国的附属国 这个 天机公主一听 宣元丽要的居然是玉谷国 顿时脸色有些为难 她的父皇并没有归顺的意思 她只是想结盟而已 怎么 你怕输 宣元丽依旧是面无表情地说 要知道做我的夫人 这意味着什么 用玉谷国换我夫人的位置 算起来 你还是赚了 此事 我得回去与父王商议 天机公主 没敢一口应允 但是 宣元丽给出的条件 实在是太丰厚了 而且 她觉得自己 怎么可能输给那个丑女人 我不喜欢等 既然你没信心 那此事做吧 宣元丽夹了一口菜嚼着 冷冷地说 公主并没有许下承诺的资格 就算她应允了 也不做数 岂不是有欺骗之险 白飞与见天机公主 已经按耐不住 要擅自做主答应下来了 盲开口说道 我会把她的承诺 公主于世 要是你们反悔 穆家军片刻便能踏平 你们玉谷国 师出要有名 公主 你比不赢的 我们还是走吧 不要再打扰 食言和她夫人用膳了 白飞羽一把拉住 天机公主 放肆 白大人 男女授受不清 你这能举动 本公主可以砍了你的手 天机公主一把甩开 白飞羽 她怎么可能放过 这样的机会 要知道 赢了 她就是龙颜国的国母 现在龙颜国 已经攻打了虎啸国 和鹰眼国 统一九州的野心 早已是大家皆知了 以后 她还会成为 九州之主的妻子 这样的地位 这辈子 她是真没敢想过 不仅如此 轩辕丽长得 还那么俊美 天底下 再没有比她 更完美的男人了 做她的妻子 被她呵护 想一想 她就感觉全身发热 这是唯一的机会 而且 很可能是 轩辕丽故意给我的 和那个宠女人比美 我甩了几条件了 好吧 公主 这可是国事 你有何资格许诺 我答应你 师爷 我就用玉谷国和你比了 天机公主一咬牙 下定决心地说 那就立下字句 你亲自贴到公告栏里 让全玉谷国的国民 做见证 轩辕丽缓缓缓地说 白飞宇越听越是心惊 轩辕丽做到这一步 完全是不给我们任何反悔的机会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她是抱着必胜的宝物来做这事的 可偏偏那个白痴公主 却还是一副自己应定了的感觉 真的是没脑子吗 公主 这可是国事 你有何资格拿出来与人比试 白飞宇的语气越来越重 闭嘴 你只是一个区区的臣子懂什么 此时就算上报父皇 他也会同意的 天机公主蛮横地说 对不起师爷 在下想要出去一下 这个字句 能否等在下回来再见 此时 也只能迅速禀告皇帝 让皇帝出面阻止公主的胡作非为了 无妨 在夫人用膳完毕之前都可以 不过如果夫人用膳完毕 你还未回来 那就一定会暗示回来的 白飞宇盲说 从这里到皇宫 起码只要片刻 他会飞鸽传书给皇帝 告诉他这里的情况 然后起码过去拿下圣旨 再回来阻止公主 宣元丽听了也不再多说 自顾自和唐可儿一起吃起来 玉楼的手艺的确很不错 我也好久没吃了 师爷 我们不用管那个白飞宇了 直接立次去吧 天机公主露出一副妩媚的表情 对宣元丽说 我说话言而有信 说等她 就等她 宣元丽 连一眼都懒得看天机公主 只是冷冷地说 她自然知道 白飞宇肯定要去找慕容白 所以宣元丽给她这个时间 就是想看看 到底是这个花痴公主 自己缠过来的 还是慕容白送过来的 如果只是公主自己的行为 那么她可以对玉谷国手下留情 但如果慕容白受益 那就代表她有野心 一个有野心的皇帝 自然不能让她做大了 白飞宇快马加鞭地冲到皇宫 慕容白早已收到了飞鸽传书 也知道了鄙视的事 但是 她并没有接见白飞宇 而是命令太监把她挡在了门外 只称自己睡着了 下旨不准任何人打扰 事关玉谷国存亡 我一定要见到陛下 白飞宇焦急地说 哎哟白大人 陛下不见任何人 请回吧 要是你再如此莽撞 奴就要换宫廷侍卫过来了 守着门的太监总管德玉 冷淡地说 叫来侍卫又如何 玉谷国都要没了 要是陛下知道你拦着我 才导致这个结果 她定然要砍了你的脑袋 白飞宇怒气冲冲地说 如果奴放你进去 陛下才会砍掉奴的脑袋呢 来人 送白大人出宫 德玉自然是受到了慕容白的指示 无论说什么 都不能让白飞宇进门 所以她才如此大胆 白飞宇一愣 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慕容白这是摆明了不表态 如果天机公主赢了自然高兴 如果她输了 到时候玉谷国自然会递交降书 本来他们也没打算和龙颜国对着干 要是联盟不成 归顺了也不是不可以 对于他们来说 都没有很大的损失 原来一开始 慕容白已经打算归顺了 白飞宇这才看懂了皇帝的意思 白飞宇愣了片刻 脚步虚晃地往后退了半步 一早就打算归顺了呀 只不过想了又每次试一试 慕容白也是有野心的 看来玉谷国是亡了 可九州都要归宣原历了 这个时候头成 倒也能留个全虚全有吧 臣明白皇上的选择了 臣告退 白飞宇对着宫门行了一礼 表情落寞 但是也释怀了 宣原历注定是要做天下之主的人 效忠他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吧 白飞宇再也没有回到御楼 而是回家去了 此刻御楼内 唐可儿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擦了擦嘴 宣原历马上吩咐人备茶过来 给他消消食 今天你用的多了些 喝点茶 继续油腻 宣原历低声说着 虽然依旧没有什么情绪在内 但听在天机公主耳里 就是带着淡淡的温柔 她抿着唇 极度之意 溢于言表 师爷 既然夫人已经用完膳了 那么白飞宇没回来就是失约 我们可以立自举了吧 天机公主盲说 她生怕宣原历后悔 不给她这个机会了 吃饱了 宣原历看向唐可儿 饱饱的了 不过 你们刚刚一直在说立自聚什么的 到底什么事啊 唐可儿吃饱喝足了 才随意开口问道 师爷要我们两个比美 如果我赢了 他就娶我为妻 而你 则下她 天机公主 抢在宣原历前面开口说道 嗯 哦 唐可儿听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 只是应了一声 然后转眼看向宣原历道 如果我赢了呢 玉谷国归我 不用玩得这么狠吧 唐可儿虽然嘴上这样说着 但是脸上却还是淡淡的 怕了吧 神贵有自知之明 要是你现在马上离开师爷 让出位置 本公主可以给你个面子 就说你和王爷是合理 并非王爷休妻 这样你也不至于太丢人 天机公主剑 以为唐可儿怕了 嚣张地说 夫君看来还是仁慈了呀 唐可儿枪笑一声 对宣原历说 彼氏 将在所有玉谷国国民面前进行 哦 这样啊 果然 宣原历何时仁慈过 唐可儿一脸同情地 看向天机公主 要是字句还未立 就算了吧 怎么 你愿意让位了 听了唐可儿的话 天机公主顿时激动地问 毕竟 用整个玉谷国做筹码 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我是怕公主输了整个玉谷国 到时候无法向皇上交代 唐可儿懒洋洋地说 饭饱神须 她已经有些犯困了 夫人好大的口气啊 天机公主被唐可儿这话给激的 马上就说 师爷 闭四句吧 不用等那个白飞雨了 宣原历算了算时辰 已经足够白飞雨来回的了 看来她是不会来了 于是点点头说 掌柜的 上笔墨 字句立好 深人历让天机公主 亲自贴到了公告栏里 整个翠玉成都知道了 天机长公主 要和玉楼的老板娘比美 就在明天午时 玉泉边 这天机公主 可是玉谷国 唯一能看到玉泉的人啊 话虽如此 但玉楼的老板娘 不是传言风姿卓月 堪比郎国青鸡吗 对啊 也许这一次 公主真的比不过了呢 青鸡乃九州第一美人 据说被龙烟国的某个王爷拿下了 这次比试公主输了 玉谷国就要归龙烟国所有 这么巧合 莫非玉楼的老板娘就是青鸡 哎呀 公主也太儿戏了 怎么能用国家作为筹码呢 是啊 要是玉楼老板娘真的是青鸡 那玉谷国岂不是要一主了 这话说的 龙烟国如今已经攻下虎啸国和鹰眼国 玉谷国迟早也是囊中之物 能不打仗就归顺了 那可是福气 福气 玉谷国如今如此烦胜 举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 骑亚百姓 你敢保证被龙烟国收了 还能有这番景象吗 那也没办法 如今是多事之秋 玉谷国只是有钱 却没有兵力 迟早都是挨打的份 公告栏外 翠玉成的人叽叽喳喳的 讨论着这个话题 但大多数人都觉得 天机公主会输 毕竟玉楼的营销手段太强了 老板娘绝美的资荣 已经深入人心 哎 我说 天机公主那么美 还浑身带香气 你们怎么就觉得 她赢不了了 如果她赢了 就能成为龙烟国 石王爷的王妃 那石王爷才是 龙烟国真正的主 如此一来 我玉谷国 岂不是一跃龙门了 就是就是 也许这场比试 就是那石王爷 想娶公主 才刻意弄出来的呢 也有人开始 站天机公主这边 两拨人 你来我往的说了半天 最后居然开了个赌盘 既然自聚力了 事也定下 那就这样吧 轩元丽站在御楼上 看到外面热闹的场面 很是满意 拉着唐可儿 说完就往外走去 天机公主自然也听到了楼下叽叽喳喳的议论 几乎是刚把公告贴出去 就引来了国民们激烈的讨论 但听声音 似乎都不怎么看好她 这让她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 来人 天机公主淡淡地喊了一声 忽然就有穿着宫廷侍卫服饰的人出现 跪在地上道 参见公主 马上告诉楼下的那些石客 从厢房出来的女子 就是御楼老板娘 天机公主咬着牙说 是 此刻 轩人历刚好扶着唐可儿下楼 那个侍卫用轻功快了一步 不一会儿 整个御楼大堂里的石客 全都死死盯着楼梯 看到轩人历时都是一惊 没想到男人也能长得如此俊美 但是看到唐可儿时 却是唏嘘不已 这个 是御楼老板娘 不可能吧 这个叫天资国色 小家碧玉倒是够得上 这个和天机公主 那可是云泥之别 这场比试 公主赢定了呀 我还买了御楼老板娘赢 我天呐 我得去多买点公主赢来 迷不损失 楼下叽叽喳喳的讨论 并没有影响到轩人历二人 他们携手走出御楼 上了马车离开了 夫君你从一开始 迎我来御谷国 就是在设计那天机公主了 是不是 唐可儿一上马车 就眯起眼来问道 自然 对于没有自知之明的蠢货 本座从来都不会收拦 他虽然是蠢了一点 但也没有挨着我们什么呀 何必做到这一步呢 别美什么的 岂不是要让我的容貌外露了 这事一出 肯定没多久 九州就全都知道了 那时候我如何面对唐明语 如何解释 我不是唐可儿这个事 想起来就好麻烦啊 你可知他在御谷国边境 埋伏了多少杀手 想置你于死地 他居然敢这样做 难道就不怕你一怒之下 把月谷国灭了吗 唐可儿听了宣元丽的话 顿时错愕不已 那个女人做事都不过后果的吗 他敢这样做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宣元丽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访问唐可儿 似是很美 觉得你会看上他 我死了 他就能上位 唐可儿虽然觉得 这话说出来很蠢 但是想来想去 也只有这个答案了 不错 如此本作便让他知道 他有多招 可是唐明语那边 唐可儿皱气没来 他现在还不想直接 和唐家脱离关系 毕竟唐明语在朝中 还是可以用一用的 放心吧 就算他知道 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甚至都不会来问 他要的是权势 要是戳破了 你已经不是唐可儿 这个事实 他在朝中 就会一无所有 他逼你害怕 这倒也是 但始终是个麻烦 还有 你擅作主张 也不和我商量一下 以你的懒 要是一开始就和你说 你肯定不愿意和他比 甚至玉谷国 你都不会来 宣元丽 一副我了解你的表情说 他说的没错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他打这个主意 我绝对不会来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拿下玉谷国倒也是不错 但我们不是说好 统一的脚步要慢下来吗 就算有玉谷国 还有其他两个小国 我们也还是有主动权 而且郎国可是比其他几个上司国都要难搞 不但地势处于沙漠之中 还有那变幻莫测的巫术 也不是十天半个月能拿下来的 嗯 也是 坦可儿窝在轩元丽的怀中 眼皮一直往下坠 在回到龙阳国之前 就好好放松一下吧 轩元丽伸手抚摸着他的脸 轻浅地说 放松一下 你还给我挖个空 坦可儿憋了憋嘴说 这个像马威 必须你来给 那女人一再说你丑 本座一定要让全天下都知道 你的美 就算是郎国的青鸡 也记不上 果然 什么刺杀的都不重要 轩元丽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就是因为天机公主 一直说唐可儿丑 让她不爽了 才要狠狠给个教训 爷 查到了 白妃与进宫 慕容白在午睡没有见她 后来她硬闯不成 就回白府去了 这时候 一个暗卫在马车外对宣元丽说 慕容白那个老狐狸 算了 暂时就让她继续管理玉谷国吧 坊间已经开了赌局 赌明天的笔没结果 赔率如何 一开始 大家都赌王妃赢 王妃是一赔一 天机公主是一赔五 后来 王妃在御楼被人指出 现在王妃变成了一赔五时 天机公主则是一赔一 去买一千两黄金的王妃 敢赌我的女人输 我就让庄家血亏 爷 整个赌局总盘也没有五万两黄金 要是庄家输了就跑呢 哼 她敢吗 谁敢赖本王的债啊 是 属下马上去办 暗卫说完就退下去了 马车一路来到玉谷国最大的客栈 翡翠阁 轩元力抱着唐可儿走入客栈 要了一间上房 准备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既然皇上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那就不要强求了 好在之前 你并没有和轩元力作对 如今投靠她 也还有希望 白风年听了白飞雨回来说的话 想了想说 白家也要举家千里吗 不用 就算玉谷国归顺了龙年国 玄元力也不会对玉谷国大动干戈的 他现在要的是维稳 毕竟他的目标是狼国 那现在 儿子该如何应对 去查查那个王妃的底细 手里握着点筹码不是坏事 然后静观其变 明天比试天机公主必输吗 那个王妃看起来 并没有比天机公主美 玉泉是不会带个人感情的 玄元力敢布下这个局 就不会出意外 那个王妃肯定有过人之处 再者说 一个女人若是无才无色 何以能坐上王妃的位置 而且一直独宠呢 父亲说得对 那明天儿子还去吗 你告病吧 免得皇上要你背锅 是 天机公主回宫的时候 还怕慕容白找她质问 结果却并没有 慕容白也没有召见她 好似对这件事 从始至终都不知道一般 这一夜过得很是安稳 没有出任何事 第二天 天机公主一早就起床打扮 就算知道是碧莹 她还是精心装扮了一番 比平日里还要美上几分 午时很快就到了 玉泉旁边围着宫廷侍卫 但不远处却是挤满了人 翠玉成的老老少少 几乎全都来看热闹了 天机公主来得早些 在玉泉旁的凉亭里等了一会儿 轩元丽的马车才姗姗来迟 轩元丽扶着唐可儿下车 唐可儿并没有刻意打扮 还是那副素面朝天的模样 这个就是玉楼的老板娘 昨天见了还以为是假的 没想到真的是她 哎呦 这怎么比啊 该死 我还说赌一赌呢 赔率那么高 就买了玉楼老板娘 这不是输定了吗 唐可儿一下车 就听到旁边叽叽喳喳的声音 她也没什么不悦 依旧是淡淡然的 跟着轩元丽走进了 天机公主所在的那个凉亭里 师爷 既然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天机公主有点迫不及待地说 可以 轩元丽点点头 看向唐可儿 唐可儿打了个哈欠说 你先还是我先啊 来者是客 本来应该是让你先的 但是怕你找不到玉拳的位置 还是我先 等下你站在和我同样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天机公主想了想 虽然她是不觉得唐可儿能看到玉拳 但是也不排除 她先过去 玉拳就出现了 自己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毕竟玉拳 到底是不是非要角色美人才能看到 他们并不确定 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好 唐可儿懒洋洋地点了点头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天机公主要抢占仙机 急匆匆地走到玉拳边上 上一次 她就是在这个地方看到玉拳的 结果站了一会儿 什么都没发生 难道玉拳已未了 怎么没出现啊 是啊 上一次明明就是站在那里 玉拳就出现了 难道玉拳已经干涸了 怎么可能 玉拳这些年也就出现过一次 且没人用过 怎么就干涸了 我买了玉拢老板娘影 一赔五十呢 难道说还能有奇迹啊 下面的人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天机公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可是她不甘心下来 还是站在那里等着玉拳的出现 站了 有一刻了吧 还是没有看到玉拳 看来 是不会出现了 是啊 还是让玉拢老板娘上去试试吧 有些买了唐可儿营的人 开始在下面起哄 天机公主更加难堪了 最后她冷冷地说 我看不到 不代表别人就能看到 或许玉拳已经不在这里了 可儿 你去吧 看看那玉拳 到底在不在这儿 轩辕立命着唇淡淡地说 唐可儿懒洋洋地走过去说 承让了 天机公主铁青着脸走开说 我都看不到 你更不可能看到 唐可儿也不理会她 站在她曾经站着的位置 不一会儿 一亩碧绿如玉的泉水就冒了出来 带着鸟鸟的白烟 的确是如同天泉一般如梦如幻 出现了 玉拳出现了 欺陪五十 老子发财了 这怎么可能啊 为什么她能看到玉拳 公主却不能 刚刚走开没几步的天机公主 顿时面如死灰 她转身 也看到了玉拳 只不过是一闪而逝 说明不是她能看到 而是唐可儿看到了 才让所有人看到的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甚何人都能分辨出丑美 明明我比这个女人美 为什么玉拳却认定这个女人是角色美人呢 想来 夫人此刻的容貌并非真实的吧 就在这时 慕容白忽然出现 淡淡地开口道 参见皇上 所有人看到她都跪下来行礼 你就是玉谷国的皇帝 唐可儿看了慕容白一眼 也没有行礼 而是慢条斯理地说 如今公主已经输了 你该不是想毁约吧 自然不会 此事已经公告天下 就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只不过 夫人到底有多倾国倾城 也该给那些臣民们看一看 输 也要输得心服口服才是 慕容白一字一句地说 唐可儿看向轩元丽 轩元丽点了点头 她倒也大方 抬手就取下了人皮面具 露出本来的容貌 底下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没想到她能这么美 好似仙女下凡一般 甚至是郎国的青鸡 也逊色了不少 青鸡 看到了吗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这就是一个教训 让你不要望子飞荡 慕容白回头 看向呆愣在那里的天机公主 依旧是淡淡然地说 比试结果已出 我会等着你们的降书 轩元丽走过来 牵起唐可儿的手说 请使也到宫中一叙 慕容白对轩元丽 态度很是恭敬 不用了 降书送到穆家军中便是 我还要带着夫人 继续游山玩水 轩元丽摆了摆手 说完就拉着唐可儿走了 玉泉能让人银年益寿 既然二位都能看到 不如喜过再走吧 慕容白的声音 从后面传过来 多谢皇上美意 不过夫人不爱泡温泉 就做罢了 轩元丽头也不回地拒绝了 拉着唐可儿 静止离开 为什么不泡啊 你不是就冲着这个来的 那玉泉被香了咒 所以才只能在 最美的人面前出现 泡过之后 会减收十年 那天机公主岂不是 她如果再继续冒犯你的话 本座会让她直接死在这 唐可儿笑了笑 没说什么 只是有些好奇地说 谁会对一母泉水下咒啊 这里面应该是有故事的吧 也许是一个 嫉妒别人美貌的人 特意下了咒 然后那母泉不知道怎么 就移到了玉谷国内吧 轩元丽轻浅地说 看着二人离开 慕容白冷冷地看向天机公主说 快点滚回宫去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天机公主一脸愤恨 如今我在翠玉城 所有人面前丢了脸 不一会儿这个消息 肯定会传遍整个玉谷 我以后还怎么见人 我的那些群下之臣 肯定也觉得丢脸 也不会再听命于我了 这一切都是那个王妃的错 她居然败着人皮面具骗人 她们这是欺骗 带着面具算怎么回事 天机公主不服气地大喊起来 人家时夜有没有说过 她的妻子比你美 慕容白冷冷地反问 天机公主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人家没有骗你 是你自己过于自大 觉得你就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可惜并不是那样 父皇 天机公主可怜兮兮地 看向慕容白 是蒙羞 杀无赦 慕容白沉声说完也走了 天机公主输了 我的钱哪 皇帝一走 一片哀嚎遍野 然而最惨的是庄家 买唐可而赢 那是一赔五十 就算是把 赌天机公主赢的钱 全部赔进去 也不够啊 因为有一笔 一千两黄金的大单子 那可是五万两黄金 她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庄家想跑啊 围住他 就在这时 买了唐可而赢的人 把庄家围住了 庄家冒着汗 把钱赔了 向好那笔大单的主人 没有出现 他赔完钱 灰溜溜地准备跑 却忽然被一个黑衣人拦住 这 这 这位好汉 我身上的钱 全都赔光了 没钱了呀 庄家以为是打劫的 哭丧着脸说 没钱了 我家主子可是买了一千两黄金的 如今你要赔五万两黄金 我真的没有 庄家一听 脸色顿时死白 他颤巍巍地说 饶了我吧 大爷 救救你饶了我吧 没钱 跟我去见主子吧 黑衣人拎着他的衣领 就把他带走了 轩原力带着唐可儿又来到御楼 准备再吃一顿玉谷翡翠汤 午后就离开玉谷国 继续往龙岩国方向走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唐可儿一边等菜一边问 出了玉谷国 再走就是虎啸国 本来虎啸国内也有美食 但重获之后 百费待兴 此刻虎啸国应该没有什么去的必要 过了虎啸国 该不是就要到迎客庄了吧 唐可儿想起来了 要从玉谷国这边回去 必定要路过迎客庄 这个地方 他是有心理阴影的 你不想路过那里吗 去见一见我们的老朋友 谁 唐可儿莫名其妙地问 北宫义 本座猜他已经变成了世上唯一的活死人 应该是用了某种办法 才让只能留在迎客庄内的那些死人 离开迎客庄 偷袭了龙岩国 那里很危险啊 北宫义恨死我们了 加上迎客庄里的人 我们去岂不是找死 是 北宫义的确是不想见 但还有一个人 确实得去见一见的 又是谁啊 迎客庄的主人 我的五哥 轩云雷 他不是被你杀死了吗 一个死了十一年的人 难道他也一直留在迎客庄里 做了活死人 招魂书能沟通阴阳 齐连锋要对付我 少不得要把轩云雷从地府里找出来 而我那个五哥 只要能报仇 就算放弃轮回的机会 也要从地府爬回来 两人定然是一派即合 才会有偷袭龙岩国的事 既然他那么恨你 你还要去见他 为什么 唐可儿是真的搞不懂了 有一件事 只有他和父皇知道 我要去问清楚 轩云雷语气微微沉吟着说 唐可儿听出他的语气变了 变得有些低沉 伸手按住他的手背 轻问道 是关于母妃的吗 一阵沉默 轩云雷缓缓地说 是 只是吐出这个字 也好似是用尽了力克制 双手微微用力捏紧 唐可儿的小手 轻轻抚摸着他的手背说 那就去吧 刀山火海 我陪你一起 轩云丽又沉默了很久 忽然长出一口气道 当年轩云蓝珠那件事 轩云雷也牵扯其中 本座从轩云池和轩云权那里 问到了一些事 母妃的死 不但轩云雷有份 父皇也有份 你的意思是 十一年前那件事 是你父皇同五爷一起设计的 五爷设局那倒是能想得通 但是 先皇也参与的话 到底是为什么 不是一起 而是主谋 按照他们的说法 父皇才是主谋 所以本座要去问清楚 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那是为什么 他要这样做 看得出来 即便是青龙的思绪 占据了大部分 但属于轩云丽人参的情绪 却也在慢慢的通话中 从他对自己母妃的死 这件事看 就能看出来 先皇如今已经失踪了 知道真相后 你想如何处置 他只是失踪了 并非死了 本座一定把人找出来 为母妃报仇 师父 天理难容 唐可儿皱了皱眉 觉得有些不妥 天理难容的事 本座 还做得少吗 轩云丽淡淡地反问 唐可儿叹了口气 也不再说什么了 他决定的事情很难改 特别是 和他的母妃有关 对于轩云丽来说 他的母妃 就是他的禁忌 就算是唐可儿 也只能看到皮毛 完全无法碰触太深 无论你要做什么 我都跟你一起 不离不弃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如今的轩云雷 早已不是本座的对手 他的迎客庄 本座也能随意毁掉 从你知道迎客庄 偷袭龙岩国开始 就在计划要去一趟了吧 说什么带我游山玩水 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说法 他想单独去见轩云雷 才是真的吧 主要还是让你放松一下 顺带去迎客庄吧 轩云丽抬手摸着 唐可儿的长发说 可儿 比起已故的母妃 现在 你对本座更重要 唐可儿把头 靠在轩云丽肩膀上说 我知道的 这次来御谷国 我也玩得很开心 东西很好吃 御谷国的御拳很有问题 这个地方并没有 我们看到的那般简单 只剩那慕容白 似乎真的不清楚 御拳里的毒 无论如何 现在御谷国 已经归你所有了 只要不妨碍我们就是 唐可儿兴趣缺缺地说 本座也是这样打算 至少在拿下狼锅之前 不能动这儿 小山寺里的奇景 御谷国的御拳 不知为什么 轩云丽总觉得 这地方带着某种不好的东西 或许就在那御拳的下面 藏着什么吧 那吃完饭我们就启程吧 这里到迎客庄 应该不用半天时间 唐可儿大约还记得 之前走过的路 此刻 龙岩国王府内 一直没有什么好转的青鞋 忽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梅儿就在身边 被她吓了一跳 你醒了 梅儿看到她醒来 顿时高兴地说 青鞋看着梅儿 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一个活了一万年的上古巫神 居然因为看一个小女子 而失了神 也是有些可笑了 青鞋 你还好吧 梅儿凑过脸去 抬手在她眼前晃动了一下 她忽然好似清醒过来 一把拉住她的手 把她带到怀中紧紧抱住 你弄疼我了 梅儿轻呼一声道 我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青鞋醒来后 说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这个 为什么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像我青鞋 天神也未能伤我半号 没想到这一次遇到了高手 差点魂飞魄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梅儿听得心惊胆战 你不该知道这些 薛月丽和唐可儿呢 青鞋松开手 挑起梅儿的小脸 看着那梨花带雨的模样 有些心疼 王爷和王妃都不在府里 梅儿眼神微微一暗 随即道 我知道我不聪明 也没什么本事 只会伺候人 有事你也不会和我说 等王爷王妃回来 我再禀告他们吧 说完梅儿推开青鞋就要走 青鞋哪里准 一把扯住她的腰道 我告诉你是怕你危险 我是在保护你 傻丫头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 不是人 梅儿犹豫了半天 才小声地问道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人 你会怎么样 青鞋想了想 反问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怕你 不管你是什么 我想我都不怕你 梅儿抬起小脸 十分认真地说 只是不怕吗 那你还会嫁给我吗 啊 梅儿脸一红 没想到 她会问得这样直接 莫非你从未想过要嫁我 倾斜眯起眼来 一张俊美的脸 故意摆出胸像来问道 我 我不知道 梅儿低下头 小声地说 我真的不知道 梅儿 我告诉你吧 我不是人 我已经活了上万年了 我是巫族的神 青鞋贴着她的耳边 滴滴地说 所以 现在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是神 梅儿惊呆了 她一直觉得 就算她是妖怪也没关系 她们还能在一起 可是神 这个悬殊就太大了一点吧 怎么了 知道我是神 不是妖怪 你好像很失望啊 青鞋看着梅儿的小脸 她的表情直接就写在脸上 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 我只是一个寻常的人 你是神的话 我怎么敢有设想 梅儿结结巴巴地说 看来你也不止是不怕我 青鞋听了梅儿的话 笑了起来 她搂着梅儿说 再告诉你个秘密吧 轩原力也不是人 她也是神 但是这并不影响 她对唐可而好 所以是不是神 并不能影响我娶不娶你 你之前说 你不能娶我的 梅儿的心砰砰地跳着 她感觉自己快喘不上气来了 之前因为某些原因 我跟别人结了魂音 所以不能娶你 这次我回去狼国 就是为了解除魂音 虽然过程九死一生 但结果还是好的 如今我可以娶你了 青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并没有详细说经过 但梅儿也知道 她做到这一点 肯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 之前一直会迷不醒 也是因为这个 对不起 要不是王妃逼着你娶我 你也不会 傻丫头 本来我也不知道 我对你到底是感兴趣的 还是真的动心了 但是当我九死一生的时候 我终于发现 如果我死了我最大的遗憾 并不是我这一生的本事 无法施展 而是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原来你早已经比我的一切 都更要重要 青鞋打断了梅儿的自怨自艾 滴滴地说 这话我只说一次 梅儿 我喜欢你 那心底里喜欢你 梅儿再次瞪大了眼睛 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 眼前这个男人 如此的遥不可及 却轻口说出喜欢她 这种感觉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那么 我再问你一次 你愿意嫁给我吗 青鞋抬手抹掉梅儿眼底的泪 郑重地问道 我 愿意 很好 等唐克尔回来 我就让他把你许给我 青鞋又把梅儿抱在怀中说道 要是唐克尔不同意 你愿意跟我私奔吗 怎么可能 王妃不会不同意的 她待我如同亲妹妹一般 梅儿忙说 青鞋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叹了口气 她本不想卷入这场纷争 但是如今 既然喜欢了梅儿 自然也躲不过 要为唐克尔和轩元丽卖力 不过为了梅儿 她甘之如鞋 行了 趁着轩元丽和唐克尔不在 这两天我带你到处走走 你身体好了 梅儿不放心地问 已经好了 你不用太担心 青鞋很清楚 她如果站在轩元丽这边 就势必要同那股势力作对 包括梦魔在内 都将成为敌人 以后怕是不得安生了 还是趁机多和梅儿相处相处吧 两人相拥着 梅儿虽然心里疑惑 但是也没敢开口细问 她到底是怎么受的伤 为什么神还会受伤那么严重 对了 你告诉端木熙 飞鸽传说给轩元丽他们 告诉他们我醒了 青鞋微微松开手 低头对梅儿说 哦 梅儿乖巧地点头 虽然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她依旧没有问出口 而此刻 轩元丽带着唐克尔 已经离开了玉谷国 天机公主如今再没脸见人 躲在宫里不肯出来 倒也没在声势了 倒是白飞鱼等在城门口 恭送了他们一程 那个白飞鱼似乎有投靠的意思 唐克尔那么聪明 自然一眼就看出了白飞鱼的心思 淡淡地说 玉谷国的人 本座暂时不想要 这个地方 我们以后还会来的 是发现什么了吗 唐克尔听了轩元丽的话 有些好奇地问 这个地方按理说 他们应该是不会再来了吧 现在还不好说 轩元丽眼神微微一沉道 或许是本座多心了也不一定 唐克尔眯了眯眼说 自从见过那玉泉之后 你就好似心神散了 难道是那玉泉有什么端倪 一抹下了皱的泉水 的确是让人很在意 但那也是玉谷国的事 由我们何干 那泉 的确是让人不能不在意 不过和我们干系不大 那也是玉谷国的国运所在 轩元丽安慰了唐克尔一句 这时候 马车已经来到城门 白飞宇恭敬地行礼道 恭送师爷和夫人离开 嗯 轩元丽应了一声 也没有多言 吩咐车夫驾马车急驰而去 没有给白飞宇再开口的机会 白飞宇眉宇间 隐隐透出一抹不安 轩元丽这算是无声地 拒绝了我的偷偷 那接下来 是不是要与之为敌了呢 爷 有王府的飞鸽传书 飞驰的马车旁 忽然出现一个暗影 滴滴地说 嗯 轩元丽伸出手接过纸条 那暗影又消失了 唐克尔靠在轩元丽身上 正睡得熟呢 对这一切他完全不知道 一大早起床比美 他现在正在补觉 轩元丽展开纸条看了几眼 接着手指轻轻用力 纸条瞬间就成为飞灰消散了 轻斜醒了 而且他特意提到 在郎族有一个很强大的存在 希望面谈 果然 最后的决战就在郎族了 轩元丽闭了闭眼 有些疲惫地捏了捏眉心 在小山寺出现之前 他对这一切根本没有半死犹豫 甚至希望尽快结束 一同九州之后带着唐克尔隐居山林 可是小山寺出现了 天尊出现了 他开始有些恐惧 天尊去世正好五千年 现如今又出现了 这意味着什么 统一九州后 到底是不是真的结束 轩元丽也开始不确定了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青龙的神石 慢慢被轩元丽所同化 这一点令他有些恐慌 明明青龙神石更加强大 应该是青龙 把轩元丽的意识吞噬才对 可是现在却恰恰相反 如果神石被人所同化 那么力量是不是也会减弱 就好似以前那般 最多能释放出三层的样子 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事 这一路 躺可而睡的倒是香甜 轩元丽却是眉头紧锁 自从小山寺之后 有些东西是变了的 而且再往不好的地方变 马车前 迎客庄的管家客己 举着一把黑伞站在那里 好像已经等了很久了 马车骤然地停下 让躺可而身子一晃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道 嗯 到了 嗯 到了 轩元丽轻浅地吐出两个字 却并没有下车的打算 客人 请到庄内休息 客己缓缓地说 声音穿透了马车 钻入两人的耳中 是那个管家 唐可儿听到那个声音 顿时清醒过来 要知道迎客庄发生的一切 对他来说就跟噩梦一般 是 他在等我们呢 轩元丽说着 抱起唐可儿走下马车 唐可儿把身子缩在 轩元丽的怀中 没想到他还会再次 回到这个地方 噩梦一般存在的地方 二位客官 又见面了 客己见两人下车 缓缓收起黑伞 声音干瘪地说 车夫就不进去了 我们也不打算留宿 给你一个时辰吧 带我去见你们家主人 客官 迎客庄有迎客庄的规矩 违背的规矩 就算是庄内的人 也要被抹杀 见主人 就是严重违反规矩的做法 客己一边往庄内走 一边说 轩元丽也无所谓 就跟在他身后 但是 他一直没有把 唐可儿放下来 就这么抱着他 往迎客庄内走 这是最后的机会 见不见 你家主人自有论断 轩元丽漫不经心地说 迎客庄内 还是一样的阴冷灰暗 客房依旧是黑乎乎的 轩元丽随便找了一间 走进去 抱着唐可儿 坐在椅子上道 一个时辰 人不来我就走了 这不为捧规矩吧 客己没说话 随意地行了个礼 就退出去了 感受着整个屋子里 压抑的气氛 唐可儿不舒服地 扭动了一下身子 他会来吗 会 要不然就不会让那老头 在路上等我们 主人 轩元丽已经健庄了 他想要见你 不过 他只等一个时辰 客己来到内院 对轩元丽说 北宫义呢 按照主人的吩咐 已经把他支出去了 明天才会回来 小山寺也失败了 轩元丽真的是深不可测 如今也只能采取求稳政策了 他对主人有恨 主人要是去见他 会不会被他所伤啊 客己担忧地问 轩元丽放弃轮回 从黄泉回来 要是再死 那就是魂飞魄散 再没有半分遗留了 他不会伤本王的 因为本王告诉他的事 会让他痛不欲生 走吧 我们去见一见 本王的这位皇帝 等了不到一刻 门就推开来 一个长相刚毅的男人 走了进来 眉眼间 和轩元丽有几分相似 但总体来说 却并不太像 轩元丽更像他的母妃吧 师弟 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呢 山人雷淡淡地开口 语气清浅 并没有太多情绪 成王败寇 本王也没有想过 今生还能再见 你这个手下败将 山人丽 语气则是有些讥讽 你还是这样的令人讨厌呢 记得小时候 你明明很乖巧懂事 很逗人喜欢的 拜你所赐 本王也变得和你一般讨厌了 轩元丽语气越发地清浅起来 这是他非常不爽的表现 你可得感谢父皇呢 师弟 你也别太恨你五哥了 你五哥也是被逼无奈啊 算起来你我都是受害者 你失去了母妃 我则是丢了命赔了家 满门抄斩 最终受益的 却是我们的父皇啊 哈哈哈哈 轩元雷哈哈大笑着 就把话给引出来了 死言一出 不只是轩元丽 唐壳儿的身子都微微一僵 或许他还在祈求 这不是真的 虎毒不食子 这仙皇也太狠了吧 不但陷害自己的儿子 连自己的老婆也一并给收拾了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本王要听真相 但凡有一个字是假的 本王就让你魂飞魄散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从黄泉回来 的确是想要找你报仇 但是仔细想想 你我也都是受害者 我找不着你什么 反而是父皇那老家伙 才是真正的仇人 所以我并不打算 瞒着你这件事 当然你信不信 那就是你的事了 你说 轩元丽之吐出了这两个字 便阴沉着脸不再言语 当初让轩元兰珠去你房里 对你做那种事的不是我 是父皇 我同那八妹又不熟 我的话他怎么会听呢 从小到大你同八妹 都比其他兄弟姐妹得宠 八妹尤为听父皇的话 父皇给他支招 他自然也就照着做了 本王同轩元兰珠乃是亲姐弟 父皇这样做 到底有何意义 轩元丽浑身颤抖 往事的不堪 让他有些难以自制 说白了 就是你太正了 为人正气 对兄弟姐妹也是心存大爱 甚至对王位都不感兴趣 可是父皇却不想要这样的你 他要的是冷酷无情 残妄是血的你 所以他要毁掉你身边所有的爱 玄元兰珠对你的激恋 正好被他所利用 养育出如此儿女 你的母妃自然要受到牵连指责 杀死她的也不是我 甚至也不是皇室宗亲 那些都不过是被父皇推出来的替罪羊 是父皇 亲手杀死了你的母亲 将她悬挂于房梁之上的 轩元丽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真的听到这里 也是字幕欲裂 牙齿都要把嘴唇咬出血来了 唐可儿连忙按住他的手背 给他温暖 安抚他暴躁的心 本王被禁走那夜 有刺客进来 那个刺客 也是他安排的吗 是 为了让你浴血重生 只有死过一次的人 才能真正地变得冷酷无情 看来 轩元雷并不知道 那一次轩元丽是真的死了 因为他是青龙放入轮回的人身 所以在他死的时候 青龙出现让他复活 从此 青龙就留在了他的身体里 唐可儿忽然想到 也许轩元雀杀轩元丽 并非是要让他经历死亡的绝望 而是为了青龙 想到这个 他抬眼看向轩元丽 然而此刻 轩元丽的双眸已经微微泛红 他的兽性 因为怒火而在渐渐地爆发出来 真相已经大白了 我们走吧 唐可儿连忙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伸手拉住轩元丽的手 男人说话 你跟女人家插什么嘴 轩元雷冷眼看向唐可儿说 如果你想迎客庄从此灭门 想要魂飞魄散的话 你就继续刺激他 让他失控 到时候 我可劝不住 唐可儿也不畏惧轩元雷 冷淡地说 轩元雷眯起眼来 看着唐可儿倒是没再开口 他在审视眼前这个女人 说实话 我活着的时候 也没几个女人 敢这么跟我说话 更何况 现在我是一个死人 这女人就一点都不怕吗 听说 石帝很宠爱你 你是唐明雨的女儿 轩元雷 就算当年的事 你只是被父皇指使了 也不代表 你就可以燃指本王的女人 然而 没等唐可儿说什么 轩元丽却从中打断 警告之意 已经很明显了 老弟 我一个冤魂 就算是想燃指 也不得行啊 你也太紧张过头了 轩元雷打起哈哈来 调侃地说 你死而不将 这盈克庄义庄子的死人 又是谁给你弄 轩元丽不理会他的调侃 冷淡地问 说实话 我还真不知道 当初我被你斩首之后 魂魄飘飘荡荡的 就好像走在了虚无之中 一个声音问我是不是不甘心 我回答了是 然后他就告诉我 回去迎客庄 我那些死去的部下 自然会复活 但是他们不能离开庄子 不能违背庄子立下的规矩 只要遵守这两点 就可以一直存活下去 但是 我和羽儿只能留一个人在人间 我选择让羽儿留下 我就去了黄泉 你如今对本王如此坦白 到底异于何为 轩元丽听了轩元雷的话 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我斗不过你 无论是十一年前还是现在 即便同齐连锋合作也还是败了 或许父皇真的是慧眼识人吧 你就是比我厉害 我也累了 如今放弃了轮回的机会重返人间 仇恨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就想着守着羽儿过一天算一天吧 你这算是求和吗 算是吧 实地 我真的累了 斗不动了 你放过迎客庄 放过羽儿 我也不再与你为敌 如何呀 轩元宇早就死了 你守着他两个死人守在一起 有何意义 别卖惨了 本王早也不是曾经那个不安事事的少年 到底有何目的 说吧 只求一个安稳度日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当然 如果有一天能再见父皇 或许我还想问一问他 糊涂 尚且不识子 为何他的心能这么狠呢 轩元宇 轩元宇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也知道父皇没有驾帮的事 轩元宇眼神一闪 随即道 我去了黄泉 一直没有见到父皇 他就算是要下地狱也该从黄泉走过 除非他根本就没死 或者是去了天上 如今你也是强弩之末 本王也不为难你 只要你安分守己 盈克庄就不会灭 轩元宇觉得该问的都问了 抱着唐可儿站起来说道 好自为之 实地 还有一件事 我在黄泉也不曾见到你的母妃 后来重回人间时 曾听有人说你的母妃被囚禁了 至于囚禁在哪儿被谁囚禁 就不得而知了 此话当真 轩元宇双手微微紧捏 但脸上却是没什么表情 我知道 我的话你大致是不信的 此时我本来也不想说 但是我的确是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 就在黄泉到人间的那段路上 至于是不是真的 又是谁说的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知道了 轩元宇只说了这三个字 然后就抱着唐可儿离开了盈克庄 这一行比想象的顺利 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但是唐可儿却总觉得不对劲 轩元雷的话 无论是哪一句都如同晴天霹雳 虽然他没有动手 也没有为难轩元利的意思 但是 却被攻心了 你信吗 关于母妃的事 唐可儿轻轻轻抚摸着轩元利的手背 温润地问道 不知道 轩元利在唐可儿面前也不再绷着 他靠在椅背上 脸上露出了疲惫之色 毫无疑问 对先皇 他可以杀伐果断 但是对于市区的母妃 却是牵肠挂肚 如果真的有人囚禁了他母妃的灵魂 用来威胁的话 如果真的有人囚禁了母妃的魂魄 你觉得会是谁 还能有谁 除了那个畜生不足的人 本座想不出还有事 你打算怎么做啊 唐可儿叹了口气 悠悠地问道 先查一查 轩元来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说吧 他们拿住了本座的软肋 这一次怕是不好办了 唐可儿沉默不语 这也正是他担心的事情 可是什么事他都能劝 唯独这件事他没有说话的立场 那是他的母亲 儿子救母亲天经地义 哪怕是刀山火海 那也得去 无论如何 也要把母妃救出来 哪怕明知是陷阱 也要奋不顾身 这是认为儿女应该做的事 可儿 就你懂我的心 这世上除了你 母妃对我最重要 她不但给了我生命 还一直守护着我 最终更是因为我在 唐可儿伸手 盖住了轩元丽的唇 清浅地说 别说了 母亲保护孩子那是天性 有人利用这种天性来对付你 是内人恶劣 并非你的错 轩元丽用力抱紧唐可儿 缓缓地说 你救赎了我的心 否则今天我就可能忍不住 把那银客装给毁了 说到这里我倒是有些奇怪了 按理说 轩元雷如今最怕的就是你发怒 然后对他下手 要知道 他死了的话就魂飞魄散了 可为什么他今天一直用言语刺激你呢 难道他不怕吗 是 今天轩元雷的行为的确很怪异 他居然会求和 真是有点没想到 不管如何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推进吧 王爷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 统一九州根本就是一个坑 越接近目标 心里的不安就越大呢 唐可儿这种心慌心跳的不安 最近好似越来越严重了 别想那么多了 无论如何 也要先把你的最后一魄找回来不是 当轩元丽和唐可儿离开之后 客戟如同鬼魅一般出现 主子 为何就这样轻易地放他们走了 轩元丽的身上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不只是他 就是他身边那个女人 身上也带着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我们根本无法硬碰硬 所以本王选择了攻心战术 就算他对父皇没有感情了 但是对他的母妃 却还是割舍不下的 主子是打算用皇贵妃的魂魄 来打击轩元丽 本王告诉他的并没有半句虚言 的确是听到他母妃被囚禁的消息 只不过消息是那个人告诉本王的 而不是在黄泉路上听来的罢了 那是最后的杀手锏了吧 小山寺也失败了 那个人再强大 难道也对付不了轩元丽吗 我们还是相信他吧 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想到十一年不见 他居然变得如此强大 已经不是人能比拟的了 当年此杀时听闻他已经死了 死而复生 或许是遇到了什么机缘巧合的事 谁知道呢 父皇为何执意要他死 或许在那时候已经算计着了 我们这位先皇可不是寻常人 很多事都无法看透他的本意 如今真的是步步凶险 不能再轻敌了 你要看紧了北宫义 千万别让他去惹事 那个黄毛小子不然就除掉好了 你能杀死一个活死人吗 他可是世间唯一的活死人 你们这些残次品还需要他的血来行动 好好供着他 但是不要让他去惹轩元丽 在探清楚他的底之前 所有针对他的攻击都停下来 我们首先要活着 是 过了迎客庄 很快就到了虎啸国边境 如今这里也成了龙岩国的属地 已经有龙岩国的官员在主持大局了 宣元丽带着唐可儿进入西京看了看 皇宫在这次争斗中 大部分地方都成为了废墟 周边的村镇也因为重获而荒废 我想去卫家镇看看 唐可儿忽然有这样一个念头 他想起那个女人骨 卫三娘 不知怎的就想去瞧瞧 启禀王妃 卫家镇已经被火烧毁 无一人生存 如今一片焦土也很难耕种 已经荒废了 主事的官员恭恭敬敬地说 我知道 我就是想去瞧瞧 那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 的确也不适合人住了 臣马上去安排 不用了 我认得路 过去也不过就是半课的路程 不用跟着了 你们尽快把管事的官员配齐 让虎啸国剩余的国民恢复生产 安置家园 本王带着王妃随意走走 就回国去了 宣元丽吩咐了几句 就带着唐可儿往魏家镇去了 为什么非要了 宣元丽好奇地问 不知道 就是想来看看 当初你失踪 我就是在这里找到你的 总觉得这个地方 似乎是有些不同的 唐可儿并没有把当初 在这里经历的事 告诉宣元丽 也没有提女人骨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当初 她曾以一个证明的身份 参与了二十年前的惨事 那个记忆对她来说 太深刻了 所以路过此处 才想来看看吧 魏家镇很快就到了 一地废墟焦土 空气里还是弥漫着那种淡淡的血腥味 就好似整个地方都被封盖着 永远与世隔绝一般 这里曾是一个很强大的封印城 有诅咒的味道 一个很血腥的诅咒 唐可儿难难着说 那是一种只要知道 就会噩梦连连的诅咒 既然不舒服 那就走吧 诅咒虽然破了 但这里的气 却并不怎么好 对人来说 还是有所损伤的 王爷 我想一个人走走 你放心 有什么事我会大喊的 唐可儿忽然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人在呼唤他一般 一个人 在这里 轩元丽眉头深锁地说 不同 我不走远 就在这附近 让我去吧 唐可儿拉着轩元丽的手 柔声说 为何 本座要跟着你 我想小姐 真的一会儿就来了 唐可儿见轩元丽坚持 不得已 只能尿顿 轩元丽犹豫了半天 才到 给你一刻 要是不回来 本座就去找你 好 唐可儿连忙点头 转身往镇子的某处走去 转过一个弯 轩元丽就看不见他了 这时在废墟的旁边 站着一个女人 正是魏三娘 看来这一路上 都是你在呼唤我了 唐可儿没有靠近 而是离着一段安全距离说 王妃 我们又见面了 魏三娘转身 轻笑着说 找我来何事 我时间不多 你长话短说 唐可儿淡淡地说 魏三娘看起来 比之前 妩媚了很多 眉眼间全是风情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我的主人托我来 送一幅画给你 他说 如果你看了画 想知道些什么的话 可以再来这里找我 魏三娘说着 一甩手 一个画轴 就落到了 唐可儿的脚下 你的主人 就是那个下皱的 紫色狐狸 唐可儿还记得 那狐狸曾经说过 如果她后悔 救出轩元丽的话 就去找锁龙台 是 我家主人 可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你说我就信啊 唐可儿冷哼一声道 你经历了什么 我太清楚了 所以我根本不敢信你 不妨是的 我们走着看吧 你的男人心急了 这次就到这 想要找我 你还可以到这里来 说完魏三娘就不见了 可儿 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这时 轩元丽已经找了过来 急切地说 我找到了一幅画 唐可儿忙蹲下身子 捡起那幅画说 这里怎么会有画呢 就算有 也被烧干净了 轩元丽疑惑着 接过她手里的画 缓缓展开 只见一片血红 好似血海一般 而在血海之中 沉浮着一个白衣女子 一开始看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只觉得那画让人有点压抑 毕竟肉眼就是一片赤红 怎么看都不会很舒服 但看到那个白衣女子出现时 轩元丽的手顿时就僵硬起来 她的双目圆睁 死死盯着那片红色中唯一的白 怎么了 坦可儿自然是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盲问道 这话到底怎么得到的 轩元丽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就是在废墟里露出一个角来 看着很别扭 我好奇就抽出来看了 坦可儿没有说实话 她直觉 魏三娘不想让轩元丽知道 她的存在 如果自己说了实话 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更加别想问话里的事了 这个在血海里沉浮的女子 很像母妃 轩元丽沉声说 她的手指点在那白色的衣裙之上 又好似有点小心翼翼地挪开了 你的母妃 那这一片血海 你知道在哪儿吗 曾经的魔剑 有一个血海三菱 树木是人骨 海水是鲜血 但是在本座灭掉魔剑之后 血海三菱就消失了 你的意思是 母妃在魔剑 已经没有魔剑了 成王败寇 魔剑早已被神族封印 魔王临死也没能留下半点血脉 魔族已经灭了 那这就不是血海森林 看着像是地狱的景象 十八层地狱里并没有血海地狱 也或许这就是一副无所谓的话 是轩元雷影响了本座的判断 才会把这个女人看成母妃的吧 此处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走吧 嗯 我想回西京休息一天 明天再启程回国吧 坦可儿觉得这件事肯定不一般 那魏三娘是算准了她要问的 才会提前说那么多 所以她决定多留一天 找机会再来这里 把那幅画的事问清楚了 好吧 这几天你也没有睡好 今天就速在西京吧 轩元雷点点头没有意义 虽然虎啸国遭遇了虫祸 到处都是废墟 但是西京作为都城 却是被保护得很完好 虫子并没有侵入 所以西京的百姓 在龙岩国的统治下 倒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 轩元雷带着坦可儿 并没有回去皇宫 而是找了个客栈住下来 两人都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画也少了很多 随意用了点扇就回房了 坦可儿借口累 一进房就躺下休息 轩元雷则是又把那画轴展开来 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那画展开之后 那个白衣女人 好似和一开始不一样了 一开始她只有一个背影 而这一次展开 她却露出了一个侧脸 也就是说 这个画中的女人在动 轩元雷看到这一点之后 并没有声张 她直觉这件事很危险 或许比天尊重生更加危险 所以她不想把坦可儿牵扯进来 轩元雷便转了个身子 让画的背面对着坦可儿 不让她有机会 偷看到画里的变化 然而 坦可儿不过是翻了个身 一睁眼 就看到那血红色 似乎穿透了画纸 从背面印了出来 对于这样的变化 坦可儿也是吓了一跳 但她也没有声张 关于这幅画的事 她准备直接去找魏三娘问清楚 而要找魏三娘 就不能惊动轩元雷 否则魏三娘不再出现 就什么都问不到了 所以坦可儿只能假装睡着了 两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而在两人眼中 这幅画也都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 事情也变得越来越诡异起来 轩元丽一直盯着那幅画 想要看一看 那个女人转过脸来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是 半个时辰过去了 女子依旧只有侧脸 是因为时辰不够 还是要收起来 再打开才会变 轩元丽沉思着 而此刻 坦可儿居然真的睡着了 她恍恍惚惚的 好像做了个梦 梦到自己一路走着 就回到了魏家镇 还是那座破屋前 魏三娘站在那里 穿着一身白衣背对着她 坦可儿正准备问点什么 忽然四周变得一片血红 如同血海一般 穿着白衣的魏三娘 转眼就成了那幅画里 在血海中沉浮的女人 你到底是谁 坦可儿拼尽全力 喊了一句 那女人转过头来 却是一片模糊 看不清脸 她清浅地说 别来找我 求你了 一定不要让丽儿来找我 你真的是 轩元丽的母妃吗 坦可儿听了这话 顿时心中一紧 大声喊道 别来找我 一定不要来 说完 那女人就沉入了血海之中 消失了踪影 别走 坦可儿尖叫着坐了起来 才发现 她身在客栈 轩元丽被她的尖叫 吓了一跳 连忙转身看她的 怎么了 我 我做噩梦了 坦可儿缓了半天 才缓过来 擦着额头上的汗说 没事的 我坐在你身边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轩元丽叹了口气 伸手搂住坦可儿道 是本座的错 一直没发现你的情绪不对 那幅画 那个女人 是不是你的母妃 坦可儿想了想 还是觉得问一问吧 她不会平白无故 做这样的梦 肯定是有所指的 很像 但是并没有看到脸 所以本座不确定 我梦到她了 那个在血海里 沉浮的女人 但是我看不清 她的脸 她说 让丽儿不要来救她 这个丽儿 是不是你 坦可儿 抿着唇 还是把那个梦 说了出来 轩元丽身子 微微一颤 随即说道 你的噩梦 就是这个 母妃以前 的确是换本 做丽儿的 但这事 很多人都知道 是个陷阱 也不一定 如果是陷阱 应该让你去救她 才是 可她却是让你别去 最后她沉入了 血海深处 我就被吓醒了 这事 已经严重地 影响了我们 最好能快刀斩乱麻 要么去 要么不去 就算想去 也不知道在哪 这个血海 到底在哪啊 所以 你还是要去的吧 唐可儿 听了轩元丽的话 就知道 她的选择了 无论真假 都要去看一看的 否则 本座也不能安心 轩元丽抱着 唐可儿 躺到了榻上 有些疲惫地说 真没想到 十一年过去了 他们依旧 能拿着母妃来威修 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的 我感觉 这应该是 他们的杀手锏了吧 他们或许会 孤注一掷 这也许是 最后的机会了 别想那么多了 现在只不过是一幅画 人也只是相儿里 最重要的是 那个地方 并不知道在哪 只这样 你就噩梦连连的话 那我们也太弱了 如果你知道了 那个地方在哪 你会怎样 唐可儿还是心事重重 我要是见了魏三娘 很可能就能问出 那是什么地方了 到时候 我要不要告诉 轩元丽呢 自然要去看一看 事关母妃 不能放任不管 轩元丽毫不犹豫地说 哦 唐可儿的心情 更加沉重起来 如果那就是 明摆的陷阱 我该不该让她去呢 好了 你太疲惫了 快点睡觉吧 轩元丽见 唐可儿眉头深锁 有些心疼地说 两个女人 对她来说都很重要 母妃虽然也重要 但是毕竟是已死之人 相对而言 唐可儿就显得 更加重要一些了 夫君 我 唐可儿欲言又止的 不知道该怎么说出 自己的烦躁 什么都别说了 现在你是最重要的 母妃的事 本座自会派人去查 你就不要再想东想西的 轩元丽捏着 唐可儿的鼻头说 此事先搁置 反正十一年都过去了 也不在乎这一两天 哦 唐可儿应了一声 随即也就释然了 轩元丽都能放下 她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睡吧 我们坐陪你一起 轩元丽声音慵懒 好似又恢复到 以前那般 好 唐可儿点点头 靠在她怀中 很快就又睡着了 然而就在 轩元丽也准备 跟着她一起睡时 忽然 桌上的画轴掉落下来 正好展开在 轩元丽眼前 那女人最终 还是回过头来 脸上一片模糊 唯独一双眼睛 精亮无比 这双眼 就是传说中的 玲珑木 天下间 只有幻灵族的 圣女才能拥有 自从母妃嫁人之后 幻灵族再无圣女 玲珑木也就失传了 母妃在新婚之夜 也失去了玲珑木 这画 到底是什么意思 轩元丽小心翼翼的 起身 准备去把画捡起来 忽然 玲珑木闪烁微光 轩元丽只觉得脑袋一沉 竟然中了招 一下子就睡过去了 就在这时 唐可儿却猛然睁眼 她看了看身边 睡着的轩元丽 轻手轻脚地下了床 而此刻 那幅画 竟然又出现在了桌子上 而且是收好的 唐可儿拿着画轴 悄无声息地出了门 她一路向着 魏家镇的方向跑去 其实她也不知道 刚才自己 为什么会忽然醒过来 但是如今 她只想趁着轩元丽熟睡时 去找魏三娘 问清楚画的事 其实这个时候的 谈可儿 脑子也是不怎么清醒的 轩元丽什么人呢 怎么可能睡得如此之数 熟到身边的人离开了 都没有半点动静 这根本不正常 两个人都被那幅画给迷惑了 那就是狐妖的魅惑之数 一只九尾妖狐的魅惑之数 本来是不可能迷惑到轩元丽的 但是 因为那个女子 十分像她的母妃 不知不觉中 她就沉浸其中了 而谈可儿则对这魅惑之数 并没有多少抵抗力 简直是一击极重 从看到画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被豁住 一门心思 就想着去找魏三娘 离开客栈 外面早已经没有人走动了 今夜本是月圆 但一片乌云 悄悄把月给遮住了 四周一片漆黑 唐可儿站在门口 有一瞬的迷蒙 去魏家镇的路 她其实是不认识的 几次前去 要么是白虎驮着 要么是坐的马车 如今 要自己走过去 她就有点找不着北了 再加上夜风这么一吹 迷迷噔噔的 脑子也稍稍清醒了一点 对于自己要做的事 感觉很莫名 就在 唐可儿拍了拍脑子 准备回去的时候 前面忽然出现了一抹白影 看着 好像就是画中的女人 唐可儿顿时又有些迷灯起来 追着那身影就往城外走去 那白影 与其说是走 倒不如说 是飘得很快 唐可儿追了一会儿 有些体力不支 脚下一半 就要跌倒的时候 一双手扶住了她 她一回头 只见一个长相妖艳的男子 穿着一身紫锦的袍子 一双眼 勾魂射破地看着自己 你是 唐可儿隐隐觉得 这男子有些眼熟 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 问道 我们曾经见过面的 只是隔着点东西 男子说话 也带着妩媚的味道 让人听了 酥酥麻麻地直往心底去 隔着东西 唐可儿微微皱眉 她觉得听了男人说话之后 脑子更加迷糊了 哼 在下胡锡泉 胡锡泉 我并不认识你 不过还是谢谢你出手相帮 唐可儿皱了皱眉 发现这个名字很陌生 这么晚了 姑娘孤身一人 是要去哪儿啊 胡锡泉笑咪咪地问道 她的笑带着一种魅惑的味道 看着就不想一开眼 虽然她并没有 轩辕丽长得俊美 但是轩辕丽从来都不笑的 所以此刻 唐可儿也觉得 她笑得很好看 我要去 魏家镇 唐可儿微微犹豫了一下 说道 魏家镇离彻离可不近啊 在下有马车 而且刚好要路过那里 不知姑娘 愿不愿意让在下送你去呢 这个不太好吧 我家夫君不喜欢我 和男子过多接触 虽然脑子迷糊 但是警惕性还没有完全丧失 唐可儿最终还是拒绝了 马车里面坐的是在下的妻子 请姑娘放心 在下只在外面赶车罢了 这个还是不要了吧 唐可儿总觉得有些不妥 依旧是拒绝 夫君 这位姑娘没事吧 就在这时 一个同样穿着紫色衣裙的女子 走了过来 这位是我的妻子 胡珊珊 胡希全 把那女子让到唐可儿面前说 那女子生得妩媚妖娆 虽然不算倾国倾城 但却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气质 一双桃花眼微微一挑 便是魅惑无边 不知道勾了多少男人的魂 这一男一女站在一起 都带着一股子相似的味道 那就是狐媚味 夫人好 唐可儿客气地点点头说 谢谢你们二位的好心 只不过 这夜深路重的实在不好讨扰 不过是顺路而已 姑娘如此推脱 莫不是怀疑我们心怀叵测 胡珊珊说话就比较直 不像胡希全那般委婉 夫人不要无礼 这位姑娘单身一人 多点防人之心并没有什么不妥 既然她不想坐我们的马车 那便算了吧 胡希全拉住了胡珊珊 轻笑着说 实在抱歉 二位的好意 唐可儿心领了 你自己小心点 夫人 我们走吧 胡希全嘱咐了一句之后 就拉着胡珊珊离开了 等二人走远 唐可儿才发现 不知何时 自己已经离开了西京城 此刻 正站在一片荒地上 应该是成交废弃的庄子吧 这就有点尴尬了 她并不认得去卫家镇的路 刚刚只顾着追纳白影 也没有留心周围 此刻想回城 也找不到路了 她就这样迷失 在这片荒野之上 唐可儿站在那里 有些迷惑 但是更多的 却是在思索 这荒郊野岭的 那对夫妻 为什么凭空出现 他们真的只是赶路 既然要赶路 为何又要专门停下车来 对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 是与援手 很明显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是冲着我来的 想到这里 脑子里又是一片迷糊 唐可儿抬手 敲了敲自己的头 我觉得不如就在这里耗一夜 等天亮再说吧 宣言里发现我不在了 肯定会来找我的 想到这里 她就干脆一屁股坐了下来 抱着那个画轴 就在这荒地里待着了 这样荒唐的事 放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 如今 唐可儿能这样做 已经是很大程度地抵制了 魅惑之术的力量 要不然 她早就跟着那对夫妻走了 柱子 唐可儿并没有跟过来 而是就地坐了下来 我们也看不疼 她到底有没有中招 胡珊珊嘀嘀地说 宣言里都中招了 她不可能不中招 只是她身体里的 符咒之力作用下 才没有完全地失去意识 莫哲的符咒之术 果然厉害 我都用了迂回的法子 引导她入局 让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中了魅惑之术 从而不会激发符咒之术 没想到即便如此 符咒之术 依旧还是在起作用 胡锡泉微微皱眉道 那可是莫哲 对所有咒术法术 都免疫的存在 柱子能让她中招 已经很厉害了 胡珊珊忙拍马屁 看来今夜是 引不到她到魏家镇了 换一个路子 让魏三娘来找她 告诉她话里的地点 可是她知道了 未必会告诉玄元丽啊 胡珊珊有些犹豫地说 我们的目的 是要让玄元丽 知道那个地方 引她去 她会告诉玄元丽的 那毕竟是 玄元丽的母妃啊 当然 要是她把这件事情 瞒下来的话 两人之间就必定 会出现嫌隙 那岂不是更好吗 胡锡泉勾起 抹胡媚地笑道 我倒是希望她瞒着 这可是离间 他们两人最好的机会了 主子说的是 我马上就让魏三娘过去 胡珊珊献媚地说完 扭着腰走了 唐可儿抱着画轴 在那荒地里坐了半天 忽然感觉有什么人过来 她警惕地抬头 却看到魏三娘 就站在不远处 看着自己 这里 不是魏家镇吧 唐可儿四下看了看 有些迷惑地说 你心心念念地唤我 我自然听到了 怎么 找我有事 魏三娘抿着唇 似笑非笑地问道 这幅画到底是怎么回事 里面那个女人 是轩辕里的母妃吗 唐可儿倒也没有深究 魏三娘的忽然出现 她此刻脑子也不是很清楚 干脆就开门见山地问了 这个呀 这画名为地狱浮尘图 里面是第十九层地狱 血海地狱的景象 至于上面漂浮的人是谁 那还真不知道 听闻 第十九层地狱 是从魔界的血海森林 幻化而出 困在里面的人 好似是魔界的仇人吧 魏三娘慢条思理地说 地狱只有十八层 哪来的十九层 你这话说的 没有半分可信度 信不信得随你 我知道什么 就给说什么罢了 这话我不要了 还给你 唐可儿说着把画轴丢了过去 站起来说 因为你这话 我同学园里都快魔证了 最后你却告诉我 这是地狱十九层 里面的人你也不认识 真是好笑得起 魏三娘缓步走过来 捡起地上的画轴 淡淡地说 你可想好了 真的不要 我就带走了 拿走吧 我不相信地狱有十九层 你信不信 你自己心里有数 这画就是魔族 曾经的血海森林 如今被神族封印之后 成为关押重犯的地方 血海森林到底存不存在 神族有没有封印 这些 我想你的夫君 应该很清楚吧 魏三娘抿着唇 淡淡地笑着说 如何去地狱 唐可儿低头 沉思了一会儿后 缓缓地问 死了就能去 不过 也不一定 像我这样的 死了也不能去 要继续留在这里受罪 不过听闻 鬼界曾经有过一本招魂书 能穿梭阴阳两界 甚至可以把黄泉里的人带回来 不过 那是鬼界至宝 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知道了 这话我不要了 还有 以后最好不要再见面 唐可儿说完 转身就要离开 你知道回去的路吗 要不我送你一程 魏三娘的声音在后面响起 不需要 唐可儿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她还是不相信这个魏三娘 女人谷 杀了自己一起生活那么久的姐妹们 里面甚至还有血清 不但杀了 还吞食 这种人太可怕了 已经完全没有人性的存在 就算她再怎么示好 唐可儿也觉得不能相信 特别是今夜 诡异的事太多 过于巧合 就显得有些刻意了 可是你走错方向了 那边越走离城门越远 这样吧 你给我指个方向 我慢慢走回去 你从来不信我 却又忍不住要找我 你这人还真有意思 你也很有意思 明知道我不信你 却又三番两次地引我去 给我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决心叵测 唐可儿淡淡地反驳道 看来我们的确是同类人啊 我挺喜欢你的 那朝着这个方向走 很快就能看到城门了 当然 你也可以不信 说完 她就抱着话消失了 唐可儿倒是没多想 顺着她指的路走了过去 反正横竖也这样了 留在这里和走过去 危险程度是一样的 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了城门 此刻月上中天 乌云也散开了不少 月光终于透出来 照亮了大地 唐可儿找到城门后 却发现城门早就关闭了 根本没有办法进去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进不去 那么她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脑子越来越乱 话还给魏三娘之后 她感觉脑子已经清醒了一些 此刻又开始迷糊了 唐可儿忽然想到 我之所以这样迷迷糊糊的 莫不是中了什么蛊惑之术 想到这里 她用力集中精神 果然不一会儿 就有一张符 浮现在她脑海里 接着就感觉脑子 越来越清醒 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 就中了人家的法术 真是太大意了 不一会儿符消失 唐可儿也完全地清醒过来 再想想今夜她所做的事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她用力拍打着脑袋 轩元丽的情况 明显也是很不正常的 我都出来这么久了 她居然一点都没发现 难道 轩元丽也中招了 唐可儿想到这里 觉得事情越发的诡异了 轩元丽那么强大的心智 居然抵不住这个人的魅惑之术 这说不通吧 但是 关心则乱 或许是因为那幅画 才让轩元丽乱了心智 中招了的 那现在 她是不是很危险 唐可儿想到这里 开始焦躁起来 这城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她用力地敲打城门 不一会儿 就把职业的守城军惊动了 他们走过来问道 你是何人 为何半夜敲打城门 我要进城 麻烦守卫大哥给开开门 无闹 门门一关 不到某时是不能打开的 为首的一个士兵说道 我是唐可儿 是龙岩国石王妃 我要进城 你是石王妃 那我还是石王爷呢 开什么玩笑啊 王爷和王妃 早就离开西京回龙都去了 那人听了后 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王爷的信物 开门 唐可儿也懒得解释 把宣人力给他的玉佩 丢给守城军说道 头儿 这东西看着像是那么回事啊 一个士兵对着为首那人说道 你没听说吗 咱王妃倾国倾城 在玉谷国同那里的公主比美 大获全胜呢 这个女子 怎么看都和倾国倾城搭不上吧 只是长得清秀可人罢了 不过是开个城门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没有必要冒着得罪王妃的风险拦我 唐可儿自然也听到了 那几个士兵嘀嘀咕咕的说话 他担心轩人力心里烦躁 开口打断他们 这可不一定 要是你是虎孝谷的奸细呢 进了西京城 就是为了捣乱 那我们放你进去 那就犯了大错了 唐可儿皱眉 这几个人真有这样尽忠职守吗 我是见识过穆家军的军纪 但是除此之外的龙颜国军 似乎也就那样 这些人莫不是想要为难我 趁机要点好处 那块玉不管是不是王府所出 都价值千金 算是我孝敬各位军业的了 我真的有急事 就帮我开开城门吧 唐可儿无奈地说 你这算是贿赂哥几个吗 为首的那个士兵长忽然露出一副暧昧的表情说 可惜呀 也不好这扣 钱财拿多了容易惹事 兄弟们 你们说是不是啊 唐可儿看了他那副嘴脸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沉声说 你想怎样 这城门啊 也不是不能开 只不过 为了预防你是奸细 老哥我得跟着你一道走啊 那士兵长说着 发出了一阵令人作呕的怪笑 旁边的几个士兵也跟着笑了起来 唐可儿自然也听明白了 他们笑声中的含义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没想到这群兵要的不是钱 而是 本王倒是不知 你们平日里有这般尽忠职守 就在这时 一个冷淡的声音忽然从暗处响起 接着 轩人力的身影就从城墙上飞跃而下 平平落在地上 面色深沉如海 诶 你 你是何人呢 这些守城军地位低下 并没有见过轩辕里的样子 但是凭着他的气势 也让他们望而生怯了 吴静如到底怎么管教手下 竟然如此厚颜无耻 让他滚出来见本王 说完丢了块令牌出去 那士兵长才看了一眼 就魂飞魄散 腿肚子发颤 呼通一下就跪那了 唐儿 怎么了 旁边的士兵过来扶他 见他抖得厉害 盲问道 王爷 饶命啊 王爷 士兵长辈手下这么一喊 顿时回过神来 哭天抢地地叫了起来 王爷 其他士兵 这才后之后觉得跪在地上 全都吓得不敢动了 你如此尽忠职守 对一个女子也不放松警惕 本王该好好赏你才是 你说 该如何赏你才好呢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王爷王妃 饶命啊 此刻 再也没有人敢怀疑唐可儿的身份了 本来你尽忠职守不轻易开城门 这些都没有错 不但不该罚还应该少 可是你不开城门 并非是因为你的职责所在 而是想占便宜 这就令人发指 唐可儿沉声说道 看到轩元丽没事 他也松了口气 心里也不那么浮躁了 但是对于眼前这个士兵长的行为 还是非常的不悦 如果不是轩元丽及时赶到 今夜他会发生什么 他都不敢想 何须与之废话 杀了便是 轩元丽不耐烦地说 看得出他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望远 王妃 臣有罪 这时候 暂时掌管虎孝国一切事宜的官员 武静如急匆匆地赶来 跪在前面说道 这些混账守成军是你的手下 他们要杀 你也要罚 是 臣罪开万死 武静如满头大汗 连求饶都不敢 一个劲地磕头 王爷 这事由我而起 就让我来处置可好 唐可儿叹了口气说道 好 轩元丽点点头便不再开口 士兵掌杀 其他士兵 仗则武时赶回家去不再服用 至于武大人 管教不严 罚奉半年 如果再有这等为妃作歹 欺压百姓的事发生 你便也不用再做官了 回家种田去吧 谢王妃 王妃仁慈 武静如这才松了口气 只杀了一个惹事的主 算是最轻的处罚了 虽说城门关闭 不到时辰不能再开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只要有正当理由 检查妥当了 该通融时 也就通融一下 龙岩国占领虎孝国 百姓心中有抵触 只有我们做的 比虎孝国原来的皇帝好 百姓才会真心归顺 你们这样欺男霸女的 只会让矛盾激化 到时候叛乱知识便会层出不穷 懂吗 唐可儿对武静如道 臣明白 臣会好好管束手下 保证此等事情 不会再出现二次 行了 下去吧 唐可儿摆了摆手 一队士兵过来 把士兵长和他的手下拖走 该杀的杀 该打的打 唐可儿则拉着轩辕里的手 走入城内 此刻天还未亮 除了打羹的并没有人 家家户户 闭门绳索 安静得很 你去哪了 那话有问题 里面有一种 蛊惑人心的术法 是 本座也发现了 你也中招了 宣元丽点点头 随即诱导 可是中招之后 不是该昏迷不行吗 你是昏迷不行 我却是跟着那白衣女子 莫名其妙地出了城 然后遇到了一对夫妻 他们说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 唐可儿还是没有提女人鼓的事 而是准备用那对忽然冒出来的夫妻说事 说了什么 宣元丽脚步一顿 语气有些急促地问 他们说 这话里的血海 乃是地域第十九层 可是 地域最深也就十八层 哪来的十九层 我觉得 他们说的是假话 然而对于唐可儿的这话 宣元丽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而是陷入了沉默 两久 他才缓缓地说 此事就这样吧 无论是不是骗局 都到此为止 不查了 唐可儿小心翼翼地问 关心走乱 本座如此坚强的心性 居然都被迷惑 如果再继续深入的话 恐怕会万劫不复 该停了 今夜多危险 要是那几人真的想对你不利 恐怕无力回天 本座不能为了一个失去的人 而失去你 夫君 唐可儿动容地把头 靠在宣元丽肩膀上 他明白 他不继续查下去 完全是为了他的安危 因为这件事 已经严重地危及到他了 所以即便他心中不甘 也选择了放弃 明天我们就回了 清醒醒了 郎国那边还有一大摊子事 宣元丽抬手抚摸着 唐可儿的长发 缓缓地说 嗯 虽然他从来不说 但是却一直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无论何时何地 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 等唐可儿醒来用过扇后 两人就启程往龙岩国走 从龙岩国到儒文国 不到半天路程 两人刚刚进入儒文国 叶一就候在边境上等着 参见王爷王妃 暗门的人都在边防驻扎吗 是 嗯 本王给你一个手谕 你拿着去找沐天 你们两军用最短的时间换房 是 把痴妹王两四个小队留下 其余全部换到鹰眼国去 是 本王今夜会塑在这里 让痴带他的人 担任护卫工作 王爷 因为上次的背叛事件之后 担任护卫工作的 必须是两个小队 那就痴和王吧 是 属下马上去办 马车缓缓地进入儒文国境内 在龙岩国的统治下 儒文国早已安定繁荣了 街道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 倒是充满了烟火气 王爷 听闻今夜有夜市 我想来逛逛 唐可儿忽然突发奇想 你甚少想走动 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轩元丽十分诧异 要知道 王府他到现在都还没走过一半 除了青龙殿 也就是去去风落谷了 这样懒的人居然想逛夜市 许是冷清了好几天 想沾点烟火气 唐可儿抿着唇说 自从去过迎客庄之后 两人的心情也是一落千丈 整日恍惶惶惶惶惶惶 加上西京也不够热闹 如今看到这热闹的景象 就想去沾沾人气 好 那晚上还用吗 轩元丽自然是宠着他的 逛夜市什么的不会拒绝 不用了 夜市上定然有好吃的 一边逛一边吃吧 唐可儿说着也来了兴致 一扫之前的阴霾 好 轩元丽对此倒是乐见其成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精神的样子了 那找那两只来作陪如何 想到之前 他们一起过的除夕夜 恍如隔世 唐可儿忽然开口道 你高兴便是 轩元丽居然也没拒绝 点点头答应了 这大暴龙今天怎么这样好说话了 特别是对那两只 他从来都是鼻孔朝天不屑一顾的 居然能同意让他们一起来逛夜市 唐可儿奇怪地抬头看去 只见 轩元丽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 怕是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吧 看来他嘴上说不想母妃的事 但实际上还是在想 这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是自己的生母 而且一直都爱护有家 也不是什么恶毒娘亲的套 换了是谁都会在意的 听完妖下地狱 需要用到那本招魂书 轩元丽不就是从黄泉回来的吗 唐可儿沉吟了一会儿 嘀嘀地说 轩元丽 应了声音 随即发现好像有点不对 忙回过神来道 你说什么 我说 要去地狱十九层 需要那本招魂书 不是说不提的吗 轩元丽打断唐可儿道 你去把朱雀白虎找来 夜了 去逛夜市 好 唐可儿本想说点什么 但最终还是闭嘴了 其实他心里有一个想法 轩元丽不提这事 并非是他不管了 放下了 而是他想绕开他自己去 这才是唐可儿最担心的 担心归担心 可他不提 唐可儿也只能闭嘴 有些事他也强求不来 不过 他也不是完全地束手无策 唐可儿轻轻牵着轩元丽的手 柔声说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去哪里 都要告诉我一声 就算不带我去也好 千万别忽然不见 我会怕的 轩元丽浑身一颤 两人相处那么久了 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他叹了口气说 满座云你便生 嗯 唐可儿说出一口气来 他答应了 就从未食言过 为了避免又出现 西京城那样的事 轩元丽带着唐可儿 住进了儒文国的行宫 这是攻下儒文国之后修气的 毕竟轩元丽不习惯住 令如天以前的皇宫 为了方便他视察 就修了这个行宫 安置妥当后 唐可儿就召唤了朱雀和白虎 朱雀一脸不耐地问 你又找我们干嘛呀 上次攻打鹰眼国 他俩也算是尽心尽力 这还没休息几天呢 又被找来 脸自然是臭臭的 放心吧 不是找你们来干活的 就是想大家聚一聚 然后逛逛夜市什么的 唐可儿忙说 两只都是一愣 随即 抬眼看着唐可儿 那眼神越发的怪异起来 看得唐可儿心里 微微有些发慌 就在他准备问点什么的时候 白虎开口了 我说老大 你是不是和那暴龙吵架了 是啊 是不是他欺负你啊 朱雀也忙在一边附和着问道 啥意思啊 唐可儿有点懵 你们两个秀恩爱自己秀呗 干嘛拉着我们来陪 欺负我们外年没找过女人啊 我就是想着人多热闹点 而且除夕夜市 我们不是过得挺开心的 开心个屁啊 老子一想起那晚的事 就想找个洞钻了算了 白虎为人粗狂 说起话来也是没潮没落的 粗言晦语 朱雀就斯文很多了 我至今不想回想那天夜里的事情 可是我喜欢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唐可儿感觉自己有点受伤了 去不去的 问你们了吗 就在这时 轩辕丽大手一伸 就把唐可儿搂在怀中 淡淡地说 龙老大 好久不见啊 我们这不是和嫂子开玩笑的吗 能陪着你们两位逛夜市 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朱雀转得最快 马上变脸 称呼都变了 嫂子 唐可儿难难着 这鸟就凭一张嘴 能说会道 这弯转的 那叫一个利索 去 当然去 我家老大逛夜市 那是美差啊 白虎也羡慰地说 哎呀 你们两个够了 到底谁是你们的主子 唐可儿五额 他说半天 不抵轩辕丽 淡淡一句 看看那一个 一副狗腿的模样 简直不能瞧 二位都是 都是 朱雀白虎 一口同声地说 唐可儿扑斥一下 被逗乐了 这两支 是来说相声的吧 只不过 以前 还剑拔弩张的三人 此刻能如此和谐 倒真是有些出人意料了 滚出去等着 时辰到了再过来 轩辕丽不耐烦地说 得嘞 两人说着迅速地消失了 他们两个怎么变得 这么搞笑了 唐可儿看着那两支的背影 失笑地问 他们以前就是这样的不正经 要不是师父忽然过世 也不至于变成之前那般冷漠 如今能恢复成这样 说明他们心中已经放下了 申元力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地说 这样其实挺好的 王爷 你其实还是很爱 他们这两个师弟的吧 本王爱的是你 怎么会爱男人 申元力偏头不悦地说 你知道我的意思 唐可儿轻笑着说 这男人又开始别扭了 但这种别扭的劲儿 还挺可爱 好了 你昨夜几乎没睡 晚上又要逛夜市 现在去睡一会儿吧 你陪我 唐可儿撒娇地拉着轩元力的手 你呀 轩元力捏着她的脸蛋 无奈地跟着她一起躺下 唐可儿倒也是真累了 躺下没一会儿 就在轩元力怀中睡着了 轩元力就这么看着 怀中熟睡的女人 好似就这样看着已经满足了 真希望能永远这样抱着她 什么都不要了 两个人就这样抱着 一辈子不分开 王爷 有紧急军报 然而没一会儿 就有人出来煞风景 痴在暗处滴滴地说 知道 去书房 让王小队保护好王妃 是 轩元力叹了口气 轻手轻脚地下床去了书房 只见 夜衣已经跪在那里了 说吧 此刻还能有什么军报 如此近期 自狼国来了一支军队 人数不少于十万 而且彪悍善战 请客间已经将周边两个小国 千石国和子武国拿下了 如今正和助手在英眼国的 穆家军队持 敌人来势汹汹 昨夜偷袭了穆家军 那么快 狼国居然毫无声息就出兵了 轩元力双手微微一捏 之前 在他迅速扩张连拿两国的时候 狼国就好似隐没在沙漠之中一般 半点动静都没有 没想到这个时候会忽然出兵 最糟糕的是 狼国一出兵 就把千石国和子武国拿下了 如此一来 只要打败狼国 九州就统一了 当初想好的拿下狼国留着几个小国 争取主动权的法子就不能用了 偷袭的结果如何 穆家军伤亡情况如何 虽然狼国军队出现得很突然 但是穆家军神经百战 并没有被打乱阵脚 伤亡不大 两军此刻势均力敌正在对持 换防的事暂时缓一缓 既然那边已经动了 你带着五万安门士兵过去增援 但是记住了 不要主动出击 只需拦住他们的进攻就省 其余的 等本王的旨意再说 可是这样打消耗战 我们离得远 他们离得近 补给方面 他们占的优势 对我们很不利啊 你错了 狼国的补给只能从自己本国和两个小国出 而我们的补给 却可以从虎啸国和玉谷国出 比起来 我们占优势 虎啸国如今白费戴行 怕是出不了什么东西了吧 北宫天锐那老家伙 自己私藏了一整个地库的粮食 逃走时只带走了一部分 大部分都没法带走 刚好 重做尽量 就照本王的意思去办吧 是 把妹叫的 是 叶仪退下了 不一会儿 妹凭空出现 跪在地上道 独子 本王给你一个任务 这任务很难 你敢接吗 独子吩咐 妹一定全力以赴 去查一查 地狱到底有没有第十九层 还有五千年前的魔族灭亡之后 魔界的血海森林去了呢 是 妹听了这样离奇的任务 也没有半分异样 应了一声消失了 狼国忽然出兵 这件事的背后 是不是那个人在操作 他等不及了 把千石国和子武国一起拿下 送到了我的面前 极力促成九州统一 果然九州统一 才是那个最大的陷阱 唐格尔少了一铺 必须九州统一才能拿到 可是现在我就觉得 九州统一会成为一个 天翻地覆的事 最终恐怕万劫不复 到底为什么要九州统一呢 那个人手段如此高明 为什么不自己去统一九州 而且费尽心机让我去统一呢 龙老大 正在声援力沉思的时候 白虎和朱雀走了进来 你们来干什么 轩人力眯起眼来问 白虎上前一步问道 我们都知道了 你在小山寺见过师父了 虽然只是残影 但师父是不是重生了 你们怎么知道小山寺的事 许是师父给的提示吧 我和臭鸟一起梦到了 师父在小山寺现身和你说了话 最终消散 小山寺也跟着消散了 梦 一个梦你们就来问本座 岂不是太儿戏 这不是寻常的梦 再者说 真的只是梦的话 我们为何会一起梦呢 小山寺的确供奉过师父 本座也曾去过 但是和本座说话的不是师父 而是假冒的 在那里设下了陷阱 要害可儿童我 这就是你们梦到的场景 怎么会这样 两只对视一眼 狐疑地看向轩人力 看了半天 没看出他有撒谎的迹象 全都皱起梅来 师父已经死了 五千年过去 这件事你们还不能放下吗 今天见你们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本座还是很欣慰 不曾想 你们居然以为师父重生了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师父的能力太强大了 那个力量可以毁天灭地 他死后那些力量被困住 才有了现在的安宁 也让那些力量复苏 让他重生 五千年 远远不够 是啊 师父是上亿年 天地间的灵气修炼成型的 五千年 根本不可能让他重生 白虎低下头 喃喃着说 原来真的只是一场梦啊 朱雀一双凤眼暗淡了下去 我们应该接受现实了 有一件事本座之前 一直不曾同你们说过 今天本座就告诉你们 师父死于奔雷展没错 但那不是寻常的奔雷展 而是至少有九成功力的奔雷展 其实这一点 就算本座不说 你们也能看出个七七八八 只不过我们大家 谁都不肯承认 师父是自杀的罢了 一片沉默 整个书房一点声音都没有 甚至是喘气声都听不到 净得可怕 搬上之后 白虎忍不住了 嘀嘀地问 师父为什么自杀 有什么理由要非死不可 我知道 本座只知道 师父死后 天神就沉睡了 二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 也无从差弃了 五千年了 这个心结也该结了 你我师兄弟三人 如今能再次同事说话 是不是意味着 这件事该告一段落了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们二人 就再严肃地问你一次 大师兄 师父 是不是你杀的 朱雀猛然抬头 死死盯着轩辕丽问道 不是 我的奔雷展 最多能发挥五成为理 已经是吉祥 行了 蠢帽 到此为止吧 我们都不是杀死师父的凶手 没必要同时操割 那师父的事 就到此为止了 不然呢 你能找到师父自杀的原因吗 师父不会自杀的 他为什么要自杀 他那样淡薄名利 无依无求的人 怎么可能想死呢 白虎有些歇斯底里地怒吼道 真相已经随着师父的死亡 和天神的沉睡消失了 你再久着又能怎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绝对不会当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 那你的意思是 您要同本座一决高相了 不 我已经接受你不是凶手的这个说法了 但是 师父为什么自杀 我却不能不管 一定要查下去 我同你一起 查明真相 无论是为了师父 还是为了这五千年来 我们崩利的师兄弟情谊 都得要有个说法 随便你们吧 在本座这儿 这件事情已经了了 至于你们想要做什么 结果怎样 不用告诉本座 本座也不想知道 你从来都是如此无情无义 这点我们早知道了 放心吧 不会找上你的 本座就是无情无义了 不高兴 就打一场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 要不是看在老大的份上 我会对你如此和善 那倒不用 可儿的面子无需用在此处 要打就打 本座也好久没有书枕经过 来呀 谁怕谁 白虎跳起来 顿时变回原形 一只山一般巨大的白老虎 也是亏得这个书房盖的高大 他的头刚刚顶到天花板 来就来 轩人力一跃而出 瞬间恢复龙身 比那白老虎大出一劫 只是站在地上也需得低头 否则天花板就得出一个大窟窿 我说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一言不合就龙虎斗啊 朱雀连忙找了个角落躲着 以免两只打起来 殃及吃鱼 嘴里说着话 却好似有些幸灾乐祸 不参与就闭嘴 滚一边去 青龙不耐烦地说 开始吧 白虎也跃跃欲试地说 开始什么 就在这时 一道清浅的女声响起 打破了仪式的剑拔弩张 书房的门被推开 唐可儿懒洋洋地走进来 背着双手 抬眼看着两只巨大的猛兽 好奇地问 他们两个要比试比试 快点过来看线 朱雀瞬间冒出来 拉着唐可儿往角落走去 比试什么 打架吗 都是师出同门 为什么要打架 两只此刻都有些尴尬 白虎惧怕唐可儿 摸着的力量 想到要打的是他男人 就有点怂 轩元丽则是知道 唐可儿不喜欢自己 对朱雀白虎出手 要是弄伤了白虎 他肯定要生气 于是他也有点怂 两人就僵在那里了 话不投机呗 两人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朱雀还在那煽风点火 是吗 白虎 我说话你听吗 唐可儿听了朱雀的话 露出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向白虎问道 当然了 老大 你是我的主子 很好 那么夫君 我说的话 你愿意听吗 唐可儿又看向轩元丽问道 小事听你的 大事自然是为父做主 你们两个打架 事关龙岩国生死吗 自然不是 事关统一九州吗 当然也不是 事关生死吗 不是 那就是小事 听我的 不准打架 最后几个字 唐可儿几乎是咆哮而出 吓得两只都是一哆嗦 接下来就更尴尬了 架自然是打不成了 但是都变身了 狠话也放出去了 谁先放弃谁就算输 面子上过不去啊 两只对视一眼 眼底都是一样的无奈 却谁也不先表态 一时间又陷入了僵持 唐可儿皱起眉来道 怎的 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吗 当然不是老大 那个我能力有限 暂时变不回去了 给我点时间慢慢缩 白虎讨好的说 那么夫君 你也变不回去了是不是 唐可儿看向轩元力 那个本座的身子卡住了 正在调整 轩元力尴尬地咳嗽一声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好吧 既然你们都变不回去了 那也别白费了这副样子 一人表演一个节目吧 唐可儿懒洋洋地说 啊 啥 两只顿时傻眼 接着就飞快地变回了人形 轩元力摸摸脸 一本正经地说 好了 现在去逛夜市吧 对对对 走着走着 逛什么夜市啊 我是来叫你们去用晚膳的 天都没黑 哪里的也是 你不是说不用晚膳了吗 这不是还有他们二人的吗 不能让他们陪着我们挨饿不是 唐可儿指了指猪雀白虎说道 我们不饿 一切都听你的 两只在轩元力冷冷地扫尸下 猪雀很狗腿地说 真的不用先吃晚膳 唐可儿看向白虎说 你食量大 夜市里那些小吃你吃不饱吧 我让行宫的厨子 给你做了很多大肉呢 真的吗 白虎一听 顿时就流口水了 他可是肉食动物 虽然成神之后 已经不用满足口腹之欲了 但是喜欢吃肉那是本能 还有朱雀 我知道你喜欢吃果子 特意准备了新鲜的水晶葡萄 包好了皮 去了仔 一口一个 吃甲牛香 你真的不吃吗 呃 那个我同白虎还是去吃一点吧 晚上见 朱雀眼见白虎都不自觉地走到门口了 盲开口说道 去吧 唐可儿轻笑着 让那两只吃饭去了 特意支开他们 想和本座说什么 轩元力见两只走了 这才过来抱着唐可儿问道 其实你们吵架的时候我就来了 听到了一点点 小山寺的事 的确很匪夷所思 但也不该给他们希望 轩元力听了唐可儿的话 也猜到他想说什么 缓缓地道 你的师父 如果真的重回人间 他们迟早会知道的 真的假的 本座还未分辨清楚 让他们知道多生事端 没那个必要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要如此处置 我也不劝你了 只不过 我希望你们师兄弟能和睦相处 或许以后还需要他们的帮助呢 白虎生性就是这个莽夫的样子 打一下 只要把他打服了 他绝对不会生仇的 唐可儿听得直翻白眼 白虎是莽夫性子 那你呢 你什么性子啊 还不是言不合就要动手 你们两个半斤八两 就谁也别说谁了好吧 你敢把本座与那蠢猫同意而论 轩元力捏着唐可儿的脸蛋 指尖微微用力 哎呀本来就是嘛 说真话你还不高兴了 疼 轩元力听他那娇娇弱弱弱的一声疼 顿时就心软了 松开手道 脸上红印都没有 疼什么 嘴上是这般说着 但手却忍不住去摸他捏住的地方 轻轻按压 唐可儿笑了 其实根本一点都不疼 他就是喜欢看他口是心非的样子 明明心疼得不行 却非要一脸无所谓的别扭样 别提多可爱了 笑什么笑 不准笑 轩元力见唐可儿笑得坏 知道自己又被他耍了 却也只能无奈地挣扎两下罢了 夫君 唐可儿拖着懒懒的长音 把头钻入轩元力怀中去 如同猫儿一般蹭着 你呀 轩元力长叹一声 这次连无奈也没有了 只剩下心甘情愿 两人拉拉扯扯地纠缠了一会儿 天色也渐渐暗下来 算着那两只 该吃该喝的也吃喝完了 轩元力这才带着唐可儿 走出书房来到前厅 我本以为这里的夜市 怕是买书说书得多 没想到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戏台子都搭起来了 看起来这个夜市挺好玩的 唐可儿顿时来了兴致 转头看轩元力 既然如此 那就出发吧 轩元力永远是最冷淡的那个 反正大家都习惯了他那副阎望脸 说实话 唐可儿还喜欢他这样 要是他也像白虎猪雀那般笑嘻嘻的 那还不知道 得招来多少狂风浪蝶呢 四人一路走出去 夜市几乎已经摆到了行宫门口 没走几步就看到了 果然是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杂耍的 卖艺的 唱戏的 最多的是各种吃食 还有小物件 鲜果等等 看得唐可儿眼花缭乱 夜市的人也是超级多 挤来挤去 但唐可儿却丝毫没有觉得 因为 轩元力三个 成一个半圆 把他围在了中间 任何人都靠不过来 你们两个也不用这样紧张了 有夫君护着我就是了 你们去玩吧 逛了一会儿 唐可儿发现 很多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毕竟三个男人保护着他 这也太过显眼了 于是他便这样说 那我开心去了 那场戏打得精彩呢 白虎听后顿时高兴地说 去吧去吧 凤七你也去吧 我看到前面河边 有人在卖莲子 可新鲜了 去买点吃 唐可儿摆了摆手 把朱雀也打发走了 既然不想他们跟着 为何又要让他们来呢 轩元力护着唐可儿 有些不解地问道 我喜欢你们在一起相处时的气氛 也喜欢看到你们和沐 我想让你们多联络联络感情 瞎操心 想那么多 我们之间的问题 不是你想的那般简单 轩元力明白唐可儿的心思 他是想给自己 多找一些信得过的人 他心里是感动的 但是嘴上依旧是倔强的 不管简单复杂 至少现在你们不是一见面 就剑板弩张了呀 我觉得如今你们挺和睦的 你高兴就好 去吃点东西 唐可儿点了点头 随即有些疑惑的道 听闻如文国里 全是一些酸秀才 儒生什么的 但是你看这个夜市 摆摊的卖艺的 都是一些粗满汉子 不像是本地人 你说的没错 本座也发现了 这些夜市里做买卖的 全是外地人 这是本座会吩咐下去 查一查的 如文国本就人口不多 如今征战连连 特别是虎啸国的重货 许是灾民逃到这里安家了 也不好说 也对 如今龙岩国大盛 掌控了上四国四分之三 背靠龙岩国的如文国 自然也就变得比较安全了 唐可儿点点头 觉得轩元力说的有道理 无论如何 有益出就得查清 更何况无论是北宫天锐 还是齐连锋 都下落不明 谁知道他们有没有谋划 这什么复仇计划 嗯 小心为妙吧 两人来到一个面摊 吃的人很多 一股子香味飘散而出 令人食指大动 就吃这个吧 闻着好香啊 唐可儿指着面摊说 轩元力却是沉下脸来说 吃别的吧 这里人太多了 不安全 啊 唐可儿一脸懵 哪里人不多了 怎么就不安全啊 但是看轩元力表情凝重 他也就没有多问 乖乖地点点头说 嗯 那好吧 哎哟 这位爷 夫人 留步啊 吃完面吧 就在这时 忙碌的面摊老板抬起头来 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说道 你的面心味太重了 我家娘子吃不惯 那老板发出了令人几倍发麻的笑声 一直用一双浑浊的眼睛看着唐可儿 看得唐可儿有些发毛 这人有毛病吧 唐可儿皱起眉来 转身离开 一碗凉角羊汤 三千细碎葱花末 二两现擀面条 一千凉角羊油 一千花椒油 一千老抽 美味啊 那老板就好似有病一般 开始喃喃着说 凉角羊最好选出生的小羊 那肉才叫一个鲜美 凉角羊 这个词我怎么觉得好熟悉啊 他不自觉地想到一种肉 心里开始放恶心 拉着轩辕丽更快地离开 想去地狱 不吃一碗可是不成的 就在这时 那老板的声音却再次响起 钻入唐可儿的耳中 唐可儿脚步一顿转头看去 却只看到挤在面摊上吃面的人 再没看到老板的身影了 怎么了 看什么呢 轩辕丽见唐可儿 还在看那个面摊 挑了挑眉问道 你没有听到什么吗 没有啊 怎么了 轩辕丽狐疑地看着唐可儿问道 你听到什么了 就是那个老板 说什么凉角羊做的汤头 凉角羊是什么 唐可儿只说了前面的话 没有说最后那一句 轩辕丽没听到 难道是我听错了 别说这个了 你饿了吧 前面有好吃的 走吧 轩辕丽没有回答唐可儿的问话 而是拉着他匆匆离开 这也更让他确定 两脚羊就是他想的那种 两人来到一个馄饨摊前 以前唐可儿最喜欢吃路边摊的馄饨了 可是这一次 看着那皮薄肉厚的馄饨出锅 一股肉厨的馄饨 一股子猪肉香飘散而出 他却是猛然捂着嘴跑开了 可儿 轩辕丽焦急地追了上去 唐可儿站在一边 吐得直不起腰来 黄丹水地吐出来了 你怎么了 轩辕丽走过去 一边为他拍着背 一边急切地问 我不舒服 我们回去吧 唐可儿脸色有些难看 好 我们回去 别叫猪鹊白虎了 让他们多玩一会儿 我们自己回去 好 深渊力一把抱起唐可儿 挤出人群 没一会儿 就回到了行宫的寝室 一边往里走 一边大声吩咐 传御医过来 不用御医了 我就是恶心的 本座知道你为什么恶心 让御医过来 配得让我喝下去 让叔父娘 哦 唐可儿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了 不一会儿 御医走了过来 请了麦 开了药 又匆匆退下了 唐可儿躺在床上 一直在想 那个面摊老板的话 面色显得很是沉重 还是不舒服吗 轩辕丽看他那样子 就觉得病奄奄的 心疼地问道 好多了 唐可儿心不在焉地回应着 然后抬眼看着轩辕丽 万年不变的冰山脸 此刻显露出的焦躁 一时心里难受 嘀嘀地说 要抱抱 轩辕丽没有说话 而是合一上床 将他抱在怀里 唐可儿贴着轩辕丽的锁骨处 听着他的心跳 心情顿时平静下来了很多 夫君 如果有些事避免不了 就该去面对 什么事避免不了 没有什么事 就是这样觉得罢了 别胡思乱想 有本座在 没有什么事是避免不了的 我知道 有你在 我心安 唐可儿说着闭上眼 但脑中还是不断重复那个老板的话 想去地狱 不吃也晚事不成的 那个老板 肯定是那些人派来 唐可儿忽然想到一个细思极恐的地方 对了 整个夜市 居然一个书生如生都没看到 夫君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怪事 今夜我们去逛夜市走了那么久 夜市人来人往 却一个书生如生打扮的人都没有 这里是如文国呀 酸秀才最多的地方 一个都没有 岂不是很怪异 唐可儿忙把自己想到的告诉宣元丽 宣元丽微微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也发现了 其实从夜市开始 本座就发现不对劲了 只是怕吓着你 所以一直没敢说 你倒是说呀 你不说我自己胡思乱想 不是更怕 这个夜市并非人的夜市 而是一个鬼市 熙熙攘攘的都不是人 是鬼 至于为什么没有书生如生 这等酸腹之人 时事以圣贤为尊要求自己 不曾行差一步 大半是死后即可投胎 不用流连诡计吧 也就是说 如文国天天夜里那么热闹 是因为这里成了鬼市 那你的暗门驻守在这里 为什么不禀告呢 应该只是今天 夜夜鬼市 这里的阴气 怕是比鹰眼国那些阴兵还要高 但是本座同朱雀白虎 在一开始 并没有发现什么 直到走进夜市才发现 难怪你们要把我围起来 原来是因为这个 盘可儿顿时恍然大悟 是 大家看你玩得开心 也不好打扰 再者说 要是告诉你了 你帮不住 被那些鬼发现时人 就不好通身了 那你还带我去吃东西 鬼市的东西人能吃吗 说来就是有些古怪 那些买吃食的人里面 混着鬼和人 面摊老板是鬼 馄饨摊的老板却是人 馄饨也是人间的东西 却好似鬼市和人间的夜市 在某些地方重合 逛夜市的全都是鬼 但是卖东西的 却有人有鬼 是这样吗 虽然复杂 但是唐可儿听明白了 这事的确是蹊跷得很呢 不过联想到面摊老板的话 也就能想得通了 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面摊老板 说的那句话吧 大致上就是你说的这样 轩元利点点头 他抬手摸着唐可儿的脸说 吓到了 倒也不是 毕竟你们护着我 那些鬼并没有靠过来 只是这种情况 是一直存在 还是只在今天才出现呢 想这个干嘛 无论如何 那些鬼东西 都不能伤到你半分 明天就回龙烟国了 这些日子 你绷得太紧 回去好好放松放松 轩元利 你在瞒着我什么 这个鬼事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 告诉我有夜市的也是你 唐可儿看着 轩元利清浅的表情 顿时觉得 胸口憋着一股子火气 他一下子坐起来 几近咆哮地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去找地狱第十九层 去救你母妃 我从未阻拦过 你瞒着我有意思吗 你是从不阻拦 可是你想帮我 这个想 会让你陷入危险 你危险 我就会失去分寸 你可懂 轩元利面对 唐可儿突来的愤怒 却出奇地冷静 一字一句地说 你不想让我危险 可是那些危险 就是冲着我来的 你去或不去 他们都是要让我去 你懂不懂啊 唐可儿感觉 自己脑子里的某根弦断了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疯狂 也不知道 这股子疯狂劲儿 从何处来 所以 你今夜确然是知道了些什么 我所不知道的了 是吧 你又为何瞒我呢 我 唐可儿被噎住了 他忽然好似泄了气的气球一般 整个人松垮垮地躺了下来 眼泪就开始往外流 看得轩元利心一紧 一时间却不知该如何做 他可以毁天灭地 可以无视天地人 可以横行霸道 却偏偏在面对这个女人的眼泪时 束手无策 想哄 又觉得嘴笨 说了更招人伤心 想抱着 又怕弄疼了他 急得他差点没把房子拆了 然而这些情绪 全都在他心底流过 面上 他却是一动不动 像个木头一般坐着 没有半死表情 我的眼泪 已经无法让你心疼了是吗 唐可儿声音沙哑地问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闹什么 只是 心里一股子血火发出来 就变成了这样 我一个无欲无求的人 一个混吃等死的人 一个誓言做米虫的人 现在混成什么样了 天天心里焦醉 睡睡不着吃吃不下的 我还是我吗 你想如何 轩元利沉默了很久 才略微无奈地问 也去救你的母妃 我不参与 我们冷战一段日子吧 唐可儿嘀嘀地说 他想找回自己 或许只能丢掉那个男人 他真的累了 每一件事都在往逼疯他的节奏上来 他只是个寻常的女人 他承受不住了 冷战是什么 轩元利愣了一下 他又在说他听不懂的话了 直觉这个冷战不是什么好事 就是我们分开一段时间 彼此都不要见面 不要在一起 好好地冷静一下 唐可儿说着说着 就大声哭起来了 每每想到要和他分开 他又心疼 疼得不行 人就是如此矛盾 又想留住那个潇洒的自己 又不想丢开 令自己不再潇洒的那个人 分开 深元利缓了好半天才难难着 随即 他忽然一下子 压在了唐可儿的身上 四目相接 他脸色如冰地说 这辈子不对 生生世世都不可能冷战 唐可儿 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分开 绝无可能 可是我想做那个无欲无求的我 想做那个会吃等死的我 想做米虫 我不想和你并肩了 好累 我已经承受不了了 唐可儿用力地捶打轩元利 一边哭得不行 其实说出冷战 他就后悔了 现在无非是在撒撒娇罢了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本座若是连护着你 混吃等死都做不到 那还要什么天下 统一九州的事 还有母妃的事 以后你都不要插手了 还是像以前那般 无所事事的度日吧 怎么可能 你失踪的那一次 我吓死了都 怎么可能还让你 单独一个人去冒险 唐可儿一边哭得 稀里哗啦的一边说 那你到底要如何 宣元利无奈 不让他管也不行 他真的已经被弄晕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想 你好好守着我 哪也不去 把我喂得白白胖胖的 做我的金主 唐可儿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语无伦次的 那九州不统一了 不统一 那东方怎么办 唐可儿又纠结起来 母妃可以不救 此事就告一段落 九州呢 还统一不 你都是骗我的 之前你就说 母妃的事不提了 结果呢 这里是不是地狱入口 唐可儿避开九州的事 抓着地狱的事不放 这真是一个巧合 可儿 本座真的不知道 这个夜市 会忽然混入了鬼市 如果这里是地狱的入口 本座敢带你来吗 那你说 母妃的事 你是不是还在私下里查 唐可儿这时候也哭够了 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憋了一肚子的委屈 担心 好似都随着眼泪流光了 不过 趁着宣元利 手忙脚乱 赶快套点话出来 是 的确是派人去查了 但也只是查一查 并没有下一步打算 宣元利老老实实地说 他也憋屈 被人这样质问 还是一个小女人 要是让外面那些人知道了 怕是要惊掉大牙的 今天那个面摊老板说了一句话 他说 想去地狱 不吃一碗 怕是不成的 唐可儿垂下眼来 缓缓地说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些面是鹦鹉 给鬼吃的 人吃了阳气就会减半 自然能进得了地狱 只不过 也会折手 夫君我好怕 地狱十九层 感觉就是专门为了分开你我而存在的 那些人的目的不是杀了你 而是杀了我 或者 是让我离开你 唐可儿贴到轩缓丽的怀中 轻轻地说 我怕 本座答应你 就算查到了也不去 这样可行 轩缓丽心底一揉 就许下了承诺 那可是你母妃 对你很重要的一个人 你真的不去 唐可儿又开始纠结了 感觉她就像个坏媳妇 不准自己老公去管婆婆 就算要去 也在统一九州 打破那些人的计划之后再去 这样如何 只要除掉那个幕后黑手 救母妃 危险就很小了吧 真的吗 唐可儿抬眼看着轩缓丽 我怎么觉得 这个说法太儿戏了一点 无论如何 统一九州之前 这件事都要搁置一下 你也别想了 那些人拼命地引你 就是要你去地狱十九层 你别中计了 我不去 只想留在你身边 哪也不去 不冷战了 冷战是什么 现在天还不冷 热着呢 热吗 轩缓丽靠过来 有些不怀好意 不热不热 刚刚好 你别靠过来 过去过去 唐可儿忙摆着手 然后她闭上眼说 我累了 我要睡觉 要不是看在你不舒服的份上 本座可不会如此轻易地就饶滚 轩缓丽 轩缓丽嘴上虽然这样说着 但还是体贴地帮她盖好了被子 让她睡了 唐可儿本来只是假妹 但没想到不一会儿 居然也就真的睡着了 只是她睡得并不舒畅 双眉紧锁 辗转难眠 轩缓丽 微微凝眉 看着她翻腾 叹了口气后下了床 她走到外室挥了挥手 一道暗影忽然出现 媚就如同她的名字那般 形如鬼媚 悄无声息地跪在了地上 如文国那个夜室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驻守这里这么久 就一点技巧都没有发现吗 王爷 这夜室是在十天前开始的 暗门至军严谨 谁也不敢去逛夜室 所以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妥 夜室里一个当地人都没有 这还不是不妥吗 这个 属下失察 请王爷输岁 媚愣了一下 随即说道 算了 也不能怪你 暗门的人要是夜里 在城中闲逛 那才该放 这是本应该归守城司馆的 你起来吧 谢王爷 媚颤巍巍地站起来 那个夜室一定有地狱的入口 媚 你的命是本王的 你愿意为本王 去冒这个险吗 属下愿意 媚毫不犹豫地说 下地狱 也愿意吗 属下 愿意 这一次 媚犹豫了一下 最终 还是低沉而徐缓地 说出了这四个字 那就去吧 找到地狱的入口 这片龙林能护着你阳气不散 只要不遇到鬼差 其他小鬼不敢靠近你 但是地狱恶鬼众多 能不相遇就不相遇 一旦遇到了 活人入地狱的下场 那就是生不如死 永生永世地折磨 却无法死去 宣元力说到这里 不再说下去了 媚也沉默着 最终 她缓缓地道 属下 谢王爷养育之恩 本王让你去 并非为了折磨你 所以你要全身而退 宣元力说着 从怀中 拿出一片龙林 递给媚 这还是之前 唐壳的血滴落在龙林上 而脱落下来的 属下尽力而为 本王只要你查一件事情 地狱到底有没有十九层 查清楚了就赶紧回来 无论有没有 都不要擅自进去 很危险 属下明白了 今夜好好休息 明天夜市开始的时候 就是地狱入口打开的时候 去吧 属下告退 媚已消失了 宣元力深深地叹了口气 每次让暗门的人去冒险 他都觉得心里不忍 这种人类的情绪 越发地强大起来 龙气也顶不住了 唐壳好似陷入了 一片血海之中 入目全是血红 全身都黏糊糊的 浓稠的血液在缓缓流动 令他浑身都不舒服了 宣元力 唐壳大喊一声 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红 令人绝望的静摸 天地间 好似只剩下他一人那般 在这种胶着的时候 除了大喊 他也想不到其他办法 宣元力 唐壳撕心裂肺地喊叫起来 可是 没有任何人回应他 天地之间 好似除了这片血红 再没有其他 深沉的绝望让人窒息 就好似连时间的流失也停止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唐壳的喉咙 完全地沙哑了 再也喊不出声来 这时候 哪怕出来个鬼头也好啊 血远力 唐壳感觉 自己再也不可能见到心爱的人了 他被困在这个该死的地方 永生永世 不死不灭 却比魂飞魄散 灰飞烟灭 还要令人难以忍受 血海森林的可怕 就在你永远找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却永远不会死 当一个人连死都选择不了时 那才是真正的绝望 一个清清冷冷的声音 缓缓响起 唐壳如同遇到了救星一般 向着声音出现的地方看去 只见 一个白衣女子站立在血海之上 白与红的对比 强烈到令人无法直视 你是谁 理论上来说 我是你的婆母 我猜到了 你拉我来这里 想干什么 唐壳而虚弱的一笑 淡淡地问道 你不让丽儿来救我 我想让你尝尝这种绝望的滋味 你不过是半刻钟 就已经如此颓伴 我却整整十一年 十一年 能改变很多事 很多人 我没有不让轩原力来救你 你可知道 这是别人给他下的陷阱 他来定然会有损伤 甚至有来无回 你忍心吗 那又如何 当你在这里过了十一年之后 什么爱情 亲情 血肉之情都没有了 有的只是绝望 但凡有一丝希望离开 哪怕要出卖你的灵魂 你也会答应 也就是说 你要出卖轩原力 达成离开这里的目的 他那么爱你 当他知道你可能出事之后 他失魂落魄的 还中了魅惑之术 如此 你却要出卖他 爱我 爱我的话 为何从不管我 我知道 他现在不是寻常人了 他是龙神 魔戒是他毁掉的 血海森林也曾经毁在他手中 为何他却不来救我 他不知道 唐可儿愤怒地说 他应该知道 女人却更加愤怒地说 一时间的沉默 两久 唐可儿才缓缓开口道 算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说吧 你把我弄到这里想干嘛 两个选择 一 你永远沉睡 灵魂同我一起留在这 二 你把薛元丽引过来 然后我们两个都可以离开 他留下 我凭什么去引 我一旦离开这里了 就不会再回来不是吗 除非你永远不睡觉 听过真实梦境吗 女人缓缓地问 真实梦境 唐可儿当然听说过 不但听说过 还亲自进入过 那里面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 如果真实梦境里 他困在这个血海里了 那么就真的在血海里了 如果真的能用真实梦境 把我弄进来 你们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引我 我不信你 唐可儿冷静下来 淡淡地说 信不信随你吧 如果后悔了 可以呼唤我 我叫幻姬 白衣女子清浅地说完 就消失了 幻姬 应该是幻灵族的人 才会取的名字 这个女人 真的是宣元丽的母妃吗 还是那些人设下的圈套 唐可儿分不清 这里是真实梦境 还是只是一个幻境 她也分不清 如今困在这里 她只能熬着 坚定着 自己对宣元丽的爱 坚定着自己的原则 唐可儿放松了身体 她平日里那种佛系慵懒的性子 在这个时候真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就是飘着吗 飘着就飘着吧 反正也沉不下去 她索性睡一觉好了 决定之后 她就闭上了眼睛 很多烦恼都是人自己找来的 少想一点 少求一点 也就这样过去了 血海森林 会让人的各种情绪无限扩大 如果只有一点点的不甘心 也能幻化成毁天灭地的仇恨 如果是绝望 那就是无穷无尽的绝望 只有心如止水 才能慢慢拖出 是的 血海森林并非走不出来 只不过人 很少能做到无欲无求 没有半分情绪 特别是 在有外音撩拨的时候 唐可儿睡了一会儿 就感觉身子一沉 她还以为自己真的沉入血海之中了 忙睁开眼 却发现 周围那些鲜红的血 已经消失不见 她正站在一片漆黑之中 这是梦中梦 唐可儿迷惑地喃喃着 可儿 可儿 忽然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唐可儿差点流下泪来 是轩原力在喊她 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多想 是不是陷阱什么的了 唐可儿就向着那方向走去 黑暗里 完全是凭着感觉瞎走 要是没有那声音的指引 估摸她是半步也不敢动的 走着走着 前面就出现了亮光 而且越来越亮 唐可儿不自觉地眯起眼来 等再睁开 她就看到自己躺在床上 深原力正焦急地呼唤着她 夫君 唐可儿疑惑地说 我回来了 你是不是睡迷惑了 说什么胡话 我 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梦里的事 梦 你可知 你睡了多久 轩原力声音微微有些沙哑 唐可儿这才发现她不对劲 忙问道 我睡了多久 整整三天 你不觉得很饿吗 虽然本作每天都给你喂了米汤 但是也只能维系你的命 三天 唐可儿按着发晕的脑袋 也是有些惊到了 是 你到底做了什么吗 能做三天 我不记得了 唐可儿双眼迷茫地看着轩原力 她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算了 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 轩原力看得心一阵疼 不过她醒了 她也是着实松了口气 夫君 我饿 唐可儿可怜兮兮地看着轩原力说 虽然不记得梦里都是些什么 但她对轩原力出奇地依赖起来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早就准备好了 燕窝粥一直热着 就等你醒了喝呢 轩原力说完 吩咐下人去端粥来 唐可儿点点头 又用力抱住了她 生怕她跑了一般 轩原力也诧异 她怎么变得如此粘人 但想到她昏睡三天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醒来许是很惶恐的 也就释然了 搂住她的腰轻轻哄着 喝了粥 轩原力本是想让 唐可儿再休息休息 但是 她却忽然很讨厌睡觉 吃了东西有点力气后 她跳下床就要走 天色也不早了 今天要连夜赶路吗 连夜就连夜吧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唐可儿下意识地就想走 好似这里有什么不妥 又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跟着她 反正就是坠坠不安的 好 来人 吩咐下去 背马车 回王府 是 唐可儿居然只用了三天 就逃出了血海森林 胡珊珊微微皱眉说道 我早就知道 血海森林困不住她 只是没想到 才三天 胡西泉也是脸色沉重地说 想来也不奇怪 要不是找到这样性子的人 也不敢把那毁天灭地的能力 藏在她体内 你们想想 这么久了 她总共也就发怒过三次而已 性子贝了 又补给得失 对什么都一副兴趣缺缺的模样 这个女人 很有意思 黑暗中 一个清浅的声音淡淡地说 主人 如果血海森林也困不住她 一旦九州统一 她势必要斩龙 轩辕力活不成 我们的计划 也就泡汤了 我倒不这么想 你们没发现吗 她的能力青龙就能控制 两人互相牵绊 九州统一之后会发生什么 还真是令人开始期待起来了 那还要引轩辕力到血海森林吗 暂时缓一缓吧 狼王清源忍不住了 大军已经抵达鹰眼国附近 两军对峙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给轩辕力添乱了 本来血海森林也不是为他准备的 而是为唐可儿准备的 既然唐可儿困不住 那就算了 反正换机在我们手里 轩辕力永远要被我们牵制 那就按兵不动了吧 嗯 我们暂时不要再出手了 且看看清源同黑婆 到底能走到哪一步再说 遵命 胡锡全巴不得听到这话呢 每次去辽波谈可儿 他都是提心吊胆 生怕被轩辕里发现 他小小一只狐狸 可不是青龙的对手 奈何 主子也是一个惹不得的主 他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了 王爷 属下已经在夜市逛了好多天了 并未发现任何不妥 夜市里书生如生胜多 并未有王爷说过的情况出现 半路上 唐可儿还是支撑不住睡着了 就好像 这三天他根本没睡觉一般 也是趁着这个时候 媚忽然出现 向轩辕力禀告着 寻找地狱入口的情况 所以说那个夜市是专门为了 本王同王妃才出现的 轩辕力沉声自语着 媚也不敢开口 就一直跟在马丘外面 等候下一步指示 你回去吧 但是依旧密切关注着夜市的事情 要是发现鬼师又出现了 就马上禀告本王 是 媚的身影消散在昏暗的夜色之下 前面依稀能看到亮光 龙颜国的都城龙都到了 这一行也是近三个月 眼看着 秋也快过去了 天气渐渐凉下来 龙都的冬天是真的冷 深远力用力抱紧唐可儿 开始盘算 要不然 今年冬天 就带着唐可儿去英雁国吧 那里靠近沙漠 夏天酷热 冬天却是暖和得很 如今 狼国的士兵就在边界上 虎视眈眈 他迟早还是要去的 马车一路进了王府 唐可儿这才揉着眼睛醒来 这一次他睡得很好 连梦都没有做一个 轩元力看到他醒了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生怕他一睡 又是一个三天不醒 已经到家了 唐可儿打了个哈欠 看到了王府的大门 是啊 走吧 再睡下去 你就快成小猪了 轩元力点了点他的鼻子说道 奇怪 睡了三天 怎么还是这样的困 好似没睡过一般 唐可儿揉着头 有些莫名地说 那你要回去 接着睡吗 轩元力搂着唐可儿下车 把自己的外批 披在他的身上 秋夜是带着凉意的 眼下质疑是 你还有其他的事 唐可儿贴着轩元力问道 本王想去看看清醒 刚刚接到战报 狼国吞并了紫武国和千世国 已经打到了鹰眼国边境 正和穆家军对峙着 狼国打过来了 他们这是打算趁火打劫 是趁火打劫 还是有备而来 这就得去问问清醒了 他在狼国这些日子 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狼王本是和黑豹闹翻了 也当没工夫开战 却忽然开战 来得蹊跷 那我们一起去吧 我也不想总是睡觉 唐可儿喃喃着 他现在总觉得 睡觉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虽然他完全想不起来 为什么了 那就去封洛谷 宣元力拉着唐可儿 往封洛谷走去 王爷 王妃 你们回来了 端木熙这才匆匆走出来 他并没有得到通知 宣元力和唐可儿 今天会回府 所以来得迟了 行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本王同王妃要去封洛谷 王爷 朝中出事了 皇帝被人毒杀了 端木熙嘀嘀地说 毒杀他干嘛 宣元力挑了挑眉 对此事倒也不是很在意 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帝 就是有个名头 杀了有什么意义 他的死 对整个龙颜国的朝廷来说 引不起一点波澜 宣元力没有多大的表情 问着也是随意的 可端木熙却皱着眉说 御医禀告 是下毒死的 但封洛谷那位确认过 皇帝是被巫术弄死的 下手的人是青石一族 郎国派来的杀手 有意思 皇帝没有权天下劫持 杀死他有何意义 现在还看不出来 属下只是觉得此事 恐怕不会过于简单 一直让人把尸体 放在皇宫的兵窟里 等着王爷回来定夺 先去封洛谷 本王要问问郎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再来处置 是 端木熙领命推到一边 唐可儿走过他身边时 嘀嘀地问 梅儿呢 梅儿在封洛谷 哦 那飞飞呢 飞飞同余生在一起 现在应该是睡下了 府中一切可还好 一切安好 那你和飞飞什么时候成亲 啊 端木熙被问傻了 这话怎么就拐到这里了 加把劲吧 梅儿和倾斜 估摸是快乐 别就你在这里拖后腿 以后人家个个抱着玩 你却媳妇都没有 到时候聚会 我们都不带你 让你自己去哭 唐可儿恨铁不成钢地说 王妃 我不想勉强她 她心里还有别人 我 端木熙眼里带着一抹苦涩 语气也是颇为无奈 眼看着其他人都双双对对了 自己却还是有心无力 说不郁闷那都不可能 可儿 你在那磨蹭什么呢 唐可儿正准备说点什么 轩元丽却已经不耐烦地催促了 来了 好久没回府 和端木熙说两句话嘛 唐可儿嘟着嘴 不高兴地走过去 端木熙一听唐可儿这话 顿时满头冷汗往外冒 王妃这样说 王爷听了体定要不高兴 到时候吃苦头的不还是我吗 然而轩元丽只是冷哼了一声 并未再多说什么 拉着唐可儿往风落谷走去 端木熙就带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往自己屋里走去 也不知道这一次会被怎么处置 端木熙同飞飞也该加把劲了 这样不温不火的 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啊 唐可儿一边走一边抱怨 也不知道为什么 离开了如文国行宫后 他就精神百倍的 整个人都舒坦了 别人家的事你操那么多心干吗 轩元丽慢条思理地说 语气隐约有些不悦了 半赏又加一句 端木熙也是男人 废话 端木熙是女人 能和兰飞飞在一起吗 唐可儿听了这话 有点莫名其妙的 张嘴就怼回去了 半赏才反应过来 他的意思是 端木熙是男人 我对他过于关心了 吃醋还得拐着弯的吃 这男人真是 唐可儿无语地看向轩元丽 却该死地觉得 竟然有点萌萌的 轩元丽被唐可儿看得有些不自在 咳嗽两声说 快点走 急什么呀 撑鞋又不会跑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怕本座了是吧 轩元丽转头 冷着脸看唐可儿 为什么怕你啊 你有什么好怕的 唐可儿嬉皮笑脸地问 本座是龙神 会吃人的那种 轩元丽颇为无奈地说 我知道啊 所以呢 你要吃了我吗 唐可儿依旧不怕死地撩拨 总有一天 本座就让你求饶 轩元丽沉默了一会儿 眸光深沉地说道 不知为什么 听了他这句话 唐可儿的脸顿时有些热 他低下头说 你有病啊 为什么非要我怕你不成 谁叫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而且 越来越无视本座 我本来也就不怕你 但是我爱你敬你啊 别以为两句好话就能讨饶 轩元丽脸色缓了缓 却还是别扭地说 两位不要再秀恩爱了 请体谅一下我这个病人 就在这时 轻邪缓缓从黑暗中走出 一脸恼怒地说 还没到风落骨呢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唐可儿看了看周围 离风落骨的确是还有一点距离 梅儿睡下了 你们一来他又得起身了 麻烦 轻邪面色不改地说道 哟 这般怜香惜玉 还说我们呢 你不是也恩爱得很吗 说正事吧 唐可儿 你得逞了 你又没人吊 我的确是狠 如今我上钩了 本是不打算趟这趟浑水 现在也只能是趟了 废话那么多 一点都不像你 不是打算投诚吗 咳咳 虽然我站在你们这边 但我还是不喜欢你 轻邪咳嗽一声淡淡地说 彼此彼此 轩元丽也不客气地说 好了好了 都合作了 就不能消停点吗 唐可儿打断两人说道 行啊 你让他把神格还给我 我就能消停 你别忘了 现在是你在求本座 梅儿是王府的丫鬟 清了死气的 你要带走她 没本座的同意 不可能 轩元丽也和缓地说道 两人之间火光四溅 唐可儿无奈地说 再这样我生气了 没动静 两人依旧是死死盯着对方 唐可儿缓缓地说 我生气的后果很严重哦 最先转开脸的是轩元丽 然后才是轻邪 他看向唐可儿道 我同这个人无话可说 要合作我只跟你合作 本座还不想合作 明天本座就把梅儿 学给他断一封 你敢 轻邪终于是被触了逆鳞 脸色阴沉下来 都给我闭嘴 王爷 如果你要留下来的话 就不准再说话了 否则我就请你离开 至于你 梅儿是我的丫鬟 欠的也是我唐家的死器 她的去留我才能做主 所以你要是再主动惹事 我真的会让梅儿 嫁给段一封 相邪脸色变了变 看唐可儿十分认真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轩元丽他不怕 反正梅儿对他死心塌地的 要是轩元丽敢胡乱拆散 他可以带着梅儿走 但是唐可儿不一样 对梅儿来说 唐可儿是他的救命恩人 而且又待他如同姐妹 甚至他二人都是唐可儿撮合的 怎么着梅儿也不会背叛唐可儿 跟着自己私奔 所以他还真不敢得罪唐可儿 不吵了 看二人都各自沉静下来 唐可儿这才冷冷地问道 哼 轩元丽冷哼一声 一脸的不屑 倒也没有再说什么 好 现在大家都不吵了 那么就说正事 清邪 你同梅儿什么时候成亲 唐可儿说完 看向清邪问道 该死 你所谓的正事就是这个 轩元丽差点没被 唐可儿的话噎死 不然呢 对于女子来说 明洁事关生命 两人这些日子都住在一起了吧 就算没有做什么乐举的事 梅儿也没有明节可言了 不成亲 那就得死啊 生死之事难道不是大事吗 那是家事比不得国事 好了你别闹了 本座不同的城 好好说事情吧 唐可儿这才笑咪咪地坐一边去了 清邪忽然有一种背后发寒的感觉 我以后娶了梅儿 是不是也会被拿捏得死死掉 不 梅儿才不是唐可儿这样厉害的角色呢 我的梅儿很单纯的 只不过以后定然要让他离开唐可儿身边 免得被交坏了 行了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狼国的确是出事了 有一个很厉害的人 和黑婆达成了协议 估计现在的狼王已经被他们给控制住了 你怎么受的伤啊 以你的能力 就算是有一步被清邪拿走了 但也不至于伤成这样 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出手打伤了我 最气人的是 我居然连那人的样子都没看到 真是太亏了 也是一言不发就出手了 是 刚猛的路数出手就是致命的 看来他们联手 之前两拨人 现在成一拨 那个刚猛的路数 就是打伤白虎猪鹊的那人吧 唐可儿也想到这里了 是 一个心思缜密 算计周全 一个刚猛有力 武艺超群 这次的对手 恐怕是难以抵挡 清邪 那个大人物你知道是谁吗 唐可儿转头看向清邪问道 至少也是和天神一个级别的 具体是谁我猜不出来 也不想猜 我和梅尔可是要白头的 不想那么早的就神魂俱灭 狼国已经打到阴阳国边境了 这事你怎么看 那些人都不能直接插手 九州统一的事 所以他们只能操控一个国家 来达成目的 如今狼国沦陷 这场仗要怎么打 就得你自己掂量着看了 一阵沉默 风落谷附近本就阴森 如今变得更加冷了 唐可儿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轩原力下意识地把他拉过来抱住 替他挡住了冷风 话说你的婚姻解除了吧 那么你的能力 深原力抱着唐可儿 慢调思理地说 应该全部恢复了才对 别提这个了 黑婆杀了清雅 我的婚姻才能不解自破 但是清雅的能力 我却是拿不回来了 说来说去 我还是受到了牵制 黑婆和清雅不是一体的吗 怎么杀的 清贤 你别给本王耍花样 你老婆拿住了我的命门 我还能耍什么花样啊 我怎么知道一个人会是两个魂 按理来说 黑婆应该是清雅的转世 是同一个人 没想到黑婆却有了自己的魂魄 还把清雅给吞噬了 我能力被她牵制着 我还怒呢 清邪不自觉地提高声音说道 黑婆有了自己的魂 这怎么可能 一个人一个魂 黑婆是清雅的转世 不可能出现两个魂 除非那个黑婆的魂是别的东西 前方战事 本王已经向了旨意 狼国的军队虽然凶猛 但是对上龙眼国的精锐 也是不堪一击 他们敢离开沙漠 出来找事 就是找死 战场的主动权 一直掌控在本王手里 这个倒是小事 当务之急 是黑婆那个多出来的灵魂 本王想潜入 清氏一族的内部 探查一番 我尚且不能全身而退 你觉得你能吗 那儿是我亲手建造的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里面的布置 结果还是被人给暗算了 你去 白搭 既然是你亲自建造的 那么你就告诉本王 里面可有什么祭坛之类的地方 你这么说起来 倒是让我想起来了一点 当年我被天神困在黑洞之后 清雅为了让清氏一族的人 不要忘了我 就在寨子的最深处 建造了一座空粉 外面有一座无字碑 清雅死了之后 灵魂寄托于此 每一任族长都要在这里继承 清雅的灵魂 会选择一个族长 作为孕育他的器皿 那你这次去 见到这个无字碑和空粉了吗 还没有见到那么深 就被人偷袭了 不过我在外面听到有人说 那个无字碑 在不久之前被雷给劈裂了 据说这事儿 还让整个清氏一族 如临大敌一般 好几天呢 那个多出来的灵魂 同这个雷劈裂的无字碑 肯定有关系 你还能不能再进去一次 到那无字碑前好好看看 还去 我这次能死里逃生回来 都是因为一股信念 再见到梅儿的信念 你还让我去 我才不去呢 可儿 让段一峰准备准备 本王要赐婚 宣元丽见清邪拒绝 他沉声说道 宣元丽 你别太过分了 清邪一听 就又要炸毛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清邪 你既然说了 要站在我们这边 总得有些付出吧 清氏一族的地盘 你最了解 他们毕竟是你的后代 这事儿无论怎么算 也该是你去 你责无旁贷 倘可儿觉得 以后来说什么事 最好不要带着宣元丽 这两人就不会好好说话 我是投靠你们了 但我没打算 把命都搭进去 其实我不跟你们作对 就是对你们最大的益处 懂不懂啊 你对梅儿的付出 就只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失败了 梅儿也活不了 你好好想想吧 你是在威胁我吗 清邪眯起眼来 不悦地说 我只是实话实说 你且去问问梅儿 若是我死了 她能不能够活 唐可儿面无表情地说 牵鞋咬着唇瓣上才到 我 我去 但是如果有危险 哪怕只是我觉得危险 我就放弃 你们不能再用梅儿来逼我就范 你别在这耍花样 你觉得危险 你只要走到门口 就觉得危险会来了 有意思吗 梅儿签了死气的 你要带她走 必须经过本王的同意 而且本王要她嫁给谁 她就要嫁给谁 眼看就要谈判破裂了 清邪的脑门上都甭起青筋来 这时候 唐可儿清浅地说 如果是我在别人手里 让王爷去冒险 王爷定然不会讨价还价 看来 你对梅儿的感情还是太浅了 对不起啊 我觉得你们不合适 说完话 唐可儿主动拉着轩辕力 就往门外走去 清邪字幕欲裂 也是一阵挣扎 最终 她还是妥协了 虽然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看着梅儿嫁给别人 居然比杀了她还要难受 站住 你们两个赢了 我去 一定给你们看出个道道来 清邪无奈地说 清邪 清师一族是你一手所创 只要你把他们毁了 扫清本王的障碍 本王就答应你 让你带着梅儿远走高飞 不用继续留在王府 毁掉清师一族等同于毁掉郎国 郎国一灭九州就是你的天下了 宣元丽 你开出的条件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精明 我也不傻 统一九州就真的胜利了吗 也许统一九州之后的事 才是生死大事 你难道还没看破 清邪一愣 随即垂谋沉思了一会儿道 那好 清师一族我去灭 灭掉之后希望你信守承诺 本王说的话 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的 宣元丽说完 拉着唐可儿走了 宣元丽 既然知道统一九州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为什么还要去做 你已经得到了三分之二的九州了 郎国所占之地就是沙漠 对你来说完全没有用处 何不留下郎国 因为 他们也拿住了我的命 宣元丽脚步没有停留 沉默了一会儿冷淡地说道 天机公主 自从在御泉输给唐可儿之后就失宠了 慕容白 赤夺了他长公主的位分 还进了他的族 将他关在宫中不得出门 说他丢了御谷国的脸 还擅自把御谷国输给了宣元丽 要不是看在他敌出的份上 早就赐他一尺白铃了 公主 你这样不吃不喝 饿死也没人心疼啊 云儿看着一脸恨意的天机公主 无奈地劝慰 皇帝有指 公主不得有事 所以就算他不吃不喝 云儿也不得不请那些嬷嬷来 给他硬塞 滚 天机公主歇斯底里地怒吼 这些该死的吓人 此刻见我落魄了 居然敢对我无礼 每天硬逼着我吃喝 让我想死都不能 听闻饿死之人是很惨的 脸无血色 树骨灵循 还会显老 公主如果这般死掉 那才是全御谷国的笑话了 想你滚 听不懂吗 我可以滚 但是公主你好好想想 你真的烦不了身了吗 父皇已经完全不想见到我了 我弄丢了御谷国你懂吗 我一辈子都无法再离开这里 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里 就算想拿我去和亲 人家也恐怕看不上 这一切不过就是一个陷害 只要我们放出消息 就说这一切都是宣言类的计策 为的就是要骗到御谷国的归顺 本来那王妃就是戴了人品面具的 怎么说 也是他们嫌耍的花样 这样一来 公主就成了受害者了 何论如何 本公主没有那个女人 这已经是天下共知的了 那又如何 公主本也不是天下间最美的女人 那亲亲才是 王妃比你美 并不代表你不美 龙烟国如此侮辱于你 你只有去找他们的对头 才能有机会报仇啊 他们的对头 狼国 狼国亲远正知壮严 而且好美人 传言 他曾对自己的妹妹亲戚动过心思 这样的人 对公主的美貌 定然是喜欢的 如今 狼国已经收复了子武国和千世国 与龙烟国在阴眼国边界对峙 谁输谁赢 还真不好说 狼王亲远 天玑公主的眼中出现了一抹迷茫 接着 她又猛然摇头道 狼王乃是蛮邦之地 又是沙漠 天气酷热 我要是嫁过去怎么受得了 而且 狼国人都是野蛮人 狼国亲迹和亲远是同胞一母所生 亲迹美业无双 亲远自然也不会差 公主 这是你能翻身报仇的唯一机会了 可是 玉谷国如今已经归顺了龙烟国 我要是去找狼王 父皇 他是会不高兴的吧 那 如果狼王疼你呢 就好似轩原力疼爱那个王妃一般 皇上会选择一个喜怒无常的主子 还是自己的女婿 这样简单的结果 公主却是看不透吗 天玑公主沉默了很久 然后抬头说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因为奴婢心疼公主 不想公主如此自暴自欺下去 整个后宫 怕也只有你 是真心待我 天玑公主一阵苦笑 云二自幼就跟着她 倒也是贴心的人 公主 既不可施 想要献上美人讨好狼王的国家可不少 特别是轩原力不计女字 只宠王妃一人 断了不少小国攀附的念头 也只能转而去狼国了 你说的没错 紫武国和千石国 定人已经献上了美人 我得尽早下定决心了 天玑公主咬着唇说道 云二见她上钩了 便也不再多言 有些时候言多必失 说得多了反遭怀疑 此刻 该说明白的都说明白了 天玑公主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利弊得失却是看得最通透 否则也不可能得宠那么多年 公主现在容颜憔悴 无论下什么决定 都应该先吃东西 喝炖品 血烟之类的大补 才能尽快恢复容貌 说完 云二递上了炖中道 这是奴婢 用自己家传的簪子 换来的血烟 当然 急不上之前公主喝的那些 但聊生于无 请公主 不要浪费奴婢的一片心意 你那簪子 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唯一信物了 你用她换了血烟 岂不是一个念想都没有了 天玑公主大吃一惊 为了公主 这些都不算什么 本来也就是一个死物 玉膳房的嬷嬷看中了 愿意拿血烟来换她 那就是她的价值 公主无需多虑 君儿 你的重心本公主不会忘记的 等我做了狼国的王后 定然会为你做出 虽然 狼国比不过龙岩国 但比起小小的玉谷国来说 也是十分强大的 只要 她能勾搭上狼王 别说那些宫女嬷嬷了 就算是父皇 也不敢得罪她 希望公主 忘记曾经的宠爱 没有人会喜欢 恃宠而交的刁蛮女子 狼王生性凶猛 又是荒蛮之地的人 见多了刁蛮任性的女子 定然是逆反的 请公主学会温婉贤淑 柔情似水 云儿趁着天机公主感动的机会 忙开口教导她说 本公主知道了 为了拿下狼王什么都能干 忍辱负重 虽然我没试过 但也见过 后宫那么多女人 就几个没在演戏的 吃一亏长一致 这次在轩原丽娜里吃了这么大的亏 回来又失宠 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 天机公主的自大被完全的粉碎 有如云端坠落乌泥 再没有那份木空一切的傲慢了 喝了这血液 就早点休息吧 如今狼王御驾轻征 尊座就在阴眼国的边界 离我们不远 话虽如此 但我们连皇宫都出不去 想到要离开玉谷谷 跑到战场上去 就有些怕 放心吧 白家的人会安排好一切的 白家白飞雨吗 他不是很讨厌我 怎么又会帮我了 良情责目而起 玉谷国如今已经不再是 坚不可摧的大树了 反而变得摇摇欲坠 随时都有可能倒下 这种时候 白家自然也要另寻安生之地了 天机公主听了云儿的话 也是一脸的懵 白家乃是玉谷国的名门望族 白飞雨更是当朝宰相 却已经在立谋安生之所 玉谷国莫非 真的保不住了吗 这个九州 要么归属于龙烟国 要么就只剩下龙烟国和郎国对质 至于我们这些小国 只能依附 不可能再独立存在了 所以 公主 还是早做打算的好 知道了 只不过父皇同我有父女之情 我不想与她为敌 如果她本意是要归顺龙烟国的话 我去了狼国 岂不是反其道而想 如果真是这样 公主为何被禁足 为何失仇 要是皇上早已有了归顺之心 就不会责怪公主了 你说的没错 但是白家可靠吗 天机公主提到白家 想到白飞雨 就不自觉地皱眉 那个男人 她真的打心底不喜欢 放心吧 白家想要投靠狼国 也需要一个筹码 献上玉谷国的狄公主 算是一个同名状吧 我们各取所需 并没有利益上的冲突 好吧 云儿 我不信白家 但是我信你 天机公主想了想 觉得云儿说的都在情理之中 似乎并没有什么漏洞 于是点点头说 他们准备合适起程 今夜子时便要离开皇宫 斥责生变 到了狼国驻扎的范围 白家自回去谈判 届时 公主在好生修养自己的身子 容光焕发地去见狼王 好 都听你的 天机公主点点头 她也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离开这皇宫了 皇上 公主已经同意去见狼王了 离开后宫 云儿来到前殿 跪在御书房内 恭敬地说 慕容白眯着眼 也不知道想什么 两久才说 白家真的打算去投城吗 这事儿 白家的人还未决断 只不过白飞宇 准备去讨好轩原力 轩原力并不领情 如今再选 也只有兰国一个去处了 很好 当年白风年把你送入宫中 留在天机身边做耳目 你却转而投诚于朕 这些年 也表明了你的忠心 等到此事做完 朕就奉你出宫嫁人 过你的日子去吧 谢皇上罗恩 云儿听了这话 依旧是面无表情 轩原力太难掌控了 女人 钱财 无论是什么 她都不感兴趣 狼王却不同 好色贪财 好大喜功 这样的人最容易讨好 我们明面上 要对龙颜国称臣 但暗中 却要帮扶狼国 此事 朕也已经同白飞宇说了 无论他们白家 是不是要投诚 都同朕的计策 没有冲突 那皇上的意思是 让白家去接触狼国 不但要接触 还要把玉谷国 所有的兵力 都送过去 并且暗中提供粮草 白飞宇知道怎么做 你就配合她便是 遵旨 我玉谷国虽然小 但却能成为这场仗局 最宽建的一个转折点 慕容白说到这里 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倾斜当夜就走了 没有给梅儿留下只字片语 唐可儿回来了 梅儿自然是继续伺候她 但唐可儿看得出来 梅儿偷偷哭过 眼睛有些红肿 虽然她刻意掩盖过 但是 唐可儿也只当作没看到 并没有说什么 倾斜这一去危险很大 或许能回来 皆大欢喜 回不来 就当作她从此消失了吧 申原力第二天一早就进了宫 皇帝被毒杀 虽然算不得什么大事 但牵扯到巫术 这有可能是郎国的人动的手 这是一种示威 申原力必须去宫里安定人心 顺便处理皇帝的丧事 唐可儿睡了一个好觉 起来已经午后了 她懒洋洋的躺在院子里晒太阳 也算是赶赶着秋后最后一点暖意吧 王妃 八公主来了 梅儿嘀嘀地说 嗯 让她进来吧 王妃回来了 巴兰走进来 一张绝美的脸蛋上 带着一抹阴郁 有事 我想去见一见唐苏尔 我还是不相信她疯了 巴兰倒也直率 张口也没有半句废话 单刀直入地说 不行 地牢我都进不去 别说你了 谭可儿决断地拒绝了 我不会碰她的 就是见一见 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清楚 你们见过面的吧 我记得之前 唐苏尔离开王府时 你跟上去了 怎么 那次没问吗 唐可儿也不傻 这样的话 还是不可能骗到她的 唐可儿 我有续海深仇在身 你我本是一体 你该帮我 不 虽然你说的那些 的确能说明 你很可能 是我在这一世的本体 但现在我来了 我们两个 依旧是两个人 我并没有义务帮助你 你说过的 唐苏尔疯了 让我来看看她的 不一样 之前她的确是假疯 现在 我也看不透到底是什么了 你的仇 比不得我的幸福重要 这件事就别提了 用一个秘密来交换也不行吗 一个天大的秘密 唐苏尔不能死 无论如何 在统一九州之前 她不能死 就算是生死的秘密 也换不了她的命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唐苏尔不能死吗 巴兰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好似下定决心一般问道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 你可以走了 唐可儿挥了挥手 你会后悔的 留着唐苏尔 你绝对会后悔的 巴兰喃喃着转身离开 脚步虚晃 兰飞飞说过 死沙尘 从来没有人能活着出来 那么 巴兰是怎么出来的 她到底是人事鬼 还有 她说的那些现代的东西 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充满了疑点 也充满了危险 还是离她远一点的好 毕竟我承受不起 被送回现代区这种事 要知道 回去了想要见轩原理 那隔着的就不是距离 而是时间了 飞飞呢 关于死沙尘 蓝飞飞似乎知道的更多一点 唐可儿便问向梅儿 蓝姐姐伤好了 闲不住 怕是又跑出府去玩了吧 梅儿有些心不在焉的说 看来她是真的痊愈了 唐可儿说这话 不只是在说她的伤 也在说她的心 之前遇到过东方无忌 却是没有问到什么 她似乎并不想过多地 谈论蓝飞飞 希望痊愈之后 不只是习惯回来了 感情也能回来 唐可儿又喃喃自语 端木西也算是一个痴情的人 守着蓝飞飞这么久 明明可以用恩情提出一点要求来 却偏偏不肯 就这么守着 傻人一个 王妃这次回来 好似有心事 余生从外面抱着一把花 走了进来说道 你似乎也不一样了 放下了 唐可儿见余生 眉尖淡淡的忧虑消失了 不禁问道 不是自己的东西 强求无用 小玉姐姐以前也和我一样 现在不是很幸福吗 菲菲姐对我太好了 在她身上 就算是用半点手段 我都觉得自己恶心 好了好了 别我一回来就说这些不高兴的 咱们好久没有姐妹相聚了 菲菲不在有点遗憾 但小玉那妮子倒是可以喊来的 这次沐天没有跟着回来 她一个人在将军府肯定是无聊得紧 梅儿 去把小玉接来 我们一起聚一聚 是 梅儿脚步虚晃地往外走去 倾斜忽然不告而别 让她很是受伤 唐可儿也是无奈 大局之下 有些事也是不得不牺牲的 宣元丽来到皇宫 皇帝的尸体已经被处理好 躺在金关内 她面目无黑 一眼就能看出中毒的迹象 王爷 内务府拟了几个人选 不知下一任皇帝 你想从几爷的府中选 太监端着本子过来 恭恭敬敬地问道 宣元丽沉吟着 她背着手 缓步绕着金关走了一圈 忽然道 曾经本王不想登基 是因为仙皇 如今他不仁 本王也不硬 就堂堂正正坐上这龙椅 又如何 的确 之前宣元丽不登基主要是因为 他知道仙皇还活着 他不想坐他的位子 是因为心里还留着一丝念想 如今在迎客庄 所有的真相暴露在眼前 那点念想也散了 这皇位就该是他的 皇爷的意思是 你要亲自坐上这龙椅了 去办吧 拙礼不准备登基仪式 还有 唐可尔封为皇后 皇爷 这不妥吧 唐可尔王妃身份还未召告天下 也并未上御蝶 这贸然封为皇后 朝中乃至天下 怕是不会同意 笑话 本王立后要谁的同意 去办吧 宣元丽冷声说道 之前不正是封他为王妃 是为了保护他 现在既然已经决定 要做这个皇帝了 那么皇后只能是唐可尔 是 太监也不敢再劝 领旨退下去了 王爷本来并未想登基吧 为何看了尸体之后 却改变主意了 端木熙一直跟在宣元丽身边 太监一走 他好奇地问 杀死这个无用的皇帝 本就是无意义的 但是那些人却还是做 你说 只是为什么 深元丽慢条思理地问 端木熙愣了一下道 狼国是在警告我们 没有他们杀不了的人 即便那人在皇宫 也能被毫无声息地杀死啊 一开始本王也是这样觉得的 但是就在看到尸体的时候 就不舍 上面的确有无数的痕迹 但不是狼国做的 可还记得王府曾经死过一个嬷嬷 也是如此面部无黑 壮丝中毒 是 属下曾去查过死因 却始终没有结果 当时用巫术杀死嬷嬷的是大娘 周玉心 也算是轻视一族的人 但在龙岩国隐藏多年 他的手法也已经不再纯属 留下了很多漏洞 可是周玉心已经死了 他怎么还可以再杀人呢 不是周玉心 但也不是狼族 这些巫术的痕迹太明显了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此人死于巫术 祸水东野 明显的叫我 加上狼国的逼近 此人布局可谓是算透了 天势地利人和 属下愚钝 杀死皇帝并没有什么用 嫁祸狼国也不会引起什么波澜 那 此事到底有何目的啊 杀死皇帝是因为 他想要让他心目中的人 做皇帝 就算只是一个傀儡 若是本王出了事 这个皇帝 就是真正的皇帝 这 王爷怎么可能会出事呢 社局的人并不简单 背后有人出谋划策不说 这巫术也不是凭空来的 那是一个组织 有人负责杀人 有人负责嫁祸 甚至后宫之中 也该是被渗透了 是要找出 想做皇帝的那个人 杀了便是 太麻烦了 只要本座做了皇帝 便打破了那些人的计策 这天下眼看 就要归本王所有了 也该是名正言顺的时候 可儿 也该做上那尊贵无比的皇后之位了 王妃怕是不喜欢吧 做皇后什么的 她一直兴致缺缺 她喜欢不喜欢 这名分都该是她的 本王就是要这九州 再没有人能比她更加尊贵 申元利要登基这件事 瞬间就传遍了整个龙岩国 这么些年来 石王爷第一次开口 要坐上这龙椅 全民皆是欢心的 毕竟龙岩国此刻的强大 让他们作为龙岩国的国民 都余有容焉 九州之上 只要说是龙岩国的人 没有哪个国家该招惹 此刻 宣元利正式登基之后 龙岩国将会更强 唯一不高兴的 也只有唐可儿了 因为她被告知 宣元利封她为后了 皇后的意思就是 后宫之主 天下女人的表率 等等等等 一连串麻烦的事 想到就头疼 她宁愿做一个宠妃 无所事事 也不用管理后宫 更加不用做什么表率 只需要继续做她的米虫 享受着皇帝的恩宠 王妃 你要做皇后了 这可是大喜啊 几个丫头 却是不知道 唐可儿的心思 自顾自的高兴不已 大喜个鬼啊 大桑还差不多 我的懒日子 是到头了吧 王妃 你怎么不高兴的样子 还是小玉细心 看到唐可儿 一副臭脸 忙问道 高兴什么呀 做皇后有那么好做吗 全国人民的眼睛 都盯着你 全后宫女人 都在看着你的位置 每天呢 都要疲于奔命地应付 那些明招暗招 想到就累死了 谁爱做谁做去 王爷府中 并未有其他侧妃了 后宫里的老人 也肯定是要清一清的 不会像王妃担心的那般 皇帝丽妃 你可以不喜欢 为巩固地位 拉拢朝臣 就算她不宠幸那些女人 但有名分的 哪个不想往上爬 作为皇后 就是那众矢之之地 碍眼的存在 懂不懂 你果然不高兴 就在唐可儿 愤怒地挥舞双手 向几个好姐妹说着 做皇后的各种惨事时 一个清浅的声音传来 罪魁祸首 宣元利 缓步走了进来 参见王爷 众人行礼 宣元利摆了摆手道 都下去吧 王妃有本王来F 几个丫头连忙退下 院子里 只剩下唐可儿和宣元利 大眼瞪小眼 不做皇后行不行 唐可儿撒娇地说 不行 国不可一日无后 你不做 谁做 宣元利淡淡地说着 走过来 把她拉起 然后自己坐下 又顺手把她抱在了腿上 哎呀 我做个宠妃就好了 皇后 你找个贤良舒得的 上去做炮灰不好吗 唐可儿嘟着嘴说 本王的后宫执意人 除了你 这也不要 宣元利 依旧是不疾不徐地说 屁 我才不信呢 为了巩固地位 你肯定要娶一些 名门望族的女儿进宫 这都是套路了好吧 唐可儿嗤之以鼻 本王的地位何须稳固 先皇的老臣已经被塑形干净了 如今朝中的都是本王的人 根本不需要娶什么人来牵制 之前你也说不娶的 结果呢 华阳夫人怎么进的府 邻国想嫁公主给你的人 大把大把的 你能不娶 正是因为如今大局已定 九州至上再无危险 本王才决定登基的 那狼国呢 你莫不是把狼国忘了 狼国已经不是九州的事情了 你要知道 我们的敌人并非狼王清源 而是他背后操控之人 所以你现在并不打算拿下狼国 如果统一九州就是那些人的希望 本王只要出兵狼国必败 岂不是顺从了那些人的意 他们或许有什么牵制 在九州统一之前 不能亲自动手 一旦九州统一了 事情便会脱离掌控 所以狼国要一直存在着 直到本王查明 九州统一之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为止 真的不娶别人吗 若是本王食言 便任你处置 如何 可是皇后还是很累啊 全国人民都看着你 稍有不慎就要被人说 唐可儿还是有些不情愿 石王妃早已形同皇后 没什么区别 你不用想太多 我怎么感觉 你就是在骗我入局啊 唐可儿躺在申元丽怀里 撒娇地说 人家不要做正房 就要做宠妃 无法无天那种 胡闹 你不做正房 那正房一直空着 底下那群朝臣 定然是吵闹的 申元丽点着 唐可儿的鼻尖说 这样吧 你不喜欢住皇后的正宫 那就住到宠妃的宫里去 正房也是你 宠妃也是你 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这样说 哪有半点帝王气势 就跟个昏君一般 唐可儿被逗笑了 在轩元丽怀中 笑得花枝乱颤 在你面前 本王从来都是昏君 这一点 你不是应该很清楚吗 轩元丽低头 抵着唐可儿的额头 两人四目相对 流转得全是温情 王爷 不 应该叫皇上了 唐可儿别了别嘴说 还真是有些不习惯 叫利吧 很早之前 本王就想让你 叫本王的名字 只是一直没机会提 如今 也算是到时候 利 唐可儿缓缓吐出这个字 咀嚼着这种感动 天下间 也只有他一人 敢如此称呼他了 可儿 你根本不懂 本王有多想要你 可是九州三是不能同意了 郎国将与龙燕国对峙一阵子 我懂的 这个最大的诱惑 会让我们万劫不复 我能忍 你也能吧 唐可儿乖巧地把一瓶 清心寡欲丸 递给轩元丽说 这是张御医刚刚练好的药丸 记得按时吃 不同意九州 不代表不能找你 失去的那一波 本王就不相信 这九州不同意 就不能动放了 轩元丽切过瓶子 放到怀中 冷冷地说 祝你早日成功 登基的日子已经选定了 这一次 本王要昭告天下 你唐可儿就是我 轩元丽的壮气 是龙燕国的皇后 再不是无名无分地跟着我 嗯 唐可儿点点头 反正皇后也好 宠妃也罢 只要是跟着这个男人 他也只有妥协的份 谁叫他真的爱了呢 迎客庄内 客戟皱着眉道 轩元丽 准备自己登基了 他已经看破了我的计策 不过也无妨 这也是内卫的意思 他能看破第一层 却偏偏就因为看破 中了我们的计 这样的话 小少主就无法登基了 本来也没打算 把他弄到明面上 那位本就是要让轩元丽 登基 自己做皇帝的 属下不懂 爷处心积虑设计了那么久 不就是为了扶小少主上位的吗 你不需要懂 我的计划已经改变了 因为我找到了更大的靠山 轩元丽远远比我想得要强 我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杀死他 爷 为他人做假衣 值得吗 只要能报仇 就值得 那天下本是你的 克己说到这里 好似发现自己说错了话 忙说 属下誓言 克己 我已经死了 就是一个死人 如果哪一天招魂书 被完全的封印住 我就会魂飞魄散 所以天下是谁的 根本不重要 我求两件事 第一留下一点血脉 第二 为那些死去的将士 我的儿子 我自己 报仇 是 属下懂了 克己看着轩元雷淡然的脸 滴滴地说 懂了就退下吧 继续观察龙颜国的一举一动 千万别让我儿的身份暴露了 是 对了 那个北宫义呢 我们放了假消息给他 他顺着消息 去找北宫天锐了 他身上的血 能让你们离开山庄 所以你要想办法盯紧了他 别让他跑丢了 是 去吧 轩元雷挥了挥手 克己退下 他继续摆弄着眼前的棋盘 这次能再回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野心小了很多 仇恨似乎也少了 或许走过一趟黄泉之后 人也有所改变 执念也少了吧 但就算如此 轩元雷还是他的仇人 那一万将士的命 也不是白给的 更何况 这些人为了他的自私 一直不能安宁 在这个诅咒里不断地轮回 无论如何 都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老实啊 虽然我们都只是 父皇手中的棋子 但你毕竟还是亲手下旨 杀了我一万人的命 这个恩怨 还得找你来讨要啊 轩元雷放下一子 喃喃着说道 白家的马车在深夜里飞驰 天机公主坐在车里 心中也是七上八下 她真的逃出了皇宫 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去勾引一个陌生的男人 虽然之前 她也被要求勾引轩元雷 但那时候 她的身份还是长公主 如今不一样了 她的身份不同了 筹码也少了很多 所以她觉得自己 很是坠坠不安 雪儿 你说狼王会喜欢我吗 天机公主有些忐忑 公主 你可是玉谷国第一美人呢 以前的你 多自信啊 从来不会有这种忧虑的 以前是以前 自从输给了那个唐可儿 我就觉得自己没那么美了 狼王的妹妹 就是天下第一美人青鸡 她的眼界 应该很高才是 青鸡的美 飞扬跋扈 太过强势 所以狼王一直都很喜欢 温柔似水的女子 公主要是之前去 可能真的会失败 但现在 你已经温柔了很多了 只要肯放低姿态 狼王会喜欢你的 希望吧 天机公主叹了口气 掀开马车的帘幕往外看去 今夜没有月光 四周昏昏暗暗的 白飞雨骑着马在前面飞驰 这时候 忽然有一个人 从后面追了上来 天机公主心里一突 连忙缩回头去说 有人追来了 是不是皇宫那边 不可能的 皇宫那边 白家已经安置好了 而且追兵不过只有一个人 想来是白家派了 传递消息的人吧 就在云二说话的时候 白飞雨的声音响起 轩云里登基了 封了王妃做皇后 还昭告天下不接受任何联姻 天机公主心里微微一颤 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本是不相干的 但是却又让她有了失落感 她是真的喜欢轩云丽 并非只是为了她的权势 她对王妃还真是情有多重啊 天机公主说出这话时 带着酸酸的味道 公主 你现在想要的是狼王 轩云丽已经是你的仇人了 这一点你千万别忘了 我知道了 公主 轩云丽登基 我国作为附属国 必定要派出使臣送上贺礼 王上传旨下来 命我作为使臣 前去龙严国 就不能送公主过去了 白飞宇 你把我弄出来丢在这里 就打算不管了吗 这队会平安地把公主送到狼王所在之地 公主只需要在那里修身养性 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等着臣从龙严国回来 自然会为公主筹谋 都已经这样了 这公主还是这个臭脾气 看样子要吩咐云二 多多帮着改改她的脾气才是 否则狼王也看不上她 公主 现在我们有求育人 你就不要再发脾气了 云二见天机公主脸色难看 又要说什么事连忙拦住 无论如何本宫还是公主 她怎么能如此无礼 一个没有名分的公主 你觉得她还会把你放在眼中吗 更何况 你已经逃出来了 要是再被送回去 如果皇上知道此事 怕是连公主的名分也保不住了吧 公主 请三思啊 她敢 她带着本公主出来的 她敢送我回去 父皇先就砍了她 白大人已经出世龙颜国了 这事和她扯不上干系 公主 你要看尽事实 一个丢脸的公主 和一个百年基业的名门望族 天下第一神童 孰亲孰众 皇上会选择留下谁 云二的话让天机沉默了 她最是懂得识实物 就算再讨厌白飞语 她也不敢再造词 只得点点头说 好吧 白大人一路顺风 我会在那边等你归来 白飞语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公主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至少懂得轻重 只要云二在旁边点拨 这次的计划 也不是不能完成 看来我还是不如父亲会看人的 一开始要送天机公主去狼王那里时 她是反对的 那女人美是美了 却完全无脑 送过去恐怕又把人家狼王给得罪了 现在看来她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护送公主到驿站 送礼的队伍 明早出发 我先行一步赶回去了 白飞语对着手下的人吩咐了一句 就转身飞奔而去 之前就听说 龙颜国的皇帝死了 本以为又是找一个傀儡 没想到 轩原力却忽然登基 是龙颜国出什么事了吗 白大人 属下查到一件事 是关于龙颜国王妃的 就在这时 一抹黑影忽然闪现 那是白家手下的探子 快说 白飞语把马拉廷忙道 那王妃 不是唐家的亲生女儿 白飞语眼睛微微眯起 沉吟了一会儿说 消息可靠吗 可靠 这是从唐府一个被赶出的 侍女嘴里得到的消息 这个侍女 曾经是唐明宇宠妾身边的大丫鬟 那个宠妾失宠犯了事 连带着这个侍女 也被赶出府去 他心里对唐家是有怨气的 所以才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了属下 带着怨气的下人 会不会是他造谣呢 据属下所知 唐可尔赛王府 可谓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可是唐明宇却并没有沾光 唐家也并没有因此就壮大了 反而谨小慎微 甚至还因为某些小事 宣元利就对唐明宇降级留任 怎么看都觉得奇怪 的确是 如果唐可尔是唐家女儿的话 无论如何也会为家族利益谋划 以他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 唐家早该是龙颜国第一大使家才对 所以属下觉得 此事就算不是真的 也应该有内幕 只不过这件事 暂时也看不出对我们有什么用 你错了 用处大了 唐可尔不是唐家的女儿 如果他是郎国人呢 或者他是罪臣之后呢 再或者 十一年前五王爷谋逆 谁知道他有没有留下一儿半女 不为人知的余孽在世呢 如果唐可尔是这样的身份 那龙颜国的皇后 就是一个笑话 如此一来 朝中必定要大乱 去找证据 我要知道 唐可尔到底是谁的女儿 属下马上去 只不过 探到轩元力的底线时 会不会惹怒了他 所以无论你如何查 都不能用白家的身份 也不能用玉谷国的身份 自己换一个身份 比如 郎国的探子之类的 就算你失败了 也扯不到玉谷国 扯不到白家 属下明白了 对了 你还要去查一查 轩元力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倒是真的很好奇 一个如同他那般 君临天下的男人 会为一个女人 做到何种地步 江山美人 到底孰重孰轻 白大人 属下始终觉得 同轩元力作对 不是明智之举 白家的事 还是父前大人做主 他老人家说过 永远不要追随 看不上你的主子 轩元力看不上白家 白家也只能另谋出路 此事无需再谈 你退下吧 我还要今早赶到城门 追上宋鹤里的队伍 不能让慕容白起了疑心 属下告退 哦 对了 此事查明之前 先不要告诉父亲 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得到 郎国的助力 我怕父亲知道此事之后 会先去对付轩元力 属下明白了 嗯 去吧 白飞鱼摆了摆手 接着 他骑着马 继续在黑夜里奔驰 轩元力有弱点的 他的弱点就是唐可儿 只要从唐可儿那里下手 总能找到机会对付他 白飞鱼的确是洞察通透 但他却从未细细想过 唐可儿是轩元力的弱点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但为何那些人 却不曾向唐可儿出手呢 也可能是出手了 却失败而归 最终灭国了呢 天际公主在天亮之前 赶到了鹰眼国边界 一个驿站内 那里是白家最后的一个势力点 再往前就是战场 这边还是穆家军的驻地 要找到鹰王 必须穿过穆家军军营 才能到 再往外走 就是熔岩国的驻军 我们要怎么过去 我们就在这里等白大人 这些天 驿站里的人会为公主 准备美衣华服 还会有五娘嬷嬷 教导公主一些 伺候男人的手段 当然 五品什么的也不会缺 天然要让公主 荣光焕发 再去见狼王 排废于可靠吗 天际公主就起眉来 她始终觉得 这个男人很可恶 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一个讨厌的人 很是不明智 可靠不可靠 如今也没得选择了 公主还是想一想 要怎么讨好狼王 只要你还有价值 白大人自然要护着你 大胆 她把本公主 当做什么了 价值 本公主是一件物品吗 公主 事到如今 你还不懂吗 你想要的权利 宠爱 一切的一切 都建立在价值上面 你有价值的时候 你就是长公主 是皇上的心头宝 没有价值的时候 你就是玉谷国的耻辱 被禁足 弃之如草剑 你想要得到一切 就得让自己变得高价 没想到 我生在皇室一辈子 本该大富大贵 到了却是一件 高价的物品 多讽刺 在这里 女人就是如此 那王妃也是因为 有了王爷的疼爱 才有那样的地位 如果王爷没了 她也不过是一个 代价而故的物品罢了 都一样的 公主 你不用伤心 只需要让自己的价值 越来越高便是了 嗯 轩儿 你说的没错 女人在这乱世里 就是一件物品 价值越高 越能辉煌地活下去 无论如何 我也不要做那种参赐品 对了 轩辕丽要登基了 唐可儿也被封了皇后 公主 你甘心吗 云儿此刻 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 我也要做皇后 迟早有一天 我要做九州的皇后 奴婢会一直 帮着公主站到顶点的 只要公主配合 天际公主 已经被云儿 完全地洗脑成功 她迫不及待地 要做人上人 要报复唐可儿 给她的羞辱 特别是在 唐可儿又成为了 人上人的时候 她更加地急了 急功近利的下场 自然是不顾一切了 狼王的军帐内 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男人 站在清远的面前 清远 脸色并不是很好看 眉头微微皱着 似乎在隐忍着什么 狼王 不久之后 玉谷国会送上长公主 你需要这个女人 为你成事 嗯 玉谷国 早已归顺了龙颜国 又怎么会把长公主送来呢 你无需知道过程 只需要配合就是了 主子要你宠爱这个女人 你就要宠爱她 她能帮你 拿下大半的江山 清远眉头深皱 她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傀儡 这种感觉实在是很不爽 龙颜国内 宣元丽的登基仪式很快就定了下来 连带的唐可儿的立后大典也定了下来 就跟在登基仪式之后 此刻 唐府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 唐明宇虽然没有恢复品级 但是从此而后 她就是国杖了 此等地位自然是不可小觑 更何况 宣元丽下旨永不选妃 任何官员都不准献上美女 甚至昭告天下各附属国也不准送上美人 是铁了心独宠一人的 此举虽然引来理官等部门的不满 但宣元丽的暴力是出了名的 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 只能私下一论一番便是了 王妃 皇爷真是太宠爱你了 还未登基就定下了后宫之宁人的旨意 真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哪 小玉羡慕地说 她这两天都住在王府里 反正穆天也没回来 她就留下来陪坦可儿 就是啊 宣元丽对你真不错 当初强留你在王府 还好留队了 好了 赛王施马胭脂非福 我反而觉得 做皇后并非一件好事 坦可儿心里始终是有点抵触的 她也说不清为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下人慌慌张张地冲过来说 王妃 出事了 地牢里观察的唐苏尔忽然不见了 唐可儿心下一突 唐苏尔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她一丢 唐可儿就慌了神 怎么会呢 好好的人 说丢就丢了 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鬼术 鬼家的人 是谁 鬼羽毛 她带走唐苏尔似乎没有什么用啊 那么 就是鬼十三 鬼十三也失踪了 她是和唐苏尔一起失踪的 然后 唐苏尔出现 鬼十三依旧是没有踪影 然而此时此刻 她却带走了唐苏尔吗 属下也不知道 王爷吩咐过 对这个唐苏尔要严加看管 不能让她寻死 任何时候都要有人看着她 我们都不敢有半分怠慢 可是就在刚才 我眼睁睁看着她 从 从我眼前 消失了 此时可禀告王爷了 王妃救救小的吧 小的上有老下有小 真的没有半分怠慢公职 那唐苏尔就是不见了呀 也就是说 你还未禀告王爷了 王爷不在府中 在宫里 小的也是没办法了 才来求到王妃 知道了 此事不要宣扬 我自会去找王爷说去 这的确也怪不得这个守卫 鬼术 唐苏尔就是被鬼术带走了 对了 他消失之前 可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就是说些疯话 之前一直都在说 小的也没注意呀 不过最近一次 他大喊大叫的 说 你说吧 不管说了什么 都和你无关 唐苏尔大喊大叫的说 立你为后 龙岩国必亡 天下苍生 将坠入无间地狱 就好似 好似 好似已故的太妃那般 永世不得嘲伤 那人说到这里 脸色古怪 没再说下去了 居然提到了太妃 就只是这样吗 其他还有说什么吗 没有了 来来去去 就是重复这几句风话 还扯出了太妃 如此大逆不道 小的 也不敢往王爷那里抱啊 知道了 此事我去和王爷说就是 死罪可免 但人 是在你眼皮子底下没的 规矩还是要遵守 活罪难逃 皮肉之苦也是要受的 希望你能明白 小的只要保住一条命 能继续照顾妻儿老娘 就算是大残了 也心存感激 孝心可嘉 你叫什么名字 唐可儿看向那守卫问道 小的叫刘三 家里排行老三 没什么学问 就叫刘三了 那守卫有些腼腆地说 知道了 你下去吧 唐可儿摆了摆手说 刘三连忙磕了几个头 这才退了下去 唐可儿沉吟着 那唐苏尔 简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什么时候爆了 我和轩云力都万劫不复了 就算是关起来 用地牢锁住也不行 还是没有 唐可儿微微皱起眉来 唐苏尔无论是在谁手中 我都不放心 无论如何 也要把人找回来才是 王爷何时回复 唐可儿问一边的梅儿道 大致是晚膳之后吧 登基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 这几天 王爷大多是在宫中待到深夜 王妃都睡了这才回来 一早又去了 那你找个人进宫 把王爷找回来 就说府中出事了 让他尽快回来 是 梅儿见唐可儿如此急切 也不敢耽误 急匆匆地走出去了 凭空消失 这是鬼术吧 梅儿一走 蓝菲菲就懒洋洋地说 嗯 鬼十三和她的关系 有点复杂 两人也不知道 到底是情人还是仇人 但大多数 是被她带走了吧 唐可儿想了想说道 唐苏尔如果出事的话 你 这事也不知道 是真的假的 但是那人既然说了 也就有五成可能是真的 这也不敢去世啊 唐苏尔一定要在我手里 否则我心里不安 我也去跟你打听打听吧 蓝菲菲说着就要走 菲菲不用勉强 那些人不是你能对付的 你的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知道了 上一次要不是 我也不会伤得那么重 提到那次的伤 蓝菲菲的脸上露出淡淡的悲涩 唐可儿忙说 你小心一点就是 不然端木熙可得找我要人呢 他那个大木头 怎么感对你不尽啊 提到端木熙 蓝菲菲露出了一个清浅的笑意 看得出 他对端木熙也是有心的 并非只是感激 只不过 两人各有各的顾虑 这一对啥时候能成 还真是说不准 王爷 王府蓝人说 府中出事了 王妃请你马上回去 端木熙跟在轩元丽身边 嘀嘀地说 马上回府 轩元丽站起来 也顾不上下面礼部那些老头 在那叽叽喳喳地说不停 一甩手就走了 王爷怎么就走了呀 登基如此大事 他不在 各种细节如何定啊 王府里来人了 定然是那王妃把王爷叫走的 否则这天下谁有那本事 让王爷丢下众臣 说走就走 哎呀 红颜祸水呀 那女人就是祸水 现在还要做皇后 得了吧你 你说是这样说 敢不敢去死见 之前丽妃杀了多少皇室宗亲呢 全部凌迟啊 你也见到那些场面了吧 哎 一是英明啊 就毁于这女人之手了 哎 祸从口出 那唐大人还在后面站着呢 宣元力一走 大臣们纷纷议论 但是 宣元力没有说退朝 他们也不敢离开 就全部在殿上等着 唐大人 依你看哪 王爷今儿还回来吗 一个和唐明宇相交甚好的大臣问道 不好说呀 许是王府中出了什么大事吧 处理完了就回来了 唐明宇拿不准地说 她明面上是老丈人 实际上也就是那么回事 唐可儿和她不亲 到现在 她的官职都还未恢复 这些话找谁说去 现在朝中上下 乃至全国上下都知道 她女儿要做皇后了 都以为她要平步青云了 她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宣元力急匆匆地回到王府 想都没想 就冲进了唐可儿的寝殿 见唐可儿好好地躺在那 这才松了口气问道 何事如此急 竟然你派人去皇宫找本王 唐素儿没了 和之前一样 在人面前看着就那么没了 鬼术 宣元力一听 也想到这一点 多半是鬼十三 唐素儿为那些人做事 鬼十三应该也是 她之前被你挑断了手筋脚筋 可鬼术并未废 这回应该是有人 治好了她的残废 她把唐素儿带走了 此事确实很麻烦 鬼十三如今是真的不好找 估摸在那些人手中 宣元力沉吟着 缓缓说道 只要唐素儿不死便是了 你能肯定 鬼十三不杀她吗 或者那些人不杀她吗 他们一直希望我离开你 如果知道了 唐素儿一死 我们将永不再见的话 他们肯定会杀了唐素儿的 唐素儿用力抓住宣元力的手说 我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唐素儿用力抱住宣元力说 知道了 本王会让人尽快把二人找出来 力 我好怕 我什么都不怕 不怕生死 却怕失去你 如果我回去了 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 说着 眼泪就要流下来 宣元力心一紧 忙说 胡说八道 本王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成真的 唐可儿听了宣元力的话 却一点都没有放心 因为他不懂 他们之间隔着的 不是空间的距离 而是时间的距离 一旦唐素儿死了 他回到现代 就不可能再有半分机会回来了 这鬼十三和唐素儿到底在哪 这件事 也确实是很难一下子就查到 都怪我疏忽了 觉得唐素儿都在大牢了 还能跑哪儿去 就没想到 鬼十三居然还惦恋着他 安抚了唐可儿一阵子之后 宣元力就去忙了 要安排人手去调查 唐素儿的下落 还有鬼十三的下落 唐可儿此刻想到了鬼语 如果他能出现 也许能问到一些线索 可是 自从虫洞里 两人失散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干着急也没用 唐可儿说出一口气 让自己尽量冷静下来 就在这时 一个清浅的声音响起 唐可儿抬眼 却看到 魏三娘出现在屋里 你怎么来了 还如此的明目张胆 你可知这里是王府 守卫最森严的青龙殿 我来看看你啊 顺便给你带来个消息 看你愁云惨淡的样子 我带来的消息 你肯定很需要 魏三娘笑着说道 她是越发的妩媚了 什么消息 关于你的五姐 唐苏儿的下落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果然是你们带走的她 你的主子想要什么 唐可儿一点都不轻饿 她一早就猜到了 要的不多 第一 你不能做皇后 第二 招魂书 第一条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第二条 招魂书并不在我手里 你没有筹码和我们讨价还价 不答应 唐苏儿就会死 而且 我们知道了那个秘密 唐苏儿一死 你就会消失 主子最想要的 就是让你消失 她巴不得你不答应了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来 直接杀了唐苏儿就是了 你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不是吗 谁知道呢 或许主子觉得 招魂书更加有用呢 我一个下人 我只按主子吩咐地做 过多的事 我也不清楚 唐苏儿紧抿着嘴唇 她有些犹豫 他们会找来应当 也是不想杀唐苏儿的 拿着唐苏儿作为筹码 换取招魂书 但是她不确定 换不到 他们会不会真的杀人 嘿 看你那个表情 一本书而已 虽然厉害点 但也是你们的手下败将了 换你留下来 不算亏 你们的鬼术 可以随时把她再带走 不信你们 那你是拒绝了 魏三娘斜眼看着唐苏儿说 她一死 你可就再也见不到 你亲爱的夫君了 我并不是拒绝 而是要一个保障 你们拿到招魂书 又用鬼术带走唐苏儿杀掉 那我岂不是得不偿失 这个 也就只能看彼此的信任了 不 如果你们要拿到招魂书 就送回唐苏儿 再给我鬼十三的人头 鬼十三一死 鬼雨不会害她 就再没人能用鬼术 带走唐苏儿了 哟 鬼十三那个残废 你要她的人头 那还不简单 只不过 这次带走唐苏儿的 可是鬼雨啊 你想清楚了 真的是要鬼十三的人头吗 鬼雨 她怎么可能 没想到这次害我的 居然是鬼雨 有句话叫 得不到干脆毁灭 她对你倒是爱得深切 眼睁睁地看你在别的男人怀中 不如大家都没有来得好 鬼雨会是这样偏执的人吗 唐苏儿想了想 还真有可能 那个男人不善言辞 但是对自己却是无比的执着 想到她狠狠咬在肩膀上的那一口 唐可儿真觉得 她是那种会做出鱼死网破之势的人 我要见鬼雨 送回唐苏儿 外加鬼十三的头之外 我还要见鬼雨 你这叫得寸进尺 我不是来和你讨价还价的 如今的局势 你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答应就等着给唐苏儿收尸吧 魏三娘漫不经心地说 那好 不要鬼十三的头了 送回唐苏儿 然后我要见鬼雨 这是我的底线 再谈就没必要了 这个 我可做不了主 等我回去禀告了主人 要是主人不同意 你便没有机会了 别用这话来激我 如果不能解决鬼术的问题 就算我给了你们招魂书 你们依旧能再一次把唐苏儿带走 我岂不是更加得不偿失 唐可儿知道 现在自己的软肋被人捏住了 所以魏三娘才会如此不肯妥协 一而再地逼她 但如果她能放下顾虑 不顾一切地赌一把呢 结果如何谁也不知道 输了的确是万劫不复 可那也是她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被人一步一步牵着走 行 那我回去禀告了主人再说 希望还能再见到你 魏三娘也不含糊 说完转身离开 唐可儿紧抿着唇 这件事就算最后输了 她也不后悔 毕竟不解决了鬼术的问题 她很可能会双失 那些人根本没有信誉可言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终于还是忍不住 要对唐苏尔下手了吗 如今的九州已经基本统一了 按理说 应该是他们乐于见到的 之前一直不下手 为何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下手呢 是因为轩辕 要立我为后吗 可是立我为后 对那些人来说 又有什么危险 唐可儿想了想 连忙走出偏殿 往正殿而去 如今已经确定 唐苏尔是被那些人拿住了 再派多少人去找 也不可能有结果 根本无需耗费兵力人力 列 唐可儿推门进去 轩辕丽正坐在书桌后 吩咐着什么 看到唐可儿进来 她挥了挥手 让端木熙带着其他人退了下去 怎么了 轩辕丽 看着唐可儿问 唐可儿站在门口 看着坐在书桌后的轩辕丽 忽然有一种 两人身处两个世界的感觉 这感觉令她惶恐不已 列 唐可儿惊慌失措地 冲到她面前 扑住她怀中 她感觉 自己就要失去这个男人了 发生什么事了 轩辕丽被她的情绪 弄得有点莫名 却也心疼她的惶恐 用力抱紧了她 声音低沉和缓地问 那些人拿住唐苏尔了 他们开出了条件 第一 我不能为后 第二 让你交出招魂书 否则 就杀了唐苏尔 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还记得那个女人谷吗 她来找的我 你们似乎都看不到她 却我能看到 唐可儿嘀嘀地说 唐苏尔死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本王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大不了就答应他们好 招魂书可以给他们 本王会加一层封印上去 他们解不开 也就用不了 至于立后指示 可以延迟 等九州统一之后 唐苏尔威胁解除 再立 也未尝不可 不 他们有鬼术 就算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只要有鬼术 他们随时随地 都能把唐苏尔带走 这就是一个无底洞 每一次带走唐苏尔 就能提一个条件 这样下去 我们就太被动了 你说的没错 所以鬼家的人不能留 会鬼术的人全部杀掉 一个不理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鬼家受到他们的庇护 要杀 谈何容易啊 当然 如果能知道 为什么唐苏尔死 你就会消失的话 也许能找到办法 巴兰 巴兰知道 他曾经来找过我 想用这个秘密 换取见唐苏尔一面的机会 我拒绝了 我知道他恨唐苏尔 要是让他们见面 很可能会出事 所以我没答应 来人 把八公主请过来 轩元丽顿时开口道 唐可儿有些手足无措地 抓着轩元丽的胳膊 他此刻是真的有点六神无主了 刚刚魏三娘面前 他一直强撑 见了轩元丽也撑不下了 不得不承认 这一次他是被人拿捏住了 不一会儿 巴兰就走了进来 淡笑着说 王爷王妃 找我何事 都退下 轩元丽秉退了所有的下人 然后冷冷地看着巴兰 那张脸 他还是深恶痛绝的 虽然灵魂变了 但那熟悉的五官 依旧让他带着不好的回忆 所以他才一直把巴兰 锁在新建城的朱雀殿内 唐苏尔跑了 如今有人用他来威胁我 唐可儿先开口说道 哼 我早知道他不可能疯 那么狠毒的女人 怎么可能说疯就疯了 你不听我的劝 如今找我来 又有什么用 巴兰倾笑着反问 你知道 为什么他死 我就得回去的原因 对不对 如今 你能拿什么来交换 这可是天机 泄露天机的人 会有什么下场 你很清楚吧 用你的命够不够 轩元丽忽然开口 语气冰冷到了极致 我的命 我活着每一天都是痛苦 你要我的命就拿去吧 巴兰可不管 大笑着说 是 你的命的确是不怎么够 可那些养了你的人 和你生死与共的人 当初你会心甘情愿和轩元兰珠交换灵魂 嫁给如文国的宰相 也是因为那些人吧 巴兰的表情沉了沉 随即说 那些人都被好好的藏起来了 你不可能找到的 是吗 轩元丽轻浅地反问道 巴兰抬眼看着那个俊美无措的男人 他已经不再用那些可怕的鬼面具 遮盖自己的脸了 然而即便如此 他还是觉得这个男人 如同恶魔一般 令人胆寒 鬼十三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交换身体 他就护着我的亲人 巴兰说这话 说得有些虚 就好像说给自己听的一般 鬼十三帮你藏人能藏在哪 鬼家那片坟地里 还是黑婆的青狮一族 轩元丽修长的手指 支在下巴上 缓缓地说 不可能的 他没那么好心 你那些亲人都是萨雅族人吧 萨雅族一直生存在沙漠之中 鬼十三根本什么都不用做 你也觉得他们被藏得很好 巴兰抿着唇 什么也没说 轩元丽顿了一下 接着道 萨雅族的人不止生活在沙漠之中 还一直守护着死沙城 这也是为什么 你能从死沙城里活着出来的原因 对吧 你什么都知道了 巴兰咬着唇 看着轩元丽 这个男人好可怕 萨雅族的存在 死沙城的秘密 他怎么可能知道 天下界 除了那些在死亡面前走过一遭的人外 绝对没人会知道的 本王知道的远比你知道的多 萨雅族是从十一年前开始出现的 族长是本王救出来的第一个死沙城幸存者 他叫巴山 名字还是本王给他取的 从此 萨雅族以巴为姓 族长是你救出来的 是你创建了萨雅族 为什么 十一年前 你那时候 才刚刚成为龙颜国的掌事人 怎么会跑到死沙城去救一个和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呢 轩元丽的眼神微微闪烁了一会儿 他缓缓地说 你想知道真相 就交换吧 用你知道的唐苏尔的事 交换萨雅族所有的秘密 巴兰抿着唇似乎在犹豫 最终他还是拒绝了 不 萨雅族的秘密 与我何干 我为什么要和你交换 你就不想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死沙城里变成了白骨 独独你能被巴山救下来 我 巴兰本想说不知道也罢 但却怎么也说不出 当初 巴山救他的时候 他的父母亲人已经死了 如果像轩元丽说的那般 萨雅族一直守卫着死沙城的话 那巴山明明看到了他的父母亲人 为什么不一起救了 却独独救了他 轩元丽不说话了 此刻玩的就是心理战 谁先开口谁就输了 唐可儿虽然心急 但也知道他不能开口 否则 轩元丽抛出的耳就会被吃掉 鱼也会跟着跑掉 好 我答应和你交换 但是要你先说 巴兰最终还是妥协了 如果不知道原因 他这辈子都无法安心吧 本王不接受讨价还价 而且这个真相 也不该是本王说给你听 而该是由当事人亲口告诉你 当事人 巴兰一愣有些莫名 巴山 本王已经给他送去了指令 他应该明天就能赶到 所以现在 你就把你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了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你居然真的找到了巴山 鬼十三骗了我吗 他根本就没有把人藏起来 是不是 巴兰听了轩元丽的话 顿时开始有些激动起来 毕竟 答应换魂这件事 他是付出了很多牺牲的 包括 做了那个人的妻子那么久 想到那个人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这是你们的交易 本王可不知道 你要是生气 只管去找鬼十三对之去 轩元丽冷淡地说 现在我们的交易 不过是两个消息罢了 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本王 本王自然会让你想见的人 告诉你真相 巴兰抿着唇两酒 抬眼看向唐可儿说 你确定要在这里说吗 唐可儿愣了一下 随即犹豫了 这件事和他的来处有关 而他是穿越过来 代替了原来的唐可儿这件事 申元丽并不知道 大胆巴兰 你这话什么意思 挑拨本王与王妃的信任吗 申元丽听了这话 自然是不高兴的 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 这事和王妃有关 我和你交易 最终得罪了他 他能给我好果子吃吗 巴兰淡淡地说 唐可儿沉吟了一会儿说 丽 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话 是 你们内部先协调好了 再来找我 巴兰说完转身就要走 等等 你就在外面候着 不要离开 巴兰 别耍花样 本王的怒火你承受不起 只要你不把对王妃的怒火 发在我身上就好了 巴兰依旧是不怕死地调侃 轩元丽被怼得又是一怒 准备发火 唐可儿硬生生拉住了他说 正式邀请 没必要和他在口舌上争输赢 要不是你的话还有用 本王就割了你的舌头 让你一辈子都说不了话 轩元丽说完一挥手道 让他在殿外等候 不得擅自离开半步 巴兰被禁军带了下去 整个青龙殿正殿内 又只剩下唐可儿和轩元丽了 这时候 轩元丽看向唐可儿说 你要同本王说什么 他有一种感觉 唐可儿是准备和自己坦白一些事 一些他曾经问过 唐可儿却不愿意说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我要是告诉你 我不是唐可儿 你信吗 你现在这具身体是巴兰的 你是想说这个吗 当然不是 灵魂也不是唐可儿的 唐可儿只是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轩元丽才会等 这是什么 轩元丽有些迷惑地看着唐可儿问 解释还魂 你懂吗 唐可儿总算想到了一个古代人能理解的说法 你的意思是 唐可儿已经死了 而你借了他的身体 缓了魂 轩元丽惊愕地看着唐可儿 不过这也没什么 他爱的 在意的 就只是那个灵魂 身体是谁的 身份是谁 根本无所谓 所以 他也只是有些错愕罢了 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就是 我并不是这个时候的人 唐可儿又开始抓耳挠腮地想办法解释了 你不是龙岩国的人 轩元丽忽然感觉 这个秘密很可能会成为两人分开的原因 顿时就有些紧张起来 不但不是龙岩国的人 也不是九州大陆的人 我不属于这里 我来自几千年以后 唐可儿也不知道 这个时空和自己所在那个时空 到底差了多少年 说的就有些含糊了 几千年以后 轩元丽感觉喉咙被梗住了 有些喘不过气来 是 几千年以后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这个事情 一开始你我感情不深 时我说了 怕你把我送去疯人塔 后来你我生死相许了 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说了 对不起 轩元丽一阵沉默 他是龙神 什么事没见过 他都可以活上万年了 唐可儿从几千年之后回来 又有什么不可以 知道了 所以唐素儿死了 你就要回去几千年之后 这才是你恐慌的原因 轩元丽总算明白 他说的再不能相见 是什么意思了 是 老实说 我其实已经猜到了 唐素儿和我忽然来到这里 肯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 他才会成为我去留的关键所在 那么本王更加不能让他死亡 男人 把八公主带进来 轩元丽用力握住唐可儿的手 给了他力量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对于我的来历 唐可儿想过 轩元丽会不相信 会生气 甚至会凶他 他都准备好眼泪攻势了 没想到 轩元丽却只是给了他一点力量 表示自己会去处理这件事 就完了 本王的身份岂不是更复杂 你也全书先闹了 为何你的身份 本王就要问东问西的呢 只要你是你 你对本王的心是真的 其他的 根本无所谓 当然是真的 我对你那是百分百的真心 那就是了 你应该早一些告诉本王的 这种事憋在心里 定然是很难受的嘛 你该让本王同你一起分担才是 你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唐可儿含着眼泪 感动得无以复加 哟 两人还是这般恩爱 王爷知道了真相 居然没有半分怒意的 这时候 巴兰走进来 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温情默默 废话少说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对不起 我不能说了 刚才我得到了天神的警告 要是泄露天际的话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 你就算杀了巴山 灭了萨雅族 我也不能说 人都是自私的 特别是我这种 经历过濒死恐惧的人 你该死 你要是不说本王 也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听到巴兰反口 宣元丽大怒 站起来冷声说道 为了平息你的怒气 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 从唐苏尔身上下手 是无法解决王妃回去的问题的 因为唐苏尔只是一把钥匙 再多的 我也不能说了 四目相对 深渊力冰冷的双眸 恶狠狠地瞪着巴兰 巴兰眼底 已经是一片死灰了 可以看得出 他受到的威胁 绝不是他一条命那么简单 之前他就说了 如今这段火 这不如死掉 现在却又反了杠 到底是什么让他拒绝说出真相 你之前才说不怕死的 现在怎么又那么贪生怕死了 不怕死那是假的 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王爷经常与人交锋 这点谈判的小伎俩 该不会不懂 所以说 你怕死 那就好办了 来人 八公主通敌卖国 拖下去 登基之日 斩立绝 你不能杀了我 你杀了我 再没人能告诉你真相 巴兰假意地挣扎了一下 说道 留着你 你也不会给本王真相 不是吗 王妃 你我是归中密友 我可是帮过你的 而且 你我之间的关系 也不单单是朋友 巴兰又看向唐可儿说道 不杀你也可以关着你 那地牢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想去吗 死沙城那么可怕 我也熬过来了 地牢 那算不上什么 只要能留一命 巴兰倾笑着说 要么死 要么滚去死沙城 地牢 那都宽待你了 没有人敢对本王戳而翻了 轩元力沉声说 巴兰明着唇说 那我选择去死沙城 化为黄沙 也能和家人团聚 没想到这个巴兰油盐不尽 事情有点难以继续了 巴兰不能死 他知道太多的秘密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威胁 才能让他如此决绝呢 巴兰 这样吧 你只要告诉我 怎么化解这一次的危机 我就为你求情 唐可尔也知道 轩元力的难处 顿时开口 给了一个台阶 我只能告诉你 他们也不想唐苏而死 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走这最后一步 巴兰这一次 倒是没有嘴硬 顺着台阶就下来了 王爷 他这话已经算是 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了 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唐可尔忙对轩元力说 轩元力阴沉着脸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半晌才说 巴兰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 这也就是本王对你的惩罚 巴兰的脸色微微一变 随即说 你们都喜欢 用我在乎的人威胁我 现在我就把这些人 全部放下 再也不关心他们的生死 就没有什么能威胁到我了 希望你说到做到 来人 把八公主带回朱穴殿 不得离开半步 没有本王的旨意 任何人不得见他 我也不能吗 唐可尔忙问 轩元力看了他一眼 犹豫了一会儿才说 王妃除外 王妃 看在你为我求情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个警告 千万不要做皇后 至少在九州统一之前 不要做皇后 巴兰离开之前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巴兰离开之后 轩元力和唐可尔面面相去 一时间 竟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半晌 轩元力才咳嗽一声问道 看来立后的事 真的只能缓一缓 阿兰的话 你怎么看 他本就未生死 却又假意求饶 我也看不懂了 但你也不能真的 把他弄到死杀城去 他知道太多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现在不能杀死他 唐可尔越说 眉头越是深锁 本王倒是觉得 他告诉我们的话 并非没有道理 是想那些人已经知道了 杀死唐素尔 你就会消失 他们处心积虑 都要让你离开本王 根本不会为了一本招魂书 就放过这个机会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他们也有顾虑 不想杀唐素尔 却又觉得拿着你的软肋 不要带东西回去 有些积累 才提出招魂书一说 是 我也想过这一点 此刻我们双方玩的 就是心理战 哪一边先熬不住了 就只能认对方 予取予求 可尔 本王不想用你冒险 但是 宣元丽沉默了一会儿 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想怎样 赌一赌吧 交出招魂书 也解决不了问题 只要鬼术还在 他们想带走唐素尔 简直一如反掌 我们不能服软 我相信 我们之间的缘分 那是千秋万代 并非一朝一夕 如果你回去了几千年之后 那本王就沉睡几千年 一直到那个 有你的时代才苏醒 也非常不可 宣元丽 抬手摸着 唐可尔的发说 你不用担心 本王绝对 不会留下你一个人的 唐可尔 眼圈微微泛红 却是露出了 绝美的笑容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宁愿估计沉睡几千年 只为了和我再次相遇 如此情深义重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宣元丽 我有没有说过 我真的好爱好爱你 唐可尔抬着头 眨巴着眼睛说 好想说过 但 本王不介意再多说一次 宣元丽 搂着他的手 微微一颤 接着 他再也忍不住 低下了头 用他们最喜欢的方式 进行了一次 深入未读 主子 魏三娘回到 胡锡泉身边 行礼道 他不答应 胡锡泉懒洋洋地问 也不是直接拒绝 而是提了一个要求 说 胡锡泉 依旧是懒洋洋的语气 他要求见鬼语 鬼语 为什么会扯到他 三娘 你是不是擅作主张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了 我 他一开始 要我们交出鬼诗三的人头 我万败无奈之下才说 带走唐苏尔的是鬼语 本想着 他与鬼语毕竟有来往 断然不会要鬼语的命 没想到 你太大胆了 谁让你胡言乱语的 我让你去世 怎么说的 胡锡泉 瞇缝着的眼睛忽然睁开 冷冷地看着魏三娘问道 奴有罪 主子请惩罚 魏三娘多一句辩解都不敢 匍匐在地上说道 啪啪两声 一条长边就出现在胡锡泉手中 他随意地挥舞着 那长边好似有生命一般 每一下都能狠狠地抽在魏三娘的身上 而且 每打一下魏三娘的皮肉就绽开来流出黑色的血 看看吧 吃掉你的亲人 好友 同村 你的血 已经是黑的 臭的了 没有我的照拂 你早已坠入地域深处 受尽万般苦痛 我是你的恩人 你可懂 奴懂 奴办事不力 善做主张 奴有罪 魏三娘咬着牙 承受着边形的痛苦 一字一句地说 鬼雨根本就不在我们的手里 天知道她在哪 你如此撩拨了唐可儿 现在我们拿什么去和她谈 奴有罪 奴有罪 魏三娘已经神智模糊 只能喃喃着说着这句话 哼 再又下一次 这斩魂鞭 能让你魂飞魄散 滚吧 胡锡泉看到魏三娘身体都开始变得透明了 这才停下手 冷哼一声说道 啊 谢谢主子手下留情 魏三娘 亮亮腔腔地往外走去 主子 魏三娘这次把事办砸了 接下来怎么弄 这时候 胡珊珊从一边走出来问道 给他们点实际的 砍掉唐苏儿一条手臂送过去 反正上面只说了留活口 并没说要留完整了呀 只要保着命 那些手手脚脚的 不都是我们的筹码吗 那奴家这就去办了 从未见你如此积极过 怎的 你同那女人有仇 那女人长得好看 你知道 我最讨厌比我长得好看的女人了 别弄死了 砍下手臂之后 记得给她止血 人要是死了 你我担不起责任 胡锡泉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 这个胡珊珊 可是比她更加无所顾忌的狐狸 知道了 我会把握分寸的 胡锡泉说完 扭着腰枝就往里面走去 胡锡泉再次躺在她的宝座上 半眯起了眼来 说实在的 这场游戏已经玩得太久了 她开始觉得厌烦了 唐苏尔面无表情地被关在一间屋子里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鬼十三就在她身边不远处 觊觎之前她残废了 唐苏尔也不离不弃的份上 她按照斗篷男的吩咐 把唐苏尔带到这里之后就留了下来 苏尔现在已经安全了 这里是我们自家人的地盘 你无需装疯卖傻了 鬼十三这句话已经说过很多次 但唐苏尔却没有给她任何回应 只是呆呆地看着远方 并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 鬼十三微微皱起眉来 她可不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要是唐苏尔真的疯傻了 那也只能被抛弃 这九州的皇后不可能是一个傻子 她可丢不起这脸 然而就在这时 房门忽然被打开 胡珊珊一脸笑意地走了进来 你来干什么 鬼十三警惕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她早已感觉出 胡锡泉和胡珊珊都不是好对付的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过问 滚出去 胡珊珊对鬼十三是十分不懈的 可以说她这样修炼成精的狐狸 对人类那都是看不上的 虽然这里是你们的地盘 但是大家共为一个主子办事 你好歹客气点 鬼十三沉声说道 经过斗鹏南的药物治疗 他们现在的鬼术 不但恢复如常 还更加精进了 哟 你配合我们相提并论吗 要不是我们大主子 你早就参飞了 在这里 你就是最底下的那一层 胡珊珊不客气地说 现在我要砍她一只手臂 你要是想阻止 大可以来试试 你要砍她的手臂 竹子已经吩咐过来 不得伤她 你这是在找死 鬼十三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唐苏尔 他这样说 其实大部分原因 还是因为胡珊珊的态度 令她气愤了 竹子只说 不得要了她的命 可没说不能少点什么 别在这里给我狐假虎威了 你有什么资格 呸 胡珊珊呸了一声 冷冷地说 鬼十三气得浑身发抖 她正要施展鬼术 却忽然被一个强大的力量压制住了 胡珊珊只是瞪了瞪眼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 就直接按在了鬼十三的身上 想要你那个鬼术吗 神类的术法 实在是太弱了 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术法 胡珊珊瞇了瞇眼 一甩头发 鬼十三直接就被甩出去 直撞到墙上才停下 跌在地上 她一口血喷出来 这个女人不是人 刚刚 她说了你们人类 而且 这根本不是人能释放出来的术法 鬼十三看了唐苏尔一眼 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 她从来不是正人君子 抛弃掉一个女人对她来说 一点心理负担都不会有 捂着胸口 鬼十三跌跌撞撞地跑了 废物 胡珊珊冷笑一声 然后就看向双目发愣的唐苏尔 嘴角再次勾起了一抹 残望逝血的笑 这脸蛋多美啊 神类之中 能有你这个姿色的 倒也不多 那个唐可儿是你姐妹 还真是看不出来 那青龙也是眼瞎 怎么就看上唐可儿 而放弃了你呢 胡珊珊修长的指尖 在唐苏尔的脸上游移着 自作孽不可活 胡族千年修行 将毁于一旦 你和胡锡泉 全都要死 唐苏尔忽然转过头来 看着胡珊珊 一字一句地说 我呸 胡珊珊一巴掌甩了过去 愤怒地说 你敢诅咒我们胡族 唐苏尔被狠狠打了一巴掌 却没有半分表情 也没有一点退缩 只是直愣愣地看着胡珊珊 胡珊珊被看得越发恼火了 她一甩手 一把长剑从袖中露出 泛着寒光 本是打算砍掉你一只胳膊 但你出言不逊 本胡仙就砍掉你的双臂 然而 面对胡珊珊咄咄逼人的话 唐苏尔却忽然露出了一个 似有若无的笑意 胡珊珊一愣 随即有一种被人藐视了的愤怒 一边挥舞着长剑砍下 一边怒吼 我让你笑 我让你这辈子都笑不出来 哼哧一声 长剑好似砍在了硬物之上一般 被弹了开来 唐苏尔毫发无损 嘴角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意 就好似在嘲笑胡珊珊的不自量力 你身上有什么邪法 为何 胡珊珊眼睛微微眯起 上下打量着唐苏尔 他始终只是一个寻常的人类 虽然会巫术 但是对于胡族来说 巫术什么的 完全就不能与他们的法术相提并论 唐苏尔还是不发一言 双眼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早已是失了魂的了 胡珊珊抿着唇 换了一个方向 再次挥舞着长剑劈砍而下 这一次力度更大速度更快 几乎是炼光火石之间 胡珊珊的剑就断了 现在回头还有机会 诅咒为虐 必将祸及全足 唐苏尔再次开口冷冷地说 胡珊珊不敢动了 他从未遇到过如此怪异的事 这个女人明明就是一个弱妻 却怎么也生不得 到底是为什么 珊珊 你在磨蹭什么 这时候 等得不耐烦的胡锡全 走了进来问 怎么 还不动手 柱子 你看我的宝剑断了 胡珊珊举着剑 一脸委屈地说 她动的手 胡锡全有些不相信 唐苏尔的巫术在胡祖眼中 就是小孩的把戏罢了 卢家觉得 她应该是有什么法器护身 无论卢家如何劈砍 都被挡住 不能伤她分行 法器 你不会去搜她的身吗 胡锡全冷哼一声问道 我 卢家现在就去 胡珊珊是怕了 宝剑被折断 她要是上手去摸 会不会也断手断脚呢 但是她不敢反抗 胡锡全是一个完全没有情面可言的主子 稍不顺意 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就好像魏三娘那般 所以胡珊珊还是硬着头皮上去搜了 好在没有伤害的碰触 并不会被阻挡 搜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误事 于是摇了摇头 见胡锡全没有再说什么了 这才连忙退开 生怕有什么东西出现 把她的手砍掉 胡锡全眯着眼看了唐苏尔一会儿 忽然转身离开 胡珊珊莫名其妙地想要跟着 没想到脚才刚刚提起 还未放下的一瞬 胡锡全的清风宝剑 就已经砍向了唐苏尔 当然 她砍的地方是避开了要害的 不会让唐苏尔死 大不了就是重伤 吭吃一声 清风宝剑被弹飞出去 撞到墙上才跌落下来 那力道之大 要不是清风宝剑 本身就是神剑 恐怕也早就断成两半了 护体的法印 你和神族的人有关系 胡锡全住着眉问 唐苏尔一言不发 看到胡锡全后 他甚至连那淡淡的笑意也没了 再次面无表情地看着前面 行了 这事先缓一缓 只要我们这边不表态 唐苏尔那边就一定会坐立难安的 磨他一会儿再说吧 胡锡全说完 背着手走了出去 胡珊珊也绕着圈地 从离唐苏尔最远的位置出了门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清风宝剑 那是瑶族最厉害的武器 确然也伤不到她分行 鬼十三其实一直都没走远 也不知道是她良心发现还是怎么的 她留下来居然是为了给唐苏尔保命 砍掉一只胳膊 那铁定是要流血的 她的鬼术可以迅速地止血 防止感染发烧 至少能保住她一条命吧 然而没想到的是 胡珊珊迟迟没有出来 屋子里也没有传出惨叫声 空气中更加没有半丝血腥味 鬼十三很是疑惑 看胡珊珊那来势汹汹的模样 我一离开 她应该就马上下手了吧 怎么会这么久还不动 在磨蹭什么呢 接着胡珊珊也出现了 但是她很快离开 胡珊珊也跟着离开了 房门再次关上 他们都没有拿手臂 空气里依旧没有血腥味 甚至胡珊珊的脸色还十分的恐慌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鬼十三等了很久 胡珊珊和胡珊珊都没有出现 她这才使用鬼术闪入了屋内 马上就发现 唐苏尔半根头发丝都没少 更别说断一臂了 胡珊珊会放过唐苏尔吗 肯定不会 这中间定然出了什么事呢 为什么这群人要千方百计的 把唐苏尔从王府地牢里救出来 她已经疯癫了 一个疯子 救出来有什么用啊 难道她身上 还有什么是我不了解的 我们两个肌肤之亲都有了 我算得上是她身边最亲近的人 要是有什么秘密 我不会不知道的 到底是为什么 苏尔 你想离开这里吗 鬼十三沉声问道 胡珊珊和胡希全是很厉害 但是再厉害 在带人离开这件事上 谁也比不过她 唐苏尔依旧是一动不动 鬼十三伸手去拉她 她忽然说 你的帝王梦已经破碎了 自求多福吧 你说什么 放手吧 为虎作娼 下场凄惨 唐苏尔嘴角 又开始浮现一抹清浅的笑意了 唐苏尔 你在装疯卖傻的说什么 鬼十三感觉心底有一股气声疼起来 她愤怒地问道 这可是士官她一辈子的期盼 唐苏尔再次沉默 只是勾着那抹看似讥讽的笑意 依旧是痴痴地看着远方 你到底在看什么 鬼十三愤怒地把她转过身来 面对着自己咆哮道 唐苏尔依旧是一言不发 双目无神 鬼十三看着她的双眸 忽然脸颊一抽 也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 她惊恐大喊 你不是唐苏尔 你不是唐苏尔 你是谁 自然她得不到回答 这时候 门忽然被打开 胡十三愤怒地看着鬼十三说 你该走了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他不是唐苏尔 他不是 鬼十三大喊起来说 是不是 那是主子说了算的 不是你 胡十三眯起眼来说 滚 你们会后悔的 他是怪物 是怪物 该不是又疯了一个吧 胡珊珊站在门口 懒洋洋地说 疯不疯的 也不是我的事 把他丢出去吧 胡西泉不耐烦地说完 再次离开了那个房间 胡珊珊也不客气 随手把鬼十三提起来 三两下就丢了出去 外面是一片漆黑 那种黑 是所有光都无法穿透的黑 鬼十三陷入黑暗没多久 就再没有了任何响动 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柱子 那个唐素儿掏着古怪啊 青光剑都伤不了他 你说的法印 是谁给他吓的 胡珊珊丢掉了鬼十三 再次来到大殿 对着主位上的胡西泉说道 这事 我现在要去禀告那位主 你歉莫多言 胡西泉说这话时 表情是从未有过的严肃 是 不过 轩人力登基就在明天了 唐可儿 到底会不会被利好 胡珊珊皱着眉问道 做不做皇后 她倒是不在乎的 她在乎的是招魂书 我想安全起见 她应该不会答应 宣元丽做皇后的 我现在就去见那位主 你看好唐素儿 不能让她擅自离开 是 胡珊珊无奈地应道 她现在对唐素儿 有些恐惧 这个女人看似疯癫 却又不是真的疯癫 好似灵魂 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 每每说出话来 令人后背发麻 胡西泉心事重重地离开了 她穿过那无边无际的黑暗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忽然有一个冷淡的声音说 竹子不想见你 你回吧 可是这件事情很重要 竹子全都知道了 是你擅自做主 要砍唐素儿的手臂 这件事竹子很愤怒 你回去等着挨罚吧 这也是有原因的 胡西泉急急地想解释 却被那人打断 只有失败者才会找借口 胡西泉 无足在你手里 是越发地不成气候了 是 属下甘愿受罚 听着 竹子震怒 不是因为你擅作主张 而是因为你 擅作主张之后 却没有半分成效 竹子关注的不是过程 而是结果 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样做了 事儿做成了 拿到了招魂书 就不会受罚 可显然 你失败了 那个唐素儿身上有法印 这种法印太古老 如今遭遇失传 我 我说了 主子根本不在乎你的过程 只在乎结果 你走吧 胡西泉还想说什么 张了半天嘴 最终无奈地转身 再次没入黑暗之中 这时候 斗篷男的身影 才缓缓显露 去查 唐素儿身上的法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清浅淡然的声音响起 斗篷男连忙行礼道 属下马上就去 看来招魂书 是拿不回来了 那声音又难难着 似在自语 主子 如此算了 天命给两边的筹码 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偏颇那一遍 斗篷男说道 唐素儿那个最大的漏洞 依旧是被捕上 果然是人算 不如天算 你去吧 那声音又到 斗篷男恭敬地 再次行礼之后 也融入了 那无止境的黑暗 连光也穿透不了的 黑暗深处 隐没着一个 朔长挺拔的身影 四肢都被玄铁牢牢锁住了 轩原力正式称帝 登基的日子 终究还是来了 经过两人的商议 最终 唐可儿立后的事 被暂时搁置 轩原力只是吩咐人 把唐可儿接近宫里 并且赐住凤鸾殿 凤鸾殿 同他住的乾坤殿 相隔最近 历朝历代 都是皇后的住处 这样做 意思也是很明显了 至此 轩原力正式登基 改国号为 降龙 自称龙武大帝 全国百姓欢呼雀跃 龙颜国的大局 算是稳定下来了 登基之日 举国欢腾 唐可儿坐着软轿 一路上从王府到皇宫 上一次进皇宫 还是在刺绣笔市时 这一次 却是要常住了 一入宫门深四海 那深宫之中 还不知道 有多少凄苦的灵魂 在婴婴哭泣 不得超声呢 就在软轿快要抵达 宫门的时候 一个男子跪在了宫门前 竟然是老熟人白飞宇 大胆 这是王妃的软轿 你也敢来 走在一边保护的禁军 沉声呵斥 白飞宇抬起头来说 臣特意来恭贺王妃的 今天是王爷登基 恭贺也该是恭贺王爷吧 唐可儿懒洋洋地说 对白飞宇谈不上什么好恶 王爷登基 王妃立后那也是指日可待 臣想做第一个恭贺的人罢了 白飞宇笑眯眯地说 那就谢了 今天王爷登基 宫门外守卫森严 就算你是使臣 也不好逗留太久 请回吧 唐可儿异性阑珊地说道 王妃 臣有一件大礼送上 都胆请王妃亲自拆开 白飞宇递了一个锦盒过来说道 有心了 余生 接过来吧 唐可儿吩咐了一句 余生接过锦盒 唐可儿就自顾自地进了宫门 白大人 那锦盒如此重要 要是王妃没有亲自打开的话 跟着白飞宇的亲信 看着唐可儿如此随便地处置 不由皱起眉来 担忧地说 我提醒过她的 如果她如此自大 不愿意自己打开 被人发现了的话 那也是她自找的 我们回去吧 这个登基仪式 戳士的无趣 竟然没有半个反对的声音 无论是明面上 还是背地里 那些朝臣都一条心地支持着宣元丽 宣元丽那么残暴 前不久还直接诛杀了前朝老臣 所有反对她的声音都被她灭了 自然没人敢再反她 所以才说无趣 也不知道 唐可儿的那点事 是否能引起她的不满 这龙岩国太平静 平静得令人讨厌 白飞宇冷冷地看着那高高的宫墙 如此平静无步的龙岩国 要怎么才能找到漏洞呢 凤鸾殿气势澎湃 庄重而肃穆 是历朝历代皇后的寝宫 一走进去 就感觉到了威严 还有压抑 古往今来 皇后得宠的不多 作为后宫之主 皇后要的并非是美貌财情 而是宽厚仁爱 当然 还有强大的家族背景 说白了 就是除了给皇帝生下嫡子之外 就是要宽宏大量地 给她管着后宫里其他的女人 还不能嫉妒 完全就是一个悲催的角色 王妃 你住了三次没了 难道是对这凤丸殿不满意吗 余生见唐可儿脸色不怎么好看 忙问道 你觉得呢 这里好吗 唐可儿漫不经心地问道 当然好了 这可是景思于乾坤殿的凤丸殿啊 这是皇后娘娘才能 好了 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 我问的是你现在切身体会到的感觉 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外在 唐可儿不耐烦地打断了余生 卢比不明白你的意思 闭上眼睛 你感觉这里怎么样 感觉有点冷 卢比马上去给你传火盆 不是火盆的关系 这里的冷是驱散不掉的 不受宠爱的皇后 日日守着空房度过那漫长而孤寂的夜晚 这种冷就算你摆了成千上万的火盆也去不掉 原来这里的冷 只有朕才能去掉 说话间 一具温热的身躯就贴了上来 将唐可儿圈在怀中 参见皇上 余生看到穿着龙袍的轩元丽进来 忙跪在地上行礼 退下吧 轩元丽摆了摆手 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 你怎么来了 等纪一事就结束了 唐可儿好奇地问 左不过是些没有营养的宫位之语 听着烦门 不如早早结束得好 轩元丽不耐烦地说着 忽然看到唐可儿目不转睛地 一直盯着自己 好奇地问 你在看什么呢 龙神穿龙袍 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唐可儿笑眯眯地说 泥嘴也甜 但朕听着就是舒服 申元丽今天心情不错 搂着唐可儿坐下来说 怎的 不喜欢这儿 不喜欢 太压抑了 你还是给我个宠妃住的宫殿 比较自在 别闹了 这皇宫如今还不安定 朕虽然手握朝政大权 但这后宫却是从未整治过 先皇留下来多少人 那些被废被杀的皇帝 留下来多少亲信心腹 朕都不知道 也就趁着登基前几日 把这乾坤殿和凤鸾殿的人 换成了王府的人 其他功 还未开始整顿 知道了 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如今你刚刚登基 很多事要忙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放心吧 再忙也不会冷落你 让你独守空房 夜夜孤寂的 去 那可难说 你现在可是皇帝了 后宫三千 都等着你的垂青呢 唐可儿偏开头 红着脸说 后宫如今空无一人 那些妃子 朕已经让他们全部离开了 朕也昭告天下 不再让任何女子进后宫 劝朕选妃者 杀无声 外邦若是送来女子和亲 则灭之 如今 你可满意了 你真的这样说了 唐可儿的心情 说不出有多复杂 她的声音都是颤抖的 自然 朕愿你的事 何时不做书果 朕要与你 摆手到了 只与你一人而 宣元丽本是要留下来用善的 奈何今天是登基大理 没有温存多久 就有太监来打断 把他请出去了 你现在是皇帝了 很多事都需要你主持大局 去吧 唐可儿倒是不怎么在意 他也不是一个黏人的 一开始 也只是因为看到 这空荡荡的凤鸾殿 想起曾经演过的那些皇后角色 大多凄苦 有点感慨罢了 那朕就不同你用善了 今天是国宴 你为立后 如今身份也不是后宫嫔妃 要是带你去 那些礼部的老头 又要积极歪歪 烦不胜烦 主要是看你有些疲态 就不折腾你了 宣元丽好似看不到那太监焦急的模样 依旧是慢条丝里的抱着唐可儿 叙叙叨叨 皇上 我怎么感觉你越来越啰嗦了 以前你可是一字千金啊 唐可儿靠在宣元丽怀中 懒洋洋地说 这话一边等候的太监听了 顿时吓得就要往地上跪 那王妃也太彪悍了 怎么敢如此对皇上说话 这不是要命的吗 我多说两句 到时候有人捅你脚舌头 又要惹你不困 朕啊 这叫未雨绸缪 然而 宣元丽倒是半点都不恼 依旧是好言好语的哄着 太监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他在宫里伺候了几代主子 从未见过哪个主子这样子宠女人的 虽然也有耳闻 说是石王爷宠爱王妃 那是宠到了命根子里 但本事要立后的 却忽然取消了 只把人安排进来 他一直以为 是因为王妃已经失宠了 毕竟主子的恩宠总是有尽头的 他在宫中那么久 从未有哪位娘娘 是戎宠一辈子的 花容月貌 总有枯败的一天 男人嘛 总是喜欢更美丽的 就算是王爷的母妃 圣宠一时的宦皇贵妃 最终也左不过 被先皇赐死的命运 看来 怕是另有内情啊 这位王妃 就是后宫的主子 等一下啊 得去提醒那些小崽子们 拿起十二分的精神伺候着 免得出了差池 连累到我 好了好了 你去吧 看那公公 等得头都冒汗了 别为难人家了 唐可儿打了个 秀气的哈欠说 哎呀 我也想去命一下 今天一早就折腾得紧 累了 好 正会吩咐梅尔 好好看着你用膳 说到梅尔 也不知道倾斜怎么样了 这一去也是好几日了吧 唐可儿叹了口气 身入敌后房 虽然是他建造的 但那里已经不是他能掌控的地盘了 危险可想而知 放心吧 万年无神 有那么容易死吗 宣元丽对于唐可儿提起倾斜 是很不悦的 他提起哪个男人 他都不爽 也是 皇上你快点去吧 我会乖乖用膳的 朕走了 宣元丽在唐可儿额头印下一吻 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唐可儿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发了一会呆 说实话 他穿龙袍 还真是好看到爆啊 我感觉自己再一次 被这个男人的美貌迷惑了 汪妃 这个锦盒你要看吗 这时候 余生捧着白飞雨送上来的锦盒问道 唐可儿这才回过神来 懒洋洋地说 你打开看看是什么吧 是 余生也没有多想 就把盒子打开了 唐可儿半眯着眼 也没有太在意 结果半上没有听到动静 这才看向余生 却发现 他脸色十分难看 怎么了 唐可儿心下意突 难道那白飞雨给我下了毒 然后被余生不小心给打开了 这岂不是害了人家 王妃 余生一下子跪了下来 你别这样啊 你这样吓到我了 到底什么事啊 唐可儿本来是躺在锦榻上的 现在都被弄得坐起来了 余生颤微微地拿出一块牌子递过去 小脸苍白苍白的 手也是抖的 唐可儿伸手接过来 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王妃身世沉迷 唐父老爷并非你生父 如有需要 请到城外三里地的破庙一叙 啊 余生 你不要这样一惊一乍的 人都被你吓死了 就这点是你至于吗 唐可儿这才输出一口气来 再次懒洋洋地躺了下去 王妃 那白大人是玉谷国的使臣 他怎么会知道你的身世 这事就算是龙岩国内 也甚少有人知道吧 那又如何 有心的人自然能查到 这件事又没人遮盖 就算唐明语想遮盖 估计也没遮盖干净吧 那如果传开来的话 城里那些人 怕是会更加不满 只要皇上不在乎 其他人我根本无所谓 而皇上早就知道我的身世了 所以 他想要用这个来威胁我的话 只能说 他自作聪明了 皇上知道了 他早就知道了 而且唐明语还不要脸的 给我安了一个 最沉之后的身份 皇上尚且不在乎呢 这个白飞鱼 这次算是搬石头砸脚 自找罪手 没想到皇上那么宠爱王妃 罗宾都吓死了 余生这才松了口气 拍着胸口说 余生 我给你令牌你出宫 去城外十里地的破庙 你就说 你是我亲妹妹 唐家的石小姐 我不方便出去 你代替我去 问一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是 对了 端木熙不是一直在教导你练武吗 你现在武艺如何 寻常男子都能拿下了 不过 要是本身就有武功的 我就没什么把握 那我找个护卫给你 有他在 你的安全就没问题了 可是 有护卫跟着去 那些人 会不会不出现啊 放心吧 那人会在暗中保护你 唐可儿拍了拍余生的肩膀问 怕吗 不怕 路必一直想找机会 报道王妃的恩情 现在有机会了 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们是姐妹 这样说过余见外了 你不欠我什么 这事要是很危险 我也不会让你去的 我知道 我想帮你做事 妹妹帮姐姐 那是天经地义的 不是吗 好 那你准备准备 等天色晚了一些再出门 这样比较真实 宫门那边 我会吩咐下去的 是 等余生退下去之后 唐可儿找来了管事的太监 当然 这个太监 并不是宣元丽身边 跟着伺候的 而是管宫门的 见过这位贵人 那太监来得有些不情愿 行礼也是懒洋洋的 因为唐可儿没有封号 虽然住了凤鸾殿 但始终不算后宫的主子 这位公公怎么称呼 唐可儿倒也不在意 笑眯眯地问 叫安公公便是了 那太监斜瞄着唐可儿说 安公公 今儿我宫里的宫女 要出一趟宫门 腰牌也是给了她的 就是怕出去办事时 趁不好算 回来得晚了 烦请公公行个方便 宫里有宫里的规矩 过了害时便是天塌下来 宫门也是不得开的 不然 刘门到紫时末如何 唐可儿算了一下 害时有点赶 今天是宫宴 那些大臣 定然是要待到虚时 才会离开 余生要避着那些人 只能在虚时之后出宫 这一个时辰来回 怎么算都有点悬 规矩 规矩就是规矩 皇上定的 咱家不敢改 安公公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地说 在后宫里不受宠 没位分的女人 从来都不是主子 这些坐管似的 但凡有点视力眼 那还不得照死里欺负 听公公的语气 在这宫里 怕是也耀武扬威很久了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宫里已经换了主子 无论你以前背靠着谁 现在也没那功夫理你了呀 都自身难保了 还不给自己新找个靠山 这位贵人说得在理 宫里的确已经换了主子 但这并不包括贵人在内 听闻贵人本是要做皇后的 为何忽然做不了了呢 无名无分地进了宫 怕是地位还不如我们这些阉人呢 安公公的想法也和大家一样 都觉得唐可儿忽然不利后 也不给任何名分 就这么进了宫 定然是失了宠 或许等皇帝登基完了 回过头来 就该整治他了 所以人人都没当他是主子 只当作是一个 要被废弃的前王妃罢了 话说 王妃好像都还未正式册封过呢 你这话倒也对 你既然拎不清 那就用不得了 唐可儿倒也不生气 他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梅儿 去请皇上过来 皇上如今正在太庙上 向焚香祭祖 所有大臣都在 怎么可能会回后宫呢 你若是觉得不会 那便等在这里 看看皇上到底来不来 唐可儿悠闲闲自在地说 安公公看唐可儿这个样子 心里也开始有点虚了 但随即他又想了想 这女人莫不是虚张声势 皇帝祭天了 怎么可能来呀 而且她的确是 无名无分地进了宫 皇帝连个最卑微的官女子 都不想封给她 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能翻出天家 梅儿也是首次来皇宫 知道自己主子被欺负了 她心里也是着急 想尽快找到轩元丽 给自己主子撑腰 结果越是着急 就越是出错 这皇宫虽说不比王府大多少 但也大得离谱了 三宫六院亭台楼阁 没人带路 简直就是出门就蒙圈 乾坤殿应该就是在 凤鸾殿的旁边才是 梅儿看着眼前一模一样的花园 完全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你是何人 为何在此流连 巡宫的禁军发现了梅儿 为首的冷声呵斥 奴婢是凤鸾殿的宫女 想要求见皇帝陛下 可是似乎迷路了 梅儿连忙恭敬地说 凤鸾殿的宫女 可有腰牌 有的有的 梅儿连忙把腰间的牌子递过去 果然是凤鸾殿的 来人 把这个犯了宫贵的丫头抓起来 然而 确认了身份之后 那禁军头子 却是忽然变了脸 一挥手就把梅儿给扣住了 你们干什么 我好歹也是凤鸾殿的人 你们凭什么抓我 梅儿惊惧地大喊起来 捂住她的嘴 先关起来 等皇帝陛下祭天之后 再送她上路 梅儿还想挣扎一下 却已经被人捂住了嘴 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老大 这丫头也没犯什么大错 真的要这样做吗 其中有一个禁军 有点不忍心了 凑过去滴滴地问 凤鸾殿的人 见一个老子杀一个 见两个老子杀一双 那头目咬着牙恶狠狠地说 强子 你刚来不知道 就别去惹老大不开心了 赶紧做事 旁边有人拉住了那个禁军 小声说道 我是为你好 去把那丫头关起来 等会儿 你下不了手 我们哥几个来 强子看着满脸泪水的梅儿 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但是 她好不容易托人 给找了这个 宫廷禁军的差事 家里所有的余钱 都拿出来了 断然不能第一天上宫就惹事 所以 纵使她心里不忍 也还是走过去拉住梅儿 梅儿剧烈地挣扎 她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 不似其他宫女 现在 怕是已经腿软地走不动到了 老大 你看那小子 笨手笨脚的 我去帮一帮吧 刚刚拉住墙子的那个禁军说着 走过去 两个人轻而易举地 就把梅儿置住了 拖着往远处走去 梅儿可怜兮兮地看着墙子 她也看出来了 墙子是个好人 她心软 老大为什么那么恨凤乱殿 离开了头目的视线 墙子忍不住小声地问 老大本来是御前护卫 那可比我们这些守宫门的禁军 只会高多了 结果新帝登基 一上来就是肃清前朝人马 老大就被调了来守宫门 她心里自然是有气 动不了心皇 动了一个凤鸾殿里 没鸣没分的前王妃 那还是可以的 就因为这个就要害了人小丫头一条命 墙子瞪大了眼睛 这也太 当然不止如此 老大的本家姓周 她的堂哥还有叔叔 全是死在心地手中的 没想到是有仇啊 难怪了 可即便如此 她狠心地 也不该拿个小丫头来出气吧 墙子 你今天第一天上宫 心软 这宫里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 老大也是看准了这一点 她现在是禁军队长 处决一个四处乱闯的宫女 名正言顺 你就别再想了 墙子抿着唇 最终也是无奈地点了点头 她惹不起那个队长 因为她还要讨生活 家里所有的指望都在她这里了 她不能丢了这份差事 堂可儿等了许久 梅儿都没有回来 她心里忽然隐隐有些不安起来 也是我刚刚来 还没适应这宫里的生活 这后宫不比王府 不但不安全还十分的危险 而且后宫这么大 梅儿也是出来乍到的 想到这里 堂可儿坐不住了 她站起来焦躁地四处走动 而一直坐在一边的安公公 则奸声奸气地说 这半个时辰都要过去了 眼看祭天仪式都快结束了 皇上不是还没来吗 你闭嘴 堂可儿不耐烦地呵斥了一声 然后她大步走出宫门去 随意拉了一个宫女说 我要见皇上 你带我去 王妃 皇上在祭天啊 我并不敢 带我去 后果我一人承担 是 我真是恨自己 为什么要让梅儿去 这凤鸾殿里 那么多伺候的人 都是轩辕丽事先安排的 他们都比梅儿熟悉 皇宫的一草一木 只因为我对这些下人不熟悉 就舍弃了认得路的 让那不认得路的去了 真真是该死 梅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怎么能安心 倾斜更加不会放过我 在那个小宫女的带领下 唐可儿不到一炷香的时辰 就到了太庙的外面 祭天仪式已经到了尾声 他也不管不顾地往里面冲 却被门口的侍卫挡住了 你是何人 竟敢擅闯太妙 门口的护卫 把刀都架在唐可儿脖子上了 冷冷地说 我要见端木熙 我劝你们 还是别伤了我 否则后果自负 侍卫互相看了一眼 这里守着的 大多数是轩辕丽安排的人 见这个女人如此冷静 也就有些不敢擅自做主 一个人连忙去找端木熙了 端木大人 有个女子要闯入太庙 还说要见你 女人 端木熙眼皮一跳 有这个胆子做出这样出格事的 这宫中也就那一位了 他连忙说 带我过去 快 我的天啊 你们是不要命了 敢对他动刀子 快点给我滚 端木熙看到那些 侍卫明晃晃的刀 架在唐可儿脖子上 简直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愤怒地咆哮起来 是 那些护卫吓到了 连忙退后 唐可儿沉着脸说 梅尔可曾来过 不曾 王妃出什么事了吗 我要见宣元利 现在立刻马上 唐可儿听了端木熙的话 心算是沉到了底谷 果然 梅尔丢了 他真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 皇上 王妃在外面求见 情绪似乎不太对啊 端木熙半壳都不敢耽误 跑到宣元利身边 嘀嘀地说 宣元利脸色一沉 转身就往外走去 皇上 你要去哪啊 这仪式还未结束呢 你们继续 朕有事要办 要活命的就别啰嗦 滚开 于是再也没人敢出来说话了 宣元利大步走到门口 还未看清 就被人撞了个满怀 接着 唐可儿焦急的声音 就响了起来 梅尔丢了 皇上 梅尔丢了 都怪我 可儿你别急 到底出什么事了 宣元利抱着唐可儿 一边安抚 一边慢慢地问 唐可儿也尽量稳住情绪 把事情说了出来 那些工人的确大胆 居然敢对你如此不敬 宣元利听得是火冒三丈 跟在他身后的太监总管 简直是额头冒汗 他这还没来得及去告诉那些小崽子别闯祸呢 他们就开始搞事情了 先别管那些人了 梅尔 找梅尔要紧 来人 穿纸下去 凤鸾殿走失了一个宫女叫梅尔 河宫上下给朕找 找不到 所有人都要发 已经过了那么久 梅尔会不会遇到危险了 后宫太大 她很可能是迷路了 走错了方向 没事的 宣元利连忙安慰唐可儿 都怪我 凤鸾殿里那么多宫女 我偏偏要让梅尔去 她也是今天才进的宫 唐可儿急得要疯了 都是她的疏忽大义 一直想着白飞雨的目的 结果惹了这么大一个祸 老大 皇帝下旨要找凤鸾殿 走失的宫女 这丫头咱们不能杀呀 这个旨意 自然也传到了 强子他们这边来 一个老进军 对那队长说道 看来 皇帝对这个丫头 挺在意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更要杀了 谁也不知道 他在我们手里 杀了埋掉 但他永远也找不到 你们几个 我嘴巴闭紧了 抓人大家都有份 要是传出去 都要掉脑袋 听了那队长的话 大家都傻了 这人疯了吧 皇帝要找的人 他也敢杀 那可不是以前 那个有名无实的皇帝 现在的皇帝 可是真正的 龙岩国之王啊 强子 你去动手 新来的想要 跟我升官发财 就得表现一下 你的忠心 看到大家 似乎脸色 都不怎么好看 那队长 转而看向强子 一个新来的 毕竟好控制 强子咬着唇 他忽然觉得 这是个好机会 这皇城内 皇帝最大 而不是这个队长 如果他把人 交出去的话 也许能立功 即便不能立功 也能将功补过 好 老大 我去 下定决心之后 强子就提着刀 往关着梅儿的房间 走去 人是那小子杀的 以后就算查出来 就说他见色起义 是说把人弄死了 我们全部知情 放心吧 这种无头案呢 怎么说还不是看我们 等强子离开后 那队长 对手下的禁军说道 就算那些人有所比遗 可奈何那人是队长 再者说 横竖这祸都已经闯了 总该有个人 去背黑锅吧 强子那小子新来的 和谁也没什么交情 让他去背锅 大家都能接受 于是所有人都默认了 梅儿挣扎了半天 也是筋疲力尽 她有些绝望了 脑海里闪过很多人 唐可儿 小玉 余生 当然想的最多的 还是倾斜 她为什么忽然不告而别 明明都已经说了 要娶我 却又言而无信 一句交代都没有 就不见踪影 这辈子 怕是不能再相见了吧 想到这里 梅儿流下泪来 我不甘心 不想死 可是 我能活吗 紧闭的宫门被推开 之前对她 还有些心软的 那个禁军走了进来 她手里提着一把 明晃晃的刀 梅儿惊恐的乌烟 身子更加剧烈地挣扎起来 她万万没想到 来取自己命的 会是这个人 老大说 要送姑娘上路 强子抿着唇 缓缓地说 梅儿拼命地摇着头 强子提着刀 走到她面前毫不犹豫地举了起来 你小子看着就是个软蛋 不行 老五 你去盯着点 那小宫你绝对不能留活口 否则咱谁都别想活命了 队长有些不放心地吩咐 知道了 叫老五的禁军慢悠悠地站起来 摇摇晃晃地 往关着梅儿的屋子走去 你赶紧跑 从这里一路往西跑 不管见到谁 你就表明你是凤鸾殿的宫女梅儿 那些人会带你去见主子的 强子的刀并没有砍在梅儿身上 而是砍断了绑着她的绳子 把她送出了院子 急急地说 那你呢 你跟我一起跑 我会让文费救你的 他们不会放心 我一个人办这事 肯定要找人来瞧的 我给你拖延一会儿算一会儿 你快点跑啊 记住了 往西去能进内城 千万别跑错方向了 外城这一溜 今天全是老大的人 谢谢你小哥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强子 别说了 快走 强子一把将梅儿推出院门 然后他把身上弄了很多泥 这才缓缓地往那屋子走去 强子 怎么回事 人呢 走没几步 正好撞到老五 他皱着梅问道 人自然是杀了 刚刚我去埋了 强子镇定地说 埋了 那刀明显没有血 而且绳子是你砍断的吧 老五还是有些疑惑地问 用刀 我不敢 那女的瞪着我 我就砍了绳子 从背后勒死的 真的 人杀了你不告诉老大 自己埋了 五哥 咱们这是丧尽天良啊 脏了我一个人的手就是了 难道还要脏了大家的手吗 你这孩子 嘿 老五也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 想到以后这黑锅就砸着孩子身上 他也是心有愧疚的 五哥 你也是个好人 这事你就别管了我一个人扛 强子好言好语地说 挺仗义啊 人给我放跑了 还敢说这话 然而就在这时 那禁军队长却是沉着脸走出来说 老大 人 墙子已经解决了 埋了 他胡说八道 你也信 杀人带埋人这点功夫 是不可能办到的 老五 你难道不清楚吗 老大 这事就这么了了不行吗 一个宫女 跑了就跑了 本就是我们理亏在前呢 老五转身哀求地说 老五 你糊涂啊 那宫女要是回去凤鸾殿的话 我们谁也活不了 她必须死 周队长冷哼一声说 老大 我凤鸾殿去的路全部找遍了 没找到那女的 强子 快点说 那女的往哪跑了 我不知道 我只是给她结了绑 嘴硬是吗 兄弟几个 上去给她松快松快 周队长打断了墙子的话 愤愤道 这可是自己人呢 老大 别含了兄弟们的心 老五护着墙子说 老五 你办事不力 我已经不追究了 怎么现在要公然地护着他了 周队长看着老五 缓缓地说 是你先背弃了兄弟们 不是他们的生死 所以 就别怪他们恨你 几个禁军走过来 三两下就把老五拉开 然后 对着墙子拳打脚踢 他们都是学了点功夫的 三两下 墙子就口吐鲜血 倒在地上了 别打了 他还是个孩子呀 老五在一边喊着 其中也有几个人 不忍心地撇开眼 梅儿离开院门之后 照着墙子的话 一路往西跑去 当时 墙子并没有告诉他真话 凤鸾殿在北边 往西只会离凤鸾殿越来越远 可无论跑到哪儿 都在这皇宫内 只要遇到人 自然就会救他 可如果他往凤鸾殿去的话 只要周队长发现他跑了 定然会让他的人 往凤鸾殿方向去找 所以墙子才让他往西去 哎哟 这是哪里的婢子 怎的这般不懂规矩呀 梅儿跑了没多久 就撞到了一个 出宫办事的太监 奴婢是凤鸾殿的梅儿 请公公帮我 梅儿一看这人 不是禁军而是太监 连忙扯着他说 凤鸾殿的梅儿 皇上下旨要找的人 就是你 那个公公一脸错愕地问 是 就是奴婢 请公公务必带奴婢去见皇上 这个自然 快跟咱家走 这后宫都快因为你呀 而翻天了呢 那公公一边说 一边扶着梅儿 往宫门内走去 唐可儿在凤鸾殿内急得不行 轩元丽什么事都不做了 就陪着他等消息 脸色是越发的阴沉 旁边的人 大气也不敢出一个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触怒龙颜了 而宫门外 安公公的惨叫不绝于耳 宣元丽第一时间就下旨 把安公公彻职 罚停账 梅儿找不到就不能停 还得让人用人身调着命 梅儿找不到 连死都不允许 哎哎 火上 找着了 前卫门的太监回禀 我是梅儿姑娘找着了 宣元丽身边的管事太监 祥公公急匆匆地进来禀告 找到了 人没事吧 唐可儿连忙问道 王妃放心 梅儿姑娘只是有些累了 并没有什么不妥啊 唐可儿这才松了口气 一旦松了气 人就软下来了 斜斜地靠在宣元丽的身上 有点失神 把宣元丽也给吓了一跳 可儿 你怎么了 没事 好在没事 谢谢老天爷 谢谢 那丫头也是该罚 竟然让你如此焦虑 罚什么罚 要不是你不事先安排好 又怎么会有工人来欺负我 要不是我被欺负了 怎么会让梅儿去找你 罪魁祸首明明是你 你先自罚吧 你看你 越罚得不像样子 这话也能说 她不敬的 沈元丽一时觉得有些没面子 低声说道 大不将是死罪吧 你刺死我算了 好了好了 这事是朕的食物 以后这奴才就是范本 谁要是敢欺负你 朕就欺负死到全家 那个汪妃 梅儿姑娘急着要见你 只不过前卫们到这里路途遥远 是不是吩咐公交去接 那太监也是可怜 硬着头皮问道 让端木熙去 她不是有轻功吗 让她把人马上带过来 唐可儿想了想 许是梅儿遇到了什么事 才会这样急切 公交还是太慢了 不如端木熙来得快 按照王妃的旨意去办 传旨下去 王妃暂待皇后之旨 处理后宫大事 以后她的话 就是朕的话 听到了吗 遵旨 梅儿肯定是受委屈了 你得替她做主 朕自然会为她做主的 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朕先再吃点吧 那祥公公简直是要跪地膜拜了 她还真的从未见过 如此肆无忌惮 却还被宠着的后宫妃嫔 这王妃啊 还是要上天啊 皇帝都支不住她 这后宫真正的主人 该当是她才对呀 你小案子就是蠢 撞上去了吧 那条命肯定是保不住了 也不知道家里啊 会不会受到牵连 半刻的功夫 端木西就带着梅儿 来到凤鸾殿前 唐可儿冲出去 上下打量着梅儿 一边问 你没事吧 王妃 奴婢差点回不来了 梅儿只看到唐可儿 才哭得不能自已 乌咽着说 果然不只是迷路这么简单 说吧 到底遇到什么事 先不忙说 请王妃帮奴婢救一个人 要不是那个人 奴婢早就死了 救谁 进军新来的强子 还有那个进军队长 姓周的 他要杀奴婢 皇上 你听到了 端木 去把这两人带来 朕要亲自审问 端木大哥 要快 我怕墙子会有危险 放心吧 王爷要见的人 我绝对不会让他死的 端木熙说完 转身就走了 现在你可要好好说一说 到底怎么回事了吧 端木熙一走 唐可儿把梅儿 扶进宫里坐下 然后问道 梅儿就一边抽气 一边把事情说了一遍 轩元丽大怒 拍着桌子道 这些进军反了不成 这事很明显 就是冲着轩元丽来的 所以他才那么生气 虽然登基时 他就知道 这宫里有很多人 对他表面恭顺 实际很毒 毕竟每一朝皇帝 都有那么几个心腹 轩元宗正敢反他 想必是把宫中 这些进军侍卫 都给包园了 有了稍许的兵权 才敢起的异心 轩元丽撤了轩元宗正 自然也就挡了 人家发财的路 除了人家的后台 招人恨 那是肯定的 只是没想到 这些不长眼的 居然那么明目张胆地 动起他的人来 来人 传旨下去 所有进军就地解除武器 贬为庶民 赶出宫去 皇上 没有进军 那皇宫安全怎么办呢 由王府的进军来管理 你们这些阉人 也给朕听明白了 这个天下都是朕的 后宫也不例外 让他们小心点伺候 这凤乱殿里的人 那是朕的心尖上的肉 谁要是敢碰 朕就要他全足灭亡 奴才遵旨 祥公公吓得浑身抽搐了一下 看着轩元丽 阴沉狠立的表情 他就好似被人凌迟了一般 浑身都散发着阵阵疼痛 此刻在外城 老五的身子 如同破布一般 被几个进军拖着 强子也是强弩之末了 之前被打时 他承受不住晕了过去 想来就看到 老五扑在他身上 已经咽了气 想来是为了保护他 愤怒 悲伤 痛苦 无数的情绪奔腾而来 却也只能化为乌液 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想是那肋骨被打断了 一喘气就疼得钻心 十多个凶神恶煞的汉子 不带半点手软的拳头 就那么砸下来 打死个把人 那不是很正常吗 强子吐出一口血 心知今天是活不了了 只是那五哥何其无辜 竟然死在了自己前头 老大 这事越发的大了去 老五没气了 强子 姑母也就一时半刻的 这上头查下来 怎么交代呀 交代个屁呀 那小宫女跑了 只要她跑去告状 我们谁也跑不掉 行了 把这两人丢这 大家各自回去 收拾戏软跑路吧 在虎啸国和玉谷国的交界处不远 有一个迎客庄 那里的主人会收留我们的 这 动手的只是你们几个 我们也没动手啊 也要跑吗 随便你们 那宣言历史出了名的暴君 你们不跑 到时候死全家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这件事啊 说来说去 我们只是被这个队长逼迫的 也是骨子里习惯了听命令办事 也没有其他儿信 怎么就全部成了逃犯了 如果我是你们 我会选择一起抓住这个混蛋 送去交给皇上 将功补过 就在这时 一个清浅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周队长一听到 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转身就要跑 抓住他 有几个反应快的 似乎看到了希望 顿时大喊起来 接着其他人就一窝蜂地扑上去 把周队长按住了 这时候 端木熙缓步走进来 背着手说 周与杰 同我当时共事多年 我且不知 他还有个表兄弟啊 端木熙你这个小人 表哥一家就是被你出卖的 周队长大喊大叫地说 周氏一族 早已全部辅助 你这个漏网之鱼 居然还能混入禁军 做了小队长 你背后的靠山 要好好省一省才是啊 绑住他的嘴 让他不能咬舌自尽 你们放心 只要不是他的同等 我会向皇上求情 饶你们一命的 谢谢大人 听到端木熙的话 几个禁军自然是齐心协力地 帮忙控制住了周队长 大人 强子还有一口气在 要不要救我 强子 这个人就是梅儿提过 冒险放他出来的人 看来是个有福气的 居然还没死 只要活过来了 这周队长的位置 甚至更高的位置 都有可能是他的 强子冒死放来那个宫女 结果老五为了护他 被打死了 都是我们混账 看着地上血淋淋的尸体 刚刚打人的那些禁军 这才感觉到残忍 这才感觉到残忍 人是谁打死的 端木熙沉吟了一会儿 缓缓地问道 这个 他们几个都动手了 我也没看清啊 法不择重 但是得给王妃一个交代 所以你们得知道 这人是谁打死的 端木熙又问 几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全部看向周队长说 他打死的 就是他 很好 现在去找御医 务必要把强子去活 剩下的人 跟我去见皇上 端木熙点点头 随即带着这一对禁军的人 往凤鸾殿走去 刚走没几步 就看到传指的公公 飞速地赶来道 皇上有指 所有禁军 就地解除武器 贬为数人 结了宫前马上出宫 不得有误 这些人是皇上要见的人 暂时不能出宫 端木熙一点都不意外 皇宫里的禁军 根本用不熟 宣元丽早就有意 要换成自己王府的人了 那就地解除武器 以平民的身份进剑 好 端木熙看向身后的人说 都把武器服饰卸下 穿着不衣进去 大人 我们这算是 丢了生机了吗 不只是你们 所有的禁军 都被皇上贬拉 这也就是周队长干的好事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他对皇帝陛下的仇恨 让皇帝陛下 不信任你们禁军 最终的结果 就是解散你们 我们对皇上 那可是忠心耿耿 没有半死不尽啊 是吗 那梅二姑娘 乃是凤鸾殿的宫女 凤鸾殿里住的 是皇上的心尖肉 你们却依旧 听从了周队长的命令 差点杀了他 你们忠心的到底是周队长 还是皇上 能保住一条命 已经是天安了 这 几人脸上都是悔恨之色 越发地恨起那周队长了 好了 你们还算比别人多一点机会 还能见一见皇上 能不能进入新的建军队伍 就看你们的忠心了 大人的意思是 几人又有了希望地 看着端木熙 皇上想知道 他的同伙 端木熙慢条斯理地说 在这个工程内 他还有什么帮手 包括你们这些 跟着他的人 有几个是他的心腹 立功的机会不可夺得 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 周队长听了端木熙的话 顿时瞪大了眼睛 呜呜的丝鸣 却也没辙 他的嘴被捆得死紧 根本说不出话来 武器衣服都解完了 我们进宫里面圣吧 端木熙淡淡地说 梅儿回来了 唐可儿也算是放下心来 宣元丽哄着他吃了点东西 然后他就昏昏欲睡的 皇上 端木大人求见 这时候 祥公公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说 王妃睡着了 去拼电说 宣元丽站起了声道 皇上 奴婢想知道 那个救了奴婢的墙子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梅儿鼓起勇气 小声地说 知道了 这会让墙子来告诉你的 宣元丽说完 就大步走了出去 这次的事 根本不是一件宫廷小事 背后定然是有人撑腰的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历 宫里可还有其他同谋 这些都要一一查清楚 他可不愿意 睡他之外 暗藏胸肌 片殿里 跪了三十多个人 周队长依然被绑着 按在了地上 宣元丽背着手 缓步走入 端木熙忙走过去行李 然后滴滴地 同他说了几句话 周家早已经没有任何旁之分析了 你自称为周家报仇 你到底是谁 宣元丽慢调思理地说 其实你是谁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背后的人是谁 皇上 之前这周队长说 要我们跟着他逃出龙颜果 去一个叫 迎客庄的地方 说是那里的主人 会收留我们 一个禁军连忙说道 迎客庄 没想到 手伸得挺长 宣元雷的人都已经到了 朕的后宫了 朕还不知道 你监局有功 编入新禁军队 继续做你的禁军吧 谢主龙恩 旁边的人一看到甜头 顿时七嘴八舌地 开始说起这周队长的各种事来 宣元丽摆了摆手道 行了 你们知道什么就都对端木熙说吧 只要是真的有用的消息 就算有功 可以继续留下来做禁军 当然 谁能留下 谁不能 端木熙决断 宣元丽看了端木熙一眼 端木熙点点头说 属下遵旨 至于这个周队长 查出他的真实身份 灭酒族 一个不留 宣元丽薄唇微微裂开 每一个字都令人不寒而栗 对了 那个强子呢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脚步一顿 回头问端木熙 强子被打伤了 属下已经让御医全力抢救 希望他能活下来 如果救活了 赏赐他黄金千两 并着提升为凤鸾殿专属护卫 可带刀入宫数值 如果死了 后葬他 黄金千两 送到他家去 朕就是要让和宫上下都知道 对凤鸾殿好 对王妃忠心的人 朕 绝不另于赏赐 龙岩国新帝登基这天 算是经历了一场风暴 前皇宫禁军被权术驱逐 整个后宫也被整治了一番 凡是对凤鸾殿不敬的 全部被重罚过了 维护凤鸾殿的 则得到了重赏 一时间众人全都明白了 无论历不历后 那唐氏可儿 也还是新帝新尖上的人 白飞宇此刻就等在龙都城外 十里地的破庙里 对于午后 皇宫内的这场大风波 他也得到了消息 看来薛元丽对这个女人 是真的很宠啊 大人 如此看来 这女人得宠得很 对于她的身世 也许她根本不在乎 跟在白飞宇身边的人 有些担忧地说 她恐怕不会上宫 我让白柳去查她真正的身世了 算着 她也该有些眉目了才是 属下愚钝 大人为何那般执着于 唐可儿的真实身份 她不是唐明宇的女儿 却住在唐府 很可能就是被唐明宇找来 顶替某个女儿 嫁入王府的替身罢了 如今薛元丽宠着她 她身世如何 薛元丽也不会在意吧 唐明宇可不是那种 会给人家养女儿的人 当年龙岩国内乱 薛元丽差点被盼望 薛元雷杀死 唐家曾经是支持薛元雷的 唐明宇也是薛元雷手下的人 薛元雷当初被杀 听闻他尚有一女流落民间 年岁也和唐可儿相当 大人的意思是 唐可儿很可能是逆贼之后 等白柳回来 就知道是不是了 唐可儿越受伤越好 等我拿捏住唐可儿的弱点 控制住他之后 这龙岩国还不就是我们白家的囊中之物了 唐可儿睡了一会儿 因为挂念着白飞雨的事 她只睡了一个时辰就醒了 醒来时天将将擦黑 王妃你可算是醒了 这后宫都要翻天了呢 梅儿看到唐可儿起来忙说 怎么了 唐可儿打了个哈欠懒洋洋洋地问 王爷把那些传过你坏话的工人 全部找了出来 带头散布的人斩了 其他人赶出去了 现在整个后宫都怕惹上咱们凤乱殿呢 他又那么极端地杀人了 唐可儿倒也没太多表情 这后宫凶险 该肃清的时候 的确也是要肃清一下的 宣元里做事从来都是不留余地的 更何况 现在龙大人是主体 杀起人来 根本没有半点手软 也是为了给王妃数威 如今倒好 咱宫里出去的人 其他人都恨不得供起来 那个安公公怕是活不成了 代替他的人选在哪 我要见一见 晚上余生要出去办事 这事还没安排好 也正是因为这个 唐可儿才提前醒了的 奴必须问一问 梅儿伺候唐可儿起身之后 就走出去了 不一会儿 带着一个中年太监走进来 那态度完全变了一个样 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行礼 奴才小云子给王妃请安了 现在宫门开放是你负责了 是奴才 今儿我宫里的人要出门办事 我给了腰牌 若是回来晚了 希望公公给留个门 啊 从今儿开始 但凡凤鸾店的人要出宫 只要露腰牌 无论多晚回来 奴才都给安排一个人给开门 也是只要露腰牌便是了 很好 梅儿给云公公看上 唐可儿自然知道 打一鞭子给一个早的手段 如今进了宫 很多事不好办了 出个门都不方便 这看管宫门的人自然是要有自己的心腹才是 哎哟 举手之劳怎敢逃赏啊 王妃但凡有吩咐 奴才定当粉身碎骨 死而后已 小云子忙表忠心地说 我出来乍到 的确是需要几个身边提挤的人 云公公就拿着吧 以后礼尚往来 要找你的时候多了去了 那就谢过王妃了 小云子揣着唐可儿打赏的银子 笑咪咪地走了 那安公公就是作呀 那么点小事 她偏偏要端着架子 看不上人家新来的王妃 白白丢了一条命 让我捡了这好差事 以后只要把凤鸾店里那位主子 给伺候好了 那还不平步青云 王妃 你让余生去办什么事啊 梅儿之前一直在前院安排人手 唐可儿找余生的时候 她并没在身边 所以不知道这事 有人拿我的身世威胁 我让余生去探探那些人的底 这会不会有危险啊 余生毕竟没什么经验 年岁也小 她好歹跟着端木熙 练过大半年的武功 而且 我也没打算让她一个人去 你去外面守着 我要给余生找个护卫 梅儿虽然疑惑 但也不敢多问 乖乖地走出寝殿 唐可儿想了想 本是打算召唤朱雀的 但朱雀现在能力还未完全恢复 还是找白虎吧 按为什么的 她根本没这个想法 这件事暂时不要让轩元丽知道 否则以她的暴脾气 那白飞宇连同玉谷国 恐怕都要被灭了 这个时候 她不想节外生枝 老大 上次逛夜市 这次又要干嘛 白虎很快就来了 一脸无奈地问 逛夜市不是逛得很开心吗 玩得不爽吗 你也是亲戚的姐 居然带我们去逛鬼市 和一群鬼有什么好玩的 得了 不和你废话 这次我要你暗中保护一个人 去城外十里地的泼妙办事 你不要露面 只要管着她的安全就行 要是有人害她 我露面不露 废话 要是她有危险 你就冲出去把人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没危险 那就不要擅自行动 听到了没 魏毛只教我呀 这么危险的事情 应该把臭鸟也叫上啊 上次就是去探什么农庄 结果差点死在那儿 这次还得护着人 比上次还危险 就是一群寻常人 没必要两个都去 你现在该不是被吓破胆了吧 怎的 不敢一个人出门了 谁说的 去就去 啥时候走 护着谁 白虎果然不经济 一下子就跳起来说道 余圣 你见过的 有一次你还压人家身上 唐可儿见激将法成功 抿着唇笑着说 那丫头 知道了 白虎点点头又问 啥时候走啊 过了虚时 等那些朝臣们离开 你们再走 得嘞 我先去补个教去 白虎说完 跳出窗外不见了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晚上了 那个白飞雨到底想要怎样 唐可儿也是有些好奇 几个时辰也是转眼就过去了 很快 宫宴结束 新帝登基仪式算是走完了 朝臣们带着一脸的疲惫 迫不及待地离宫回府 这种宫宴 真希望以后都不要再举办了 新帝全程黑着脸 也不知道在气什么 大家低头用膳 酒都不敢喝 就怕喝高了 做出什么乐举的事脑袋就掉了 这种宴席 吃一次 寿命都得减半 余生 皇上眼看着就要回来了 你该出发了 唐可儿听了降公公派来的太监吩咐 皇上用了点酒 正往凤鸾殿来 让唐可儿好生准备赢嫁 他连忙把余生叫进来吩咐 记住了 无论如何先保证你的安全 其他的都不重要 安全回来最重要 奴婢明白 王妃放心吧 去吧 唐可儿点点头说 余生离开 唐可儿召唤白虎 人出宫门了 保护好他 放心吧 不就是个小姑娘吗 白虎说完 一个闪身也跟了上去 拿着凤鸾殿的腰牌 余生很容易就出了宫门 只是这城外十里地的破庙 他还真没去过 方向都找不着 一时间愣在了那里 白虎在暗中引着 见那小丫头四下看 就是不走 等了半天还是不走 他都有些不耐烦了 这傻子该不是不认误吧 唐可儿怎么让这么个傻丫头 出来办事 白虎想了想 无奈之下 只能变成一只大白猫 喵喵地走过去 蹭余生的裤腿 啊 哪里来的吗 你别闹了 姐姐要去办事呢 余生看到白猫 就觉得有些眼熟 但也没在意 猫嘛 都差不多 喵 白虎翻了个白眼 用牙齿咬着他的裤腿 往一边扯 心里暗想 跟着走啊 还办事 鹿都不认识 你撑我干嘛 余生本来就会找不到鹿心急 这猫还捣乱 他有点生气了 喵喵喵 白虎大叫起来 一双眼睛 好似通灵一般 看着余生 你 你知道我要去哪 余生忽然就感觉 这猫不一般 他犹豫着问 喵 白虎又叫了一声 好似真的在回答他 所以 你现在是要带我去 余生说完 自己都觉得荒唐 没想到那白猫居然又叫了一声 还往前跳了两步再折回来 你该不是猫腰吧 要带我去吃掉我 余生吓得往后退了两步 颤巍巍地问 我靠 我是你家王妃养的 我来保护你那蠢货 白虎再也忍不住了 居然开口说了人话 啊 你会说话 余生这次是真的被吓傻了 白虎也发现 自己一时没管住嘴暴露了 他无奈地摇了摇脑袋说 你家王妃身边 齐震一手还少吗 之前那个猫熊 不也会说话吗 都何好奇的 猫熊 那个圆滚滚吗 他也会说话 余生感觉自己要晕倒了 不过 白虎现在变成的猫咪 虽然大一点 但是挺可爱的 不至于太惊悚 别啰嗦了 你不是要办事吗 跟我走 白虎不耐烦地说 他本来就没什么耐心 脾气也暴躁 更加是个急性子 哪里有功夫 在这里解释这么多 你带我去 余生有些犹豫 这个白猫 看上去很可疑 忽然冒出来不说 又会说话 还知道自己要去办事 总觉得 好像有人安排好了的 你忘了 你曾经被我扑倒过的 就在你家王妃 以前住的那个后院 白虎见他不信自己 不悦地说 好像真有这事 但那时候的白猫 好似比现在这个 又大很多啊 我怎么感觉 那只猫和你不一样啊 余生捏着衣袖 有些怯懦地说 不一样 白虎也有些奇怪 我的真身也没有变化过 怎么可能不一样 就是那只猫比你大很多 大小不一样啊 白虎听了 顿时翻了个白眼 然后呼的一下 变大了一圈 接着又变大一圈 然后说 大小 我可以随意控制 我说 你到底去不去啊 你是妖怪 余生被惊呆了 盲问 我是神 你居然说我是妖怪 老大 怎么让你这样一个 没有眼力见 又胆小的丫头 出来办事的 白虎恼怒地说 她可是似神之一 被人说是妖怪 自然不高兴 梅儿姐姐才出了事 我也是怕你是坏人啊 余生无奈地说 梅儿出事闹得那么大 还差点没了命 她还不想死 你真是 等着 别乱跑 我去找老大 要个信物什么的来 白虎也是无奈了 他的任务是保护余生安全 所以他就算再气 也不能动手伤他 更加不能强行带着他走 只得去找唐可儿了 那个 皇上现在 应该在凤鸾殿内 你真要去 余生也知道 自己出门时 就有太监来通报 皇帝要来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左右都不行 那你想怎样啊 反正我的任务是保护你安全 要不就现在 送你回去 我正好交差了事 白虎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想料挑子不干了 我跟你走吧 余生犹豫了半晌 最终还是咬着牙说 王妃也曾说过 会派人暗中护着我 也许派来的就是这只猫吧 否则 我有危险 为人为何还不出现 你们女人就是 磨磨叽叽磨叽叽的 赶紧走 白虎不耐烦地说着 跳下地来往前跑着 余生连忙跟了上去 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城门 龙都是不关城门的 毕竟是首都 很多军情 各地方官员的书信 都要送进来 有时候路上耽误了 来时就会晚 为了方便 历朝历代 这龙都的城门都不会关 一人一猫 很容易就出了城 夜已经深了 城外自然也没什么人走动 余生一个人走在官道上 也感觉有些胆怯 好在还有一只白猫作伴 那十里地的破庙 要从小路走过去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不能再陪你了 你从这里 一路直走就能看见 白虎领着余生 来到一个岔路口说道 你不陪我走了 要不是你不认识路 我根本不会出来跟你一起走 所以 你其实不敢自己一个人 出来走一路吗 那你还答应老大出来办事 据我所知 老大绝对不是那种 会勉强别人的主 白虎不解地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他的恐惧还有微微颤抖的双腿 谁说我不敢一个人走了 我是自愿答应王妃出来办事的 余生硬着头皮 大步往小路上走去 白虎看他那副倔强的模样 感觉有些好笑 又有点小可怜 于是 本来该引入暗处的他 忍不住说了一句 别怕 我一直跟着你 只不过 你看不到罢了 谢谢你 余生走了两步就开始冒冷汗了 这里很黑 而且周围全是树影 摇曳着 就好似妖魔鬼怪 张牙舞爪地往他这边扑 说实话 无论是在唐府 还是进了王府 他都没走过这样的夜路 一天过去了 宫里并没有什么消息 唐壳也没有离开 看来 他是不会来了 破庙里 白飞与身边的下人 有些焦虑地说 大人 大公主那边还在等着 你不能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了 今夜要是没有消息 明天一早 我就会离开 白飞与靠在腐朽的墙上 闭着眼 单单地说 要在这里过夜 这里太破旧了 大人怎么能住得下呀 有何不可 我不是那等金贵的人 做大事 不能有半点的骄纵之心 大人 有人过来了 好似是个姑娘 就在这时 守在十里地的人急匆匆地进来说 我就知道他会来的 就算自己不来 也会派新妇来 白飞与勾起一抹淡淡地笑说 你们全部退下 我单独和这个姑娘谈 是 余生急速地走着 很快就看到了前面有光亮 破庙也慢慢显露出来 他这才输出一口气 感觉夜路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请问这里面有人吗 来到破庙外 余生小心地敲着门问道 进来吧 等候多时了 白飞与说着 就打开那破破烂烂的门 他认得这个小丫头 今天早上 就是他接过了自己送给唐可儿的锦盒 想来 应该是唐可儿的心腹没跑了 白大人 王妃让我来问你 到底想如何 余生并没有走进去 站在门口淡淡地问 他也是考虑过的 进去之后门一关 有没有危险 保护他的白猫 就不能马上知道 要是被人捂了嘴 或是直接弄晕的话 就死定了 姑娘是在害怕吗 里面并没有别人 白飞雨露出一个无害的笑容 白大人得罪了 奴婢王妃的旨意 不得尽妙 只能站在门口说话 余生连忙把唐可儿抬出来 也罢 那就在外面说 白飞雨笑眯眯地走出来 指着庙门口的一套石桌椅说 坐下来谈 余生点了点头 跟着走过去 两人坐下 白飞雨支着下巴道 嗯 你知道 我给你家王妃送了什么礼吗 余生点点头说 自然是知道的 否则王妃 也不会让奴婢来问了 很好 那我就 开门见山地说了 玉谷国如今已是龙颜国的附属 白家在玉谷国的日子 也是每况愈下 我白飞雨 想要投靠王妃 为王妃做事 只要王妃能让白家 在龙颜国立足 有个安生日子 便可 奴婢记下了 这就回去禀告王妃 余生依旧是面无表情地说 她没有任何做主的权利 只是充当一个传话筒罢了 白某也不太方便久留 明天就要赶回去交差 请姑娘把话带回去 明天午时 白某会去求见王妃 到时候希望王妃 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后宫森严 不比王府 白大人去求见王妃过于醒目 还是不要了吧 余生住着眉说 她觉得 唐可儿肯定不想见到 这个白飞雨 那秦姑娘 才带句话给王妃 五爷当年有一个女儿 流落民间 正好同王妃年岁相当 你什么意思 这件事我也是有耳闻的 当初唐可儿顶替了 九小姐的名 就是因为唐明雨 想要护着唐可儿 给她一个身份 难道 那个五爷的女儿就是 余生感觉 手脚都开始有些冰凉起来 五爷那可是逆贼 皇上最痛恨的人 还曾经害死了太妃 如果唐可儿真是五爷的女儿 那 看来姑娘也知道点什么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咯 你转告王妃 王妃自然会见我 白飞雨顿时 对这个小丫头起了兴趣 她没想到这个丫头知道的事还挺多 余生抿着唇 她忽然有一个冲动 她想为唐可儿做点什么 比如杀人灭口 可这个白飞雨不可能一个人 也许暗处也有她的人 她能对付得了吗 姑娘在想什么 是不是在想这是一个立功的机会 能为你家主子除掉一个祸害 白飞雨见余生面色沉重 很轻松地就猜出了她的心思 懒洋洋地问 奴婢告退了 余生心下一颤 这人不简单 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想法 秦也不合适动手 先回去和唐可儿商量了再说 先别急啊 之前白某倒是并未肯定什么 但是见刚刚姑娘神色有益 怕是知道些什么 不如留下来做客 我想王妃见你未归 也是心急 怕是会主动要求见我吧 白飞雨本来没打算留下余生 在没有确定唐可儿是逆贼之后时 她不想和唐可儿撕破脸 但刚刚余生脸色突变 明显是知道什么 很可能就是她想的那般 唐可儿就是逆贼之后 如此一来留下余生 唐可儿就会更加被自己牵制住了 余生脸色更加难看了 是白飞雨时要留下我 作为威胁王妃的筹码 罗必是王妃身边的人 白大人强留下我来 就不怕得罪王妃吗 怕 但是 王妃或许更怕白某人 戳穿她的秘密吧 你留不住我的 余生猛然站起来说道 我知道你有些武功底子 看你走路就知道 你练过 可那又怎样 你现在可是在我的地盘上来 白飞雨说完一挥手 几个黑衣人顿时出现 把二人围住 这位姑娘 还是别挣扎了 伤到你也不太好 毕竟以后我同你家主子 还要好好合作呢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成为你威胁王妃的筹码 余生冷冷地说 虽然她知道 那只白猫在附近 但这里可是有五六个人 个个都是高手 那白猫能对付得了吗 如果最终对付不了 那她就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自尽 死也不能让人用来威胁唐可儿 好刚烈的女子呀 难怪你家主子 什么都告诉你了 可惜 我白猫是个怜香惜玉之人 怎么可能让你死呢 她若是死了 你们全部人都要陪葬 白猫其实早就想出去了 但是碍于 余生看到了她的真身 要是此刻用人身出去救她 岂不是要暴露 就在她犹豫的时候 就见一个黑衣人从后面 毫不犹豫地把余生打晕了 好机会 那丫头晕了 自然看不到发生的事 白猫一个闪身过去 就把晕倒下坠的余生 抱在了怀里 反手就把那个下黑手的人 击飞出去 这一系列的动作 就在一瞬间完成 白飞雨那边都没反应过来 那是何人 等白飞雨看清楚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 抱着余生之后 他顿时警惕地问 肖小之辈还没资格知道本尊的身份 今天本尊不想杀人 带着这群狗 给我滚 白虎嚣张地说 他本就是这等无法无天的巷子 只不过在唐可儿和轩元利面前 他只能怂着 因为两个人都比他厉害 白飞雨脸色变了变 随即说 实在抱歉 这姑娘对在下很是重要 这位大人 能不能把人还给我 看来 你是非要逼着本尊出手了 白虎不耐烦地说完 一抬手 旁边的两个黑衣人就倒在了地上 鲜血直流 已经没了呼吸 白虎是四神之一 寻常的人命在他这里 比草芥还要不如 杀人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 白飞雨根本没看清楚 那个人是怎么出的手 他的手下就已经倒在地上了 他顿时后退两步道 我们走 听着 别和唐可儿作对 他是我老大 你连我上去都对付不了 还想找他的麻烦 我这是在救你 白虎淡淡地说 白飞雨抿着唇 一言不发地带着手下 匆匆消失在黑夜里 白虎这才低头 看向怀中的女子 无奈地说 人类就是麻烦 女人更是麻烦中的麻烦 余生缓缓睁开眼睛 感觉后脖梗一阵疼痛 他猛然坐起来 想到之前发生的事 顿时紧张地四下观望 这里应该还在十里地附近 身前点着一堆火 周围并没有什么人 他 余生的脑海里只有这一个字 然而就在他站起来准备跑的时候 一只硕大的白猫懒洋洋地走过来说 你终于醒了 再过几个时辰 天都要亮了 是你 内性人呢 余生看到白猫 这才松了口气 想来肯定是他救的自己 被我捣跑了 我说 我说你修这点三脚猫功夫 居然还敢做这样危险的事 是你脑子有病 还是老大故意整你啊 白虎讥讽地问道 我说了 我是自愿为王妃做事的 得了 我也懒得废话 赶紧回去 我也好交差 之前他晕倒了 白虎不敢直接带他回去 毕竟唐可儿的命令是 完好无损地把人带回去 这晕了算怎么回事 所以 白虎才不得不耐心地等他醒来 那个 谢谢你救了我 余生低下头想了想 还是开口道谢了 我这是在完成任务 要谢 就谢老大吧 白虎说完 转身就走 你等等我 余生连忙跟了上去 一人一猫 按照来时的节奏往回走 那个 之前白飞宇和我说的话 你是不是都听到了 走了一会儿 余生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他和白飞宇的对话 那都是唐可儿的秘密 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怎么 你觉得我会出卖老大吗 哼 你这丫头 想法还挺独特 别以为只有你才忠心 你果然听到了 那些人不会善罢根修的 你把他们杀了吗 杀人灭狗 小丫头 心够狠的呀 白虎真没想到 余生会问这样的问题 杀人这种事 对于他这样的小丫头 不是很可怕的吗 过了王妃 怎么做都不为过 你到底杀没杀那些人 余生从小 就是在七零下长大的 谁对他好 他就死心塌地地为谁 一如之前的张嬷嬷 在唐苏儿的耳濡目染之下 杀人什么的 他根本就没半点感觉 没有 老大只让我保护你 没让我杀人 你 那是王妃不知道这些人的用心 放虎归山 你迟早要害了王妃的 余生生气地说 丫头 命令就是命令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老大没让你杀人吧 就别做多余的事 也许会起反效果呢 话落 白虎也不再多言 两人一路沉默地回到皇宫外 如果那些人真的威胁到了老大 杀他们 不过是一个命令罢了 放心吧 白虎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余生一脸担忧的表情 忍不住又多说了一句宽慰的话 如果唐可儿觉得那些人该死 他去杀了便是 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余生没说什么 拿着腰牌进攻了 白虎任务完成 自然是赶紧离开 免得又被青龙抓到 让他做苦力 因为记挂着余生 唐可儿一直没有睡熟 有些翻来覆去的 轩元丽喝了点酒抱着他 也能感觉他有心事 你今夜是怎么了 睡不着吗 轩元丽终于是忍不住开口了 但是唐可儿并不理会他 继续闭着眼 假装睡着没听见 轩元丽叹了口气说 是不是还在担心唐素儿的事 想来也只有这件事 能让他辗转反侧 唐可儿继续装睡 不说话 那些人好长时间都没有动静了 巴兰说得没错 他们也不敢随意杀死唐素儿 我们不是说好的 必须赌一把吗 我没事 就是换了新床 不习惯罢了 唐可儿终于忍不住了 抬手捂住轩元丽的嘴说 你从不认床 无论是在冷溪阁 还是在云台阁 或是青龙殿偏殿 你都睡得很死 为何偏偏今天 如此心事重重 轩元丽扯下唐可儿的手 看着她的双目 认真地问道 这个地方我就是不喜欢 自古皇后受宠的有几个 这宫里 青龙孤寂的人住多了 整个宫殿都透着一股子死气 我待着就不舒服 唐可儿无奈 只能胡周 朕这不是陪着你的吗 怎么 有朕 还孤寂 轩元丽有点不幸 习惯习惯 或许就好了吧 一进宫 感觉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后宫是一个多么可怕冷酷的地方 唐可儿不但看过后宫剧 还演过 穿越之后 她也是下定决心绝对不进宫的 可现在 她却睡在了后宫中 虽然轩元丽对她是一心一意 但自古帝王皆薄情 一入深宫 她就无比烦躁 朕答应你 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你 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在这宫殿里 过哪怕一夜 这样 你是否能安心了呢 申元丽沉默了一会儿后 缓缓地说道 丽 一旦统一九州 我拿回我的一破后 我们就隐居室外 我想跟你去仙山洞府过神仙日子 好吗 自然是好 这些人间的权势 朕根本看不上 朕乃是龙神 要不是为了你 也不会牵扯到这人间纷争之中 你喜欢孵化的人间 朕就是九州之处 你若是不喜欢 能过那清静悠然的日子 那朕就是龙神 都以你 可好 都以我 你哪还有青龙半点霸气 对你 要霸气作甚 深原力搂住坦壳的腰 只需要对你好 宠着你便胜 在你面前 朕就只是一个疼爱妻子的丈夫吧 唐可儿感动地把头埋入她的怀中 她不是那薄情的帝王 只是爱着自己的丈夫 这样一想 心里的烦躁就少了很多 梅儿 现在什么时辰啊 唐可儿忽然坐起来问道 仪式末了 马上就免时了 梅儿今夜直夜 听了唐可儿的问话 吃惊鱼她醒得那么早 我饿了 你去让余生被点吃的来 唐可儿不动声色地道 唐可儿特意提到了余生 梅儿也明白 她这是在间接询问余生有没有回来 于是嘀嘀地说 余生不舒服 嫂子儿的奴婢就让她去休息了 王妃要用夜宵 奴婢准备就是了 余生不舒服 她怎么了 有没有大爱 梅儿这个意思 就是说余生还未回来 这么晚了 难道是出事了 但是白虎跟着的 那些人不可能是白虎的对手 除非白飞雨 也是那个幕后黑手的人 唐可儿有些坐不住了 我今天怎么老是做这样漏洞百出的事啊 一会儿是梅儿遇险 现在余生也 不过就是进了一趟宫 住了一下前朝皇后的寝殿罢了 至于就如此神不守舍的吗 应该没什么大爱 吹了夜风 有些着凉 奴婢已经熬了驱风茶给她喝下 想来一会儿就好了 刚刚进宫 大家都不习惯 梅儿 你多费点心 余生要是好点了 你速速来抱我 庞可儿抿着唇 开始琢磨着 要怎么瞒着轩原力出去一趟 你就是太操心了 那丫头就是找着点凉 看你担心成这样 传阵旨意 让御医过来给余生诊治 轩原力见唐可儿眉头深锁 有些不高兴的道 这么晚就不要折腾了 我也不完全只是因为余生不舒服 这皇宫 哪哪都让人不舒服 皇上明天还要上朝 早点睡吧 我去用点夜宵 朕陪你 实话说 今天宫宴上没你的陪伴 朕也没什么胃口 现在 也有点饿了 轩原力 确实也跟着披衣下床说道 呃 唐可儿无语 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跟着轩原力走到外屋 桌上摆了热腾腾的粥 还有几叠小菜 梅儿在一边候着 轩原力坐下来 靠到唐可儿耳边 滴滴地说 很久没有喂龙大人了吧 的确很久没有见龙大人了 但是他现在没那个心情啊 唐可儿打了个哈欠说 哎 好困啊 吃完赶紧睡觉 梅儿 你退下吧 桌子什么的 明天等朕走了再来收拾片刻 遵旨 梅儿自然是不敢抗旨的 扶了扶身子退下去了 你要干嘛 唐可儿警惕地看着轩原力问 朕好久没有用真身了 憋得紧 轩原力说完 哼的一下 就显露出圆形来 巨大的龙头 还摇啊摇的 尾巴也在甩来甩去 毫不惬意 你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任性啊 唐可儿真是很无奈 他现在心里正烦着呢 要不然吃完了 本座带你出去飞一圈 龙大人体贴地说 不去 还是那句话 赶紧吃 吃完睡觉 唐可儿嘴里虽然这样说着 手却是已经清车熟路的 开始喂食 龙大人还是那么好养活 给什么吃什么 不挑食 王妃 余生醒了 好似已经没有大碍 王妃要见她吗 吃了半克 梅儿的声音忽然从殿外传来 她可不敢抗旨 贸然走进殿内 没事就好 行了 你们也都睡了吧 今夜不用职业 有什么事明儿再说 唐可儿这才松了口气 余生回来了 她没事 看你如是中夫的样子 这妖头有那么重要吗 龙大人翻着白眼问道 一点都不重要 只不过她毕竟也算是我妹妹 关心一下不行吗 唐可儿去了心事 嘴皮子也溜了 看着龙大人心里琢磨着 怎么好好玩弄一下她 毕竟是好久没见了 你也不是那唐明宇亲生的 和她算不上姐妹 别糊弄本座了 你今天就是有心事 心事还很重 那你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了 要不心就在这里 你凑过来听听 到底里面有没有事 唐可儿说着 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 龙大人一愣 随即看向她的心脏所在的位置 巨大的龙眼微微咪了咪 一字一顿地道 你确定 皇上不好了 皇上 天火 天火再次吸进了台庙 就在这时 一个惊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龙大人眉头一皱 顿时恢复人身不悦地道 什么情况 滚进来说 祥公公屁滚尿流地爬了进来 尖叫着 太庙被天火烧了 大家都在救火 祭台也被砸毁了 大凶之兆 闭嘴 再传播谣言 朕杀了你 看来那些人不想你做皇帝 第一天就给你送来了大礼 你在凤兰殿内不要外出 朕去看看 不要的时候 把白虎竹去叫你 宣元丽嘀嘀地吩咐了一句 转身匆匆往外走去 天火这把戏只有那老头子混 他当初不是处心几率 要让我上位的吗 怎么现在我登机了 他却要弄出天火来 让这个皇位坐不稳了呢 太庙着不着火 宣元丽其实并不在意 自从和青龙完全合体之后 他就不再是宣元家的血脉 而是龙神 宣元家那些列祖列宗的牌位 他自然是不看重的 只不过 这场天火会让人心惶恐不安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如今我刚刚登机 朝中倒是宿清 不存在什么不稳 但后宫中却是无言障其 这谣言义气 怕这又要生出些事端了 阎王好对付 小鬼却是难成 这宣元却到底想搞什么 宣元丽走后 唐可儿抬眼往外望去 并没有看到火光 他心里有些疑惑 上次天火 在王府就看到了漫天火光 为什么这一次却什么都看不到呢 王妃 皇上走了 鱼双想见你 这时候梅儿进来说 啊 快让她进来 唐可儿压下心里的不安 转身对梅儿说 是 梅儿刚刚转身 唐可儿又喊住她问道 你看到太妙起火了吗 那个祥公公是怎么知道的 皇帝留宿 祥公公自然是守在外面 这里看不到太妙起火 那么祥公公肯定是看不到的 有一个小太监来禀告的 话说奴婢也没看到火光 太妙离这里很远吗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但是哪里不对劲 又说出个具体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太妙离这里到底有多远 看不到火光是不是正常 但轩辕里不可能没发现这一点 她还是去了 难道真是我多想了吗 算了 还是先问问余生这边什么情况吧 唐可儿最终还是选择见余生 于是她摆了摆手说 去把余生叫进来 你守在外面 皇上要是回来了 你就大声禀报 是 梅儿这才走出去 把余生叫了进来 王妃 出事了 余生一脸的焦急 把今夜所遇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唐可儿 也就是说 那个白飞雨 要用我是逆贼之女这一条威胁我 为他们白家在龙岩国立足 唐可儿听了 反而是松了口气 这点事 唐明雨早就把她卖过一次了 且不说她根本不是五爷之后 就算她真是 宣言力也不会在意的 是 那个白猫也是 明明有机会杀人灭口 却没有 让那白飞雨走了 余生 杀人那是最低下的手段 我不喜欢 人命并非草戒 要尊重 唐可儿看着余生 这个丫头因为在唐苏尔那儿看到太多黑暗的东西 所以三观有点问题 幸好现在暴露出来了 她得矫正 奴婢并非一个凶残之人 只是白飞雨知道的事情 对王妃太不利了 余生急切地解释 我不是逆贼之后 我的身世 王爷大致上都是知道的 白飞雨的算盘落空了 宣言力已经知道我来自未来 身是什么的 那也是这具身体的身世 她又怎么会在乎呢 啊 幸好幸好 余生听了唐可儿的话 这才松了口气 拍着心口 不断地重复这两个字 你啊 我只让你传话 你却偏不听 今天多危险啊 就算我真是逆贼之后 我也不会被他威胁 可是 如果你被他抓了 那我就真的只能就范了 余生 我希望你能明白 你们是我的姐妹 不管是梅儿 小玉 菲菲 还是你 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保护好你们自己 才是真的帮了我 唐可儿看余生这样 也是不忍心 但有些话 还是要让她明白的 王妃 奴婢知道错了 余生动容地说 行了 你也担惊受怕一晚上了 去休息吧 唐可儿抬手摸了摸 她的头顶 温和地说 奴婢告退 余生点点头走了出去 唐可儿也是睡不着的 她走到院子里四处观望 也太安静了点吧 天火烧了太妙 这样劲爆的消息 不是该一早就传遍整个后宫了吗 越想越觉得蹊跷 唐可儿 只得再次召唤白虎 料想这小子应该还在附近 果然没一会儿 他就来了 不高兴地说 老大 就算是四神也要休息的 我刚刚打个盹你就召唤 到底要干嘛 帮我去太妙看一看 听说那里有天火降下 龙大人过去了 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担心是个陷阱 天火 白虎挑了挑胡须说 这黑漆漆的 哪里像有天火的样子 那暴龙又不傻 怎么可能看不出是陷阱 别操心了 就算是陷阱 那也是他自愿去的 你的意思是天火是假的 龙大人明明知道 却还是去了 唐可儿忽然意想天开地问道 是啊 天火 顾名思义就是火从天上来 一般方圆五百里 甚至一千里 都能看到天空发亮 漫天火光 太妙 不愧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吧 你看看 哪里有半点天火降下的样子啊 不对劲 这样说就更不对劲了 谁会设计这么明目张胆 漏洞百出的陷阱 而且 轩元力如果知道是陷阱 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 他根本没有必要瞒着我 当时整个店内只有我们两人 轩元力甚至都还是龙身 有没有可能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但是龙大人却是看到了漫天火光 你说 那暴龙被人下了幻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不连你一起下 如果你问一句 怎么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 那岂不是穿帮了 白虎 我越发觉得不妥了 你带我去瞧瞧吧 本来为了安全起见 唐可儿一开始 只打算让白虎一个人去看看 可是现在越说心越慌 这样奇怪的事还从未有过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直觉就不是好事 你确定吗 我怎么感觉 那些人是在用暴龙吊你啊 白虎摇晃着脑袋说 你再好好想想 要不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再说 好吧 你先去 我等你消息 唐可儿虽然心急如焚 却也只能强压下来 白虎说得对 那些人的目标一直都是我 宣言力只不过是尔罢了 白虎也知道唐可儿心急 一个跳跃 急速地往太妙方向而去 一路上并没有任何火光 说明天火什么的的确是假的 暴龙这么精明的主 怎么就会上当了呢 白虎速度极快 到了太妙之后却发现 那里半个人影都没有 他抽着鼻子闻了一圈 并没有闻到青龙的味道 也就是说 青龙没有来过这里 我去看过了 太妙没事 天火的确是假的 而且那里也没有半个人影 更加没有青龙去过的痕迹 他应该没到过那 白虎很快就回来了 把自己探查到的消息 告诉了唐可儿 唐可儿顿时就坐不住了 宣言力没有去太妙 那么他去了哪 他没去的话 那他现在在哪 唐可儿站起来沉声问 这个我不知道啊 白虎颇为无奈地说 你等等 我理一理 唐可儿摆了摆手说 你让我冷静一下 白虎见他那个样子 自然不敢出声 乖乖地趴在地上 唐可儿命令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把整件事 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结果他发现 最有可能的就是 宣言力骗了他 首先 宣言力身边的总管太监来禀告 太妙起火 实际上 无论是天空一片漆黑 还是宫里静悄悄的 都说明天火的事是假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明目张胆的说谎 那太监不要命了吗 没有宣言力的主意 他敢说这个谎话吗 然后就是宣言力本人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看到漫天火光了 还是怎么回事 也不问清楚 急吼吼的就走 还特意叮嘱我不要擅自离开 能让宣言力中幻术的人 要让其他所有人都中幻术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却留下那么大的漏洞 白虎说的对 只要我问一句 怎么看不到火光 那就前功尽弃了 举手之劳的事 为什么不做 他是不是瞒着我 去做什么事 唐可儿最终的结论就是 宣言力骗了他 这个 还真不好说 白虎用爪子搔着头 也是有些尴尬 其实 从他听了唐可儿说的话开始 就感觉 这事怕是暴龙自己搞出来的 可是破绽这么明显 就算真的是宣言力 要背着我去做什么事 也不该如此不谨慎 不行 就算太妙那里没人 我也还是要去瞧瞧 如果说 一切都是宣言力设计好的 其实也说不过去 宣言力那么缜密的人 社局不会出现那么大的漏洞 也许这一切就是某个人 故意让我这样想的 你真的要去啊 外面黑漆漆的 又起风了 冷得很 你确定要去吗 白虎也是觉得无语 好端端的 怎么又要去了 人真不在哪儿啊 我要去 唐可儿却是铁了心的要去 这背后所有的不正常 都来自太妙 那里是一切事情的开端 得嘞 走吧 白虎也没再多说什么 趴在地上 让唐可儿爬上他的背 三两下就蹦了出去 外面的夜风的确很冷 秋天也过去大半 冬天就要来了 去年的冬天发生了很多事 今年的冬天似乎也躲不开 依旧要发生很多事 派妙的夜晚一片漆黑 这本身就不正常 供奉祖先的地方 是要点长明灯的 而且一直都有护卫和职守的太监 如今却是空无一人 别说太妙了 一路走来 唐可儿都发现 巡逻的禁军也好 还是职业的宫女太监也罢 竟然一个也没见到 整个后宫如同死地 静悄悄地令人发慌 老大你看 这里真的没有半个人影 白虎摇晃着脑袋说 没人才奇怪 你难道没发现 整个皇宫都好像没人了吗 唐可儿看着那黑漆漆的太妙 滴滴地说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 之前跟着那余生出门的时候 还到处都能看到 宫女太监守卫什么的 这一次 的确是半个人都没瞧见 白虎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压低声音说 老大 你是陌生 如果这里被设了幻境 或者什么诅咒之地的话 应该能用福解决 唐可儿自然也想到了 他早就集中精神 但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福 也就是说 这里没有诅咒 巫术 古毒 阵法 什么都没有 里面的人 却是消失不见了 没有福 这里很正常 唐可儿轻轻地 输出一口气 然后说 我要推开那道门 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老大 还是回去吧 明天天亮了 或许一切都解决了 天永远不会亮了 从你走出凤软殿那一瞬 你就永远无法离开 这永无止境的黑暗了 忽然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从后面响起 有人来了 然而 唐可儿和白虎 居然都没有发现 是谁 唐可儿回头 没想到 身后站着的 居然是唐苏尔 说来也奇怪 四周一片漆黑 整个天空 没有半丝亮光 然而 他就看清楚了 唐苏尔的脸 是你 唐可儿 有点不敢置信 他本以为 再也不可能 找到唐苏尔了 那些人不可能 把这个筹码放弃掉的 没想到 那么快 他们居然又见面了 唐可儿 你本不属于这个时空 如今的一切 都已经违背了天命 天罚 迟早要抹灭你的存在 唐苏尔的声音很奇怪 好似是他的 又好似不是 听上去怪怪的 你说什么 这一切是不是你捣的鬼 天命要抹杀你了 你还不逆天而起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到底要干嘛 唐可儿实在是听不懂 他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烦躁地问 你还是不懂 被抹杀 或者永远留在这里 你选一个吧 被抹杀 什么意思 唐可儿感觉 这个唐苏尔 让人渗得慌 退后一步问道 九州统一 不是你魂魄完整的那天 而是你被天命抹杀掉的那一天 你懂吗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一会儿是斩杀青龙 一会儿又是被抹杀 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你要是有胆子走进去 你可要看到天命本来的路子 也就是那个 没有你的九州的未来 看了又有什么意义 我来了 所以那个未来不存在了 你为什么会来 你从未想过吗 为什么唐苏尔死了 你就会离开这里 回到你的世界 你也从未想过吗 答案就在那座门后面 是 如今都走到这一步了 有些人的计谋就快达成 有些人的牺牲就要白费 这或许 是你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了 我会进去看的 但是进去之前 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天火是真的 轩原力没有被骗 也没有骗你 你之所以看不到 是因为整个凤卵殿都被下了幻术 当然 那个幻术对轩原力没用 目的只是为了引我过来 最终我还是上当了 你一定会来 就好像 如果你不见了 轩原力一定会找你一般 你不是唐苏尔 你到底是谁 唐可儿沉下脸来 看着唐苏尔 这一刻 她已经很是确定 眼前的女人不是唐苏尔 至少刚刚那些话 不是唐苏尔说的 我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怎么选 与天地斗 还是从此隐匿 当然 也可以离开 回去属于你的地方 那样的话 一切皆重新回归正途 历史也不会被改变 唐苏尔这段话 说得很慢 好似很吃力 我只想同青龙白头盗了 九州我们本不想要 统一也就只是为了 找回我的一魄 要不 你放过我们吧 唐可儿无奈地说 他是青龙 是龙身 九州只能在他的统一之下 才能繁荣昌盛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你以为 你会来到这里吗 统一就统一 我没阻止 而且我还在帮他 只要你们不拆散我们 一切都好说 还是先进去 看了前因后果 出来我们再谈吧 唐苏尔忽然露出 一抹淡淡的哀伤 也不知道 是因为同情 唐可儿的遭遇 还是别的什么 唐可儿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身往门那里走去 走了两步 忽然感觉 有些什么被他忽视了 想了想才发现 白虎不见了 白虎呢 不对 你刚才说我看不到天火 是因为凤鸾殿被人下了巫术 可是 白虎不是凤鸾殿里的人 他是后面才进入的 他怎么也没看到天火 你还不懂吗 白虎是我的人 你的人 他是你的人 他是叛徒 唐可儿 唐可儿不敢置信地问 不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是站在你这边的 也是我 护着唐苏尔 那些人才不能伤害他 还能让你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否则 唐苏尔一死 你就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白虎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心归顺于我是吗 唐可儿咬着传问 他从未怀疑过四神的忠诚 这一次 他感觉到了愤怒 我劝你不要动怒 你的怒火上天也承受不起 白虎并没有背叛你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 而且 我也是最近才找上他的 而他 不能拒绝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进去吧 看过一切 我还在这里等你 我们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 来慢慢地聊天 我还能见到青龙吗 能 只要你想 唐可儿点了点头 转身推开了太妙的门 里面黑漆漆的 他一脚踏入 顿时天旋地转 眼前掠过无数的画面 最终却定格在一片 狼烟四起的战场上 尸骸遍地 狼烟四起 环顾四周 却不见一个活人 这时候 一个人缓缓地从远处走来 他脚步蹒跚 衣袍破碎 最显眼的是那一头紫发 随着微风不断地飘扬 这个人是鬼家的人 唐可儿可以确定 这紫色的头发 就是鬼家最明显的标记 是鬼语还是鬼十三 他不确定 那个人越走越近 等他来到十步开外 唐可儿看到 他手上居然提着一个硕大的龙头 斩杀黑龙 我做到了 九州是我的了 那人声音沙哑 听起来并非是鬼语 应该是鬼十三 整个九州已经没有活人了 你带着鬼家的人 一路残杀到现在 得到了九州 又有什么意义 没想到鬼十三的背后 还有人 听声音是个女人 而且应该是熟人 我是九州之主 你是九州之后 咱的 不满意吗 鬼十三微微侧身 看向身后的人说 有什么好满意的 你杀死了我的母亲 毁掉了青氏一族 几乎把所有人类都灭掉了 鬼家也损失惨重 鬼羽战死 现在 鬼家也只剩你一人了 这样的结局 你觉得很满意吗 女人走出来了 居然是唐苏尔 看来 无论我有没有穿越 唐苏尔和鬼十三 都会在一起 只要我们多生孩子 孩子再生孩子 人就不会灭亡 只不过时间漫长些罢了 鬼十三不怎么在乎的说 我要的 就是这个九州 斩杀轩原历这条青龙 砍断轩原家的龙脉 为我们诸葛家 报仇血恨 唐苏尔没再说什么 看着一地的尸体 他流露出了深深的悔恨 这样的九州 他一刻都不想待 还不如死了 可是他知道 鬼十三不会让他死 因为他要后待 他们两个人 或许就是这九州大陆上 最后的两个活人了吧 青龙的头颅 被挂在城墙之上 唐可尔也看不出 这个城墙 到底属于九州的 哪一个国家 他虽然知道 这一切都是幻境 历史早已改变了 但是 看着龙大人 流着血的头颅 他的心嚼着的痛 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 想要摸一摸那龙头 忽然眼前画面一闪 战场消失了 但死尸并没有消失 仍旧是一地的死人 到处都是血腥 而且天黑了 唐可尔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哪 但不一会儿 一个女人出现在不远处 毫无疑问 这个人就是唐苏尔 他站在一片漆黑之中 穿着一身白袍 显得十分醒目 万能的巫神啊 如果你能听到我的祈祷 请你降临人间 带走我这罪恶的身去吧 唐苏尔跪在地上 哭泣着哀求 九州大陆被毁 人类几乎灭族 不 人类已经灭族了 我不可能生下 那个恶魔的孩子 无神啊 请你救救人类吧 唐苏尔又说 唐可尔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忽然对他恨不起来了 也许在这一刻 他终于醒悟过来 也变得善良了吧 只不过 巫神有多少能力 唐可尔很清楚 这样灭族的灾难 他根本无力回天 就在这时 黑暗之中 闪入了一抹金光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唐苏尔 你的祈求本座收到了 如今 人足已灭 想要逆转 只能开启轮回大阵 让时间倒流 可是逆天而行 要付出代价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好 那你将成为 轮回大阵的钥匙 时光流转之后 你将失去所有记忆 并且终生悲苦 求不得 爱不能 永生永世 不得入轮回 我愿意 只要能弥补我的错误 我什么都愿意 唐苏尔抽出了一下 随即匍匐在地上说 好 那就如你所愿 一切重新来过 但是这个阵 有一个漏洞 那就是 一旦你死掉 一切就会回到原点 这是不可逆转的 说完这些 那道金光一闪而逝 唐可儿听得清楚明白 那个声音年轻醇厚 正是那天在黑暗里 同他说话的人 换句话说 这个开启了轮回大阵 让时光倒流的神 就是现在准备杀了自己的 那个幕后黑手 而且看到现在 唐可儿也完全明白了 唐苏尔为什么那么 愤世嫉俗 因为这个神 拿走了他所有的幸福 无论是他的父母 还是他喜欢的人 都不会爱他 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变得如此扭曲 唐可儿轻叹了口气 唐苏尔不能死 他一旦死了 倒转的时间就会回去 自然因为这个阵法 而被带入这个时代的我 也会离开 青龙依旧会被鬼十三杀死 可是 这和抹杀什么的 又有什么关系呢 眼前一花 画面又变了 此刻 唐苏尔躺在一个 发亮的光圈里面 一把金色的钥匙 陷入了他的脑门 接着 就出现了 唐可儿现代时候的样子 一道光 把他扯入了黑暗之中 成为了改变命运的 天命之女 也就是说 除了时光倒流之外 想要改变人类灭亡的结局 还需要唐可儿 这个意外出现的人 才能达成 至此 所有画面定格 片刻 唐可儿被一股力道弹出门去 然后 太庙的大门紧紧关上 看完了 唐苏尔居然已经摆好了茶具 坐在一边泡着茶说 看完了 我的到来是因为唐苏尔 所以如果他死了 我就会回去 而九州也会重蹈覆辙 只是我不明白 既然是神开启了轮回大阵 把我带到这里 为什么九州统一之后 又要抹杀我呢 因为你不该存在 你只要存在 青龙就是不灭的 神就不能占有九州 我不懂 神为什么要占有九州 神界已经崩塌了 不再适合神族居住 在人间最有灵气的土地 人口最多的土地 就是九州 神要把九州 建造成为另一个神族的居住地 不对 那个神 处心积虑地要我死 但是我死了 一切岂不是还是要回到原点 历史已经被改变了 鬼家提前因为你被灭族 鬼十三因为你 被轩原力弄成了残废 轩原力也提前因为你和青龙合体了 而且他还释放出了青龙的全部力量 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被鬼十三杀死了 所以只要唐苏尔不死 钥匙不灭 你存不存在 已经不重要了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我以为你看到了那些之后 应该就能猜到我的身份了呢 你真的是那把钥匙吗 也可以这样说 当然确切地说 我就是轮回大阵本身 启动这个大阵 自然也有对钥匙的保护措施 当钥匙遇到了危险 这个保护措施就会自己开启 现在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既然我的存在已经可有可无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怎么说也是我把你带到这里的 谢莫杀驴这种事神族的人能做 我确实有些不忍心 而且谁也不知道 轩原力统一九州之后 你死了 他会不会变成另一个鬼十三 再次把人类灭族了呢 其实神族要这片土地 一开始鬼十三灭了人族 不是正好吗 为什么还要重新来过 神族的力量 是来自人们的信仰 如果人族毁灭了 那么神族也会跟着毁灭 所以天神既要九州这片大陆 要留着人族 他需要一个能为他掌控的统治者 青龙并非任人掌控的类型 天神他一样对 可是这九州大陆只有青龙统一 龙脉才不会断 换了谁这龙脉都保不住 青龙的龙脉是最滋养的 神族没办法选择 我要和轩原力并肩作战 我不可能离开 更加不可能留在这里 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你说的没错 虽然鬼十三杀不死轩原力了 但是天神呢 统一九州之后 得到了龙脉的滋养 天神就可以杀死轩原力了 是不是 我并不知道 我作为轮回大阵 只能知道轮回之前的事情 轮回之后 天道已经改变了 我只能靠蒙的 你靠蒙的 告诉我 九州统一 我就会被抹杀 这个可不是蒙的 这个是天神在开启阵法时 就设计好的 只要九州统一 我就会亲自来抹杀你 如果 我反杀了你呢 唐苏儿忽然干笑起来 然后说 这个嘛 你有几成把握 一点都没有 但是我必须试一试 就算输了被你抹杀 那抹杀之前 我也要和轩原力在一起 唐可儿坚定地说 唉 真是个倔强的孩子 说那么多也不听 透露天机给你 也不听 真是执拗得很 谢谢你的多事 请你保护好唐苏儿 保护好钥匙 其他的就不劳你费心了 请你送我离开这里吧 唐可儿站起来说道 唉 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要知道 你留在这里 九州一统后 我可以送你回去原来的地方 没有轩原力的地方 即便是神界 我也不愿意去 天命之女斩黑龙 统一九州那个传说 是不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只不过天命之女不是你 是唐苏儿 要不然鬼十三 能砍下青龙的头吗 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天命之女换成了你 你反正是不可能杀她的 不是吗 唐可儿露出了一个舒心的笑 她明白了 只要守住唐苏儿 只要历史不重演 轩原力即便统一了九州 也不用死 危险的只是她自己罢了 这样一想 反而是顺心了不少 我要走了 她如果发现我不在了 会着急的 你 真的傻 我这是救你的唯一办法 唐苏儿 不 现在应该叫轮回大镇 她垂下头嘀嘀地说 不 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你来抹灭我的时候 我可以将你诛杀 就算机会不到一成 那又如何 至少可以试一试 唐苏儿点了点头 随即说 好 我送你回去 至于唐苏儿作为钥匙 我会让她待在安全的地方 你放心吧 你知道 那些对付我们的人是谁吗 唐苏儿忽然又问道 知道 但是 我不能说 其实我也知道了 就在那个回忆里 我听过她的声音 这么大手笔 也就她这样的身份才能做到 也难怪我们一直吃别了 看破不说破 这里是轮回镇法的中心点 天道是穿透不进来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天机告诉你 一旦你离开就不要再提 否则他们就会知道 你已经了解了一切 这对钥匙很危险 很容易逼着他们毁掉钥匙 我知道 对了 白虎真的是你的人吗 那只是一张符 注入了白虎的一些气 幻化而成的 真的白虎并没有出现 我说过了 整个凤鸾殿都陷入了幻术 你召唤白虎的鼓声 是没办法传出去的 那你刚才骗我 唐苏儿不悦地说 我只不过想让你觉得 身边无人可用 只能留下来 才那样说的 你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好了 我这次是真的没问题了 送我回去吧 如果你后悔了 在九州统一之前 你都可以到太庙找我 说完这话 唐可儿就发现 眼前的一切在急速地退去 不一会儿 出现了熟悉的画面 这里还是在凤鸾殿内 而外面火光冲天 到处都是慌乱的脚步声 还有嘈杂的喊叫 梅儿 尼声 唐可儿忙喊了一句 王妃 有什么事吗 两人听到了 唐可儿的声音 忙走进来问 外面怎么样了 大家都在救火 应该没什么事吧 皇上呢 皇上刚刚离开 现在应该还未到太庙 刚刚离开 明明在我进入 唐苏儿所在那个太庙时 轩辕里已经走了 一个时辰还多了 时空被盗留了 否则处于幻境里面的其他人 如何解释 这天火 来得也太不是时候了 唐可儿抬头 看着一片通红的天空 命着唇说 是啊 皇上才刚刚登基 如此大的灾难 不知道谣言又要怎么传了 听了梅儿的话 唐可儿沉默了 他想到的 可不是谣言这种小事 天火的忽然降下 凤鸾殿的幻境 轮回阵法的出现 安排的是不是太过巧妙了 能释放天火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仙皇 仙皇被什么人带走的呢 自然是那个幕后黑手 但是 从轮回阵法的话来看 他们应该不是一伙的 既然不是一伙的 那为什么这一切的出现 却像是一起安排好的呢 唐可儿走到窗边 看着外面红彤彤的天空 今夜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轩辕里来到太庙 只见太庙外的两只石狮子 已经被击碎 这不但是天火 还带着天雷 这么大手笔 是要把整个 轩辕室的列祖列宗 全部都毁掉 排位本就是木镇 这火一起 想要抢出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 不要再管里面的排位了 加快救火 谢不可再波及到其他地方 否则整个皇宫 都会被烧掉的 可是 可是里面都是老祖宗啊 是轩辕室的根脉啊 皇上只能说出 如此大逆不斗之言啊 掌管宗祠的官员 听说太庙着火 连夜进宫 刚好听到轩辕里的吩咐 顿时跪在地上 哭天抹泪 那你进去救 只要你把老祖宗的牌位 救出来哪怕一个 朕就赐你爵位 成为一等巡猴 子孙可世袭 享受所有侯爵 能享受的待遇 去吧 让他进去 不要拦着 那老头一听都傻眼了 呆呆地看着那漫天大火 开玩笑 谁进去时找死啊 他也不傻 爵位是很诱人 还可以世袭 但官再大 那也得有命享受啊 臣 臣 不然这样吧 只要你有胆量 走入那火中 即便出不来了 朕也给你的子孙 世袭的爵位如何 臣 臣 老头抹着满头的大汉 结结巴巴地 说不出完整话来 不敢进去就别废话 还有这个封赏 对今夜所在的 所有人都有效 如果你们都不敢进去 那就把嘴闭尽了 朕不让你们进去 不是不孝 而是为你们留条命 救火的侍卫都抿着唇 的确 宣元历的命名 就是为了给我们留条命 这火 谁进去还能出得来 皇上这是把我们这些 卑微的下人的命 看得比祖宗还重啊 是啊 这火谁进去 谁都出不来 但里面是祖宗牌位 皇上要是下旨 必须把牌位都抢出来的话 所有人都要死 皇上英明啊 皇上救了我们的庙 在宣元历主持大局的情况下 天将亮时 火总算是扑灭了 这次大火 虽然太庙被烧毁 一个祖宗牌位都没能留下 但没有人死 只有一些救火时 不小心被火燎到的 受了点轻伤 宣元历也下旨 命令太医务必要治好 传旨下去 昨夜参与救火的 无论是太监 宫女 还是禁军护卫 无论品级官级 全部赏白银一百两 遵旨 端木齐 你卓人放出话去 就说心地体虚下人 爱名如子 宁愿做千古罪人 也不愿意让下人 冲入火场送死 既然要找谣言 来动摇他的江山 那不如就让他借力打力 先一步把话传出去 这些救火的人里面 也是有家有事的 留了他们的命 就得了他们家人的心 有这股力量为自己证明 只要民心向着他 这江山就动摇不了 一切安排妥当了 他急匆匆地赶回凤卵殿 唐可儿一夜未眠 唐苏儿给他看到的那个画面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一闭眼 就看见龙大人流着血的头颅 没有轩原力的安慰 他恐怕是要有心理阴影了 你怎的眼睛这般红 轩原力走入凤卵殿 就看到唐可儿坐在那里 表情凝重 眼睛因为通宵熬夜而通红 没事 这不是担心你吗 你昨天才刚刚登机 昨夜太妙就起火了 真是 唐可儿忽然忍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下子扑到轩原力怀中紧紧地抱着他 在没有我的那个时间线里 轩原力最终在唐苏儿这个天命之女的帮助下 被鬼十三斩下了龙头 他死了 他真的死了 眼泪泉涌而出 唐可儿死死咬着嘴唇 却还是忍不住抽烟起来 你这是怎么了 正不过是去处理火灾 也没什么大危险 你怎么还哭了呢 轩原力被他的眼泪吓到了 眼泪滚到他手心 热热地有些烫手 接着就开始烫心 滚烫滚烫地 让他难受 我就是 我想哭 你就给我哭会儿呗 唐可儿也不可能说出 他看到了什么 这样 那些监视着他的天道 就会马上发现 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轩原力顿时有些无奈 只能定定站着让他哭 可是 他哭就哭了 心疼的却是自己 就算当初背了天结 被迫沉睡时 也没这般痛过 唐可儿哭了好一会儿 这才抽抽烟烟地 抬起头来说 我一定要保护你 说什么傻话呢 你是不是做什么梦了 轩原力忽然想起 他似乎有个 做预知梦的能力 忙问道 没 自从圆滚滚不见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那个能力了 唐可儿忙抹了抹脸说 就是最近事太多了 感觉压力很大 就想哭一场 哭出来了就舒服多了 你留在阵身边 压力真的这样大吗 沉原力皱起眉来 用力抱着唐可儿说 这没用 才让你如此操心 瞎说 你压力也大呀 我帮你分掉一点 然后我哭了 这点压力就没了 对不对 傻丫头 朕只想你开心快乐 想让你如同以前那般淡然 做个懒女人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本质上就是个懒女人呢 女人一旦爱了 连本性也变了 但轩原力也变了 她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 现在不也变得温柔体贴了吗 继续揽下去吧 朕希望你连这个宫门都不想出 最多就是在外面院子里 晒晒太阳 其他的都交给朕去处理便是 嗯 我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要上战场 你必须带着我 我们从这一刻开始 不要有长久的离别 好吗 唐可儿知道 统一九州之后 轮回阵法就会来抹杀她 她能活下来的几率不到一成 所以她不想在这一天到来之前 两人还要分别 好 都以你 轩原力点点头 唐可儿的能力 军中也算是有名气的了 带着她和其他女人不同 不算违反军纪军规 皇上 该上朝了 就在这时 祥公公在外面恭敬地说 昨夜大火 今天朝堂肯定不安定 朕要去上朝了 轩原力摸着唐可儿的头发说 你睡一会儿吧 这眼睛又红又肿的 是照朕心疼吗 知道了 你去吧 唐可儿点点头 顺便抬手摸了摸眼皮 的确肿得厉害 都是刚刚哭惨了的缘故吧 轩原力吩咐道 让周一一过来看看 给王妃配点消肿的药 说完了 这才有些不放心的离开 唐可儿抬手摸着眼皮 陷入了沉思 我是不是过于地紧张了 如今一切都还未发生 就我想那么多 这不是我的风格 还是保持以前那种活系的心态吧 日子总要过 事情到了眼前再去操心 不要生出无端的焦虑才是 所以最终他决定上床睡觉去 许是卸下了烦心事 头沾枕就睡着了 果然还是失败了 就算给他看了前因后果 他还是选择回到 轩原力身边 主 你终究还是算错了 轮回阵法 站在黑暗里 淡淡地说 你控制这钥匙 实在不行 毁掉钥匙 让一切回归正规吧 我个人是不赞成的 这个阵法 只能用一次 毁掉了 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真是算万漏一 天尊那个老匹夫 居然跟本座 留下这么一个大麻烦 就算是死了 也困着本座 还把一身毁天灭地的力量 给了那个丫头 真是该死 主 他没有觉醒 也不知道自己有那个力量 只要他不动怒 力量就无法释放 九州统一之后 困住你的龙脉一断 我就去抹杀他 只要不动怒 他死定了 好吧 就按你说的做 只要青龙不死 本座也不会消亡 迟早有机会 挣脱着锁链 离开这个鬼地方 一定会如你所愿的 我的主 你始终是天地人 三界最大最强的神 而就在此刻 已经离开龙颜国国境的白飞羽 收到了属下的报告 唐可儿的确和当年五王爷 流落民间的女儿同岁 而且 据说那个女儿也进了堂府 一切都很符合 大人 如今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 那个女人 就是逆贼之后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个女人身边的高手太多了 如果贸然去找她 恐怕会被杀了灭口 现在 还是先把狼王搞定 然后再把这个秘密 卖给狼王 让狼王来好好利用一番 可恩不打算撕破脸的 现在也是踏逼的 天机公主那边 小云已经训练得有些成效了 那女人倒也算是个好苗子 等白大人过去之后 就可以将她献给狼王了 公主 如今你已经是大不一样了 不只是容光焕发 性子也柔顺了很多 这正是狼王最喜欢的 小云站在天机公主的身后 对着正在游自照镜的 天机公主说道 小云 这些日子 无论是嬷嬷的教导 还是进步 都多亏了你在我身边 鼓励我 劝慰我 这份情我记着的 一旦狼王看上我了 封我做了夫人 我定然会好好打谢你 公主 奴婢自幼跟着公主 这些 都是奴婢该做的 奴婢不需要什么回报 只希望公主能幸福 最好 能除掉现在的大妃 成为狼王真正的女主人 从此不再受到半分委屈 我会的 父皇的无情 轩辕力的羞辱 还有那个王妃 受到的伤害 都要百倍地还给她们 天机公主抿着唇 双手紧捏 公主 白大人已经差人来说了 她不日即将赶到 也就是说 你很快就要进宫去了 奴婢真的很担心 你的脾气 老王最讨厌张扬的女人 她就喜欢小绵羊 你可千万不要露了馅儿才是 迟到了 这事儿我比你还伤心 放心吧 最难熬的时候 也已经熬过来了 那公主早点休息 睡不好 对肌肤是有伤害的 好不容易才调理到这个巅峰状态 切不可前功尽弃 嗯 喝下燕窝我就睡了 天机公主点点头 把天机公主伺候着睡下了 小云这才走出驿站 对着门外站立的人行了一礼 白柳大人 天机公主的情况如何了 有了上次那件事的打击 天机公主整个人 都被狠狠地伤了一顿 她的自信心崩溃了 身为皇族的骄傲 也被踩在了脚下 所以现在 她自己也愿意配合我们的训练 进度非常的好 已经可以献给狼王了 很好 大人明天就过去见狼王 你这边准备准备 如果顺利的话 后天 甚至明天晚些时候 狼王就会派人来接你们入营了 奴婢明白了 此刻 狼王的军营内 清远十分烦躁地走来走去 这场仗她根本不想打 但是 黑婆带着青士一族忽然就消失了 没了巫术的支持 她变得非常被动 这种时候 又有着莫名其妙的黑斗棚男人 威逼自己 为了保命 她不得不出兵 本想着偷袭一下 应该还有点胜算 没想到 轩原力那边根本不吃这一套 如今看着是两军队持状态 实际上 狼国的军队根本打不赢 王 龙岩国那边好似来了一队人马 和穆家军换房了 换房 穆家军是龙岩国最强悍的军队 而且直接听命轩原力 这个结果眼神 为什么要换掉呀 清远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一开始两军短暂解除之后 我还担心穆天看出我外枪中肝 会直接出兵碾压呢 没想到 穆家军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只是防守 现在甚至还要换房 到底什么意思 那薛原力 难道是不想赢吗 不可能啊 他连连攻下其他几国 现在就差狼国了 就可以统一九州了 为什么不想赢呢 王 换过来的那支军队 很不一般啊 我们的探子还未靠近 就被发现杀掉了 手下继续报告着 知道了 还是那句话 轻易不要出兵 官妄为主 清远有些烦躁的摆手 他现在心里是窝着火的 他是狼国的主宰 是王 却被威胁着出兵 就好似亲手把自己的国家 献出去给轩原力一般 如果他们还在沙漠 龙岩国那些 从未在沙漠里作战过的兵马 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王 玉谷国的使臣求见 就在清远心烦意乱的时候 又有人进来禀告 玉谷国 他们不是臣服龙岩国了吗 还来进本王做什么 那使臣说 龙岩国的皇帝用了卑鄙的手段 骗着玉谷国王写了详书 玉谷国举国上下都十分愤怒 但是玉谷国兵力不足无法反抗 只能寻找兰国合作 理尽外合对付龙岩国 他们是想反水 清远微微眯眼 随即想起斗篷男的话 要我娶玉谷国的公主做正妃 莫不是那斗篷男早就安排好的 让他进来吧 本王就听一听 他到底打算怎么合作法 陈白飞羽拜见狼王陛下 白飞羽走了进来 恭恭敬敬地跪下行礼 起来吧 九州第一神童 白大人 玉谷国的宰相 居然是你亲自过来 这倒是有意思 清远面无表情地说道 陈来 是带着诚意来的 玉谷国实在是太弱了 你们一直重文轻武 国力的确是很强 但是 武力却还不如被本王灭掉了千十国 与你们合作 本王并没有看到任何的优势 我国虽然不能提供兵力支援 但是可以提供粮草啊 如今狼国同龙眼国 皆是远离国土而战 补给过长 但是玉谷国就在旁边 只要我们两国合作 打持久战的话 狼国就比龙眼国有优势多了 白飞羽说的没错 清远烦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补给线过长 狼国到这里 比龙眼国还要远些 千十国和子五国 本就是小国 国力不富 资源早就被清洗一空了 如果轩原力打算熬死他的话 只需要坚持一年 他就要断了补给 而现在 如果和玉谷国合作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玉谷国就在英雅国的旁边 从翡翠城到军营 只需要一天一夜 玉谷国如果肯支持粮草的话 这一仗或许又有了新的转机 你可要为本王提供粮草 自然也能为轩原力提供 你们明面上可是他的附属国 这个自然 表面上还是不能撕破脸 但是 玉谷国会把好的粮草输送过来 而把筛掉的那些骨皮糟糠之类 送给龙眼国 你们敢吗 被发现的话 你们可是要灭国的 两军对峙的这个时候 龙眼国只有自己作死 才会挑逝 攻打玉谷国 就不怕狼王从背后伏击吗 清远瞇了瞇眼 似乎还有些犹豫 这时白飞羽又说 为了显示我们的诚意 我皇特命我 献上我国的长公主 清远瞇了瞇眼 随即道 一个女人 你觉得本王是那种 贪慕女色的昏君吗 自然不是 我国献上的是 嫡长公主 而不是皇族里 随便拉出来的女子 这一点 就足够诚意了吧 罢了 把人送进宫来 本王已经有了正妃了 这个长公主 只能委屈作妾 白大人不会不同意吧 清远沉默了一会儿 摆了摆手说 他始终是不敢太过违背 那个斗篷男的命令 自然 人送来了 狼王如何处置 玉谷国 没有半句不满 至于合作之事 白大人不如先给本王 送来一批军粮 本王觉得满意了 自然就会同你们合作了 一言为定 清远再次瞇了瞇眼 如此不平等的条约 他居然也会答应 事出有意必有要啊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放心呢 白飞宇 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这样欺负你们的条件 你也答应 你回去慕容白那老家伙 能饶了你 这是白甲 献给狼王的礼物 至于皇上 他两边都不想得罪 只会视而不见罢了 白飞宇在这个时候 把自己的底给露了出来 清远沉默了一会儿 想了想就明白了 白飞宇这是要投诚啊 难怪对我无礼的要求 他一点都不讨价还价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你说的那些 本王就接受你们白甲 一旦大败龙烟国 狼国就可以称霸九州了 到时候白甲喜欢哪片土地 本王就赏赐给你们 作为奖励 清远对这件事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这一仗他也没想过能赢 这种空口白话的事许诺再多又如何 就算他真的赢了 得到整个九州的郎国 又怎么会吝啬那点土地呢 谢郎王 那长公主 什么时候进营为好呢 今夜便可送了 清远有些兴趣缺缺 这玉谷国的长公主 前些日子 才因为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丢尽了令 想来也是个娇横的 女子再美 性子不好那也索然无趣 既然那斗篷男要我娶了那女人 就先安排进来才说 白飞宇行礼道 臣现在就去准备 清远挥了挥手 白飞宇退了出去 如今这个时候 白飞宇的到来倒是件好事 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只要他送来粮草 至少郎国打持久战 就变得有底气了许多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郎王那边已经开口 让今夜就送人过去 白飞宇来到驿站问道 都准备妥当了 大人请放心 小云蒙说 你跟着进去 如果天机公主靠不住的话 你想办法取而代之 我们在郎王身边 一定要有一个人 能说得上话 懂吗 奴婢明白 马车已经候着了 去吧 白飞宇点点头说道 天机公主带着投杀 缓缓地上了马车 马车迅速地 往狼国军营驶去 这一去 她的命运将得到 不可预知的改变 王 玉谷国的长公主到了 夜幕降临 清远正在营帐里 百无聊赖时 门外有人禀告 送进来 清远慢吞吞地说 不一会儿 天机公主缓缓地走了进来 行礼 声音温柔多情 切身给郎王请安 你就是玉谷国的长公主 听这声音 好似并没有多刁蛮任性 是 天机公主柔柔地说 取下面纱 让本王看看你 是 天机公主说完 缓缓取下面纱 露出一张美艳的脸来 比清姬稍逊色了一些 但也算极品之姿了 过了 美人当前 又是这样无聊的夜晚 清远自然是心痒的 只不过 听完这公主蛮横的紧 还是试探一下看看 天机公主柔顺地走过去 跪在了清远的脚边 她就好似一只 乖巧的猫一般 哪有半分利色 你当真是天机公主 清远有些怀疑了 是 这是玉谷国皇室的标记 天机公主扯下一巾 露出肩膀上 一块翡翠色的胎记说道 只有嫡出的皇族 才有这个胎记 你与外界传言的 不同啊 清远抬手摸着那块胎记 淡淡地说 传言始终是传言 自然是不同的 王会因为那些传言 就不喜欢切身吗 哼 自然不会 等本王得了天下 谁敢说你的坏话 本王就杀了谁 如此可好啊 清远楼过美人 大喘气地说 自然是好的 天机公主娇柔地笑了起来 那些萌萌 教了我不少讨好男人的数 此刻 还没有用上三成呢 皇上 太妙起火的事情 已经压下去了 臣民不但没有暴动 还因为皇上的人赐 而赞扬生四季 此时算是因火得福啊 端木熙站在一边 恭恭敬敬地说道 意料中事 还有件事情 暗卫已经同穆家军 换房结束了 穆家军回朝 穆天带了一个好消息 玉谷国把公主送去狼王那里了 是白飞宇护送着去的 不容白没那个胆量 这事你好好去查一查 估摸这是白飞宇擅作主张 白家想要投靠朕 朕拒绝了 线下 他们也只能转而去抓狼国 穆天主要是担心粮草 玉谷国毕竟离得见 如果他们给狼国提供粮草 十九战我们要吃亏的 德木 朕告诉你 朕现在就可以灭了狼国 但是朕不能这样做 朕有些顾虑还未解决 所以持久战必须打 而且朕说打多久 就必须打多久 你去和穆天说 军粮的事全权由他负责 不管他用什么法子 战争的节奏 都只能掌控在我们手里 懂吗 属下明白了 皇上 启禀皇上 收拾太妙废墟的侍卫 有钥匙求见 这时候 降公公在外面急切地说 东墨 没什么事你就退下吧 让他进来说话 遵旨 不一会儿 一个士兵走进来道 参见皇上 说吧 有何事 属下等 在太妙的废墟下 发现了一件太妃留下的物事 还未被烧毁 沈原历的眼角 微微抽出了一下 随即缓缓站起来说 朕亲自去看看 遵旨 那个侍卫连忙引路 来到太妙的废墟前 有很多宫女太监 还有一些侍卫 在清理满地的残岩断壁 就算人多 也得清上十天半个月 才能清干净 而在中间位置 有一小队人马围成圈 好似守护着什么 皇上 东西 就在那下面 引路的侍卫 指着那些人 围着的地方说道 过去瞧瞧 宣原历大步走过去 太妙大火本就蹊跷 难道大火最终的目的 就是让这一片地露出来 让那个东西重见天日 参见皇上 那队人看到宣原历 连忙跪下行礼 全部退开 今天所见之物 任何人不得外传 但凡朕听到 丁点风吹草动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听明白了吗 属下等遵旨 所有人扶地磕头 然后迅速离开 废墟之上 就只剩下宣原历 和端木熙两人 去看看 是什么东西 宣原历淡淡地说道 端木熙领旨走了过去 只见 一个雕刻着 幻灵族图腾的 坛木盒子 大部分都被尘土 压在下面 看不出大小 即便皇上 此物的确是太妃以物 上面有幻灵族的图腾 只是 压在下面 不知道有多大 端木熙回禀 宣原历走过来 扫了一眼 眼神顿时变得 有些犀利起来 这个盒子 是幻灵族 收敛尸骨的盒子 以坛木为主材料打造 最主要的是 幻灵族的图腾 只能安抚幻灵族的死人 活人 是绝对不会把图腾 刻在盒子上的 那是非常忌讳的事 所以 这个盒子也可以说 就是幻灵族人的棺材 这 难道是母妃的尸骨所在 这没想到 先皇 会把他母妃的尸骨 完整地存放在太庙下面 按照宫规 妃嫔死后 如果是戴罪之神 不能进皇陵 安葬的那种 都是草草火化 葬入宫人们 死后埋葬的丘缘 而且不得立碑 不得流明 母妃死于大牢 自然不能进皇陵 但更加不能入太庙 要不是后来 宣元力得到了 龙岩国的掌控权 他连牌位都不能有 宣元力执政时 也曾命人去丘缘内寻找过 但 换机是火化的 谁又能分辨得出 哪一盆骨灰是他的呢 最后 也只能是立了牌位 追风太妃 请进太庙了事 宣元力做梦都没想过 居然在太庙下面 挖出了他母妃的遗骸 皇上 要不要属下找几个人 把盒子挖出来 端木熙见宣元力 呆呆看着那盒子 好似僵在了那里 有些捉摸不透 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不是盒子 是一个大箱子 找几个死熊过来挖 挖出来之前 让进军把这里围起来 任何人都不准靠近 遵旨 端木熙虽然心里疑惑 但宣元力表情冷硬 端木熙是半句废话都不敢说 自从有了唐可儿 主子已经很少 有这种表情出现了 那个箱子 定然是不简单的 死球很快就压过来了 在宣元力亲自监督下 开始挖那个箱子 端木熙跟在宣元力身后 大气都不敢出 宣元力背着手 看着那箱子 一点一点露出来 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箱黄为什么要把母妃的事故 埋在这儿 一个罪负 连背都不能立的女人 却被放在了太妙之下 要是让当时的那些大臣知道 定然是要闹翻天 宣元却是那般多情的人了 为了母妃 她连自己江山祖宗也能放下 不 这不可能 如果真是如此 那她为什么要害母妃 亲手杀了她 却又舍不得那一句事故 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否则根本说不通 宣元却是个什么样的性子 我也还是了解几分的 她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带着算计的 她不是那种 任凭感情支配的人 可以说就算是我 也时常被她算计在内 包括我的王位 我的一同九州 还有宣元雷的死 全部都是宣元却设计好的 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只是因为不舍 就把母妃埋在这里 皇上 箱子已经挖出来了 端木熙这时候走过来嘀嘀地说 打断了宣元丽的思绪 她顿了一下 然后道 那些死囚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下去吧 朕一个人静一静 是 端木熙一挥手 一队禁军走上前来 把死囚带走了 不一会儿 整个废墟上 就只剩下宣元丽一个人 她看着眼前的箱子 忽然就有些胆怯起来 她不敢伸手去碰 那是母妃啊 是她另一个很重要的女人的尸骨 此刻就放在她的眼前 好似一根针 在曾经痛失母妃那个伤疤上戳了下去 很疼 一人一箱 就这么僵持住了 我不懂啊 你为什么要让换鸡的尸骨浮出我 黑暗里 宣元丽沉声问道 你想做的也是我想做的 唐可儿就是个拦络使人 我们都想除掉她 可宣元丽偏偏拿她当宝 也只有另一个她当作宝的女人才能对付 换鸡早就死了 当年 朕把她埋入太庙 用祖宗的力量镇压着她 又用魂天符 把她压在了地狱第十九层 如今呢 失去了太庙祖先的压制 她很快就会从第十九层离开 那怨气啊 那衬头有可能扛不住啊 你到底想怎么用她 去对付唐可儿啊 九州统一 已经迫在眉睫了 唐可儿的这个变数 必须除掉 只能兵行显招 换鸡曾经见过唐可儿 婆媳关系嘛 总是紧张的 她恨唐可儿抢走了宣元丽的爱 视同抢走了她的儿子 掐上这些年 在十九层那无止境的痛苦之中 你一直告诉她 是因为宣元丽 她才被压在了那里 她对宣元丽也带着怨恨 释放出来 怎么轮也轮不到你来扛 幻境 能杀了唐可儿吗 我告诉你 唐可儿只能自杀 任何外部对她的攻击 只要致命 她体内的力量 就会苏醒抵抗 要是控不住 那时候天崩地裂 一切就都毁了 既然如此 那你放出幻境 到底要做什么呀 看好戏吧 幻境和唐可儿一样都是变数 量着无论谁被灭 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幻境 也是变数 走吧 没事别老来找我 你要知道 我看到你 就觉得有气 忍不住想杀了你 人家宣元丽同青龙 都能好好合一 就你小气 分得那么清楚 宣元却说完 转身就消失在黑暗里了 小气 要是你也被困住几千年 你就知道 你会比我更小气 这天色也不早了 怎能皇上还未忙完 唐可儿皱着眉 看了看天 快入夜了 宣元丽却还未来凤鸾殿 皇上许是被什么事拖住了 也没有派人来说 晚上与王妃用膳 王妃还是先吃吧 免得饿着了 梅儿忙道 她答应过我 只要没有外使觐见 没有必须办的公宴 她都会在我这里用膳的 还是再等等吧 唐可儿微微凝眉 我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又等了半个时辰 天色也完全地黑下来 唐可儿有些坐不住了 吩咐道 余生 你带凤云殿里的宫女 去看看 皇上到底在哪 是 余生领命 找了个认路的 去找宣元丽了 这王妃也太大胆了 其他宫里的主子 要想知道皇上的行踪 那也只能暗地里查 她居然明目张胆地去找 也不怕惹怒了龙颜 宫女兰儿低声说 你懂什么 王妃可不是那些 寻常的妃子 那可是皇上心尖上的 她做什么皇上 都不会动怒 只会宠着 以后这种闲言碎语 最好不要说了 免得给人听了去 徒增画壁 余生义正言辞地 对兰儿训致道 姐姐教训的事 奴婢多言了 兰儿吓了一跳 连忙认错 不敢再多话 只不过 心里还是坠坠不安 这直接就去找 要是皇上怒了 那吃亏的 还不是传话的夏日 余生 这么晚了 你这是要去哪里 快到乾坤殿时 端木熙走了过来 疑惑地问道 王妃见皇上 久久未到 让奴婢来寻 皇上不在殿内 你先回去 我请了纸去凤鸾殿 给王妃一个心案 那就谢过端木大人了 嗯 姐姐看上去 同那端木大人认识 兰儿见两人说话 不怎么避讳 也没有恭恭敬敬的陌生感 就断定两人应是旧时 我们一同从王府出来的 自然认识 余生不嫌不淡地说道 那位大人 可是桓山面前的红人 而且 气宇不凡 英俊潇洒 要是能被他看中 做个窃行啊 兰儿花痴地说 他有一种人了 而且 端木大人很专一的 只认那一位 你就别想了 余生眼神暗了暗 冷淡地说道 啊 好可惜啊 宫里难得有这般高贵 又不俗的大人 好了 快点回去复命吧 让王妃不爽了 你想命难保 端木熙硬着头皮 来到废墟边 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去 生怕轩原历 一个不爽就砍了他 别在那躲躲藏藏的 滚过来 轩原历头也没抬 只是低声呵斥的 皇上 王妃在到处找你呢 端木熙 小心翼翼地说 生怕惹怒 轩原历 知道了 真知就过去 轩原历 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 还是选择了离开 至始至终 他都没打开 那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 如何处置啊 放在这里 也不行啊 来了往往 那么多人 要是磕了碰了他 那可是太妃的遗物啊 送到云台阁 还是那个屋子 锁起来吧 最终 轩原历叹了口气 忍住了打开箱子的冲动 他总觉得是个陷阱 自从有人 把母妃困在地狱十九层的事 爆出来之后 就发生了很多失控的事情 那些人 明显是要用母妃来牵制他 现在 忽然把母妃的尸骨露出来 陷阱的可能太大了 他不想冒险 也冒不起这个险 还是安排死囚去做吗 嗯 你去安排吧 这件事除了你我 朕不想有第三个人知道 轩原历 应了一声 随即就背着手走了 走没两步 他顿住又说 记住 箱子一定不能打开 孙晨 端木西忙硬道 轩原历 缓步走回凤乱殿 一路上 他都在尽量 让自己自然一些 控制情绪 一向 都是他拿手的 但是 在面对 唐可儿的时候 却不是 他在唐可儿面前 情绪波动很大 很真实 两人已经没有什么秘密 也不习惯隐瞒了 但是这件事不一样 太诡异了 他尚且想不明白 要是让唐可儿知道的话 定然会忧心忡忡 他舍不得 让他这样操心了 这一路走来 他从一个 两耳不闻窗外视 一心只想做米虫的懒人 变成现在这个 战战兢兢的样子 想起来 轩原历就觉得揪心的痛 皇上驾到 一声吆喝 唐可儿连忙站起来走出去 轩原历缓步走入党 今天事多了些 没注意天色晚了 让你担心了 没事就好 昨夜太妙大火 定然是人为的 你刚刚登基 这事无疑是让天下不安的契机 此时朕已经处理妥善了 你放心吧 他们的阴谋没有得成 轩原历抬手摸了摸 唐可儿的脸说 用善吧 以后朕来得晚了 就自己吃 我要饿着了 你答应我不会让我独守空归的 自然是要等着你来一起吃了 唐可儿嘟着嘴撒娇地说 饿着你了 朕心疼 轩原历叹了口气道 朕想早点结束这一切 带你离开这个是非圈 去过清静日子 让你整日没事就躺着 要多懒有多懒 快了吧 九州如今 只剩下我们和狼国了 唐可儿抬眼看着轩原历说 现在已经是最后的对决了吧 是 只不过朕心里不安 这张迟迟也打不起来 眼看最后一步的时候 朕却有些胆强 像我青龙乃是四神之手 东方战神 从未怕过什么 就在这一刻犹豫不决 总好似有什么不妥之处没有发现 唐可儿垂谋 不妥之处当然是有的 那个轮回大镇 在九州一统的时候将要抹杀掉我 而且我的遗魄始终还是找不到 那九州还有必要统一吗 如果我说 不要统一九州了 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 去你的仙山洞府过清静日子 好吗 不好 你的遗魄不要了吗 朕还未动发 你不知道朕忍得有多辛苦 唐可儿脸一红 随即他黯然地说 统一九州真的能拿回我的遗魄吗 我感觉这根本就是两件事 不 这一点真是确认过的 你别担心 统一九州之后 必定能拿回你的遗魄 你怎么确认的 唐可儿心里一惊 盲问道 别忘了 朕可是龙神 有些事自然是有感应的 朕感应到 你的遗魄将会在九州统一室出现 这一点不会错 真的吗 可是轮回大阵明明说过 那只是一个骗曲 统一九州之后 天神将在九州之上建造新的神域 利用九州宣元力这条大龙脉 重建神族 并且控制宣元力 让九州的人继续奉养神 以换取力量 而我唐可儿 这个变数将被抹杀 又怎么会让我的遗魄出现呢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宣元力发现唐可儿的表情不对 捏着他的下巴 缓缓地问道 我就是担心 统一九州是个骗局 我的遗魄也不会出现 一切都是假的 你刚刚那些话 让我越发觉得 这一切就是个陷阱 是 这是个陷阱 而引朕入局的 就是你去世的那一步 他们下了好大一盘棋 你从来到这儿 与朕相遇开始 就已经做好了局 就算是陷阱又如何呢 朕依旧会去 统一九州拿回你的遗魄 我们做真正的福气 唐可儿垂下头 轻轻摁了一声 宣元力说的也没错 陷阱也得有个耳 这个耳 就是我缺失的一魄 从一开始 他们都算计好了 如今 也只有尽量 想办法活下去 你打算什么时候 开始进攻 唐可儿想了想又问 再等等吧 如今处于对峙状态 谁先动 谁就破阵 朕等着郎国那边的动静 还有 惊喜不是还未回来吗 用膳吧 唐可儿点点头 随即勾起一个笑来说 我饿了 别想那么多 天塌下来 赠给你顶 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你有半分损伤 嗯 我信你 有事 宣元力 搂着 唐可儿 来到桌前 两人吃的都心不在焉的 各怀心事 吃完饭 宣元力 看了一会儿 奏折就睡下了 唐可儿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然而他刚刚闭眼就发现 自己泡在了一池血水里 就如同之前魏三娘给他的那幅画般的景象 终于让你再次入梦了 唐可儿 你还记得我吗 血池之上 忽然飘出一个白衣女子 与宣元力长得十分相似 这个女人一出现 唐可儿一下子就想起了那段被抹掉的记忆 那个带着无边绝望的血海深处 还有歇斯底里的唤迹 你还不放弃吗 你也知道 这里困不住我的 唐可儿冷静下来 他能逃过第一次 势必就能逃过第二次 离开这个幻境 唯一的办法 就是冷静 不要绝望 我并没有想困住你 也没有半分想要伤害你的意思 相反 我是想求你 唤姬缓缓开口说道 求我 求我什么 还是离开宣元力的话 那就算了 我不可能答应你的 唐可儿抢先一步说道 我知道 你对我而是真心的 我很感激你 唤姬整个人的态度都变了 这令唐可儿有些诧异的同时 也更加警惕起来 你 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想要离开这里 现在 总算有了一个机会 唐可儿 我想请你 救我离开 唤姬说话 也是有些吞吞吐吐的 他犹豫了很久 这才缓缓地说 秀 怎么救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个鬼地方 无法离开吗 唤姬叹了口气问道 唐可儿摇了摇头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为什么 不过隐约猜测 可能和先皇有点关系吧 当年我枉死 是带着怨气的 无论生前我如何温婉懂事 死后也免不了被怨气所累 成为索命怨鬼 他 就是 宣元雀 为了压制住我的怨气 把我的尸骨埋在了太妙的下面 并且用了一种很厉害的符 生生造就了地狱第十九层 把我困在了这里 果然是先皇困住你的 也太狠心了 听闻当初 你们也是因为有爱才在一起 他怎么能 被心爱的人设局杀死 然后还要被他困在这无边无际的绝望之中 谈可而觉得 那幻机是真的可怜到了极致 加上他又是宣元丽的娘 这种爱屋极屋的情绪也就更浓了 爱 在这里十多年如一日 我只想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他根本没爱过我 他选我 靠近我 只是为了用我幻灵族的血肉之躯 为他生下丽儿 一个天选之子罢了 换机的苦涩溢于眼表 他这一辈子 被误了 被害了 被伤了 最终还落得这样的下场 的确是令人心疼 特别是 看着他那张 同轩元丽极其相似的脸 谈可而忍不住就动了侧隐之心 现在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的尸骨 因为太妙大火被丽儿挖出来了 你看 现在我可以自由地行动 而没有被束缚住 但是这还不够 我还需要你帮我把困住我的符址撕掉 这样我才能彻底地离开这里 进入轮回 符址在哪 怎么个司法 谈可而沉吟了一会儿问道 就在石王府老宅的云台阁内 有一个上了锁的院子 里面全部是我生前的东西 包括幻灵族的一些秘法 都被丽儿锁在里面 如今 镇压着我师父的箱子 也被送到了那里 谈可而虽然是动了侧隐之心 但是 他也还有着自己的警惕 听了换机的话 他疑惑地问 为什么轩原力不自己打开箱子 放你出来 我也不知道那孩子怎么想的 明明已经认出来了 却不肯打开箱子 我与他之间的所有联系 都被轩原鹊给阻断了 我无法给他托梦 只能来求你了 谈可而沉默了一会儿 这才说道 我知道了 我会帮你的 但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帮你不会让我们陷入危机 只有确定这一点之后 我才能帮你 我是丽儿的母亲 你们放我出来 难道我还会害你们不成 要是丽儿知道我现在的近况 知道怎么救我出来 她肯定不会有半分犹豫的 别忘了 之前你为了离开 可是要我去害她的 那时候你对你的儿子 可是带着超级大的怨气 那 那只是我一时被这里的怨气所迷惑 并非真心 我只想离开 进入轮回 忘记这一世的悲劲 会对你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如果真如你所说 那自然是皆大欢喜的 其实我大可以答应了你 却又不做 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但你是轩原历的娘 我尊重你 敬重你 也同情你的遭遇 所以我才实话实说的 好吧 我等你去查清楚 十一年都等了 也不在乎多等这几天 不过 我希望你能把我现在的情况 告诉轩原历 因为你没资格决定我的生死 我的生死 只有我儿子能做主 好的 我会把这件事前因后果 都告诉轩原历的 我也希望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能救出你 你也能顺利地进入轮回 换机没有再说话 只是看了唐可儿一眼 不知为什么 唐可儿总觉得那一眼 好似隐藏了一点 什么情绪在里面 但是他来不及细想 人已经开始抽离 整个身子往下沉去 啊 唐可儿猛地睁开眼 喘息着坐起来 轩原历的大手 已经迅速地伸过来 把他抱在怀中 低问道 怎么又做噩梦了 刚刚睡醒的轩原历 声音还带着一点沙哑 听上去十分悦耳 我梦到你的母妃了 历 你今天来的这样迟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比如 挖到了什么 唐可儿试探地问 轩原历顿时沉默下来 想了想到 母妃居然给你托梦了吗 为何她从未入过朕的梦 有人不想你们母子再有联系 你懂吗 又是那老家伙 肯定是她倒的鬼 今天从太庙的废墟里 挖出一个大箱子 朕猜测 里面应该是母妃的尸骨 本来此时不打算告诉你 怕你又想东想西的 思虑过重 没想到今夜母妃 就给你托梦了 你为什么不打开箱子 是有什么顾虑吗 总觉得不同 像是一个陷阱 怎的 母妃托梦是想让你打开箱子吗 是 她想让我放她出来 唐可儿点点头 这件事 她想瞒也瞒不住 毕竟 那是轩原历的娘 她有权利决定 应该怎么做 轩原历沉默了 很久之后才缓缓地说 这件事 朕需要好好想一想 好吧 这事谁也不能帮你拿主意 最终要怎么做 还得你自己决定 唐可儿点点头 说完 她躺下闭上眼 昨夜基本上又没怎么睡 轩原历也不再多言 何以躺下 却也是有些难以成眠 换机 那是另一个对她很重要的女人 虽然如今的她 龙大人的脾气占了大部分 但也许是因为有了唐可儿 作为人身的轩原历 却并没有被完全吞噬 反而对这具身体的控制 越来越强了 也就是说 她现在拥有了全部龙大人的力量 却保住了轩原历的人格 这一点 或许连龙大人自己都没想到 青龙被人身同化了 不再是那个藐视天地 一切生物的龙神 变成了一个 有血有肉 有牵挂 有感情的人 这件事总的来说 谈不上好坏 但是 面对换机 却是变得优柔寡断起来 那个箱子直觉就很危险 根本不应该被打开的 母妃居然都哀求到唐可儿这里来了 说明她真的很痛苦 轩原历当初把她压在台庙之下 提了那么多符筹 一直都在折磨的 一想到这里 轩原历就感觉心好似火烧 开箱 朕亲自去开箱 一切后果 正来承办 轩原历忽然坐起来说道 好 我陪你去 唐可儿闭着眼 毫不犹豫地说 太危险了 何事 轩原历正要拒绝 唐可儿却打断了她说 母妃都找上我了 危险不危险 我都无法独善其身了 不是吗 轩原历沉吟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说 好吧 有什么都一起面对 历 如果母妃要杀我 你会如何 没有如果 轩原历咬着牙说 接下来两人都没有说话 一直沉默着 直到天亮 唐可儿 咪咪灯灯的 却也一直没有再睡着了 轩原历则是睁着眼 半丝睡意也没有 走吧 去开箱 唐可儿坐起来 揉着眼睛说 这么紧 早去晚去都要去 与其这样坐立不安 还不如直接去把事办 唐可儿说完跳下床 吩咐梅儿 伺候她洗漱更衣 轩原历愣了一瞬 随即也就释然了 无论什么凶险 她为她挡 实在挡不过了 大不了她为她死便是了 一番收拾妥当 两人悄然离宫 回到石王府的老宅 云台阁内 早已是荒草丛生 看着昔日住过的地方 如今这般萧瑟 唐可儿也是感慨良多 这个院子 以前我就看到了 一直上着锁 唐可儿曾经还想过 这里面到底都是些什么秘密 可你从不曾问过 也是 你对什么都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 一点好奇都没有 轩原历说着 话里不无宠溺的味道 那时候 要是我好奇地问了 你会告诉我真相吗 唐可儿歪着头问 不知道 也许会吧 就算不告诉你 朕也不会挠你 从一开始 你主动要求进王府时 朕就已经舍不得对你下手了 就因为全容颜国 只有我一个傻子 为了做米虫 心甘情愿嫁进王府 这轩原历是多缺爱啊 你为什么要把母妃的东西 全部锁在这个里面呢 唐可儿转了话题问道 母妃最后弥留之际 就是在这个院子 她在牢里自己 还生一口气时 被送回了王府 最终死在云太阁内 没想到 这里居然是母妃 最后弥留的地方 她贵为妃嫔 为何不在宫中 反而随着拟来了石王府 先皇后容不下她 先皇为了护住 她和年幼的我们 就下令建造了石王府 以罪妃之名 将她驱逐出宫 带着年幼的儿女 住在了这儿 先皇对你母妃 也算是有心了 唐可儿也觉得 自己看不懂 先皇的心思了 一会儿好似恩宠有家 一会儿又薄情寡义 到底她是个怎样的人 朕曾经也这样觉得 先皇对母妃 是爱之深的 可惜一切却只是个孝王 到头了 哪有爱 有的只是算计和陷阱 唐可儿伸手 牵住了轩元丽的手 稍稍用力 她感觉到轩元丽的情绪 波动很大 对于先皇的事 她心中是带着恨意的 朕没事 朕虽然是那个人的儿子 却从未有半分 他的冷酷 朕对你是爱之深 就算你背叛了朕 朕也不会怪你 这一辈子 不 是永生永世 朕都不会对你有半分的不好 我知道 我不会背叛你的 永生永世 我都不会背叛你 唐可儿用力抱住轩元丽的腰 滴滴地说 开箱吧 我陪着你 轩元丽抿着唇 缓缓走过去 伸手 揭开了箱子上的符咒 一张一张 总共八十一张 已是道法里的最大数了 九九归一 这些符咒 造就了地域十九层 这个画符的人一定不会是先皇 而是更厉害的人吧 符咒都撕掉了 箱子还是静静地放在那里 没有任何动静 轩元丽看了看唐可儿 唐可儿点了点头 他伸手 猛地就把箱子打开了 一股黑气扑了出来 轩元丽早有准备 一把搂住唐可儿飞了出去 黑气所过之处 一切物事都被腐化了 不过 那黑气并没有追两人 而是渐渐地凝聚成一个人形 站在那 轩元丽摟着唐可儿 远远地看着 身子渐渐有些僵硬 那是 母妃吗 唐可儿感觉到了 轩元丽身上的变化 嘀嘀地问道 轩元丽并没有回答 她一双眼 死死盯着那个 黑雾凝聚而成的人形 丽儿 没想到今生今世 还有机会再见你一面 我也真是无憾了 那声音 就是梦中唤迹的声音 莫非 轩元丽颤抖着 说出了这两个字 听到轩元丽那声呼唤 那身影似乎颤抖了起来 整个黑雾变得虚虚实实 如梦如幻 这是唐可儿 是儿子心爱之人 轩元丽一把 将唐可儿扯到身边 对着那身影说道 我知道 我见过她了 她很爱你 身影嘀嘀地说 声音里 似乎带着一抹苦涩 每一个母亲 都不喜欢自己的儿子 被别的女人抢走 这就是千古以来 婆媳关系恶劣的原因吧 母妃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轩元丽低下头 这一刻 她似乎散去了所有的霸气 像一个正在认错的孩子 这不是你的错 当初选择跟你父皇走 不顾你外婆的阻拦 放弃了幻灵族的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了这个结果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完全不像梦中那般 唐可儿简直都惊呆了 这个换机怕不是假的 梦里她怨气滔天 对轩元丽更是恨之入骨 现在这样算什么 洗白白了 母妃 轩元丽此刻的心情也是十分的复杂 看着眼前似要消散的黑雾 她很想伸手抓住点什么 可是人已是再难挽留 丽儿 好好地活着 好好的 母妃再也不能陪伴你了 说着 那黑雾就开始散去 散得不快 一点一点的 却是肉眼可见的 少了又少了 怎么回事 母妃你要去哪儿 轩元丽忽然感觉到不对劲 连忙走前几步问道 孩子 那些人要害你 要害你的女人 他们让你发现我的尸骨 就是为了放我出来 杀死唐可儿的 可惜 他们并不知道 我没有封魔 也没有恨你 更加没有恨唐可儿 我都是装出来的 只为了能再见你一面 你这是要魂飞魄散了吗 轩元丽哽着声冲过去 但黑雾 却是已经散开了 唐可儿 好好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我儿子需要你 黑雾消散的最终 只留下了那一句话 原来他都是装的呀 能骗过那些人那么多年 幻境真的很厉害 母妃 轩元丽一掌就在地上轰出一个洞来 要不是顾忌着唐可儿 怕是这院子这屋子都要被他毁掉了吧 丽 别伤心了 母妃她总算是得到了解脱 有一种痛苦叫生不如死 她这十一年 真是难为了 唐可儿抱住了轩元丽的头 将他拉入怀中 眼眶红着说道 是朕没用 帮不了他 还害到魂飞魄散了 轩元丽歇斯底里地喊叫 他是一国之君 是龙神 他不能有眼泪 所有的悲伤和痛都只能化为吼叫 在我这里没有王 没有龙神 只有你 我的夫君想哭就哭吧 唐可儿柔声说道 轩元丽忽然没了声息 不一会儿 唐可儿就感觉到他的衣巾湿了 眼泪也是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心疼这个男人 自出生开始就被人一路设计 最亲近的人要么背叛要么离开 他是真的孤家寡人了吧 换机 魂飞魄散了 斗鹏南站在轩元丽面前 缓缓地说 你说什么 轩元丽瞪大眼 一字一句地问 换机他的恨意 他的怒气 全是假装的 不但没有凭着这股力量杀死唐可儿 还把自己所有的灵气 给了唐可儿 最终 魂飞魄散 斗鹏南淡淡地说 语气里没有半分喜怒 这件事 他知道吗 轩元丽双手紧握 刚毅的脸上 看似没有半分波动 实际上 微微颤抖的身子 已经出卖了他 主子已经知道了 但并未给出下一步的指示 最后一张底牌也用掉了 看来 或许真的只能不死不休了 真的 换机 没有 他就没有半句话吗 换机骗了我们 主子并未因此责怪你 你还想如何 知道了 你走吧 真需要休息 沈元雀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 斗鹏南随意地行了个礼 头也不回地走了 沈元雀咬着唇 面色冷沉 他终究是再也见不到了 心里的滋味 五味杂沉 说不出的难受 我轩缘去 神的化身 为了神 走就了这一切 设计了这一切 换机迟早要没有的 这个结果 一点都不意外 可我 为什么就那么难受 一枚棋子吧 散就散吧 轩缘却喃喃着 也不知道是想说服谁 那一天 在云台阁院子里的事 轩缘丽和唐可儿 都自觉地避开来 谁也没提 两人回到宫里后 都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换机最终 没有伤害 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 也没有继续受苦 虽然魂飞魄散 是有点惨 但总归这件事 已经有了一个了断 皇上 郎国开始小部分 偷袭我军 不过都被我军识破 目前并无伤亡 听了下人的禀告 轩缘丽有些疲惫地 闭了闭眼 郎国的实力 一旦离开沙漠 就会弱很多 现在 只要他一声令下 请客就能灭掉 可是他不敢 一种说不出的恐惧 让他下不了这个命令 告诉叶一 继续暗兵不动 等朕旨意 遵旨 皇上 不好了 一股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队伍 把鹰眼国内 守卫的暗门士兵 围住了 就在这时 端木熙急切地进来说 怎么回事 查清楚来的是 哪个队伍了吗 不知道 那些人全部身穿黑衣 用黑斗篷遮盖全身 包括脸 根本看不出 是哪里来的队伍 而且凶猛无比 暗门的前上 已经被全数见面 那些人还夸下海口 十天之后 要歼灭我军 这消息是什么时候传来的 三天前 暗门的少兵 偏死送出来的信 送到城里人就不行了 让木天点兵 明天朕要亲自出征 轩元丽沉默了一会儿 他知道 那些人等不及了 这是冲着他来的 母妃那个陷阱失败 那些人已经没有底牌了 所以 这是准备逼着他 一统九州 自倾斜离开 也是一跃有余了 线下是半点消息也没有 梅儿虽然没问 但是唐可儿看得出 他心事重重 越发的不爱说话了 青邪深入了青氏一族的老巢 看似没什么凶险 但是之前他去时 却是差点死在了那里 那些人应该是已经控制了 那个地方 否则黑婆不会忽然失去风机 狼王也不会被控制 或许真的是我错了 唐可儿喃喃着说 不该让青邪进去那里的 皇上驾到 就在唐可儿胡思乱想的时候 轩原力来了 自从登基之后 他甚少这个时辰来凤鸾殿的 皇上 怎么现在来 唐可儿忽然就心跳加速起来 难道又出事了 所有人都退下吧 轩原力摆了摆手 秉退了所有人 整个宫殿内 只剩下他和唐可儿 是不是出事了 该结束了 就算你我停止不前 对方也忍不住要出手 什么意思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怕怕的 一队神秘的军队 开始攻击暗门的人 而且很厉害 也就是说 这一次要么朕亲自出征 去对抗他们 一同九州 要么 他们灭了暗门十万大军 扶持狼王上位 一同九州 所以你要亲自出征了是吗 唐可儿顿时就听明白了 他抿着唇问 是 朕是来接你的 轩原力说着 抬手摸上唐可儿的脸 共同进退 嗯 共同进退 唐可儿点点头 伸手按住了轩原力的手臂 没想到这么快 如果在轮回大阵 抹杀我的时候 活不下来 那么这几日 就是我同轩原力 最后的几日了 走吧 沐天已经在 点将台点兵了 朕这次 就拿下整个九州 送给你 轩原力说完这句话 一只巨大的青龙 忽然从他的身体里浮出 好似守护兽一般 将二人围住 这个 人龙早已合一 为什么龙大人 还能被分离出来 这是朕新修炼的功法 可以把龙气巨像化 到时候可以保护你不受伤害 毕竟战场上 处处都是危险 也就是说 你的能力又强了 唐可儿伸手去摸 那龙气幻化的青龙 和真的龙大人触感 居然都差不多 是 但是我们的对手也很强 如果朕没有猜错 那很可能是天神 轩原力淡淡地说 就算是天神 朕也可以杀了他 启禀皇上 穆家军已经准备完毕 等候皇上旨意 走吧 这一仗 不死不休 嗯 轩原力搂着唐可儿 出门上马 飞驰而去 唐可儿紧紧抓着 轩原力的衣襟 恨不得把自己 完全嵌入他怀里 从此再不分离 就在两人离宫不久 凤乱殿内忽然闪出一抹人影 竟然是倾斜 他一把拉住从身边走过的梅儿 不等梅儿回过神 就带着他急急离去 哎 你要带我去哪儿 离开九州 否则大家都要死 你什么意思 梅儿听了倾斜的话 顿时慌了 要知道这里还有很多他的姐妹 还有王妃 她怎么能自己跑掉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没时间解释了 我们必须去黑洞躲起来 只有在那儿才不会受到波及 什么黑洞 要去 那小月姐姐 余生 蓝姑娘 还有王妃她们也得去啊 梅儿大喊着说 去不了他 能带上你已经是最大的极限了 梅儿 听话 清邪用力抱住挣扎的梅儿 说道 不 我不能如此自私 王妃就算是在生死之时 也为我们安排了后路 现在他们有难 我怎么能自己跑掉 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 我会痛苦一辈子的 清邪沉默 这个结果她一早就知道的 一开始 她本是打算把梅儿打晕了 直接带走 但她怕 她知道真相之后 梅儿会恨她 一辈子不原谅她 清邪你放开我 求你了 别让我恨你 梅儿哭着哀求 清邪手一松 她最怕这句话 万年的修为就为了这个小女人毁了 她放不下她 拼尽全力也要回来带她走 你不走 你不走 会死的 我走了 一辈子痛苦悔恨 比死更难受 梅儿哭着说 你走吧 我不能连累你 你不走 我走了又有什么异性呢 再回去黑洞 承受那千千万万孤独的滋味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救大家都会死了 你说清楚啊 梅儿心里感动 但还是担忧姐妹们的安危 焦急地问 我在清世一族的祭坛那里 寻到了一个真相 统一九州是天神设下的一个局 这件事情很复杂 清邪闭了闭眼 然后说 轩云丽在哪里 我要见她 既然走不了 那就留下了拼了命的活一次吧 看着梅儿梨花带雨的小脸 清邪 只能选择最坏的那一个 与轩云丽真正的合作 这无疑就是要与天神为敌 她已经被封印过一万年了 如今再失败 那就是必死无疑了吧 皇上带着王妃去显现了 该死的 那么快就要开始了吗 你跟我去吧 从现在开始直到毁天灭地 你都不能离开我身边半步 只要不是丢下他们自己毒火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我现在就去追轩云丽 清邪忽然就化为一阵黑雾 将梅儿包裹起来 然后黑雾急速向前飞行而去 轩云丽带着唐可儿 一路来到军营 穆天已经点起五万大军正在等候 看到二人同来 不觉愕然 皇上 为何王妃也跟着来了 王妃对一些巫术之类有化解的法子 这次的敌人十分诡异 所以朕带着她同行 也许有用 可是战场毕竟危险 朕的女人朕自己会保护 别误了时辰 穿纸 出发 轩云丽打断了穆天的话 下旨 大军即刻出发 轩云丽 亲自带兵出征了 轩云丽 淡淡地说 鸡叫法对她最有用 让那些魔兵辅助她拿下狼王的军队 只要这仗赢了 九州就能统一 黑暗里 年轻男人的声音依旧是那般的淡淡然 你 别高兴得太走 杭克尔还没除掉 就算你能离开这里 只要她觉醒了 你照样要被打回来的 放心吧 如今轮回大阵还在我手里 实在不行 就在大阵启动的那个点 毁掉阵眼 让一切回到原样 大不了就是人类毁灭 九州成为一片焦土罢了 那样 你依然无法离开 有何意义啊 是 我无法离开 但天尊最在乎的人类也灭亡了 大家同归于尽 没有唐克尔作为载体 天尊再也无法复活 而我就算千年万年困在这里 也是不死不灭的 与时俱分 有意义吗 闭嘴 按照我的计划去做 要是你敢有一点异动 我就杀了你 嘿嘿 事到如今 我还怕死吗 我忽然觉得 原来做了那么多 竟都是毫无意义的事 不过 你放心吧 我不会背叛你的 背叛你 就好似背叛我自己 我不喜欢 你受了什么刺激 居然不再自称震了 或许 是因为换鸡吧 我终究是负了她 你负了的女人还少吗 后宫家里三千 你不是全都负了 她不一样 算了 和你说 你也不会懂 我去前线盯着 找机会杀死唐克儿 记住 千万不能让她动怒 否则封印一旦解开 天崩地裂 知道了 轩原却离开 黑暗中 被铁链锁住的男人 抬头看着上方 就快了 马上就能挣脱这个束缚 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青鞋带着梅儿 很快就追上了 轩原力的军队 当晚 轩原力驻扎的时候 青鞋出现在主杖内 青鞋 你总算回来了 唐克儿见到她 高兴地说 是啊 九死一生回来了 但是带来的消息 却是更加的绝望 青鞋淡淡地说 少了一分漫不经心 多了一点忧国忧民 有话就说 卖什么管子 哼 要不是梅儿和可儿 我才懒得理你 让你自己去死好了 哎呀 行了你们别吵架 皇上给我个面子 别说话 青鞋 你好好说 到底怎么回事 唐克儿头疼不已 这两个怕是 还没长大吧 统一九州就是个幌子 最终的目的是 天神的付出 天神不是沉睡了吗 这就是天地间 最大的一个秘密 一直藏在 青石一族的祭坛下面 这次雷劈祭坛 让这个秘密得以付出 当年天尊 也就是你师父的死 的确是自杀 他用自己的神魂 把天神镇压在 三界六道之外的某个地方 至于为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听了青鞋的话 轩元力皱起眉来道 师父是为了镇压住天神 才资金的 反正我所得到的信息 的确是这样说的没错 这和统一九州又有什么关系 天神毕竟是天神 就算是力量不如天尊 那也是天地间 数一数二的高手 想要压住他 必须把他的力量抽出来 他的力量被分散在了 九州大陆了 轩元力打断了青鞋 问道 是 天神的力量就藏在 九条龙脉之中 所以他要让九州一统 你是龙神 乃是天下间 所有龙脉的主人 只要你成为了九州之主 就能轻而易举地 抽出九条龙脉 让天神重返人间 朕不会这样做的 天神逼死师父 朕要杀了他 又怎么会帮他呢 你知道轩元力 除了你父皇之外 还有另一个身份是什么吗 能引来天火 他应该和我一样 是天神轮回人家的人身 没错 他生了你 你体内就有天神的血脉 只要你成为九州之主 轩元阙就会利用 这点血脉控制你 而你完全没有办法反抗 这种术法 叫做血缘咒 该死 朕怎会被他如此玩弄 轩元力恼怒地说 大不了朕这辈子 都不同意九州 看他们能怎么样 所以他们让 唐可儿出现了 他缺失了一魄 如果你不统一九州 天神会用缺失的那一魄 吸走他身上其他魂魄 他本就不是这里的人 身体也不是他的 魂魄根本不稳 只需要一魄就够了 所以要么你受人控制 要么他受人控制 只有这两个选择 不可能 肯定还有第三条路 朕绝对不会屈服 也不会让可儿受伤害 就是 如果真的是这样 天神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 唐可儿也是皱着眉说 他可不想成为 轩元力身边的累赘 反正我在青石一族 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样 我还知道现在的一切 都是轮回阵法之后 重头来过的 在之前那一次 你被鬼师三杀了 人类也完全地灭了族 龙脉尽端 天神永远也无法离开 困住他的地方 所以他引救唐苏尔 开启了轮回阵法 让一切重新开始 轻斜说到这里的时候 唐可儿脸色都变了 因为他知道 轻斜说的是真的 他还亲眼看到过 一时间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梁九 宣元力才缓缓地说 只要朕放弃肉身 用龙身 就不会再有血缘之说了 你还有龙身吗 你的龙身根本就和这人身 合二为一了 分不开的 这件事我也无能为力 本想带着梅儿 壁祸到黑洞去的 可惜他不愿意 丢下你们独自逃走 如今两个选择 你选一个吧 明天 大军继续前行 沉默了一会儿 轩元力缓缓地说 力 你这算是选了吗 无论如何 朕都不能让你受伤 轩元力抬手 轻轻摸了摸 唐可儿的脸说道 其实 轩元力并没有做任何选择 只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 他不相信 只凭那一点点血缘 就能完全地控制住他 就算是赌一赌吧 总归 第一要紧是护着唐可儿 我其实也不知道你怎么选 换了是我 我也会这么选 得了 为了梅儿 我会想办法护着你 不让你被轩元却控制 夺去龙脉之力 让天神付出的 青狮一族果真被全灭了吗 是 不过黑婆应该是跑了 我能感应得到他并没有死 但奇怪的是 我感应不到他的具体位置 他还带着你的力量吗 强行解除魂音 青雅的魂力已经被我破坏了 现在十分的虚弱 已经等同于是废了 这也是黑婆眼看着青狮一族被灭 却只能逃走的原因 他现在至多就比寻常人强那么一丁点罢了 不足委屈 这就好 朕不希望再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 这场仗是一场硬仗 那些黑衣士兵想来就是朕所背负的英国吗 天神希望你赢 这些兵只不过是为了逼你出手罢了 不 背着英国的青龙 是不能驾驭龙脉的 天神一定要逼着朕 亲手解决这上千年的恩怨 再杀他们一次 唐可儿微微皱眉 他觉得这样并不太好 你也觉得不妥事吧 朕这次不用暴力 朕要同他们合作 宣元丽长出一口气道 本来灭魔族就是天神的旨意 他们真正的仇人应该是天神才对 此刻却被天神所用 岂不是可笑 魔兵早就已经没有自己的意识了 他们有的只是一枪的愤怒和怨气 根本无法正常沟通好吧 清喜爷翻了个白眼说 你居然想让他们倒戈 普通的魔兵自然是没有 但是别忘了 他们只有一个主子 那就是魔王 朕曾经见过魔王 他并没有成为无意识 只知道报仇的冤魂 你亲自看下魔王的头 他现在正等着看你如何被天神弄死呢 怎么可能帮你 我试试怎么知道 像于这三千多魔兵 魔王必定在场 只要朕能劝退魔兵 只要因果不灭 就算统一九州 龙曼也不能为朕所用 宣元利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如果魔王能为你推兵 也就代表他不恨你了 你身上的因果自然也就解了 天神算我遗漏 无论你用什么法子 你身上的因果都会解掉的 是吗 那就试试 宣元利却是没有半分表情 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朕只不过是走一步算也不罢了 宣元利转头看向唐可儿 缓缓地说 要实在走不下去了 就同归于尽吧 我愿与你同生共死 唐可儿淡淡地说 脸上没有半分惊惧 两个疯子 不过也罢 疯就疯一场罢 本座也是好久没有不顾一切地做一件事了 忙忙陛下 喝个酒啊 军帐之中 清远躺在软榻之上 天机公主跪在一边 风情万千地端着一杯酒 羡慕地说道 这枯燥的军营生活 因为有了你 倒是也别有一番滋味 清远抿着酒 捏了一把天机公主的脸蛋说 妾身能够伺候陛下左右 是妾身的福气 天机公主娇滴滴地说着 把身子蹭到了清远的怀中 禀告大王 熔岩国军队似乎出了什么状况 纷纷向着后方急剧 只留了一场兵力与我军对峙 这时候 探子在帐外禀告 陛下 如今有军情 且身先告退了 天机公主进退有度地说 不用 你是本王的女人 留在本王身边 本王姓 是 天机公主抿了抿唇 继续伺候着清远 龙岩国的人又不傻 他们这么做 要么是后方有变 要么就是右底深入 派人潜入他们后方再探 遵旨 探子领命退出了 天机公主垂眸 她明显感觉 狼王开始有些分神 进军营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我对狼王那是千亿百顺 柔情四顺 妈妈对我也算是迷恋得很 或许 可以试探一下 陛下 怎么了 好似有些烦心 天机公主 把手按在狼王的太阳穴上 轻轻地揉着 哼 这场仗本王已经打得很是厌烦了 如今陛下同在轩原里平分天下 若是不想打 大可以回去大漠 想来 那龙颜国的军队到了沙漠 也是废的 天机公主 以退为进地说 你懂什么 女人少掺和本王的事 是妾身多言啊 妾身只是见不得王上烦心 妾身心疼呢 天机公主连忙小鸟一人 罢了 你也是好心 以后不要再犯就是了 清远淡淡地说完 蓝腰抱起天机公主的 陪本王睡一会儿 天机公主 是那个斗篷男指定的王后 这件事 一直让清远耿耿于怀 他们认识吗 虽然 这个女人我用起来感觉很不错 心里也是习惯的 但是 始终不能完全地信任她 玉谷谷那种小过 根本就是墙头层 现在想着来巴结我 若是有一天 轩辕里的胜算更高呢 身边人 会不会倒戈相像 阮玉温香在旁 清远 你是不是忘了此次出行的目的了 正在睡觉的清远 忽然被一阵冷意惊醒 他一睁眼 就看到斗篷男站在不远处 一双眸子冷得刺骨 下意识地 清远转头看向天机公主 他没有一点反应 还在睡着 别看了 他暂时醒不过来了 斗篷男淡淡地说 你来干嘛 清远耐着性子 坐起来问道 该是时候出兵了 你还真以为我让你来这里 就只是和那群龙颜国军 互相对看的吗 当然不是 你让本王来 是把狼国双手奉上的 不是吗 清远 语气更加冰冷地说 没想到 你还有点脑子 斗篷男听了清远的话 居然笑了 果然呢 你果然打着这个算盘 你是轩辕丽的人 清远有些恼怒地说 不对 如果你真是轩辕丽的人 本王已经被你要挟 轩辕丽一早就该攻过了才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 打得什么算盘 既然被你看破 那我也就不瞒你了 九州只能是轩辕丽的 他现在也已经带兵赶过来 如果你想要留下 清诗一族一点血脉的话 就乖乖地出兵 和他一阵 本王不想再被你胁迫了 这证 本王不打了 清远愤怒地说 哼 黑婆可还在我们手上啊 当然 还有你清诗一族的血脉 你死不要紧 清诗一族的命脉 要是从此断了 休息巫术之日 是没有轮回可言的哟 斗篷男一字一句地说 身死魂灭 清远脸色煞白 身子也有些摇摇欲坠 身死魂灭什么的 他倒也不是这般的惧怕 但是 损了清诗一族的命脉 那可不是件小事 只怕 到时候想身死魂灭都不行 会生不如死 你好卑鄙 清远冷着脸说 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一点小手段罢了 谈不上碑 斗篷男冷笑着说 明天本王就出兵 清远咬着牙说 如此甚好 是不是本王兵败 将索德之国连同狼国 一起送给玄元力 本王就能自由 清诗一族的血脉 也可以被流下了 当然 我答应你的 自破实验 斗篷男说完 一灰衣袖就消失了 该死 狼王脸色铁青 却是没有半分法子 那人捏住了他的死穴 居然让他 把狼国双手奉上 简直是奇耻大辱 谈可儿这边 轩元力决定 在和那群魔兵开战之前 先去见一见魔王 说白了 大家都是受害者 真正操控一切的是天神 只要魔王还有心智 两边谈判下来 胜算还是挺高的 我要跟着你一起去 谈可儿拉着轩元力的手袖说 这 恐怕不妥吧 魔王毕竟是他几辈子的仇人 要是谈崩了 恐怕是要打起来的 我不管 从此刻开始 你到哪儿我到哪儿 谈可儿却是十分的坚决 他知道 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九州统一 轮回大阵就要来抹杀他 到时候 能不能活也未可知 所以 他要珍惜和他在一起的 分分秒秒 好了 他要去就带他去吧 这种时候难道你还要 同他分离不成 轻斜在一边实在看不下去了 开口道 好吧 不过 一旦有危险 朕让你走 你必须走 是是是都听你的 谈可儿连连点头 只要让我跟 怎么都行 轻斜在一边翻白眼 我 这俩人随时随刻都在虐狗啊 不过我现在可是有小梅儿了 不怕他们撒狗粮 把四神都叫来吧 这件事毕竟牵扯到了天尊 而且四神之间的恩怨 也该是时候了断了 对啊 你们不是互相怀疑对方杀死了你们的师父吗 现在真相大白了 四神理当同心协力 这一仗凶险 能多一份力也好 再者说 四神之间的事也该有个结论吧 虽然他们好似已经和解不少 但心中始终是有根刺的 我把那两只叫来 青衔 你要是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也拿出来 不过 玄武至今为止还没找到 唐可儿看向轩人历说 老乌龟一般都不会出现的 跟着师父这么多年 也就见过一两次 不用理他了 玄武是一定会出现的 因为天神要离开 除了龙脉之力之外 还需要四神集齐 这也是天尊为什么自杀 却用奔雷斩 就是想要你们内讧 不要聚集在一起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了 四神都围绕着天命之女出现 已经不是内讧就能阻止的了 果然 四神聚集也是算计中的一个环节 天神这下的好大一盘棋啊 还能算无遗漏 当真不是寻常boss 但是细细地想来 四神聚集倒也不是完全凭空的 有人在后面做推手 那个人就是东方无忌 到了现在 东方无忌的身份变得越发地扑朔迷离 他不时出现 引导我顺着天神的计划 一步一步走下来 莫非我真的是看错了人 东方无忌是天神那边派来的 哟 这次又去干嘛了 连老巫都给整来了 白虎先来 看到军帐内的阵势 愣了一瞬警惕地问 等猪却来了之后 再一并说吧 唐可儿心不在焉地开口 他还在琢磨东方无忌的身份 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 一时间 谁也没再开口说话 白虎也感觉到空气微微有些凝重 他伸了个懒腰 找了个舒服的地儿躺下了 不一会儿 朱雀飞进来了 几天不见 毛倒是又长了些出来 但是 也还是看着秃秃的 想来这浴火重生 也并非那么容易恢复 傻鸟也来了 说吧 到底什么事 白虎永远是最毛躁的那一个 跳起来嚷嚷 关于你们师父的死 清邪找到了一些真相 想告诉你们 唐可儿缓缓开口 然后转头看向清邪 果然 一提到这件事 整个气氛就冷了几分 大家都不说话了 这件事情都过去几千年了 还要提吗 朱雀第一个开口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宣元力终于说话了 这件事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坎 师父怎么死的 大家都知道 心知肚明还要说吗 白虎也有些暴躁地说 原来你们都知道啊 那为什么这几千年 还要互相猜疑呢 清邪听了白虎的话 倒是有些意外了 师父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我们不和 他老人家 用生命来达成的事情 我们自然要遵选 原来你们全都知道 宣元力第一次露出了 震惊的表情 师兄 虽然你睿智 但也别把我们当作傻子呀 你极力掩盖此事 故意找查我们 做得不要太明显 朱雀看了宣元力一眼道 如今 真相已经浮出水面 而且真相的背后 是天神的阴谋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唐可儿接过话头 适时化解了宣元力的尴尬 老大 我们都认主了 你吩咐的事 我们哪一个没做了 你还拿着我们 一千年的修为呢 对了 这两颗内单还给你们 这种时候 给你们比我拿着管用 唐可儿忙把怀中的内单 拿出来说 啊 这 该不是让我们去和天神 决战吧 白虎和朱雀对视一眼 转头看向唐可儿问道 差不多吧 我也不瞒你们 这次怕是真的要与天地斗了 唐可儿咳嗽一声说 青鞋 你把具体情况告诉他们两个 时日无多 朕要启程去意见 上次魔王就是在那里见的他 至于你们 要参与便参与 不参与不勉强 宣元力转头看向两只道 师父的仇 凭什么你一个人去报 我们也要去 要去的话 就随军前行 见过魔王之后 正会带可儿与你们会合 宣元力淡淡地吩咐完 拉起唐可儿道 走吧 就这样走了 那魔王可是恨你入骨的 你一个人去见就好了 还带着老大去干嘛 不关你的事 少管 宣元力冷淡地说完 拉着唐可儿离开了 所以说 这青龙大人是恼羞成怒了 唐可儿看着宣元力黑着脸 暗自揣测 几千年 他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没想到师弟们早就动心一切 陪着他演戏呢 难怪他脸那么黑了 咱们又飞他吧 否则路程太远 走到一个僻静处 宣元力站下来说 哦 唐可儿点点头 现在某人情绪不高 他还是乖乖听话的好 所以说 之前你和那暴龙不合 非要说师父是他杀死的 其实是假的 宣元力和唐可儿走后 白虎蹭到朱雀身前问道 是啊 师父用奔雷斩自杀 就是因为奔雷斩只有我们会 加上青龙拼命地掩盖真相 过于欲盖弥彰一些 这个不难看破吧 你不是也追着他扬言报仇什么的吗 啊 那啥 我是真的以为师父是他杀的 闹得半天是假的呀 你还真是 耿直得很啊 朱雀无语 还敢叫他傻鸟 到底是谁傻 朱子 青龙去一线了 黑暗里 斗鹏南恭敬地说 他去找魔王呢 想和魔王联手对付我 等他们一到异线 就杀了魔王 记得又奔雷斩 魔王一死 魔兵岂不是无法掌控了 就是要失控 让他们只凭怨气和恨意去厮杀 魔兵本来就不需要有控制 可是 你不是要把九州送给宣元力的吗 魔兵也只是为了让他解除因果 要是失控的话 龙岩国君被灭 岂不是毁了计划 宣元力没那么弱 区区魔兵 要不了他的命 至多让他自顾不暇 没空管唐可儿那个变事 到时候 就让他死在战场上便是了 龙大人驮着唐可儿 来到异线郊外的深山 之前就是在这里遇到了魔王的 也不知他还在不在 前面的路你不能再上去了 魔族身上的魔器毕竟有损人的寿远 你在山下等着就剩了 龙大人恢复了人身 缓缓地说 哦 那你小心点 唐可儿点点头 并没有坚持要跟 毕竟 他猜测宣元力同魔王是有些事 需要单独谈的 你自己也要小心 宣元力留下一个护法阵 这才转身往山上走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走几步 忽然地动山摇 整座山 眼见着就开始坍塌 糟了 出事了 宣元力身形一动 瞬间冲到了山顶 只见一地黑雾 黑雾内夹杂魔器 正在缓缓消散 这些魔器是来自魔王的 该死 魔王被杀了 不 确切地说 应该是魔王的阴魂被灭了 如今算是魂飞魄散 再无半丝残留 魔王虽然已经是阴魂 但几千年来 这阴魂也是在不断强大的 再加上 这里还是他的地盘 有地脉的保护 至少上一次 还未同青龙完全融合的时候 宣元力也只能任由魔王摆布 无法反抗 更加不可能诛杀 所以能做到这一步的 一定是天神 他居然斩草除根了 不是想要除掉青龙身上的阴火吗 如果能同魔王和解 因果自然也是能解开的 为何天神 却还要横生枝节呢 魔气散得很快 不一会儿就消散于无 整座山也完全坍塌了 这座山 应该就是魔王炼气的载体吧 宣元力叹了口气 回到山地 唐可儿正呆呆地 看着忽然崩塌的山 魔王 被消灭了 宣元力走到唐可儿面前说道 什么意思 唐可儿有些回不过神来 魔王被消灭了 那魔兵呢 天神抢先一步 杀了魔王 为什么 这不是你的因果吗 魔王没了 那魔兵是不是也消散了 并不是 魔王是这个因果里 唯一还有神石的存在 魔王一死 那些魔兵就失控了 可儿 我们即将有一场恶战 要么魔兵被朕全数歼灭 要么 朕被魔兵撕碎 不死不休 唐可儿心下一沉 果然如他所想 这个天神就是在搞事情 还把事情越搞越复杂 这是第一次 唐可儿迫切地想要杀掉一个人 你一定要赢 无论如何 我都会在你身边支持你的 唐可儿抱着宣元力的腰 嘀嘀地说 魔王一死 魔兵恐怕就要暴动了 我们要马上过去 否则穆家军恐怕不怕 我们马上走 要不要通知一下那两只和倾斜 放心吧 朕飞过去 会在他们前面等 宣元力说完 又化为龙身 活着唐可儿飞了起来 最终的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唐可儿抱着龙大人的脖子 他略微有些恐高 不太敢往下看 但是眼下这整个九州 都将被拉入战火之中 王上 龙岩国军队后方 出现了一股不明势力的军队 正在进攻 所以 他们才会把大部分兵力 转到那边去 如今我们如果出兵 定然能够前后夹击 灭了这十万大军 那就出兵吧 清远瞇了瞇眼 他是不知道 这支莫名其妙的军队 从何处来 但既然给了这个机会 就要好好利用 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翻盘的契机了 郎国的勇士们 如今我们的敌人父辈受敌 只要你们够勇猛 九州大陆 就是我们郎国的 郎王万代 出发 清远亲自上阵 领兵攻了过去 叶将军 不好了 郎国的士兵冲过来了 这时候 龙岩国的军营 已经是一片大乱 那群黑衣斗篷士兵 实在太过邪门 好似不会伤也不会死 无论怎么打都不见皮色 暗门已经有上万人被杀 叶一正在头疼呢 没想到 郎王会在这个时候攻过来 尽量顶住 拖延时间 皇上应该马上就能带兵赶到了 实在不行 就用那个吧 将军三思呀 那可是十万暗门兄弟的命啊 我知道 所以请大家拼命顶住吧 一定要撑到援兵赶来为止 是 父辈受敌 那群黑衣斗篷士兵 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居然一点人气都没有 比之前攻过来那些火死人还要可怕 这次 怕是真的要舍里面了吧 只不过 想到那十万暗门弟兄 他觉得心很痛 龙大人拖着唐可儿到来时 正好是三边打得如火如荼 暗门的人 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硬是顶着压力 让两边敌人的进攻都没能逃了好去 龙大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放下唐可儿 自己也恢复了人身 然而他直接找到了叶一 皇上 叶一看到宣元丽 如同见到了救星 差点流下泪来 你做得很好 现在撤掉后方与斗篷士兵战斗的士兵 全力对付狼王 至于后方 就交给朕吧 遵旨 只要他来了 就算是成功了 暗门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这一点 他们对宣元丽 是毫无保留的信任 那些魔兵 不是寻常士兵可以对付的 人多反而不方便他施展 所以宣元丽 把暗门的人都安排到前方 对付狼国军队了 只留下他和唐可儿 面对那些魔兵 魔兵不是一直都寄生在 墨仙儿的体内吗 如今他们在这里暴走 墨仙儿呢 死了 除了魔王 墨仙儿是第二个能控制魔兵的人 现在魔兵完全无人控制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墨仙儿已经死了 用完的器皿就会被抛弃 向来如此 那你要一个人全灭这些魔兵吗 唐可儿看着眼前黑气弥漫天际 担忧地问 是 正通魔兵 如今只能留意 要开始了 轩元力沉声说完 顿时化为龙身 腾空而起 而那些斗篷士兵感受到龙气后 变得更加疯狂 嗷嗷叫着扑了过来 青龙化为一股龙气 将唐可儿完整地保护好后 冲入了魔兵群里 厮杀声响彻云霄 唐可儿只能站在那看着 好在 目前看来 青龙已经完全压制住了那群魔兵 放心吧 以青龙的本事 灭掉这些魔兵是迟早的事 只不过费点力气罢了 忽然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唐可儿猛然回头 只见 唐苏尔不知何时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 你怎么在这里 唐可儿警惕地问 来看看 顺便问问 你是否后悔了 在青龙灭掉魔兵之前 你都还有机会向我求救 我不会后悔的 怎么 龙大人灭掉魔兵 你就要动手了吗 还不到时辰 我来只是想来提醒你 有人想趁着混乱之时 让你一不小心就死掉 所以杀死魔王 让魔兵暴走的真正原因 是趁机杀我 唐可儿自然是聪明的 只要一点波 马上就猜到了真相 在整个计划当中 你就是个变数 计划之初 他们需要你改变青龙 计划之后 他们怕你改变青龙 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我懂 我只是看不懂 你到底站那边 我说我是中立的 你信吗 唐素儿回头看向唐可儿 与他一直保持着 三步的距离 无所谓了 无论你站那边 我都要打倒你才能活 唐可儿眼睛 一直看着战场里的 一举一动 清浅地说 唐可儿 一字记之曰 怒 啥意思 唐可儿莫名其妙地回头 却发现 唐素儿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就在这时 几个魔兵趁乱冲了过来 越过他身前三步距离时 一道龙气俯冲而下 直接把魔兵冲散了 难怪那唐素儿要站在三步开外了 只不过 他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主子 唐可儿 有青龙的龙气护体 根本靠近不了 青龙 已经炼化到能虚空操控龙气了 他果然是三界之中最强的存在 怕是已经早早在我之上了吧 那现在怎么办 那些魔兵撑不了多久 暗门的军队和狼王的军队也站不了多久 狼王太弱了 九州统一近在眼前 可是唐可儿 只能躲一躲了 唐可儿的遗魄就在锁龙台 引他去吧 可是 他周身带着龙气 怎么引 距离他三步之遥便可 到了锁龙台 龙气被锁住 然后找人杀了他 我们皆不可参与到人间的势中 否则也不会一再逼迫他自杀了 锁龙台上根本没有因果之人 找谁去杀他 我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鬼十三吗 让他去便是了 是 主人 原来一切都尽在掌控 难怪主子从来不会担心的 鬼十三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曾经的九州之主 杀死这个变数 天理之中 也是合情合理 并不会引起天道逆变 唐可儿正全神贯注地 看着青龙同魔兵厮杀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东方无忌 东方先生 唐可儿抿着唇 看着眼前忽然出现的人 说实话 他真的不希望东方无忌和天神 扯上什么关系 但其实走到现在这一步 再怎么自欺欺人也没辙了 东方无忌 就是那个引着他一步步完成变数的人 好久不见呢 九州终于要统一了 东方无忌 还是那副先锋倒鼓的样子 唇瓣勾着淡淡的笑意 一切如你所愿了 你该不会也是来杀我的吧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 所以你现在出现 是想干嘛 你应该知道 一旦九州统一 轩原力就会被血缘咒控制 吸取九州的龙脉 用来释放天神 而你 也会遭遇轮回阵法的追杀 但是如果你们不统一九州 你就会永远缺少一破 你和轩原力生生世世 都做不了夫妻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吧 是 但无论是我还是轩原力 我们都选择了统一九州 之后的事 我们一起努力 他努力不被控制 我努力活着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一同复死 唐可儿脸上没有一丝为难 说这话时 也是云淡风轻 其实我今天来 是给了你第三个选择 在九州统一之前 拿回你的遗魄 之后的事 就都不会发生了 东方无忌缓缓地说 唐可儿瞇了瞇眼说 老实说 我信不过你 刚刚有那么多的魔兵想杀我 天神已经丧心病狂地 想除掉我了 你身上都是龙器 谁又能伤得了你 而且我也没打算和你一起去 我只会告诉你地点 要不要去 你自己觉得 在哪 最终 唐可儿还是忍不住问了 如果真的能提前拿到缺失的那一魄 就不用统一九州了 消灭了魔兵 放了狼王 让狼国永远占据沙漠地带 九州永远统一不了 宣元利就不会被天神控制 这如何能不让唐可儿心动呢 就在你背后那座山上 有一个锁龙台 你的一魄就压在锁龙台下 只要打破锁龙台 你的灵魂就完整 东方无忌指着后面的山说 从这里到锁龙台 有一个传送阵法 就在山脚下 去不去随便呢 锁龙台 唐可儿好似在那听过的 只不过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他微微皱着眉 这个险该不该冒 你是宁愿自己死 也不想轩炎力受伤的吧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血缘咒他摆脱不了 九条龙脉被天神吸收之后 他也会立即而亡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被骗 无非是一死 再坏能坏到哪儿去 如果我现已不死了 山元利就再没有 不统一九州的必要 他或许还能活 好 我去 唐可儿看向东方无忌说 东方先生 我心底一直都觉得 你是帮我的人 不是害我的人 希望我没看错 当然 我一直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东方无忌 依旧是那副 温润如玉的模样说道 唐可儿点点头 转身往山脚走去 东方无忌就站在 他的身后看着 眼神微闪 从战场到山脚 也不远 走了没多久 就看到那个传送阵了 唐可儿毫不犹豫地站了上去 只觉得眼前一花 接着 他就感觉身边的龙器 忽然被抽走了 定睛一看 身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石台 他身上的龙器 被石台吸走 在石台上 化形成为一条黑龙 四道无形的锁链 将那条黑龙牢牢锁住了 看来我赌错了 东方无忌果然骗了我 让我来这里 无非是为了去掉 我身上的龙器罢了 看来杀手已经准备好 要我的命了吧 唐可儿自嘲地笑了笑 低语道 杀手杀不了你 不过 我可以 一个低沉暗雅的声音响起 只见身穿黑衣 一头紫发的鬼石三 提着剑缓步走了出来 是你 还真没想到 我会死在鬼石三手下 真的是有些讽刺啊 当初轩原力刺杀我的时候 就是化名鬼石三 还真是巧得很 很诧异吧 唐可儿 你们断我筋脉废我武功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会死在我手里 的确是没想过 谁让我们都只是 这盘大棋里的一枚棋子呢 唐可儿往后退了两步 杀了我 轩原力也不会放过你的 先杀你 下一步 再去了结了那轩原力 如今的我 早已大不一样了 鬼石三狂傲地说着 提剑就刺了过来 唐可儿本身也没什么武力值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白光闪过 利剑刺来 最终也只是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意罢了 可儿小心 一声惊吼 唐可儿感觉自己被人突开了 他狠狠地撞在了锁龙台上 撞得七荤八素的 好不容易回过神 却看见鬼石三的剑 穿透了一个人的胸膛 那个人 也是一头紫发 语儿 你在干嘛 鬼石三声音颤抖地问 父亲 我不允许你伤害他 鬼语张嘴 血就流淌而出 他身上的鬼气在散开 鬼家人 修的都是鬼道 一旦生死永无轮回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对孩儿有多重要 父亲又不是不知道 他是轩原力的女人 你傻不傻 鬼石三有些崩溃地说 他鬼家只剩这一个血脉了 如今全都没有了 或许 我已经明白了 什么是爱情 鬼语吃力地回头 看向唐可儿 唐可儿整个人都呆住了 鬼语为他而死 这份情 他总归是辜负了 心底莫名地 就起了一阵怒气 他可是你儿子 你居然杀了他 唐可儿缓缓站起来 一字一句地质问鬼石三 你胡说 是你这个妖女 害死我儿的 鬼石三也怒气冲冲地说 就算是吧 那也是你出的剑 你刺的 唐可儿心里的悲伤 内疚 愤怒 全都开始膨胀 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他的丹田开始爆发 父亲 放过他 鬼语的最后一句话 还在为唐可儿求情 他甚至用手 紧紧抓住了 刺在他心口的剑 血一滴一滴地落下 让唐可儿直接红了眼睛 周身的力量 再也控制不住 狂暴地席卷了他 杀 杀 唐可儿轻轻地吐出几个沙子 然后 在鬼石三 还未回过神来之前 一只手就穿透了他的胸口 捏爆了他的心脏 鬼石三 喷出一口血来 一个字也说不出 就和自己儿子作伴去了 咔嚓一声 索龙台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力量 开始降下无数的闪电 唐可儿面无表情的一挥手 整个索龙台瞬间崩塌 索龙台一塌 一道光影从里面缓缓升起 飞进了唐可儿的胸口 正是唐可儿缺失的一魄 神魂齐全了 唐可儿的身体里 缓缓走出一个人来 那人带着天地间 势不可挡的力量 离开了唐可儿 唐可儿顿时晕倒在地 天尊 你终于出现了 东方无忌 从一边缓缓走了出来 东方啊 这些年一直让你看管这天神 飞心了 一个清浅的声音响起 从唐可儿身体里走出来的人 穿着一身青衣 背着手 看不清容貌 按理说天尊已经降世 这女子就该送回去的 但青龙对她情深似海 不知天尊有何打算 这些年 对青龙本尊是有亏欠的 这女子就算是补偿她吧 以后生生世世 她都不再孤寂 九州就要统一了 天尊打算如何处置 五千年前杀不死她 如今可以了 天尊说着身形越来越淡 最终留下一句 把她送回去吧 青龙那边差不多完事了 魔兵和狼国 几乎是同一时间被歼灭的 青龙恢复人身后 浑身浴血地看着遍地残骸 背负了五千年的英国 此刻也算是被清干净了 她回头 看向唐可儿站着的方向 却看到了一个 很不想见到的人 东方无忌 你对可儿做了什么 看着东方无忌 抱着唐可儿站在那 唐可儿已经昏迷 轩元丽愤怒地问 你师父让我给你带句话 天神他杀了 唐可儿送给你 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去吧 师父 以后要做龙还是做人 都随你 对 唐可儿的魂魄已经完整 你们可以原防了 东方无忌说着 就把唐可儿送到了 轩元丽的怀中 然后他转身离开 渐行渐远 师父 最终你还是不曾见头的一面 轩元丽抬头看着天际 满头的乌云在缓缓地散开 阳光洒下来 远处 夜衣飞快地骑马奔来 来到他身前 下马跪下道 狼国余腻尽数歼灭 整个九州都臣服于皇上了 九州统一了可儿 我们赢了 轩元丽抱着唐可儿 听着他匀衬的呼吸 喃喃着说 一个月后 九州大陆再次恢复了安静 各国被改成了各城 以前的皇帝变成了城主 九州大陆更名为龙之国 国都就定在龙都 娘娘 今天皇上要立你为后呢 一大早就要行册封礼了 您怎么还不起床啊 滚出去 唐可儿的起床器 依旧是大的离谱 皇上 替婿娘娘辛苦 册封礼改为午后举行 这时候 一个太监进来宣旨 凤鸾殿里的宫女 皇上 这也太丑娘娘了吧 册封礼也能说 改时间就改时间 午后 唐可儿懒洋洋的起身 看着那华丽的凤冠 还有凤袍 顿时苦着脸说 哎呀 看起来就好重啊 能不能不去啊 娘娘别玩了 这可是立后大典啊 举国上下都在瞧着呢 各城城主都到了 等着官礼呢 好烦啊 我也没说要做皇后啊 哎呀 我不做皇后了 好累 唐可儿烂泥一般贪着说 去请皇上来 就是娘娘又反悔了 这一个月 来来去去好几次了 皇上那是求着娘娘做皇后 娘娘则是推三阻四 这次要不是用 掏剔城的厨子来要挟 娘娘估计 还是不会同意的 不一会儿 轩元丽就大步走了进来 微微眯眼道 整得又反悔了 那个凤冠还有凤袍 看着就好重 还要穿着出去走路 给人家看 哎呀 我不要做皇后了 做个宠妃好了 告诉立官 所有礼仪取消 直接宣告天下 唐可儿为朕的王后便可 皇上 这妥当吗 余生皱眉 这不合规矩吧 朕说妥当就妥当 进入宫中设宴 宴请朝臣 让十八去主持 去吧 皇上的意思是 宫宴你和皇后娘娘 都不参加了 这可是两人的喜酒啊 不喝啊 嗯 告诉十八 朕要入个洞房 没空理那些 鳄鱼奉承的朝臣 嗯 皇帝你还真是 直接二位 唐可儿听了 宣元丽的话 也是老脸一红 这人都口证来了吗 等了那么久 总算等到这一刻 就算是天戳个枯了 朕也不出去 宣元丽说完 就抱着唐可儿 进内室去了 然而就在这时 天上真的传来 一阵巨响 就在凤鸾殿的院子里 宣元丽顿时满头黑线 但他还是不管不顾 把唐可儿放到床上 天皇老子来了 我也要洞房 徒儿啊 为时来讨杯喜酒喝喝 你怎的还不出来奉上啊 清浅的声音响起 宣元丽扯唐可儿 衣襟的手一顿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是天尊啊 你不去吗 唐可儿搂着宣元丽脖子的手 却是没有半分松动 不去 今天谁都没你中 最终 宣元丽咬着牙说 哦 那以后呢 唐可儿眯着眼问 生生世世 你最重要 宣元丽大声地说 徒儿啊 这大白青天的 你怎能能如此不知羞耻啊 天尊的声音又响起了 宣元丽满头青筋地咆哮道 滚 要不是因为天尊藏起唐可儿的遗魄 我何须忍得如此辛苦 现如今还敢来说 哼 一辈子还长着呢 丽 你急什么 唐可儿被逗乐了 轻笑着说 对你 每一刻朕都急不可难 宣元丽说完 低头 深深地吻上了他的唇 生生世世 不再孤寂 这是天尊给他的礼物 他会永远珍视 优优 LA 优优独 shape 相为 已经令人